这是在哪 纯白色的房间中 苏宇站在原地看着周遭 猛逼了好一会之后 他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 不由得喃喃道 超时空交易平台 不会来真的吧 就在半个小时前 放假在家的苏宇 收到了公司的辞退电话 表面原因是公司裁员 他业绩不突出 所以就才到了他头上 实际原因则是 他所在的小组 有一个裁员名额 必须要才出去一个 而小组里八个人 只有他在公司里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对于这件事 苏宇其实倒也并没有太过意外 在没有放假之前 就猜到了这个结果 当下 收到通知的他 便打开了网络招聘平台找工作 结果找着找着 就发现了一条奇怪的招聘广告 超时空交易平台 招募蓝星代理人 底星十万起 这么离谱的招聘 他自然是不幸的 不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苏宇便点进去看了他 然后 他就出现在了这里 大概搞清楚情况 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了 某种小说里的情节之后 苏宇反倒松了口气 冷静了下来 走到一面散发着白色荧光的墙壁面前敲了敲门 他试探着道 有人在吗 话音才落 银白色的墙壁上便浮现出一行字 欢迎来到超时空交易平台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蓝星区代理人专属空间 签订契约后 即可获得此空间并解锁交易权限 本平台致力于服务超时空交易 让不同时空中的人互通有无 各取所需 是否现在签订蓝星区代理人契约 苏宇看着上面的内容 沉淫了片刻 猜到这玩意儿似乎是声控的 想了想便到 契约具体有什么内容能看看吗 话音才落 一行行文字便浮现在了面前的墙上 契约的内容清清楚楚写在了上面 苏宇仔细看了一遍 内容倒也不复杂 大概就是 成为蓝星区的代理人之后 他可以代表蓝星在超时空交易平台 与人交易互通有无 交易的物品无限制 交易物品的价格无限制 交易双方可以自己根据需求溢价 目前他是初级代理人 每个星期只能随机匹配到一个新客户 顺利完成实单交易之后 即可晋升终极代理人 到时候 不仅能匹配更多更优质的客户 还能解锁更多的权限 超时空交易平台 也是有一套自己的货币的 叫做交易点 每次成功交易之后 都能获得一笔交易点 交易点的作用 则是可以不用与人面对面交易 直接在超时空交易平台上 购买自己所需的东西 总之就是 用自己所在世界的资源 跟其他世界的人交易 交易的次数越多 自己的等级越高 能获得的好处也越多 唯一的限制就是 交易的物品不能做虚弄假 交易平台会对交易物品 进行检测监管 如果敢卖假货骗人 会被收回代理人资格 看完契约的内容 确认没有错漏之后 苏宇毫不犹豫地 就选择了签订 开玩笑 傻子才不签 不同的世界所需的资源不一样 资源的价格也不一样 搞不好他这里一瓶矿泉水 放到其他世界 就能换一大块金子呢 到时候 他再把金子转手一卖 不得赚大了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交易来的 异世界物品没什么价值 他没法从中获利 可只要每个月 至少完成一单交易 苏宇也能获得交易平台 发给他的每个月 十万的保底薪资 这不比找工作 给人打工强一万倍 契约签订完成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 蓝星区代理人 等级 初级代理 交易点 0 可用交易次数 1 可用交易次数1 那我现在可以匹配交易对象吗 苏宇略意沉吟便问道 契约里写得很明白 这种交易 其实不仅仅是两个人私下交易 更像是两个不同世界 互通有无 因此 他手上有没有交易所需的物品 也不重要 先匹配交易对象 了解一下互相所需的东西 然后再回去准备东西来交易 才是正常流程 可以 是否现在开始匹配 看着面前墙上的字迹 苏宇顿时道 匹配 交易对象匹配中 匹配成功 苏宇只感觉眼前一花 眼前的场景就从刚才一无所有的空白房间 变成了一间古色古香的会议室 会议室的中间一张长桌 他坐在长桌的一头 而另一头则是坐着个身上 穿着颇具科幻色彩的银白色装甲 只露出 交好的脸蛋与一头白色秀发的女子 女子看了眼左顾右盼的苏宇 秀眉挑了挑 开口道 你是第一次交易的新人 他的声音如清泉流响 清脆悦耳 不过从他发出来的音节 苏宇却根本听不懂 好在交易平台似乎有自动翻译的功能 苏宇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啥 可却能明白他的意思 文言坦然点了点头 是的 让您见笑了 说吧 他便正经微作 准备跟着第一个交易对象 好好谈谈生意 超时空交易平台的神秘 让他略有些不适应 可论谈生意 那他可太熟了 毕竟苏宇之前所在的公司 就是做跨国贸易的 他作为足理业务能力最强的业务员 谈过的大单也不计其数 一旦进入状态 双星 对面的女子点了点头 随后起身将右手放在胸前 严肃地做了个自我介绍 苏宇见状也起身抬手 可见自己和人家的距离这么远 握手这种礼劫显然不适用 便干脆抬起另一只手 做一道 超时空交易平台蓝星区代理人 苏宇 你们的礼劫很有意思 双星看了看苏宇叠在一起的手 我也这么认为 苏宇笑了笑 转而道 来谈谈正事吧 您想要交易什么 富含淀粉和植物纤维的天然食物 没有污染的水 土壤 清单上的东西 我都需要 双星面前出现一道光幕 她伸手在上面画了画 苏宇面前顿时也出现了一道光幕 上面裂满了一项项商品 肉 蛋 来 粮食 蔬菜 纯净水 土壤 全都是要求无污染无辐射的 看着这些东西 恍惚间给了苏宇一种 在手机上逛超市的错觉 对方似乎来自一个食物匮乏的世界 而且看她身上穿着的那套装甲 对方所在世界的科技水平可能不低 要买无污染无辐射的食物 莫非是一个类似于废土的世界 科技很强 但是世界被污染 食物匮乏 心头一动 苏宇的神情却不见丝毫变化 单单道 这些物品我这里都可以提供 那么您那边打算用什么来交易呢 你需要什么 双星醋没到 现在她和苏宇并不熟悉 双方互相不知道 对方所在的世界是啥样 有啥特产 她肯先说出自己的需求 已经是看在苏宇是新人的份上了 如果再把她有什么东西能交易的 也贸然交了底 那对后面的价格谈判 肯定是不利的 我需要 苏宇对于她的回答倒是并不意外 眼睛一转 目光放在了她身上 那颇具科幻气息的银白色装甲上 并没有多说 你想要动力装甲 双星眉头一挑 倒也不是不能谈 一万吨无辐射污染的粮食 你要能拿出来 我现在就能托给你 白毛少女原为动力装甲 苏宇顿时便心动不已 不过转又摇了摇头 一万吨粮食 以她目前的财力完全拿不出来 即便是最便宜的土豆 那也得一两千一吨呢 一万吨那就是一两千万 把它卖了都不值这么多钱 更何况 在现实里这么大宗的粮食交易 估计得直接向国家粮仓购买 或者从海外进口了 要没有个食品加工厂啥的打打掩护 多半买不到 就算通过特殊渠道搞到了 粮食最后要是去向不明 也极有可能会被盯上 虽然说动力装甲这玩意儿 看着就牛逼 原味的更让苏宇心动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她能买得起的 而且买来也没用 只能以后再说了 至于现在嘛 苏宇沉饮了片刻 我需要黄金 如果她先前的猜测没错 对方真的来自于一个废土世界 那看她身上的动力装甲 也能知道 人家的技术绝对领先蓝星 不知道多少年 真要说的话 当然是用粮食换技术最划算 可问题是 苏宇现在就是个普通人 存款加起来也就只有个几万块 就算拿到了什么黑科技 多半也无法变现 她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 再蓝星成为有钱人 有资本在手 再搞到技术 变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黄金 这确实是硬通货 不少初级的代理人 都会接受黄金交易 双星点了点 投 黄金换粮食可以 不过 你得先将你们世界 常见粮食的数据给我看看 我才能估算价码 毕竟不可能 所有粮食的价格都是一样 你应该知道的 粮食的数据 苏宇明白它的意思 但是一时间 却不知道该怎么整理 只是脑海里 下意识浮现出了土豆的模样 好在紧接着 她便看见面前的光幕上 出现了土豆的数据 包括纤维含量 淀粉含量 微量元素含量等等 原来还能这样 苏宇顿时有数了 脑海里接连闪过大米 小麦 红薯等等主粮 将蓝星几种最主要的主粮 整理得差不多了之后 她便学着刚才双星的样子 手一画 那些数据便到了 双星面前的光幕里 看了一会之后 双星便给出了自己的价码 一公斤黄金 换一吨大米 交换的粮食 以大米为主 如果你那边大米不够 需要用其他粮食来交易 咱们需要重新一价 大米 苏宇想起那些在严谨地里 都能种出来的水稻 单定点头 大米管够 不过这价格 我觉得还需要好好讨论一下 现在的金价是400多一克 一公斤黄金是1000克 价值40多万 而大米的价格是品种而定 普通一些的 大概三四千一吨 好点的能有四五千 苏宇不太了解这个 但总归不会差太多 一公斤黄金换一吨大米 要是放在蓝星 谁这么做生意 一准被人骂做傻子 可这里是超时空交易平台 如果双星真来自被污染的 无法种植出粮食的废土世界 黄金这种东西的价值 显然比污染的粮食 要差太多了 交易嘛 价格当然是可以谈的 双星笑盈盈道 苏宇略意沉吟 开出了一个价 50公斤黄金 一吨 成交 双星顿时一拍手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苏宇 妈的 草帅了 看来他还是低估了 粮食对于双星所在世界的价值 也高估了黄金对人家的价值 不过这种纠结只出现一瞬间 便被他抛出了脑外 50公斤黄金换一吨粮食 已经跟白捡钱没啥区别了 再多也没啥必要 不说别的 就算这单只卖一吨粮食 怎么处理50公斤黄金 也够他头疼的了 与其贪心不足 还不如跟人家结个善缘 毕竟苏宇还想着 给他的原位动力装甲给巴 买下来呢 见好就收 既然单价敲定了 那么你那边现在能提供多少大米 双星道 苏宇回过神来 算了算自己现在手头的存款 10吨吧 第一次合作 先提供10吨给你 如果觉得还行的话 后续还可以继续交易 10吨大米 那就是500公斤黄金 双星道是并没有意见 转而起身到 稍等片刻 说着 他便缓缓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时 手里已经多了一个 银白色的金属箱子 双星将之放在谈判桌上 随手往苏宇这边一推 箱子顿时 顺着桌子滑了过来 刚好停在苏宇面前 伸手推了推箱子 纹丝不动 他顿时便猜到了 里面是什么东西 当下强忍心中的激动 快速将箱子打开 会议室明亮的灯光照耀下 一缕金光从箱子中反射出来 差点闪下了苏宇的眼睛 黄金 10块厚石金砖 一块便是50公斤 整整500公斤黄金 事实上 黄金的密度很高 一灯黄金的体积 也就比一个篮球大点 500公斤黄金 从数量上 看其实真不多 得拎在手上 才知道 这玩意儿到底有多沉 黄金给你了 大概什么时候能交货 双星扬了扬白皙的下巴 居然还有先打款的说法 这大概是苏宇这辈子 见过的最好的客户了 不过估计也跟 交易平台的规则有关 反正有交易平台监管 估计也没人敢收了钱赖账 人家根本不怕他跑了 自然无所谓是提钱给钱 还是获到付款 想到这里 苏宇连忙到 七天吧 七天之内 我会把十吨大米 交到你手上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也可以列个清单给我 咱们现在可以大致估个价 谈妥了的话 到时候 要是能带我顺带 在下次交易的时候 给你带来 苏宇又上传了一些 蓝星上能够大批 收购的物品数据 传给了双星 两人就各个 不同物品间的价格 讨论了小半天 最后才出不得出一个共识 到时候 不管苏宇能搜集到 多少双星需要的物资 双星那边 都需要按照 现在一定的价格支付黄金 黄金不足的话 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抵账 比如 产自双星家乡的一些土特产 什么机械外骨骼 什么磁轨步枪 什么基因血清 除了这些成品之外 双星能搞到的技术也不少 总之 其中每一条拿出来 都比苏宇手上 这500公斤黄金值钱 回到自己的初级代理人 专属空间里 苏宇看着面前的箱子 心里说不出的激动 500公斤黄金 按照当前的市价 计算的话 价值近两个亿 就算他找一些 见不得光的门路出手 会被压架 怎么也能搞到一个亿以上 什么叫一夜暴富 这才是一夜暴富 不过激动之后 他便要开始考虑一些 限时点的问题了 平台 我该怎么把需要 用于交易的物品 带出去或者送进来 别说是十吨粮食了 平台要是没有点什么黑科技 他想要把这500公斤黄金 带出去 都得一块一块地慢慢版 听到他的提问 面前的白色墙壁上 缓缓浮现出答案 初级代理人 可用十个单位的收纳空间 每个收纳空间 最多可以存放 体积不超过1000立方米 质量不超过1000吨的 同类型物品 心中默念个人面板 即可看见 个人面板仅限明 一人可见 个人面板 苏宇连忙试了试 果然 他话音才落 一个淡蓝色的半透明面板 便出现在了他面前 与刚才交易时 出现的面板差不多 上面的功能有不少 收纳空间 则是在右下角 那里刚好有 十个空着的格子 像物品蓝似的 运输问题能解决 苏宇顿时松了口气 无师自通的伸手 碰了碰那些黄金 箱子里的十个大金钉 当即消失不见 而他个人面板的 物品蓝里 则是多出了一个 黄金城市的标记 送我回去吧 苏宇起身 伸了个懒腰道 莫名其妙 成为了超时空交易平台的 蓝星代理人 想不发达都难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回蓝星 准备后续交易所需的物品了 果然 相比于给别人打工 还是为自己赚钱 让人更有动力 现在别说是996了 只要不猝死 007都行 但凡他皱一下眉头 都是对这500公斤黄金的不尊重 正在传送 您随时可以通过个人面板 进入您的平台专属空间 下一秒 苏宇只感觉眼前一花 银白的空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熟悉的出租屋 苏宇连忙换出了个人面板 发现还在之后 50公斤金钉真实沉重的触感 他不由地长出了口气 不是做梦就好 看了眼时间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时间不算晚 倒也还能办些事情 苏宇想了想 便拿着手里的金钉 往厨房走去 这块金钉的体积 大概跟个缩小的板砖差不多 他要敢拿着这玩意儿去换钱 怕是得给人吓出个好歹了 好在黄金比较柔软 用刀都能切开 苏宇花了好半天 终于将这块重量 高达50公斤的大金钉 分割成了十来块大小不一的金块 塞进储存空间里保存 自己则是用手机 搜索了附近的金电之后 挑了一家距离自己这里不远不近 不怎么起眼的金电 准备尝试 在这里先出手一块黄金试试 等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便空拎着屋里的垃圾 走出了家门 与平日相比 看不出分毫异常 不过他才刚跨出门 一个电话便突兀地打了进来 看着上面前组长的备注 苏宇犹豫片刻 还是选择了接通 被公司裁掉这种事情 要是放在几个小时之前 说他一点怨气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可现在嘛 只能说谢谢公司把他裁了 不然 他也不会刚好刷到 超时空交易平台的招聘广告 更不会成为交易平台 在蓝星区的代理人 当然 不在意归不在意了 可让他对以前那些依靠关系 将自己排挤走的同事 有什么好脸色 那也是不可能的 要不是考虑到 这个公司做的是大宗海外贸易 以后 在交易平台里 需要跟他人进行大宗交易的时候 说不 好能用得上 他现在连电话都懒得接 小苏啊 怎么样 找到新工作了吗 电话一接通 前组长油腻的声音 便在耳边响起 苏宇对这个油腻的组长印象很差 也懒得跟他废话 有些不耐烦道 我现在正准备出门 你要有事就直说吧 说着 他还不忘按了下电梯 电梯到之前 这家伙 要是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就别说了 前组长似乎对他这么不客气的语气 也不在意 反而笑呵呵道 这不是挂念着你没工作吗 我就想着脱关系给你找个工作 也是干海外贸易的 跟你之前做的事情差不多 你去了就可以直接上班 待遇我 专门打过招呼 肯定是不差的 不去 苏宇想都没想变到 他之前所在的小组 除了他之外 全是关系户 性前的 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 在其他人面前 可以说是一点谱都不敢摆 唯独在面对苏宇这个没有关系的职员时 他才能偶尔摆摆领导的架子 平日里可没少恶心人 别说是现在成为了交易平台的蓝星代理人 不去 电话那头的前组长似乎没想到 苏宇居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愣神片刻之后 他才沉声道 小苏啊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现在经济不好 这工作可是不太好找的 特别是这种专业对口的工作 见他大有喋喋不休的意思 苏宇当即出声打断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等等 前组长连忙道 你可要想好 我要没记错的话 上个月你是谈了个大单子 提升有不少的吧 这个月工资应该还能发个两万多来着 不过那时你开的单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才能拿到这笔提成 要是有问题的话 叮 随着电梯到来 苏宇最后一点耐心 终于也消磨殆尽 毫不客气到 通话内容我已经录音了 过几天发工资的时候 我发现少了一块钱 咱们就法庭见 另外 你是不是真觉得 当个破组长 就算跟聪了 拿根鸡毛当令件 给你脸了叫你升组长 不给你脸 你算什么东西 傻逼 呼 挂断电话 苏宇长出了口气 爽 早就想骂这欺软怕硬的杀笔了 今天别说是他获得了 超时空交易平台 这个前途无量的路子 就算是傻也没有 这会儿 也不会给前组长什么好脸色 该骂还得骂 叮 电梯门打开 刚刚骂完人的苏宇 便看见里面一个穿着JK 长相清秀的小姑娘 正诧异地看着自己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 咦 这人素质好差 不过苏宇 却是根本不在意 反而朝小姑娘笑了笑 随手关上了电梯门 人逢喜事精神爽 路人怎么看他 他可懒得管 现在一心只想快点出门 把空间里 那些金坨子变现 万福金是 魔都最大的金店之一 位于一处繁华的步行街中 距离苏宇家 大概十来公里 打个车 也就十几分钟便到了 站在金店门外 苏宇摸了摸 已经被他从物品栏拿出来 放到了兜里的大金坨 尝出了口气之后 便走了进去 来之前 他已经专门在网上搜过很多资料了 这些金店收黄金的时候 一般其实是 不怎么询问黄金来源的 当然 数额特别大的除外 比如 他直接掏出一块50公斤的大金砖 人家怕是得 吓得当场报警 可只是兜里着一公斤出头的金坨 那倒是问题不大 别问 问就是祖传的 先生您好 是要看看视频吗 一进门 一个迎宾小姐 便礼貌地迎了过来 这种高消费的店里 服务员或者销售 一般对素质要求是很高 像小说里那种 因为别人穿着就爱搭不理 甚至阴阳怪气嘲讽的情况 现实里也许会有 可那是极小概率事件 就算真看不起人 也不可能像个傻逼一样 当人面表现出来 我是在网上看见你们店里收黄金 刚好手里 有一些黄金要出手 苏语倒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言道 很多东西 其实并没有什么忌讳的 但是你鬼鬼祟祟拐弯抹角的 反而容易让人怀疑 他大大方方地说明来意 人家看见他拿出来的金坨子 最多也就诧异 居然有人能搞到这么多黄金 M.I.O.T.A. 要是畏畏缩缩的 反而会让人觉得 黄金的来路有问题 嗯 有的 那迎斌小姐一愣 连忙伸手道 先生这边请 苏语跟着他 很快便来到金店角落一处 放着不少工具的工作台 工作台里 正有个年轻男子 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玩手机 孙师傅 客人要出黄金 麻烦您给看一下 迎斌小姐恭敬地 与那青年打了个招呼 随后便对苏语道 这是我们店的孙师傅 也是店长 回收黄金这方面 由他负责 他会先查验一下 黄金的纯度 然后再用我们店里的 店子精秤称量 保证能够精确到好客 这个检验是免费的 您可以在检验完 得到报价之后 再考虑是否要出售 说吧 对苏语露出了个 职业化的笑容 随后便夺不离去 这行里 其实规矩也不少 客人要出售的黄金 有大有小 有些信奉财不露白的客人 未必就愿意 让人知道 自己这么有钱 所以 在收黄金的时候 除了专门的师傅之外 其他人都不会盯着看 当然 大企业才会注重 这么多规矩 街头小店的话 就没人管这么多了 甚至现在 还有不少为了吸粉 一边直播一边验的 你好 黄金呢 孙师傅随手 从一旁拿来的放大镜 对着苏语伸了伸手 苏语闻言 直接从兜里 将那块金坨拿了出来 这 看着那巴掌大的金饼子 孙师傅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顿时闪过一丝错愕 这一块 全是金子 虽然他干这行 算是见惯了金子 可乍一看见这么大的金饼子 还是有些惊讶的 那当然 总不能刷点金漆 就指望来这里骗钱吧 苏语说着 将金饼子 放在了一旁的秤盘上 电子金秤上 顿时浮现出精准的重量 可 还真是一块金子 以孙师傅的经验 大致看了眼金饼子的色泽 估算了下体积和重量 顿时便看出来 这玩意儿 绝对是块石心的黄金 推了推眼镜 他有些诧异地 看着这块金饼子 准确地说 是看上面那被锤子 砸得坑坑洼洼的痕迹 不是他没见过世面 实际上比这还大的金钉 他都见过 可把这么大一块黄金 砸成饼子 他还真没见过 你就不怕砸的时候 砸飞出去一些边边角角的 孙师傅拿起金饼子 有些好奇地对苏语道 祖传呢 传下来就是这样 没办法 苏语耸了耸肩 孙师傅闻言失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他虽然不信 可却也没有追问 而是拿着放大镜 一丝不苟地对着金饼子 上上下下观察 过了好一会儿 才吐了口气道 是纯金 说吧 还有些严余地看了眼苏语 这种纯度的黄金 只有现代技术才能提炼出来 苏语说是祖传的 自然是在胡扯 这个行业里 含金量超过99% 被称为足金 而含金量超过99.6% 才能叫纯金 足金与纯金 在颜色上略有些细微的差异 普通人或许看不出来 但他这种常年与黄金打交道的 自然不难看出来 纯金吗 苏语倒是没有觉得尴尬 恍若未闻到 估个价吧 稍等 我还要咽一下 孙师傅说着 便拿起一旁的瓶瓶罐罐 时不时地往金饼子上 滴几滴不明物体 然后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 过了好一会儿 他抽出一张布 将黄金擦拭干净 放在了一旁的秤上 键上面显示的依旧是没变 这才点了点头 现在金价大概400出头 我们这边这两天的回收价 是398一克 不过你这个是纯金 价格可以给高点 403一克 怎么样 可以 苏语点头 倒也没有在价格上跟他掰扯 那这块金饼的总价 大概就是 我做主给你某个零吧 说着 他从下面的柜子里 抽出了一份合同 写写话画了一番之后 便递给了苏语 合同你看一下 没问题的话 签了字就算生效 这种买卖合同倒是很简单 苏语粗略看了几眼 便确定里面没什么坑了 当即签了下来 合作愉快 钱我会让财务在一个小时内 达到你卡里 孙师傅召来个服务员 让人将合同拿走 随后脱了手套 与苏语握了握手 不等苏语说话 他又神神秘密地凑过来低声道 加个微讯吧 如果还有黄金想出 可以继续来找我 不管是你想走工账还是私账 都能吃得下 保证安全 哦 工账怎么说 私账又怎么说 苏语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那孙师傅倒也没有藏着掖着 坦然道 工账自然就是 拿到矿里去走一趟 该交的睡交一下 再出来 自然就是矿里出土的黄金 来源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这样最安全 但是我能给你的价格 最多也就300 私账的话 那路子就多了 想办法搞到海外卖 或者在黑市里交易 不过我也有一定风险 所以 价格我最多只能给你330 说白了 不管是工账还是私账 其实都是洗白 给他个来历 苏语抽回手 笑着道 刚才那块你 不就是按照市价收的吗 怎么就不用洗白 这才多少点 孙师傅摇头道 一公斤多点处理起来 当然没必要这么麻烦 直接给店里的金酱 打成首饰就行了 可要是再多的话 金店里倒是能吃下 但却没人敢吃 金子这东西 网大的说是战略资源 用处太多了 所以管得也言 卖太多来历不明的黄金 账目上漏洞会很大 很容易被查出来 你怎么就知道 我有很多黄金 我要说我就这么一块呢 苏语贪了贪手 孙师傅闻言 则是几枚弄眼道 兄弟 这块金子 是你从大金钉上扣下来的吧 虽然扣下来之后 还特意砸了下 但除非你容了重铸一遍 否则是瞒不住干我们这行的 金属疲劳懂吧 有迹可循的 扣下来一块都有这么大 那块大的 怕是得有几十公斤 你从哪里搞来的 我倒是不感兴趣 但是真心劝你一句 不要觉得 你多拆几分 换几个店卖就没事了 不管你换哪家店 走这种正规黄金回收的渠道 价格虽然漂亮 可给你打款的时候 为了方便走账 都会备注交易内容 次数多了 银行那边发现你账户异常 一查记录 全是黄金回收的收益 你猜会怎么账 没啥意义的 有个几公斤 你非得说是祖传的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也就百十来万的事情 无凭无据的 也不会拿你怎么样 可你要搞出十几公斤 甚至几十公斤出来 总不能还说是祖传的吧 那别人该问你信爱心觉罗 还是信朱了 孙师傅说着 还不忘开了的玩笑 苏 与文言倒是没有再多问 不过却添加了孙师傅的微讯账号 先前他没想这么复杂 并不觉得自己 把手头的黄金多分割几块 换几个地方卖有什么问题 可现在孙师傅这么一说 苏宇便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多天真 不管他把手头的黄金 切割成多少份 换多少家金店出手 只要他不愿意让别人代替他去卖 那最终 这些卖黄金所得的钱 都会进入他的账户 且不管打款的时候 人家备不备注 资金出处 都是可以追溯查询的 所以 这么搞根本 没有任何意义 这点孙师傅要是不说的话 苏宇还真没意识到 毕竟以前看的那些小说里 主角在一夜暴富 得到大量黄金之后 都是这么出手的 他下意识便想学着来 这会儿才发现 漏洞这么大 小说害人啊 当然 除了分不分散卖 都没什么区别之外 孙师傅的其他话 苏宇倒还是将信将疑 因此 他也没有立马打算 跟人家合作 低价把黄金出了 在万福金店将的货款 打到他账户之后 他就离开了 转而来到了 距离这里有七八公里的 另外一家金店 用相同的方式 苏宇在这里 又一次出了一块 两公斤左右的金饼 再次进账八十多万 交易完成之后 他又旁敲侧击地 找这家店里董行的师傅 问了问这里面的道道 最后得到的结果 却与那孙师傅说的 没多大区别 这个师傅虽然老实巴交的 不敢做这种事情 可最后 也还是给苏宇推荐了 一个专门干这行的人 又添加了个 出手黄金的渠道之后 苏宇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繁华的CDB中 灯火通明 一动动高耸的写字楼间 隐约还能看见 在灯光下加班苦干的 秃顶射处 苏宇看了眼 自己卡里竟150W的存款 尝出了口气 这种当射处加班 加倒掉头发的情况 大概是再也不会 出现在他身上了 还怪怀念的 感叹了一声之后 他这才想起 自己晚饭还没吃 美食博主吃的人均3000的晚餐 意味道嘛 MP这个就太俗了 人家主打的是氛围 嗨嗨 吃完出来 苏宇扫了辆共享 单车便慢悠悠地骑着回家 这里离他住的地方 也就十来公里 吃完饭刚好消消时 顺便再想想 这两天 怎么准备给双星的那十吨粮食 当然 如果仅仅是这次的交易 十吨大米准备起来 倒也不难 他要愿意跑的话 多跑几个超市 买包装好的精米 都能凑够 不过这次是十吨 能这么轻易地凑齐 下次呢 想要从双星手里 搞到一些跨时代的黑科技 显然不是这小打小闹的 几吨粮食能解决的 粮食 蔬菜 水果 甚至是纯净水 都是双星需要的物资 也是苏宇生活里 随处可见的东西 可量变引起质变 以他个人的名义 这种大宗交易 是很难做的 食品加工厂的事情 看来得提上日程了 明天去网上搜搜 开食品加工厂 需要什么手续流程 最好再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苏宇一边慢悠悠地 在自行车道上骑着车 一边在脑海里 想着这些东西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人行道上 却是突然冒出来一辆 与他同款的共享单车 面前冷不丁 窜出来一辆车 给苏宇吓了一跳 连忙伸手按住刹车 虽然距离很近 可好在 他骑得很慢 倒是在最后关头刹住了 然而 碰 哎呀 单车摔倒的声音 伴随着少女的惊呼声响起 苏宇一脚撑地 看着面前倒在地上的小姑娘 嘴角抽了抽 什么意思 碰瓷是吧 他可没撞到来着 随手将单车 靠在一旁的树上 苏宇皱眉来到 那少女身边 正准备问他咋样了 可话还没说出口 看着那少女的模样 却是愣了一下 他要没记错的话 这姑娘 好像就是下午在电梯里 看见的那位 长相清秀可人 身段玲珑 在JK服的白褶裙 和过细袜的衬托下 更使用有一双 修长笔直的长腿 满分十分的话 按照苏宇的审美喜好 至少也能给她个九分 属于那种 看一眼能记住 好几天的类型 苏宇当时在电梯里 虽然满脑子想着黄金 并没有太关注她 可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 却是现在还没忘 说起来 这姑娘好像住在她楼上 是她邻居来着 苏宇愣了愣 看着地上的少女 尴尬又不失礼貌道 好巧 呜 凶巴巴地瞪了苏宇一眼 似乎想说些什么 不过 想到刚才是自己冒冒失失 骑着车冲出来 苏宇也没撞到她 反而是她自己惊慌失措摔倒的 一时间 有些雨色和心虚 再想起下午的苏宇 在电梯外骂人的样子 又有些害怕 哼哼了半天 只能委屈巴巴地捂着腿 黯然神伤 苏宇摇了摇头 随手把地上的单车扶了起来 又把她的包捡起来递给了她 谢 谢谢 摆了摆手 随后往自己的单车走去 骑车小心点 要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李芸汐见她准备走人 下意识看了眼周围 此时 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这条路的人又比较少 不由的心里有些发慌 犹豫了一会儿后 别了别嘴 懦懦道 那 那个 能不能帮我个忙 就是我脚可能晚了 有点使不上劲 然后 嗯 我想打个车回去 就是 陪我等一下车 M I O 他 我记得 你好像跟我住在一栋楼里 刚好可以顺路一起回去 车费可以我出 苏宇听到他断断续续 唯唯唯唯唯的话 又看了眼周围的环境 顿时恍然 不由的笑道 行吧 今天就当沾你的光 改善生活了 反正 他准备交易物资的计划 明天才开始 现在也没啥事 早回去晚回去都没所谓 当即便扫码退了自行车 将崴了脚的少女 扶到马路边 找了个地方坐下等车 一瘸一拐地坐下之后 李芸汐这才长出了口气道 谢谢 我叫李芸汐 苏宇 苏宇回了一句 随后便拿起手机 再查询起了 开半个食品加工厂 都需要些什么手续条件 倒也不是他直男 而是他能看出来 李芸汐似乎是那种 比较内向腼腆的小姑娘 贸然搭讪 只会让人无所适从 除了让人厌恶之外 没有任何作用 再说了 虽然他确实很漂亮 可苏宇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还不至于看见个漂亮的 就舔着脸上去 没话找话 果然 对于他这种当面玩手机的行为 李芸汐不仅 没有觉得不礼貌 反而也暗自松了口气 自顾自地拿起手机 玩自己的去了 两人一路无话 坐车回家 苏宇倒是好人 坐到底 掺着走路一拳一拐的李芸汐 到了他家门口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两人甚至连个微讯都没家 就是萍水相逢一样 毕竟这大半夜的 李芸汐要真敢请他一个 只见过两面的男人回家喝茶 苏宇也不敢去啊 得病啥的还在其次 别一觉睡醒 腰子没了 那就太哈人了 一日一早 苏宇便来到了 魔都郊外的一个物流集散基地 食品加工厂的计划 现在想要实施起来 其实很难 还很麻烦 所以 苏宇还是打算慢慢来 短期内先通过 小额采购的方式 与双星那边交易 这样的话 仓库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他有物品栏可以装东西 可毕竟这玩意儿 凭空把东西变没的方式 有点惊世害俗 他也怕哪天收取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被人给看见了 所以 租个仓库专门用来中转 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大型物流集散基地的 仓库租赁业务 已经很成熟了 比普通人租房子的流程 复杂不到哪去 苏宇只花了一上午时间 便签下了一个 800平的仓库租赁合同 每平每天1.8元 一次签了三个月的合同 花了近13万 着实让他肉痛的一把 但好消息是 他租的这个仓库不远处 居然刚好有一个 国内知名良油品牌的仓库 找到仓库负责人之后 还买了不少调味料 食用油 以及一些自热米饭之类的 方便素食品 一次便采购了近30吨物资 花了他近20万 不过也凑够了 双星这次的托付采购的物资 甚至还买了许多不在清单内 但他觉得 双星可能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苏宇打着酒店采购的旗号买的 反正东西也不多 人家也不会多问 当场便前货两气 那边仓库还专门安排插车 给他把东西送到仓库里 码的平平整整的 检查了一下仓库内部 确定没有监控之后 苏宇便将大门关上 轻轻在这些物资上一碰 便将东西全都收进了物品栏里 随后 打开个人面板 点击进入了 超时空交易平台 向双星发起了交易请求之后 不过十来分钟 双星那边便接受了邀请 两人再次出现在 之前谈生意的那间屋子里 隔着长长的木桌 双星的装扮 与昨天别无二致 银白色的动力装甲 再加上那满头白色的发丝 光彩夺目 东西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一进来 双星便有些惊喜的急切道 原定的备货时间是七天 他是真没想到 苏宇居然一天不到就准备好了 这点东西不算多 苏宇点了点头 随手将那已经 给了付了钱的十吨大米 通过交易平台 直接送到了双星的物品栏里 随后 又将他手头其他东西的清单 全都发给了对方 让他自己挑选 双星看见物品栏里 突然多出来的十吨粮食 顿时欣喜若狂 这倒也不是他第一次 还是别的原因 匹配到的几个交易对象 都是来自 还处于封建时代的农耕社会 他能提供的高科技装备 人家根本看不懂 分文不值 黄金对人家的吸引力虽然大 可他们却是有命拿没命花 其中有两个拿了他的黄金之后 便杳无音信 他询问交易平台之后才知道 这俩居然拿了黄金的第二天 便被杀人越货 没了性命 其他人虽然现在还活着 可对于交货 却是一拖再拖 原因有很多 或是运输困难 或是黄金这种东西 一时间不敢出手套现 但总的来说 都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世界 自身的生产力也不足 而他之所以昨天赶一次信 给那么多黄金给苏宇 就是因为从苏宇所穿的衣服 以及手上戴着的腕表 便能看出 苏宇所在的世界 绝对不可能是那种 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 而是一个在他眼里 处于近现代的世界 至少也完成了工业化 生产力比他所在世界的 潜繁荣纪元可能差远了 但提供一些粮食问题 肯定不大 可苏宇一天时间不到 便凑齐了这些粮食 便远远超出双星意料了 要么他在他所在的世界 是掌控了一定资源的大人物 要么他所在世界的生产力 极为发达 比繁荣纪元也差不了多少 双星心里这般想着 心中给这位交易对象的评估 又上了个台阶 神情都慎重了不少 收敛心神 简单看了下苏宇提供的 其他物品之后 双星便果断道 这些东西我可以全盘接收 价格的话 你那边有什么打算 如果你还想要用黄金结算 我目前可以提供一吨左右 更多的需要给我一定时间去筹措 三天之内 我可以再收集至少十吨黄金 黄金在他所处的世界并不值钱 废土纪元之前是繁荣纪元 那是落霞世界最伟大的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星辰大海 一从宇宙中收集来的 由黄金构成的小行星 动辄几一吨 甚至几千亿吨 这玩意儿 在他们 那就是一种平平无奇的工业原料而已 真想要的话 他随便找个战前的遗址 都能搜集来一大堆 黄金暂时不需要了 苏宇摇了摇头 如果你对经济学有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 以黄金为一般等价物构建的经济体系 如果一次性流入大量黄金的话 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影响很恶劣 所以我们那边对黄金的监管比较严格 就你给我的这500公斤黄金 我还得想办法从特殊渠道出手来着 给我再多也没用 蓝星各国现有的黄金储量 也就只有6万吨不到 他要真在答应双星用黄金交易 再搞个十吨八吨的黄金出去 那不管用什么渠道出手 只怕第二天都得被有关部门找上门来 那你想要什么 双星不由的皱眉道 不要黄金 那他能拿出来的东西 也就只剩下一些科技产物 或者技术了 武器 苏宇毫不犹豫到 能够让我至少面对数名 手持单兵武器的敌人 能够自保得的武器或者护具 这是他交易之前 就想清楚了的交易物品 不过他要武器 倒不是想要干什么违法的事情 主要也是为了自保而已 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他才赶找昨晚在经店里遇到的孙师傅 通过对方的渠道 将手上的五百公斤黄金出手 他不能寄希望于 做这种生意的人 有契约精神信守承诺 为了防止被黑吃黑 在没有自保之力之前 他是不会考虑一次性出手大量黄金的 嗯 稍等 双星略一沉吟 便消失 在了原地 在出现时 他手里已经多了两个银白色的手提箱 将箱子放在桌子上打开 双星略带骄傲地指着其中一个箱子道 K 实战豆腐 由纳米聚合材料制造 近距离内 至少能够正面阻拦口径的枪械 100发连续射击 当然 大口径电磁武器除外 内置恒温保障系统 能保证 你在零下50度至零上70度的极端条件下 不受影响 同时能防水 防火 防毒 除此之外 他还自带一个 只能使用三次的氮气护盾模块 由AI自动出发 可近距离抵挡5KGTNT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 而且 他还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绝对是顶尖的 说着 他轻轻推了推箱子 将只推到苏宇面前 穿上它 即便是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跑一圈 也能保你没事 用这个换你那其余的20吨物资 如何 看着面前那黑色不明材质制造 平平无奇的衣服 听到他的介绍 苏宇不由地吞了口口水 伸手摸了摸 神情有些静意不定 这么薄 你确定你没忽悠我 这玩意儿 比他的T恤都厚不了多少 整个就一锦身衣的样式 就算任性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厉害 子弹打不穿 可这样的贴身衣物 大口径的子弹都不用打进来 他怕是 都得被震碎五脏六腑 有交易平台监管 当然不可能卖你假货 双心白了他一眼 但是想了想 便又站起身来 不信给你看看 说着 随着一阵机械的咔嚓声 他终于脱下了那身厚重的动力装甲 而里面穿着的 便是与苏宇面前 这套样式一模一样的紧身衣 黑色的紧身衣 将玲珑的身材 包裹出爆炸的曲线 看得苏宇血脉喷张 差点没压住枪 双心似乎也有所察觉 瞥了眼苏宇 可却也不在意 反而是淡定的 从动力装甲一侧的枪套里 抽出来一把漂亮的银色小手枪 对着一旁的墙壁 便来了一枪 碰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一旁的墙上 顿时被这把巴掌大的小手枪 轰出来一个大洞 看得苏宇眼皮直跳 电磁手枪 里面装的是乌星钢针 威力大概比火药武器中的 20毫米口径机炮 还要强一点吧 双心随口解释了一句 然后毫不犹豫地举枪 给自己脑袋上来了一发 轰鸣声再次响起 苏宇不由的呼吸一致 可紧接着 想象中爆头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那并没有被防护服覆盖的头部 居然在这一枪之下 毫发无损 双心耸了耸肩 看吧 这玩意儿穿在身上 就有防护能力 甚至没有覆盖的地方 都能保护到 这是我们战前世界的黑科技 别问什么原理 繁荣纪元 距离我所在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许多技术都断代了 我也不知道 这玩意儿是什么原理 这下放心了吧 说着 他索性也没有穿动力装甲 就穿着紧身衣坐了下去 死 他甚至能放在桌子上 苏宇吞了口口水 不经意地压了压枪 放心了 这件防护服换那些物资 没问题 说着 将防护服收了进去 同时把剩下的那20吨物资 全都交易给了双星 很好 现在咱们可以来谈谈它了 双星笑着推了推 另一个打开的箱子 里面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一把手枪 比刚才双星自己用的那把 看起来要大一些 S79 仅用电磁手枪 内置一枚金属氢电池 电量足够你开1000枪 弹侠可以一次 装50枚专用的穿甲弹 其实就是一根针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你自己回去找个工匠 照着它的样子就能造 用污或者钢督型 子弹材料再差 也只影响射程 不影响精度和威力 威力嘛 比我那把还大点 相当于是一个手炮吧 100米内 可以正面击穿 100毫米厚的钢板 说吧 他又将装着枪的箱子 推到了苏宇面前 苏宇看着这像个玩具枪 一样的玩意儿 这一次倒是没有再质疑 主要是有交易平台限制 这里是不存在假货的 索性便直接合上箱子 点头道 这东西 我要了 你想要什么 这东西我要了 你想要什么 听见苏宇的话 10吨蔬菜 10吨肉 具体种类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 说着 他在面前的光幕上点了点 然后传给了苏宇 苏宇看了一眼 水果他选的 大概都是香蕉苹果梨子之类 常见的水果 蔬菜也差不多 都是比较常见的 价格也都比较便宜 不过这肉的话 就不便宜了 他选的是牛肉 现在去菜市场买牛肉的话 大概得40多一斤 一公斤便要八九十块 保守点算 他个81公斤 10吨那边也是整整80万 再加上蔬菜水果什么的 这单没有100万 怕是下不来 不过沉淫了片刻之后 苏宇还是点了点头 如果能顺利把手上 剩余的490多公斤黄金 全出手 他至少会获得 1亿多的进账 这百十来万的 倒也算不上什么了 如果顺利的话 七天之内就能交货 不顺利的话 最迟一个月内 把东西给你 苏宇估计了一下 给他报了个 比较保守的时间 而双星也很痛快的道 那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 蓝星区代理人 等级 初级代理 十分之一 交易点 50 可用匹配次数 0 剩余刷新时间 149H 再次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 苏宇看了眼自己的个人面板 随着第一笔交易的完成 他的等级进度 也终于加了1 这样的交易 再来9次 他就能升级成为终级代理 解锁更多权限了 同样随着第一笔交易的完成 他也获得了50交易点 他打开了交易商城 看了一眼 发现50交易点 好像没啥地方能花的 这超时空交易平台的商城里 很多东西的价格很奇怪 比如一枚100万吨当量的大蘑菇 居然只要50交易点 可一支初级的基因药剂 却要200交易点 苏宇翻来覆去 也没找到能买得起 还适合自己现在使用的东西 便只好作罢 把这些交易点存起来 毕竟总不能真换个大蘑菇出来吧 他只想发财 又不是恐怖分子 要这玩意儿 有啥用 所以这样看来 反倒确实是一支 能够让他百病不清 身体素质超过人类极限的基因药剂 更有价值 没有再去考虑交易点的问题 苏宇关闭个人面板 转而打开了装着那套 K10战斗服的箱子 在专属空间里 把这玩意儿穿了起来 很贴身 但却不显得紧迫 反而非常舒适 苏宇活动了下筋骨 很快便适应了这种感觉 然后又将原本的衣服 套在身上 遮住了战斗服 而那些衣物无法覆盖的位置 居然在他穿上衣服之后 像变色龙一样 自动变成了皮肤的颜色 导致他穿上衣服之后 看起来几乎不见 丝毫穿防护服的痕迹 这怕是专门给特工设计的吧 太牛了 苏宇从兜里拿出的打火机 对着手掌烧了半天 打火机快烧坏了 手上却没有丝毫炙热的 感觉 又将那把S79电磁手枪 拿在手上颠了两下 随后将之放到了 战斗服腰间不起眼的枪带里 不仔细看 甚至根本看不出 他腰间鼓鼓囊囊地塞着东西 这种黑科技是真的牛逼 如果能搞到技术的话 苏宇话只说了一半 但眼中却闪过振奋之色 因为他现在是真的有机会 搞到这些黑科技的技术 不说多的 光是这把枪里的那块 什么金属氢电池 小小一块 能够让一把功率 这么大的电磁武器 开一千枪 前景便难以想象 如果能复刻的话 那就是一片万亿级别的广阔市场 全世界所有需要用到 电池储能的企业 都会排着队求他授权 光是专利费 都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切莫好高骛远 一步步来 现在还不是整黑科技的时候 尝出了口气 苏宇回到了蓝星的仓库内 没有在周遭发现任何异常 他便关上仓库大门 离开了这里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倒是也不算晚 想了想 他便打来个车往附近4S店 比较多的一条街赶去 接下来要筹措各种物资 总不能次次指望在仓库附近 就有人刚好有这些货 少不得要东奔西跑的 所以 还是先给自己搞辆代步车比较好 途中 他又找了几家规模不小的金店 出手了几块金饼子 大概出了8公斤多点 进账350多万 再加上之前剩下的120万仙境 他现在卡里 躺着570多万 不过这已经到了极限 再想走正规金店的回收渠道 出手黄金的话 便不能再魔都了 而是得去周边 甚至更远的城市 才能算得上稳妥 当然 暂时他的钱也够用了 也不急于这一时 魔都郊区 一条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路上 布满了各种品牌的4S店 苏宇在路口眺望 一时有些选择困难 他之前赚钱的目标 就是在魔都买房 至于车子 在交通拥堵的魔都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还真不如公共交通来的方便 所以他很少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虽然公司里会给业务员配车 他也算是有几年 驾龄的老司机了 可公司的车毕竟是公司的 他只负责开 好不好开什么的 又没得选 他哪里管得了这些 什么数据参数 用料做工 燃油经济性之类的 他其实是不太懂的 先随便看看吧 摇了摇头 苏宇静止走向了距离这里 最近的一个奔瓷4S店 今天是工作日 店里这会儿的人不多 苏宇一进门 一个穿着套裙黑丝 长相甜美的销售 便小跑着迎了过来 你好先生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随便看看 苏宇摇了摇头 一销售脸上的职业笑容丝毫不变 文言便道 那先生有没有中意的车型呢 咱们店是摩都最大的奔瓷4S店 在售的所有型号 都有线车哦 看车 试驾 都是可以的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 谈话间变到了一辆白色的轿车面前 女销售顺势指着这辆车道 这是最新款的奔瓷C级 也是咱们奔瓷的主力车型之 一 售价也不高 销售指着车说的滔滔不绝 苏宇倒也不好打断 只是嘴角不油的抽了抽 裸车30多万 也叫售价不高 可还行 不过对现在的他来说 这个价格 倒也确实算不上很高 但是 太小了 苏宇摇了摇头 这车家用是够了 不过他买车除了家用之外 肯定还得有其他用途的 系统的物品蓝有限 他也不可能把什么东西 都往系统里装 搞不好什么时候 还得拉拉黄金 或者买来的蓝星土特产啥的 总之 还是搞辆大点车比较好 太小了 销售一正 顿时便又露出热情的笑容 要空间大的话 我个人比较推荐SUV车型 先生可以跟我来看看 苏宇倒是没什么意见 跟着他便往另一边的展台走去 不过才走几步 一旁便响起一道惊讶的声音 苏宇 你怎么在这 苏宇脚步一顿 转头看去 等看清说话的人之后 原本平和的神情 顿时露出几分厌恶 赵新欢 他上大学时期 交往的第一个女朋友 也是他的初恋 当然 这么说也不恰当 或者换种方式来说 是他情斗初开的时候 舔过的第一个女神 当时他在读书之余 兼职在某站当UP 也算是吃到了 短视频崛起的红利 虽然算不上火 可也能稳定月入过万 在学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直到在某次寝室联谊的时候 遇到了赵新欢 一开始 是他在听说苏宇赚钱的本事之后 主动添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说是要跟他学减视频 然后逐渐熟悉的过程里 赵新欢从没提过 要学减视频的事情 反而是每次见面 都若有若无地聊拨苏宇 再加上他长相身材 又都算得上不错 当时连女孩手都没摸过的苏宇 哪里受得了这个 于是便鼓起勇气 开始追求对方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追了一年 花了不少钱 就牵了几次手 直到视频红利七结束 再加上他为了赚钱 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广告 掉了很多份 剪视频的收益越来越低 然后赵新欢似乎才恍然大悟 挑明了两人的关系 告诉苏宇 咱们不合适 甚至他还说自己在这方面 是比较迟钝的人 如果苏宇早点直说就好了 那他也能把话说清楚 不至于让苏宇浪费这么长时间 可笑那会儿的苏宇 还真以为是他说的是真的 只恨自己腼腆没明说 便黯然离去了 直到后面阅历见长 他才回过未来 发现自己当了回傻逼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直走甚不走心 对谈恋爱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听说后来赵新欢又无缝衔接 找了个条件很不错的学弟 但最后闹得似乎很不愉快 那学弟还受了学校处分 苏宇估计是人家 比当时的自己聪明 看穿了这女人 吊舔狗的真面目 总之 他这辈子第一次对女人动心 就被欺骗了感情 对于为了钱 欺骗少男感情的赵新欢 苏宇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 此时再见他 就像是看见了一拖答辩 想拖 好久不见呀 你是来看车吗 我带你看呗 赵新欢似乎对以前的事情 丝毫不觉得尴尬 热情地迎了过来 苏宇眉头一皱 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旁带他进来的女销售 便有些尴尬到 先生您认识我们店的销售 像这种4S店里 没有预约的客户 一般来说 当然是谁抢到 就是谁的 可如果人家虽然没有预约 可在店里却有熟人的话 那他刚才那么热情推销 显然是纯浪费时间了 销售 苏宇瞥了眼快步走来的赵新欢 摇了摇头 我倒不知道 他是你们店的销售 不然根本不会进来 这样啊 女销售顿时眼睛一亮 连忙道 先生尽管放心 您与销售之间的关系 对您在咱们店里 买车是不影响的 车是车 人是人嘛 不冲突不冲突 那咱们现在是继续去看车 你真是来看车的啊 赵新欢这会儿 已经走到了两人面前 文言笑着 对那个女销售道 小鱼 这是我朋友 我来接待就成 刚才麻烦你了 被称为小鱼的女销售文言 并没有离开 而是看了眼苏宇 没有说话 干他们这行的 其实眼力竟很重要 想要把车卖出去 得会看人下菜碟 什么人是真有实力买车 什么人是单纯来看看 经验丰富的销售 从言行举止中就能看出来 而眼前的男人静电之后 神色从容 谈吐有度 虽然穿着上 看不出来很有钱的样子 可怎么看 却都不像是那种单纯 进来看看 见识一下豪车的人 再加上刚才她的话 所以小鱼 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优质客户的 即便得罪了同事 也无所谓 反正干他们这行的 同事之间 本来也是竞争关系 只要不坏了规矩 管他什么得罪不得罪的呢 朋友 咱们很熟吗 苏宇吃笑了一声 随后便对小鱼道 走吧 带路 先生这边请 小鱼立马笑道 赵新欢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一时间尬在了原地 脸色一震 红一震白 他虽然也知道 当年的事情过了这么久 苏宇肯定也回过未来了 可刚才他正闲着没事 看见苏宇这么个熟人 便凑了过来 如果苏宇真是来买车 当然是最好的 说明苏宇现在又有不菲的身家了 他还能顺带看看 能不能再再续前缘 掉一波铠子 再不借 好歹也有点交情 怎么也能赚一单业绩吧 毕竟现在跟以前可不同了 苏宇就算知道 当时是被他耍了又怎么样 那会儿 他掉铠子的时候 还有点底线 仅限于给人摸摸手什么的 现在他可不管这些 有时候为了充业绩 陪大客户睡觉 都是家常便饭 都说男人有初恋情节 他这个苏宇的初恋 设下脸去到追 还怕拿不下 要是苏宇单纯 是进来见见世面的 那也无所谓 他在这家店里工作的时间 也不短了 也结识过无数有钱人 平日里高端场所没少出入 眼界早已不是 当初上学的时候能比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埋态一下这个 被他掉过的铠子 全当是消遣时间了 可他却怎么都没想到 苏宇居然是连句话 都懒得跟他说 这让自视甚高的赵新欢 有点难以接受 一时间脑海里浮想连篇 甚至都在想 是不是谁把他 在这里工作的消息 告诉了苏宇 苏宇是专门跑来羞辱他的 犹豫了好一会儿 赵新欢咬了咬牙 我倒要看看 你是真买得起 还是跟我装起来了 说着 他便迈一步要追过去 可还没走两步 兜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一探拿起手机一看 顿时神色一变 连忙接通 王总 您今天有时间来看车 现在 我现在就在垫里 已经快到了吗 好好 我这就到门口去接你 三言两语间 原本脸色阴沉的赵新欢 便已喜上眉梢 看了眼苏宇和小鱼离去的方向 不由地哼了一声 往门口走去 一个穷屌丝 老娘随随便便一个客户 不比你有钱百倍 还装起来了 还有这个小鱼 还真以为遇到大款了 等会 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大款 干这行 舍不得豁出去 还想赚钱 另一边 正在看车的两人自然不知道 赵新欢有这么多心 一连看了好几款奔磁的SUV 苏宇都不太满意 就在小鱼觉得自己这次 可能真是看走了眼的时候 却突然听苏宇道 你们店里有大G吗 他虽然对车的了解不多 可奔磁大G还是知道的 那硬朗的外形 倒是比这些城市SUV 更对他胃口 而且越野性能还不错 以后要是需要收集什么物资 要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直接开车过去也方便 考虑到自己卡里的余额充足之后 他便想着 干脆搞辆大G算了 大G 小鱼立即到 二楼展台里倒是有一辆 我可以带您去看看 另外 前些天我们店里 刚好到了两台G63新车 您如果想要的话 是有限车的哦 而且 最近因为店里有活动的原因 也不用加价 苏宇没有多说 文言只是点了点头 等跟他看完了展车 两人来到了二楼休息区 苏宇便道 如果我今天要提车 还来得及吗 今天提车 小鱼一正 下意识看了眼时间 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不由得苦笑道 先生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车管所就下班了 今天肯定是来不及提车了的 全款也不行 苏宇反问道 贷款买车 需要走很多流程 往往十天半个月 提车都是正常的 他打算 现在就把车开走 自然是没有贷款的想法 全款理论上来说倒是可以 可您 必须得 现在立马签合同刷卡 然后我们这边安排人 立刻赶往车管所 替您办手续才行 小鱼无奈道 不过这车裸车 就得两百多万 税和保险什么的加起来 恐怕落地得两百五十万以上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您总需要一定时间考虑一下吧 都这个点了 再耽误半个小时 恐怕就来不及了 淡淡道 啊 先生 你真的决定要买吗 小鱼听到苏宇的话 不由得愕然 神情有些猛 我还能闲着没事来消遣你不成 快去吧 别耽误时间 苏宇神情不变道 那您稍等 小鱼喜上没烧 小跑着便往后面办公区拿合同去了 虽然说卖车的都喜欢客户贷款 而非全款 可耐不住这几年年景不好啊 能卖出去就不错了 还管他贷款全款呢 更别说像苏宇这种 200多万想都不想就要刷卡的优质客户 要是服务好了 背后能带来的利益 又何止卖车呢 撒瓜俩早的提成 小鱼刚走 赵新欢便带着一个头顶 略有些秃的中年男人 也上了二楼休息区 两人之间有说有笑 举止亲密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关系不一般 苏宇只是瞟了一眼 就没有关注了 转而拿起手机 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 不过赵新欢看见他也在这里之后 却是眼睛一亮 安排好了那个中年人后 便夺步走了过来 阴阳怪气道 怎么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小鱼人呢 我们店里有规定 不管客户是不是来买车的 都得好好招待才是 他这也太没礼貌了 等会儿我帮你投诉他 对味儿了 苏宇挑了挑眉 这熟悉的茶味 跟当年如出一辙 只是他当时年轻 根本不懂这些而已 那会儿怎么就瞎了 眼看上了这么个货色呢 苏宇摇了摇头 对自己以前的迷惑行为大为不解 且感到生理不适 这种感觉就像是某天翻企鹅空间的时候 突然翻到了十年前 非主流时代发的那些说说一样 现在的自己看一眼 都尴尬的 都快能扣出三十一厅了 摇了摇头 他端起水喝了一口 这才不紧不慢道 他拿合同去了 拿合同 你真是来买车的 赵新欢一正 神情讶异 可随即就发现自己销售的身份 说这种话不合适 连忙改口道 不是 我的意思 是你居然这么快就确定下来了 咋样 看中了哪款车 然而 苏宇却是再也没了搭理他的兴趣 恍若未闻地 继续盯着手机里美女跳舞的视频 赵新欢见他这副爱达不理的模样 恨得牙痒痒 不过 想到自己现在的销售 身份 又不好在店里发作 只能干笑了两声之后 善善离去 帮那边等着他详谈的 王总倒水去了 干他们这行的 顾客就是上帝 特别是像这种 动辄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豪车4S店里 对店内销售的素质 是有很高要求的 就算遇到再无理取闹的客人 在人家还没刷卡签合同买车之前 都只能哄着 实在受不了 就申请换个人来跟客户接触 真要敢对客户恶语相向 那就准备卷铺盖走人吧 当然 这个仅限于刷卡之前 刷卡之后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 他这会儿虽然被苏宇气得够呛 可在店里是怎么都不敢怎么样的 小小的插曲 苏宇并没有放在心上 不多时 小鱼便抱着一叠合同赶了回来 苏宇简单看了一下 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 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是刷卡 然后走流程上牌拿临时牌照 终于卡着车管所下班的时间 搞定了一切手续 4S店的交车区里 在店经理等人的陪同下 简单地搞了个交车仪式后 小鱼双手捧着车钥匙 递到了苏宇面前 苏先生 现在他的您的了 苏宇点了点头 看着这台价值两百多万的大宝贝 神情有些恍然 昨天他还在为找工作发愁 今天他就喜提百万豪车了 别说是其他人 他自己作为亲历者 都觉得这一天多的时间 恍若隔世 好像重新活了一遍似的 果然 好好工作没前途 还是开挂爽啊 吐出一口浊气 苏宇接过车钥匙 便打算开车离去 不过就在这时 趁着周围人其他人都离开了 小鱼却是小声道 苏先生 这周末有时间吗 周末 苏宇眉头一挑 似笑非笑道 有时间啊 怎么 你要请我吃饭 有一说一 这个女销售 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至少比赵新欢那一拖 答变好看 怎么也有个90分的样子 虽然他买车的时候 也没考虑过 税销售这种事情 可要是人家主动送上门来 他自然也不会拒绝就是了 不主动 不拒绝 这就是他现在的形式标准 当然 要是放以前 还得再加一条不负责 当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不过现在有这条件了 倒也没必要那么诈 酌情副歌 则还是可以的 您给了我这么大的单子 请您吃饭 那是应该的 小鱼笑道 另外 我叫鱼小浅 您要不嫌弃的话 叫我小浅就行 以后车子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微讯联系我 好 那周末你定地方 苏鱼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多说 转而上车离去 鱼小浅看着黑色的大具离去 眼底顿时露出振奋之色 忍不住握了握小拳头 哟 小鱼这是谈成了 这时 带着那秃头王总看完车的赵新欢 刚好路过这里 看了眼激动的鱼小浅 不由得阴阳怪气道 在店里的时候 苏鱼是客户 是上帝 他是万万不敢怎么样的 可同事之间 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反正他和鱼小浅关系 也算不上好 而且 鱼小浅虽然长得比他漂亮 可不像他那么没底线啊 所以 一直以来 业绩都是不如他的 两人就算真发生了矛盾 店长估计也会向着他赵新欢 哦 谈成了 客人已经把车开走了 鱼小浅瞥了眼赵新欢 神情有些古怪 虽然没有问苏鱼和赵新欢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可是他大概也能猜到一点 无非就是 苏鱼以前可能没那么有钱 那档子破事呗 否则以他对赵新欢的了解 这么个没下线的女人 还能让一个眼睛都不眨 就全款买大G的土豪跑了 这么快 赵新欢神情一致 他作为业内人士 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这么快就提车走人 只有可能是全款父亲 想到这里 他连忙追问到 他买的哪款车 C级 还是A级 如果只是这种奔辞的 入门版车型的话 虽然也要二三十万 可他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C级 A级 于小宇翻了翻手机相册 点开一张图片 放到了赵新欢面前 是大G哦 258万 全款拿下 从静电到提车离开 也就一个小时 赵姐 你这朋友 可真有钱啊 说着 他俏皮地眨了眨眼 踩着高跟慢悠悠地 往店里走去 一边走孩 一边哼着歌 显然心情非常不错 而赵新欢 则是直接石化在了原地 满脑子都是 刚才那张图片 棱角分明 气势十足的百万豪车 以及车边 那易如年少时般 意气风发的苏语 路上 开着车的苏语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而是找了个地方 简单吃完晚饭之后 驾车往魔都郊区开去 最后在一个废弃的 工业园外停了下来 他之所以这么急着 今天提车 除了现在确实有钱之外 还有个原因就是 去买车的路上 他便于那日 在京店遇到的孙师傅 联系了过了 与其约好明天晚上 尝试着交易 100公斤黄金给对方 约定的地点 就在这郊区 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而他这会儿来这里 主要也是为了 提前来踩个点 将车停在路边 一个不起眼的树林边 苏语摸了摸腰间 从双心那里换来的 S79电磁手枪 又看了眼贴身穿着的K 实战斗服 顿时感觉安全感满满 摸着黑往工业园中走去 这个工业园 大概是上世纪的产物 后来因为污染超标被关闭 到如今已经闲置十多年了 里面杂草丛生 厂房斑驳 在黑夜之中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让苏语觉得自己 仿佛是在完生化危机 生怕从哪个鸡脚嘎拉里 蹦出来的丧尸 给他来一口 但好在现实毕竟不是游戏 丧尸这种东西 自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提心吊胆地 在工业园走了一圈之后 他便大致摸清了 这里的地形和厂房布局 同时也确定 这里不是什么 黑帮电影里的帮拍据点什么的 里面别说是人了 连个鬼都没有 一砸草丛生的场区里 只有几条不起眼的小径 提醒着苏语 这里应该偶尔会有人来 估计是附近的村民啥的 确认这里 大概很难设下什么 天罗帝王等着自己之后 苏语便也松了口气 至少在目前看来 那孙师傅选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什么猫腻的 不过这倒是个好地方啊 苏语站到工业园的一个高处 福 看着这里的地形 不由得感叹 这里一边靠山 一边靠海 靠山的那边 只有一条水泥路能进来 足够正常的家用车 可大巴进出 靠海的这边 则是有个码头 码头不大 但应该足够千吨级的货轮 上货卸货的了 以前工业园的货物进出 应该都是走的水路 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而另一边靠山的水泥路 应该是给员工进出的 从这里出发 开车去摩都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样子 就能进入市区了 放在以前交通 还不那么发达的时候 光是园区的货物 可以就近走水路运输这点 这个工业园的位置 就足够得天独厚了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 反而是有些鸡肋 毕竟现在交通发达了 发往国内的货物 走路路运输成本也不高 发往国外的 直接从摩都的几个大港口 统一装箱发货 效率反而还更高 再加上 这里地处偏远 虽然说起来是郊区 自驾通勤不过半小时 可这附近 却没有公共交通 你总不能指望 上班的员工 人人都有车吧 所以 这大概是除了污染之外 这里被关闭后 却没人愿意接手的最大原因 以前的优势 放到现在 反而成了短板 时代变了 苏宇摇了摇头 便准备离去 可才刚一转身 一个大胆的想法 却突然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 要不 他把这里盘下来 这个念头一出现 便不可遏制地疯狂滋生了起来 他不可能一直靠卖黄金过活 从双星那里搞来技术 然后在蓝星 将这些跨时代的技术复刻出来 才是真正发大财的门路 而想要复刻这些技术 他需要员工 需要公司 需要工厂 员工暂且先不说 光说公司和工厂的选址 这里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一面临山 一面临海 中间可用的土地 至少得有上万亩 更关键的是 这里引必性足够强 按照地皮划分来说 这片工业园 属于附近的小海村 而小海村实际上的位置 在距离这里三四公里之外的海边 正常情况下 村民是很少会来这边的 选择在这里导固那些黑科技 至少不用担心 人多眼杂 走漏消息的问题 除了海上之外 只有一条路 能从山中进来 也不用担心 被别有用心的人 混进来的问题 再加上便利的水路运输 虽然用来 做什么进出口是不成的 可用来采购一些大宗的粮食 却一点问题没有 到时候 公司工厂全都落成 他要粮食什么的 直接就打着研究的名义 采购大量粮食 都不是事 至于送过来之后 他怎么解释去向的问题 那办法就太多了 总之 这块对于别的公司 与厂家来说 与积累没什么区别的 废弃工业园 此时在苏宇看来 却无疑是一块宝地 明天如果交易顺利的话 倒是可以想办法 把这里的地盘移块下来 苏宇心中 已经大致有了计较 又在工业园里 逛了一圈之后 他便驾车离去了 不过在期间 他倒是是射了一下 那把S79电磁手枪 这玩意儿 威力虽然强 可动静实际上 却还没有普通人手枪大 在这么偏偏的计较嘎拉里 也不怕被人听到了 有一说一 只能说 不愧是来自双星 所在世界的黑科技 这把电磁手枪 比他想象中 还要牛逼得多 有效射程1800米 1000米内 根本不需要考虑 风向子弹 下坠之类的因素 只拿打 M.I.O.T.A. 子弹出塘速度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倍因素 这种数据 只怕是 现在那些高精度的狙击步枪 都得被吊打 除此之外 这么个小东西上面 竟然还有辅助瞄准模块 苏宇这么个没摸过枪的小白 居然也能在两三百米内 百发百中 完全没有关键时刻 枪法掉链子 打不中人的担忧 一日 中午 苏宇是被电话声吵醒的 昨天她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因此 便一觉睡到了正午十分 这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倒也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提醒苏宇 她昨天直接通过网络 找产地订购的十吨水果 和十吨蔬菜 已经通过冷链运输 快要抵达摩都了 大概下午便能送到 她指定的仓库 让她记得及时去收获 水果蔬菜 虽然比粮食更贵 可相比于粮食这种 涉及到民生保障的东西 水果蔬菜 反而没那么敏感 她倒也用不着 小心翼翼地采购 一次性买大量的粮食 会有人怀疑 她囤这么多粮食做什么 毕竟国内的粮食价格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根本没啥赚头 囤那么多没道理的 可她要是一次性买 大量的水果蔬菜 那即便是被有关部门 注意到了 多半也不会想太多 因为水果蔬菜 如果有渠道能出的话 确实是能赚钱的 干这行的人并不少 一件事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动机 别人不会怀疑什么 倒是你干一件 让人完全看不出 动机的事情来 反而会让人怀疑 你打的什么主意 所以蔬菜水果什么的 别说是十吨 百吨千吨都不是问题 实在不行 直接去原产地 包几片果园菜园 都问题不大 至于那十吨牛肉 苏宇倒是也找到了货源 没有去屠宰场找线纱的 而是联系了魔都的一个洞窟 采购了十吨 东西暂时放在那里 什么时候需要了 直接租一辆冷库车去拉就行 别问为什么不买线纱的 买冷冻的 问就是便宜 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眼瞅着都中午十二点出头了 苏宇这才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洗漱了下之后 便下楼找了个餐厅吃饭 这个点正是餐厅人多的时候 苏宇进去找了一圈 居然也没找到空闲的桌位 被人杰族仙灯战了去 而那个人 刚好便是前些天 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李元熙 苏宇当即便转头过去 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她对面 对亚然抬头 看向自己的李元熙笑了笑 好巧 嗯 也不算巧 以前周末的时候 我也经常在这里看见你 李元熙文言认真答道 苏宇文言也不太意外 附近就这家馆子的东西 最合她胃口 以前她可没少来 倒是有些没想到 自己都没注意到 李元熙这么个小美女 反而是她注意到了自己 你是在这附近上学 苏宇瞥了眼李元熙 这小姑娘看着 其实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不过接触过之后 从言谈举止来看 她估计人家应该得 有个二十出头 就是长得比较嫩而已 嗯 今年大三了 李元熙乖乖达到 相比于之前遇到苏宇时的说话 都磕磕巴巴 一副自闭少女的样子 在熟悉了一些之后 她倒也能跟苏宇聊几句 不过看她那严肃的模样 显然是还有些紧张 和不适应与陌生人交流 你那晚一个人 骑着车跑那么远 是有什么事情吗 为了不让气氛显得太尴尬 苏宇又胡乱扯了的话题 我在那边一家宠物店兼职 李元熙答了一句 略一思索后 也对苏宇问道 你呢 是在附近上班吗 我 我无业游民 苏宇耸了耸肩 笑迷你倒 李元熙一震 随后低下头去 似乎有些不满的嘟囔道 骗人 苏宇笑笑没有解释 掏出手机 也算是缘分 请你吃顿饭吧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请我吃饭 李元熙愕然看了他一眼 随即警惕道 为什么 想请就请呗 一顿饭还需要为什么 苏宇耸了耸肩 乖巧可爱的小姑娘 总是应该获得更多善意的 反正这小餐厅消费也不高 多点几个菜 也花不了什么钱 随性而已 就当是你帮我站坐的奖励了 我没帮你站坐 是我自己要吃饭 李元熙的小脑袋 要得跟波浪鼓似的 结果不都一样吗 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 不多时 几个色香味俱全的小菜片 送了上来 苏宇一边吃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道 对了 你现在是学的什么专业 法学 李元熙吃了一小口菜 咽下去之后才达到 法学啊 苏宇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你对商法了解吗 还算了解吧 条例我基本都记得 李元熙看了眼苏宇 你是有问题想问 聪明 苏宇夸了一句 随后转问起了这几天 他头疼的问题 大概就是 如何注册一家公司 如何注册一间工厂之类的 法律的条条框框很多 细分下来 不同的公司或者工厂 需要的手续和证件 也不一样 这种东西 如果不询问专业人士 光是让苏宇自己去琢磨的话 不知道得琢磨到什么时候去 他本来其实也打算 到时候找个律师事务所问问的 不过 既然遇到个法学生 倒是不必舍尽求远 事实证明 李元熙口中的还算了解 果然是在谦虚 对于各种法律条文和注意事项 他几乎全都是倒背如流 信手拈来 听得苏宇这个门外汉云里雾里 李元熙似乎也看出来 自己说的这些有些过于繁琐 苏宇大概听不懂 于是便转道 我认识一个教授 他自己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他们所里主要处理的 就是一些商业纠纷的案子 商业上的事情 他们应该比我更专业 如果你有一注册公司或者工厂的话 我可以帮你去问问 委托给他们处理大概费用怎么算 再说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时 这个原本看起来有些内向 沉默的小姑娘 似乎也打开了话匣子 委托给专业的律师事务所 这倒确实可行 苏宇文言点了点头 确实有这方面的意向 不过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李元熙文言点点头 没有多问 一顿饭很快吃完 苏宇起身去付了钱 正准备跟李元熙打个招呼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 他去付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居然就有人占了他的位置 此时正在与李元熙说着什么 李元熙则是本着小脸 低头没看那个说话的男子 说你几句你还不乐意 跑出门来家都不要了 躲 你躲哪里去 躲得掉吗 一天天的就知道 读你那点破书 有什么用 就你还学法律 想当律师 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滚回家去 苏宇走近了些 便听见那个黄头发的 非主流男子口中毫不客气的话 听起来似乎是李元熙的家人 他当即停下了脚步 虽然这家伙说话的语气 是一副欠打的样子 不过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他也不好多管 只是有些可惜 挺好一姑娘 家庭似乎不太和睦的样子 怎么 不说话 你哑巴了 赔钱货 你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每年浪费了多少钱 黄毛丝毫不管 周遭有很多人 已经被这里的动静 吸引了注意力 指着李元熙的鼻子 说着很难听的话 本来想着是人家家事 已经准备走人的苏语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转而走过来 敲了敲桌子 对那黄毛道 哥们 你占我位置了 如果是以前 遇到这种事情 他是懒得管的 毕竟人家也没动手 顶天了就是家庭纠纷 他要上来管 闹出什么事来 连见义勇为都算不上 称死是个打架斗欧 不过现在嘛 其实仔细想想 他似乎也没以前 那么怕麻烦 一个是不差钱 且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挥霍 再一个就是 他身上穿着战斗服 真要打架 也只有他打别人的份 不可能吃亏 更不怕遇到什么 疯子热血上头 给他来挤刀 你管我是谁 这是我的位置 起开 苏语神情平淡 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眼看两人之间 剑拔弩张 大有要动手 打起来的意思 不知道干啥去了的 餐厅老板 事实冒了出来 两位客人两位客人 不要激动 以何为贵吗 这个位置 确实是这小兄弟 刚才坐的 这位先生 要找地方就餐的话 我这就给你安排地方 M.I.O.T.A. 后面那一句 自然是跟那黄毛说的 不过黄毛文言 却是恶狠狠地 看了眼苏语 冷哼了一声 不嫌不淡地 对餐厅老板道 不用了 说吧 他看向李元熙 还坐着干什么 赏在那里了 赶紧滚回去收拾东西 下午就跟我回老家 李元熙没有说话 也没有去看他 低着头 以无声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抗拒 黄毛见状顿时急了 伸手就要去拉李元熙 一不过手还没伸过去 就被苏语一巴掌拍开了 干什么 这都21世纪了 还想在大庭广众之下 抢抢名女呢 没王法了 黄毛脸色顿时一黑 似乎想要动手 可挥了挥手之后 却还是忍了下来 什么抢抢名女 这是我妹妹 我管叫自家妹妹 还用得着你管 你妹妹 苏语上上下下 仔细打亮了 一下这个无短身材 歪嘴塌皮的黄毛 又瞥了眼身段窑窍 眉眼如画的李元熙 不由得吃笑道 兄弟 几个菜啊 喝这么多 厕所在后面 要不先去撒抛尿 照照你自己长什么样子 他们俩要是站在一起 完全就是抽象和唯美放在一起 根本不是一个画风好吧 这要是能是兄妹 苏语就再也不相信生物学了 你什么意思啊 黄毛脸色越来越黑 双手已经紧握成全 大友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意思 不过苏语此时 倒是一点都不慌 倒不是他身上穿了战斗服 有恃无恐 主要是他 也算看明白了 这货就是色力内人 看起来好像很凶的样子 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手的胆子 唇口嗨而已 也就敢凶一下李元熙这么个瘦气包 什么意思啊 说你长得丑 需要说得再详细点吗 苏语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头拉起李元熙 走吧 李元熙微微抽了抽手 没抽出来 索性也就任由他拉着 低着头跟在他后面 一旁的黄毛健壮 顿时瞪大了眼睛 也顾不上苏语刚才骂他丑了 连忙拦在两人面前 你是他谁 拉着他做什么 我女朋友 我不能了 闪开 苏语毫不客气地推开黄毛 拉着李元熙往外走去 这种色力内人的小混混 你跟他讲道理 他还以为你是怕他 反而会变本加厉 一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他更蛮横 更不讲道理 这样他反而会叛逆 黄毛被推得 踉枪了两步 才稳住脚步 见苏语里 都不理他静止离去的背影 胸膛剧烈起伏 看了眼一旁桌子上 别人喝完的酒瓶 有心想抄起来冲上去 给苏语脑袋开瓢 可犹豫了好一会儿之后 还是没能鼓起勇气 一旁盯着他半天 随时准备抢瓶子的餐厅老板 见状不由地松了口气 打不起来就好 周遭的吃瓜群众中 则是爆发出阵阵吃笑声 显然是在嘲讽 黄毛欺软怕硬 只敢欺负小姑娘 黄毛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只能咬牙拿起手机 快步追了上去 对着两人一顿拍 然后将照片发给了一个 被诸为老头子的微讯账号 同时发语音道 爸 这赔钱货 我是管不了了 你自己来管吧 都知道在外面找男人了 那模样 像急了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家告状的小学生 发了一条 还由不解气 又一边走一边道 那小子刚才居然敢 黄毛话说到一半时 已经走到了门口 刚好看见苏语牵着李渊 吸上了外面的黑色大G 顿时待在了原地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直到微讯的消息提示响起 他才回过神来 连忙点了下语音消息 找男人了 这赔钱玩意儿 当初让他别读书 嫁人他不听 一个人偷偷摸摸跑去 魔都说要上学 结果自己私底下 偷摸找男人 那男的什么情况 你让他赶紧滚远点 小心老子 去打断他的腿 那男的 黄毛看着 缓缓驶出停车场的大G 连忙拿起手机 又拍了几张发过去 狂喜道 爸 这家伙是个有钱人 开的是奔辞大G 得几百万呢 这赔钱货绑上大款了 谢谢 给你添麻烦了 车里 李渊锡低着头闷声道 顺手而已 有什么麻烦的 苏语摇了摇头 略有些好奇道 那人真是你哥 算是吧 李渊锡沉默了一会儿 简单跟苏语说了一下 自己家里的情况 大概就是 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后来母亲改嫁 二婚的对象 就是刚才那个黄毛他爹 母亲还在的时候 虽然他在家里过得也不算好 可至少黄毛他们父子 也不敢随便欺负他 可偏偏 在他上高三那年 母亲也因为一场 意外去世了 此后的李渊锡在家里 却跟继人篱下没什么区别 高考分明考了个极好的成绩 并且还说想托人 给他寻个有钱人嫁了 毕竟李渊锡长相摆在这 以现在的风气 嫁给个有钱人 他们还怕拿不到一大笔彩礼 不过李渊锡却并没有任命 一个人拿着母亲生钱 悄悄留给他的一笔钱 跑到了魔都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却不知道 怎么又被黄毛找上了门来 听完之后 苏语也不得不感叹 麻绳只在细处断 厄运专挑苦命人 有点惨 他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转而问道 你去哪里 我顺带送你过去吧 虽然李渊锡看起来还挺坚强的 不过这种接人伤疤的事情 还是不要多说的好 李渊锡抬头深深地看了他一会儿 倒是没有再推辞 长出了口气道 那麻烦你送我去学校吧 下午我还有课 苏语点了点头 专心开车 不过 片刻便到了李渊锡就读的魔都大学 留个联系方式吧 那家伙要再找上你 你就给我发消息 苏语掏出手机 点开了二维码 正准备起身离开的李渊锡 闻言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拿出手机扫了扫二维码 添加了苏语的微讯 就在苏语以为他要走了的时候 却没想到李渊锡突然看着他道 是不是想包养我 苏 语 你别说 还真是 说句良心话 其实他并不是爱管闲事的人 之前连李渊锡一个联系方式都没有 充其量也就是个点头之交而已 连熟人都算不上 按照他的性格 刚才在餐厅里的事情 换成个长得没李渊锡这么漂亮的女的 大概率他会选择在一旁吃瓜 而不是去跟那黄毛掰扯 给自己引来没必要的麻烦 说到底 还是因为李渊锡漂亮 他缠人身子 当然 苏语倒也没有想着 帮了人家这么点小忙 就嫌图报的意思 能成就赚 成不了就算了 这就是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 什么包不包养的 要是真成了 他自然也不会让李渊锡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了 非要说的话 大概也算得上包养 嗨嗨 轻咳了两声 苏语差一道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有钱人 不都喜欢包养女大学生吗 李渊锡瞥了眼方向盘 他虽然不懂车 可奔词标还是认识的 从车的舒适度和内饰质感 也很容易判断 这辆车绝对不便宜 倒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这样 而且 我算啥有钱人 苏语小声狡辩了一句 随后摆了摆手道 好了 上学去吧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反正他也不急于这一时 现在利用超时空交易平台 搞钱搞黑科技 才是他的第一目标 泡妞什么的 只能算是顺手为之 李渊锡看了他一眼 随后便下了车 没有否认 那就是 确实有这个意思吧 李渊锡看着缓缓驶离的大剧 眼神有些复杂 直到苏语的车 缓缓驶入车流中 再也看不见之后 他才转身走进了校园里 先帮他去问问张教授 开公司的事情吧 不管人家有什么目的 都是实打实帮了他 帮苏语完成之前 委托他帮忙的事情 也算是略微能报答一点了 不过也仅此而已 如果后面黄毛继续找他麻烦 他不想被抓回老家的话 恐怕还得找苏语帮忙 欠 的人情多了 他除了自己这个人 只怕也没什么 能拿出来还的了 苏语虽说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可李渊锡却觉得 下次黄毛如果再找上门来 只怕就是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黄毛会放过他吗 显然不会 那对父子是什么人 他太清楚了 满脑子就想着 给他找个人嫁了 赚一笔天价彩礼 虽然他是学法律的 可正是因为他懂法 反而知道 这种涉及家庭纠纷的事情 法律其实很难管得上 毕竟他户口 还跟人家在一个本子上 在母亲去世之前 继父也确实在 供他上学和生活的时候 出过一部分钱 从法律上来说 他对继父是有赡养义务的 那父子俩 真想让他嫁给个有钱人赚财力 甚至都不需要用墙 只要在他上学的时候 有事没事来学校闹 工作的时候 有事没事去单位闹 就能将他的生活 搅得一团糟 让他不得不就范 人家只要不伤人 报警也拿他们 没有什么办法 最严重也就是拘几天 他看过无数相似的案例 这种情况 其实除了苏宇那种 略带恐吓的强硬手段 还真没更好的处理方法 而他认识的人里 有能力且愿意这么做的 也只有苏宇一个 至于苏宇目的不纯 他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无亲无故的 人家凭什么 不带任何目的帮他 唉 悠悠叹了口气 本就有些自闭的少女 这下更自闭了 另一边 苏宇开着车 缓缓驶出市区 半个多小时后 便到了郊区的仓库 等了没一会儿 订购的蔬菜水果个十吨 便被人送到了仓库 与之一起送来的 还有那十吨牛肉 在称重确认无误之后 他便将尾款打了过去 让人把东西入库 等一期安排妥当 仓库里 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出头了 与孙师傅约定 交易黄金的时间 是今晚九点 倒是还早 苏宇干脆点将东西 收进物品栏 随后身形一闪 进入了交易平台 第三次进入这个地方 相比于前面两次 苏宇已经相当淡定了 给双星发了个消息 得到稍等片刻的回复之后 他便先从自己的私人空间 进入了那个熟悉的会议室 等了半个多小时 就在他都快不耐烦 再次发消息问的时候 双星终于是来了 看得出来 他刚才应该挺忙的 进到会议室的时候 连动力装甲的头盔都没收回去 银白色的装甲上 甚至还沾染着血污 隔着十来米的长桌 苏宇甚至都能闻到 他身上的血腥味 抱歉 手头有点及时处理 来晚了 一落座 双星便随手在头盔上点了一下 那造型炫酷的头盔 便在一阵机械转动声中 收缩到了动力装甲之中 露出了他满头白毛的脑袋 你这是刚打完仗 苏宇瞥了眼他身上的血迹 嗯 刚刚灭了一群 盘踞在一个战前避难所里的一手 双星略带兴奋到 三四米高 是废土上最恐怖的变异生物之一 寻常坦克都奈何不了他 老娘我一招就给他脑袋砍下来了 厉厉害 苏宇眼角抽了抽 有点难以想象那种场景 按道废土世界果然危险 居然还有这种怪物 不过想到这里 他转而又问道 话说 你在你们那边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身动力装甲不一般吧 我 双星略带傲然道 未来城第七兵团大统领 一星少将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 韩霜将军 至于这套动力装甲 是战前繁荣纪元的产物 我们未来城 有整个废土最先进的科技 也能生产出动力装甲 可我们生产的动力装甲 跟战前生产的比起来 就差太远了 按照综合战力来算的话 未来城生产的动力装甲战斗力 大概相当于第六代坦克 而我这套 如果不考虑弹药损耗 大概能打他们一百个吧 更直观点说 穿上它 我能徒手撕开一米厚的 和掩体大门 苏宇 这他妈未免有点太离谱了 钢铁侠也没这样牛逼吧 而且听 起来 那被双星嫌弃的 未来城能批量生产的动力装甲 也很牛逼啊 相当于第六代坦克的战斗力 要知道 蓝星如今最先进的坦克 也才第四代而已 坦克发展到第六代 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呢 给这玩意儿搞一批过来 不得立马化身陆战之王 想到这里 他眼睛一亮 连忙询问双星 有没有可能给他搞一批 不过双星却是无奈地摊了摊手 死星吧 虽然未来城能生产 但是受限于工业门类不足 一些关键零部件 还得靠废土上回收 所以 每一套动力装甲 都是有编号的 想成批的搞肯定没门 就算只搞一两套 我都得想想办法才行 生产动力装甲的那个公司 跟我家的关系并不好 我家 苏宇不动声色地瞥了眼双星 难怪年纪轻轻就当了将决 这货 估计还是出自个什么大家族 不过看到他身上的动力装甲 苏宇不由地又疑惑道 不对啊 既然这么难搞 那你之前还说一万吨粮食 就把你身上这套动力装甲卖给我 你自己不要了 不一样 双星摇了摇头 生产动力装甲的公司 跟我家关系不好 可这些战前动力装甲 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我家很早之前 就接手了一个繁荣纪元的战略储备仓库 这样的动力装甲 里面还有几百套呢 给你一套 我再去领一套呗 苏宇 好吧 跟土豪沟通太麻烦了 他转而打开个人面板 把准备好的物资交易给了双星 这是那把枪的货款 钱货两弃 双星看着面板上多出来的水果蔬菜牛肉各十吨 顿时眼前一亮 眼里露出彩米般的神情 但随即便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连忙道 对了 刚才清扫那个避难所的时候 在里面找到了个好东西 你肯定感兴趣 说着 他在个人面板上点了点 一个四五米高 十来米长 如同一堵墙般的黑色立方体 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里 双星起身拍了拍着这玩意儿 笑着对苏宇道 黑箱 听说过吗 苏宇摇了摇头 3D打印机 你总知道吧 见他 点头 双星又道 这玩意儿跟3D打印机的大致功能差不多 不过比那个厉害多了 是繁荣纪元那些顶尖的科研人员 提前预料到战争之后的废土时代 专门生产出来 帮助战后人类重建世界的 每一个黑箱都只能生产同一种产品 比如你眼前这个 就是生产重型外骨骼的黑箱 操作很简单 从入料口把所需要的物质 一股脑倒进去 配料表里 要碳你就往里丢木炭 要铁 你就往里丢铁钉 铁矿石也行 总之把材料丢进去之后 就不用管了 在另一头等的成品出来就行 傻瓜式操作 大猩猩用了都说好 他全力运转 一天大概能生产500套重型外骨骼 这些外骨骼穿上之后 能够让单兵在负重一吨的情况下 以最高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前进 动力装甲价格太贵 不可能人人都配备 即便是战前的繁荣纪元 军队中的基层士兵 一般也就穿这种外骨骼作战 这要牛逼 苏宇看着这玩意儿 两眼放光 卧槽 这他妈买回去 他直接原地化身军火贩子了好吧 还愁没钱赚 蓝星当然也有外骨骼 可那玩意儿也就是聊胜于无 跟这个什么重型外骨骼比起来 那就差太多了 不过即便处于兴奋之中 他倒也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而是反问道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这东西的消耗的能源不少吧 靠什么功能 里面自带一座小型第四代 和聚变反应堆 反应堆里储存的亥三 足够他全力运转五年 算下来的话 能生产近百万套重型外骨骼 双星瘫了瘫手 这东西 毕竟是为废土世界专门设计的 目的就是 能让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也能凭借最基础的原材料 生产出东西来 你担忧的问题 基本上都在他的设计者 考虑范围之内 非要说问题的话 那大概就是五年之后 如果你搞不到高纯度亥三的话 反应堆停机 估计就没法用了 苏语点了点头 陈寅片刻后试探着刀 所以 你是打算把他卖给我 当然 不然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 双星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既然你说重型外骨骼 是你们战前都当做 军队主力的好东西 那估计 你们自己也缺吧 苏语好奇道 当然缺 可这给我卖不卖他 有冲步吗 双星吃笑道 蔚来城有规定 在清扫避难所过程中 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 都需要上交 这玩意儿 是我偶然发现的 被我收进了平台物品栏 没别人知道 我拿回去自己用的话 被人发现了 还是得冲攻 又捞不到什么好处 干嘛不干脆卖给你 反正 我有动力装甲 又不需要这玩意儿 苏语 好吧 这里有很真实 相比于上交蔚来城 毛都捞不到一根 对双星来说 确实不如卖给他 那你打算卖个什么价 水果蔬菜牛肉 割一百吨 粮食五百吨 双星耸了耸肩 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没了 苏语一正 不是贵 而是便宜 太便宜了 要知道 在昨天交易的时候 那把小手枪 还吃十吨水果十吨蔬菜 十吨牛肉呢 这个黑箱 不是傻子都知道 价值比那破手枪 要牛逼太多了 结果就这 他有心想问问 双星是不是脑袋 出了点什么问题 不过转念一想 人家卖的便宜还不好 当即便闭嘴 同意了这笔交易 双方同意 签订合同之后 这玩意儿 苏语就可以带走了 在约定时间内 把货款付清就行 看着眼前的大宝贝 苏语感觉像他妈做梦一样 赚妈了 不过就在苏语 沉浸在赚妈了的喜悦中时 另一边签完了合同的双星 也是露出了 如是重负般的笑容 声音愉悦道 先等会高兴 咱们现在可以谈谈 另一个合作了 另一个合作 苏语一正 你还有什么好东西 当然有 双星手里 不知何时 多出来了一块 巴掌大的黑色长方体 随手丢到了苏语面前的桌上 金属氢电池 机械外骨骼的功能模块 这样一块电池 足够让重型外骨骼 再负重一吨 功率满载的情况下 持续不断奔跑3000公里 这一块电池所蕴含的能量 大概是同体积汽油的900倍 苏语文言愣了好一会儿 随后有些僵硬的 转动脖子 看了眼一旁巨大的黑箱 所以 这东西只生产外骨骼 不生产电池 想都不用想 这东西的能耗 绝对是天文数字 一实际上 现实中想要造这种外骨骼 材料或者设计上的问题 虽然也很大 可愿意 花个十年八载的 总能功课 最大的问题是能源 能够驱动这么个大宝贝 长时间工作的能源 太难找了 蓝星的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 只有汽油的几十分之一 在背上背个十升的大电池 都不够 这套重型外骨骼造几下的 而且这玩意儿要上战场 要是在战场上 被人一枪干中了电池 以理电池的不稳定性 怕是直接给自己烤了 至于用汽油 那就更扯了 背个大油箱上战场 那为什么不开车呢 这个黑箱只生产外骨骼 不过这个黑箱旁边 倒是也有个专门生产 配套电池的黑箱 但很不幸 那个已经坏了 双星瘫了瘫手 脚侠道 不过没坏我也不会卖给你就是了 我家就是未来城 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那玩意儿 对我有大用 你想要电池 可以直接找我买的吗 价格 苏宇面无表情地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妈的 这女人果然不是好人 亏他还觉得 人家不会做生意 现在看来 他去当什么兵团长 简直是屈残 这也太他妈会做生意了 之前粮食对他而言是刚需 而他能给的那些东西 除了第一次的黄金之外 第二次的战斗符合枪 其实对苏宇来说都是 有最好 没有也无所谓的 这样一来 溢价的时候 其实苏宇永远都是强势方 它是没什么溢价的余地的 可双星在不知道苏宇 有什么刚需的情况下 干脆就给苏宇 创造了一个刚需 就好像是白菜价 卖给了苏宇造飞机的技术 但是却不卖给他 航空燃油的提炼技术 你能造出飞机来 没有油也飞不了啊 以后苏宇造出来的外骨骼 想要电池 都得问他买 这样就是苏宇 掌握了双星刚需的粮 石 而双星则掌握了 苏宇刚需的电池 两边都有了互相制约的东西 谁都别想做地起价 一吨大米 三枚满电的电池 双星斟酌了片刻之后 爆出了一个数字 在经过第一次黄金报价时 过于谨慎的经验之后 苏宇听到他报的价格 想都没想 就狮子大开口道 一吨大米200枚电池 要满电的 成交 双星痛快地 在面前的合同上签了字 苏宇 一吨便宜的大米 也就两三千 换两百枚金属氢电池的话 平均下来一块电池 也就十来块钱的样子 相比于金属氢电池的 恐怖的能量密度 这里面的利润难以想象 毕竟要是能拿到 大量电池的话 可不仅仅是 能给外骨格用 能用的地方太多了 就比如那些 如日中天的新能源车企 现在的新能源车 光电池就几百公斤 续航却只有几百公里 来来来 我给你换个电池 几公斤重 换完航程 直接飙到一万公里 电池三万一块 你买不买吗 这几乎是 想都不用想的问题 那些车企 能把他家的门槛都踩烂 可是 看双星洋洋得意的样子 苏宇心口却是堵得慌 其实仔细想想也是 金属氢电池的 主要成分是氢 这玩意儿 不管在哪个星球 都是最多的东西 只要技术到位 根本不值钱 继承了战前部分技术的 未来城 当然是不缺相关技术的 而在电价不便宜的蓝星 给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充满电 算是个不小的开支 可人家废土世界 随便一个黑箱里 都有小型和聚变反应堆 电力估计在他那里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跟上次交易黄金一样 分明已经赚妈了 可看见他这么得意 苏宇却总感觉 哪哪都不得进 仿佛自己亏大了似的 不过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自然没有反悔的空间 他当即 也签下了这份合同 合同上规定 在未来五年内 每个星期 用粮食交易一次电池 交易的数额 则是是情况而定 至于五年后 到时候有需要就续签呗 晚上七点 从交易平台中 出来的苏宇 尝出了口气 他物品栏里的水果蔬菜 牛肉没了 却多出了一个黑箱 与两千枚金属氢电池 如果说之前 他与双星交易的东西 也就是能让他赚点钱 防防身的话 那么这个黑箱和金属氢电池 则属于是真正意义上 能够撬动这个世界的 未来科技 能够负重一吨 以时速100公里奔袭的 重型外骨骼 毫无疑问 会改写蓝星的战争模式 坦克陆战之王的桂冠 甚至都会受到挑战 而能量密度 是汽油900倍的金属氢电池 则是会掀起一场 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 整个蓝星的能源行业 都会为之震动 一 眼看时间还早 苏宇并没有急着 前去郊区废弃工业园 而是在这个物流中心 逛了一圈 花仲金 在一个金属冶炼公司的仓库中 采购了一些 稀有金属与钢铁之类的东西 不难的 前后半个小时不到 他就搜集齐了 打造三台重型外骨骼 所需要的材料 将黑箱拿出来 放在仓库里 按下开机键之后 原本方方正正的黑箱 顿时原地变形 铺成了一座占地面积 大约一百多平的黑色小房子 好在这个仓库足够大 装下这个小房子 倒也不算啥 苏宇将准备好的材料 一股脑丢进了入料口处 随后便在出料口默默等待 只过了三分钟左右 一台厚重的机械外骨骼 便从出料口 板板正正地被送了出来 不愧是傻瓜式操作 有一说一 只要叫黑猩猩认一下材料 这玩意儿 真就找只黑猩猩来 都能操作 苏宇上前摸了摸这台 重型外骨骼的装甲 入手甚至还能感受到 上面的余温 这台外骨骼 在各处关节上 都安装有超大功率的电机 主体结构是几根钛合金骨架 如果不看外面的装甲 它其实与现在蓝星上 那些看起来很简陋的外骨骼 并没有太大区别 而再加上那一层 厚重的合金装甲的话 那就是纯纯的黑科技了 这装甲大概 厚度也就一两厘米的样子 没有别的特点 就是硬 根据双星的说法 这玩意儿 能正面硬扛20毫米 高射机枪扫射 反器材聚机枪都打不穿 穿在身上 比特么躲在装甲车里 还安全 意志于装甲是什么材料 那苏宇就不知道了 别说是他 估计把蓝星所有材料学家 找来都看不懂 总之 牛逼就完事了 除了防护能力惊人之外 重型外骨骼本身 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但它的特点是 兼容性超强 改装空间极大 上上下下 有很多能够挂在武器的地方 只要愿意 给它挂把重机枪 不比装甲车都好使 现在的第四代坦克 造价动辄上千万 普通装甲车 动不动也要几百万 这玩意儿 它卖个50万一台 不过分吧 至于成本 不够打造三套 算下来一套造价也就七八千 就这还是因为 私底下交易特殊材料 溢价很大的原因 如果能成批量采购 一套外骨骼的成本 它能压缩到三千以内 造价三千 卖50万 那不是妥妥地赚风了 苏宇强忍下激动 有些声色地 穿上外骨骼试了试 这东西比想象中还要容易上手 仅仅几分钟 它便能穿着外骨骼 在仓库里见不如飞了 那50公斤一块 之前它得使出吃奶的镜 才能拿起来的大金钉 现在它通过外骨骼协助 拿在手轻若无物 随便找个人来穿上这玩意儿 都能直接化身超人 效果确实没得说 不愧是双星所在世界的 战前黑科技 拖下外骨骼 苏宇看了眼时间 已经晚上八点出头了 距离约好的交易时间 不到一个小时 当即 它便将黑箱和造出来的 三台外骨骼 全都收回了交易平台的物品了 随后关上仓库大门 驾车往目的地赶去 仓库距离那个海边的废弃工业园 也就是二十几公里 半个小时不到的车程 苏宇很快接近了那里 不过这次 它却并没有将车直接开进去 而是在外面的山坳中 找了个隐蔽的树林 把车停在里面 用树枝遮掩了起来 防人 知心不可恶 进入园区的路 只有这一条 它开着车进去 必然是会被人提前发现的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偷偷摸进去比较好 当然 真要发生了什么意外 它也根本不怕救死了 有K10战斗服的绝对防御 还有威力超强的S79电磁手枪 它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 就算对方真的牛逼到这样 它都打不过 那不是还有外骨骼吗 物品栏里直接给拿出来 往身上一套 别说是在进枪的国内 就算是在枪战每一天的鹰匠那里 它这身装备 在不跟军队正面对抗的前提下 都是无敌的 夜色的掩护下 苏宇很快便悄无声息地 进入了废弃工业园之中 周围找了一圈之后 在工业园的码头上 发现了四五艘快艇 显然孙师傅那边来的 也不止他一个人 原本就谨慎的苏宇 更加警惕了起来 不过却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很快就根据 昨晚踩点时记下的路线 找到了约定好的那个厂房 苏宇打量了一下周遭 确定无人之后 便从物品栏里 拿出了已经用手提箱装好的 整整一百千克黄金 别说 在没有穿外骨骼的前提下 徒手拿起这玩意儿 是真不容易 苏宇使出了吃奶的劲 才看看 提着他移动了十几米 走进了厂房里 事实证明 网上说扛几百斤水泥扛不动 扛两百斤黄金 能剑步如飞的 完全是扯淡 气喘吁吁地看了眼漆黑的厂房 他把箱子放到了地上 正准备拿出手机打电话 一个坚硬的物体 却不知何时 顶在了他后脑勺上 别动 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苏宇眼睛眯了眯 淡淡道 这是要黑吃黑 不 仅仅是必要的安全措施而已 沙哑的声音说道 随后 苏宇便感觉 有人在他身上摸索了起来 好在他的枪放在物品栏里 身上倒是并没有带什么武器 那人摸索了半天 只把手机给他搜走了 交易完成之后 手机会还给你 这也是为了安全和保密考虑 希望你理解 理解 感受着后脑勺上的枪口一开 苏宇倒是也没有太在意 其实对方这么谨慎 反而说明 人家没打算黑吃黑 毕竟人家有人有枪 在这偏僻的工业园里 给他来一枪丢海里喂鱼 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完全没必要这么麻烦 亦当然 也有可能在他们看来 苏宇能搞到这么多黄金 背后肯定也有人不敢胡来 先生这边请 我们小姐在上面等你 穿着黑衣的保镖来到苏宇面前 恭敬地在前面带路 苏宇当即便跟了过去 至于那重达100公斤箱子 自然是有两个高大强壮的保镖扭马抬着 根本用不着他去拎 在漆黑的厂房里穿梭了一会儿 七弯八绕地上了工厂二楼 苏宇便在保镖带领下 来到了一间应该是废弃工厂办公室的屋外 到了这里 他才发现 里面居然是亮着灯的 不过灯光显得有些昏暗 应该是野营灯之类的东西 并不是工厂里真的有电 人到了 带路的保镖敲了敲门 咔吱 令人牙酸的声音传来 那布满了袖姬的小门缓缓被打开 又一个高大的保镖探出头来 看了眼苏宇后低头道 请进 嗯 苏宇面色如常地进入办公室 借着昏暗的灯光 他一进来 便看见了一个站在窗边 俯瞰着工业园的女子背影 女子身穿得体的黑色女士西装 脚踩黑色高跟 身材高挑 苏宇估计算上高跟鞋的话 怕是不低于176 而女子身边的 则是那天在万福经店里 有过一面支援的孙师傅 见他近来 孙师傅立马热情地迎了过来 苏先生终于到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万福集团的董事长千金 楚岳女士 今天这笔交易 主要是他与您谈 我就是个传话的 苏宇文言点了点头 看向楚岳 而楚岳此时 也刚好转过身来 饱满圆润的鹅蛋脸上 架着一副无矿眼镜 五官深邃又立体 再加上转身那一瞬间 清晰可见的S型曲 线 极品 苏宇心中暗赞了一声 这女人从脸蛋到身材 几乎都无可挑剔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她至少也得有个98分 楚岳 苏宇 简单握了下手 两人便在一张 临时架起来的 折叠桌边坐了下来 而那个装着黄金的箱子 此时也已经被搬了进来 专门干这行的孙师傅 则是拿着工具开始验货 少请 她便看着楚岳点了点头 黄金没问题 怎么交易 苏先生考虑好了吗 走公账还是私账 楚岳看了眼苏宇 淡淡道 走公账 现在就能给你大钱 因为没有风险 走私账的话 风险比较大 现在只能先给你两成 事成之后 再结清剩下八成 走公账还是私账的区别 孙师傅早就说过了 公账就是找个国内的金矿过一遍 该交的税交了 这就成了一块 从矿里开采出来的黄金 可以说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 但是价格低一些 300亿克 私账价格高 331克 但是风险大 涉及到走私 出了问题 那就是血本乌龟 苏宇早就有了主意 这会儿自然也不需要考虑 公账吧 100公斤黄金 走公账 那就是3000万 10点钟之前 会直接打到你之前的那个账户里 这笔钱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便花 楚越似乎猜到了 他会怎么选 说话语气波澜不惊 苏宇点头看了眼时间 9点半出头 随后并没有起身 而是就这么坐在这里 楚越也没有起身 毕竟钱还没到 他自然也不能现在就走 小小的屋里 一时间有些安静 除了孙师傅查验黄金 时不时发出的声音之外 便只有呼吸声 苏宇不太喜欢这种气氛 随口找了个话题 这个地方一山傍水的 倒是很不错 你们怎么找到的 楚越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因为这里是我家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倒是可以卖给你 哦 苏宇眼睛一亮 盘下这个工业园 本来就在他计划之内 这下不用拖人去找 就遇到正主了 倒是意外之喜 文言连忙道 意怎么骂 一直以来 神情都平淡如水的楚越这下 终于露出了些许惊讶之色 看了苏宇好一会儿后才道 你认真的 那还能骗你不成 开个价吧 苏宇果断道 这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你买去做什么 楚越脸上终于多出了几分慎重 眼睛里带着些许审视 谁知道呢 可能是觉得风景好 想买来建的海景房 苏宇耸了耸肩 拼着他这明显是胡扯的理由 楚越修长的手指 在桌子上敲了敲 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才道 这是块工业用地 你想拿来建房子的话 恐怕不行 魔督正常的工业用地 现在一般是70万一亩 这里的话 价格再低 也不可能低过20万 不过正常的工业用地产权是50年 我手上这块地的产权 已经只剩下10年了 价格方面 倒是还可以再少一些5万一亩 你觉得怎么样 5万一亩 苏宇现在 把手上的3000多万全砸进去 也就只能拿到六七百亩 而且还只能用10年 贵了 苏宇果断摇头 这片废弃的工业园 基本已经无法使用了 我盘下来 至少还得花两年改造才行 本来就只剩下10年的产权 真正能投入使用的时间 只怕也就七八年 而且 这里货物进出 主要还得靠海运 可比外面其他工业地要麻烦多了 正常价格再低 不可能低过20万 我却觉得未必 那就直说吧 你能出多少 楚越直言道 一万一亩 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 苏宇果断给人砍了80% 其实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 他之所以敢开这么低的价格 还有个原因 那就是 这块地放在这里也是放着 除了他之外 几乎没人会来买 与其烂在手里 卖给他 怎么也能回点本 气氛又一次沉默了下来 片刻之后 可以 深夜 废弃的工业园中 却是罕见地热闹了起来 楚越显然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在达成了初步的意向之后 也不顾这会儿已经深夜了 直接一个电话打了回去 让人带着合同和不动产证明 连夜过来 于是 苏宇刚刚到口袋里的3000万 立马又刷了1500万出去 而这块面积达到1500多亩 已经只剩下10年 使用期限的工业用地 也成为了他的资产 等一切搞定 已经是凌晨3点多的事情了 楚越他们那帮人坐着快艇离开了这里 而苏宇则是独自开车离开 交易完成 没有黑吃黑 甚至还多做了一笔交易 把这块他看上的地 以一个极低的价格搞到了手 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 后面苏宇手头还剩下的300多公斤黄金 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出手变现 再也不用那么麻烦 每次只能出一点了 接下来两天倒是乏善可陈 苏宇每天都是家 仓库 工业园3.1线 期间除了又跟双星交易了一笔 把之前欠的物资补上之外 李芸汐倒是也有给他发消息 大致就是 他已经询问过那位教授 如果按照苏宇的想法 开个电池工厂的话 让他们律师事务所代理 至少需要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能走完流程 而且过程中 还需要苏宇配合出具一些资料 各种证明和文件一堆 总之就是非常麻烦 毕竟 现在主流的电池都是李电池 这玩意儿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不好 那就是污染一大片 审批上肯定是要严格的多的 如果是之前 遇到这种情况 苏宇也没啥办法 甚至都只能打消这个想法 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 足够他开电池厂的资质 他那金属氢电池 别说是论文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那玩意儿 能量密度这么高是什么原理 上哪提供资料去 不过现在他手上经过这几天抽空生产 已经有了一批 整整200套重心外骨骼 而金属氢电池 在经过又一次与双星的交易之后 他手头现在也有了6000枚 既然走正常流程不行 那他就必须要考虑 走一下不正常的流程了 比如 借助手头的外骨骼 得到军方的赞助 以这套重心外骨骼的各项参数 只要给军方看看 苏宇不用想都知道 区区开个工厂的事情 人家肯定会答应帮忙 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怎么让这玩意儿 出现在军方的视线里 直接穿着 闯进军队驻地 肯定不行 子弹虽然打不死他 可人家是有重型武器的 拉出坦克给他来一炮 外骨骼也顶不住啊 至于找个电话 直接打过去 大概会被当成脑子有问题吧 难办 躺在床上 苏宇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随后也没有继续再想这个 今天是周六 明天就是周末了 到下周一 他匹配交易对象的机会 就会刷新 与其考虑这些事情 还不如先想想 新的交易对象 会不会有双新那么合适 所在的世界 刚好与他所在的蓝星 能够形成优劣互补 就在这时 他手机却是震动了两下 提醒他 微讯有人发消息来了 于小雨 苏先生 明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订了外滩的一个餐厅 于小雨 苏雨沉饮了片刻 才忽然想起来 这好像是买车那天 遇到的那个销瘦 长得还挺好看的 之前确实跟人家约好了 周末一起吃饭 这送上门来了 那不去就没道理了啊 一苏雨顿时精神了起来 拿起手机 就回了个有时间 那边的于小雨 也是秒回消息 两人很快便约好 明天下午四点见面 果然还是及时行乐吧 放下手机 苏雨倒头便睡 遇到难题怎么办 开摆呗 反正现在也不缺钱用 问题暂时解决不了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一日 下午四点 苏雨开着大剧 准时来到了魔都外滩 与于小雨约好的地方 对方早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 今天于小雨 穿着一身卡其色的风衣 内衬白色高领毛衣 脖子上简单围了条围巾 满头波浪 长发披散 腿上肉丝配短靴 与前些天在4S店 那身知性妩媚的职业套裙比起来 少了些严肃 多了几分青春活泼 对于于小雨请吃饭 其实苏雨本来是没有抱太大期望的 毕竟 人家也就是个4S店的销售 工资就那么点 不过苏雨倒是没想到 于小雨居然是下了血本 请她在一家人均 一千多的餐厅里吃了一顿 那辆车的提成 够这一顿饭的吗 吃完出来 苏雨看了眼 账单上4000多的价格 有些诧异 够了 光是那辆车 我能拿的提成 就得有一万多呢 于小雨倒也没有隐瞒 坦然道 那你们这提成还挺高啊 苏雨点了点头 苏先生说笑了 其实能买得起 上百万豪车的客户 一般都在一些老销售手里 我们这些小销售 平时是很难遇到的 于小雨顺势道 所以这次 还是得谢谢你了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再请你看个电影 好啊 苏雨当然没有不答应的理由 毕竟 她可不是为了吃饭来的 两人又转头 走进了一家电影院 再出来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只不过与进去的时候相比 出来后的于小雨的脸色 微微泛红 大眼睛水汪汪的 媚眼如丝 也不知道 两人在里面干了什么 不过他们都很默契的 谁也没提回去的事 从电影院出来之后 无缝衔接的 一起走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一夜鱼龙舞 第二天中午 蛮干了一晚上的苏雨 才从床上醒来 看了眼时间 居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她有些诧异的 将不知何时醒了 正躺在一旁玩手机的于小雨 揽到了怀里 今天周一 你不用上班 不用啊 于小雨转过身来 揽住苏雨的腰 拥揽到 后天有个防务展 在魔都的奔刺会展中心举办 总部从魔都几个4S店里 调了一批人去会展中心帮忙 我刚好就在名单里 这几天不用去店里上班 防务展 苏雨一正 随后眼睛突然一亮 什么防务展 魔都也有防务展吗 苏雨连忙追问道 于小雨倒是没想到 她会对这个感兴趣 但还是解释道 其实 除了珠江航展这种 文明世界的防务展之外 国内还有许多 其他类似的博览会存在的 有些是地方牵头办的 有些干脆就是一些公司企业办的 规模不大 知名度也不怎么高 这次在魔都办的 叫九州防务科技博览会 据说是军方牵头办的 不过里面展览的军队装备 倒是不多 大多是一些民间企业生产的小东西 比如无人机什么的 据说军方每次都会有专人来参加 如果遇到一些觉得有用的东西 也会采购 不过民营企业生产的东西 良有不齐 所以这个防务展知名度不高 说出去 估计也没几个人知道 说到这里 她眨了眨眼道 你想去看看吗 如果我想参展呢 现在还能弄到个展台吗 苏雨直接道出了自己的目的 昨天她还在头疼 这重型外骨骼 怎么才能进入军方视线呢 没想到出来打个炮 还打出来了个门路 参展 于小宇愕然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略意思索道 我听说 参展似乎得提前一段时间 把参展物品参数什么的 全都报上去才行 现在如果走正常渠道 估计是来不及了 不过 你要真想参展的话 倒是可以联系奔瓷 在魔度的负责人看看 这次的场地 是我们奔瓷集团提供的 能说服她的话 应该可以插得对 她语气有些不确定 显然对这个也不太了解 苏宇倒也没有在追问 毕竟人家一个小销售 哪里知道这些东西 估计她自己 都没有仔细了解过 问了也白问 只是让她把 笨瓷魔度区负责人的电话 留了下来 晚点苏宇 倒是可以自己 打个电话问问 这种面向民间的 不知名房屋展 想来搞个展台 应该不难才对 至于现在吗 呜 慵懒的于小宇 突然低音了一声 大眼睛里竹 见浮现其水雾 坐了两遍早操 两人才终于起床 一番洗漱之后 又一起吃了个午饭 随后苏宇才开车 将于小宇送回了家 本来她既然这两天 不用上班 应该继续腻歪的 不过耐不住苏宇 现在有事啊 今天周一 交易平台的匹配机会刷新 她还想抽时间 赶紧去匹配新客户呢 而且 那个房屋展 只剩两天就开始了 她也最好是在今天 就把事情敲定下来 打了个电话 给奔茨集团 在魔度的负责人 询问了一下 房屋展的事情 果然跟她猜得差不多 这种房屋展 其实对参展方 没什么要求 别说是民营企业的产品了 如果能通过评测 就连一些民间个人 制造的小东西 甚至都能免费参展 毕竟是面向军方的展会 军方其实是最务实的 展会精不精彩 并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 人家只在乎 参展的东西有没有用 这也算是军方专门用来 与一些民间科技爱好者 和企业交流的机会 虽然大多数时候 都收效甚微就是了 苏宇虽然没有赶上趟 错过了预约的时机 走正常流程 肯定是去不了了 可总是有一些 不正常流程的嘛 房屋展在奔瓷名下的 奔瓷会展中心展开 他们有需要的话 要到两个展台 是没问题的 在经过一番友好的交流之后 苏宇又去奔瓷的 魔独总部跑了一趟 花了一笔钱 这才算是把这件事定下来 按照对方的说法 后天早上 把参展的东西送过去就行 到时候 会有工作人员 带她去她的展台 且因为她花了钱的缘故 那个展台的位置 还不会太差 事情定下来 也算是 让苏宇长出了口气 M.I.O.T.A. 这些天 她靠着黑箱 可生产了不少外骨骼 要是卖不出去 那也太单疼了 而现在 虽然只拿到一个参展的名额 可她却有自信 这套外骨骼 只要进入了军方视线 就百分百会被看上 如果没被看上 那她就要怀疑 军方参展人员的水平了 搞定这些事情 回到家里时 已经是晚上了 苏宇关好房门 便进入了超时空交易平台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 蓝星区代理人等级 初级代理 三分之三 交易点 二百 可用匹配次数 一 苏宇已经与双星交易了四次 每次获得50交易点 现在一共有200交易点 这个没什么问题 可在初级代理的升级进度条上 却显示的是 十分之三 这就有些耐人寻味的了 苏宇猜测 是与同一个交易对象交易 最多只能让升级进度增加三次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那么想要升级成终极代理 至少得匹配到四个 能够达成交易的对象才行 也就是说 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而实际操作起来 可能还不止 因为他也听双星说过 其实像他这种 一来就匹配到双星 能够互通有无 相互获得 好处的情况并不多的 就好比双星自己 其实绑定超时空交易平台 已经有小半年了 匹配到的交易对象 得有十几个 可实际上 除了苏宇之外 他此前总共就成功了无比交易 而且 这无比交易加在一起 获得的粮食 都还没有苏宇第一次给得多 总之有双星的前车之鉴 苏宇对这次 能不能匹配到 合适的交易对象 其实没抱太大希望 不过机会既然都给了 该是还是得试试的 是否开始匹配交易对象 亦是 交易对象匹配中 匹配成功 哦 苏宇只感觉眼前一花 在睁眼时 他便发现自己 出现在了一个凉亭中 梁亭位于一片湖泊中央 四周风景一人 有一道古朴的廊桥 连接着岸边 而梁亭里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面向威严 穿着漆黑大肠 头戴玉冠的中年男子 珍贵坐在他对面的庄案后 此时 那男子一双虎目 正凝视着他 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让苏宇不由地眯了眯眼睛 是个古人 苏宇打量了一下对面的男子 心里略有些失望 根据和双星交流得来的经验 遇到古代的交易对象 往往都很难做成交易 里面的因素太多了 但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封建时代 之前的社会生产力太低 能用来交易的商品太少了 他们那年代的东西传下来 或许还算得上是文物 价值连城 可直接交易过来 没有经过岁月的侵蚀 你说它是西周的 专家一看说 是上周的 意根本毫无意义 不过来都来了 秉承着互相尊重的原则 苏宇还是举手坐一道 超时空交易平台 蓝星区代理人 苏宇 中年男子见状眉梢一条 也微微作一 超时空交易平台 神州区代理人 嬴政 苏宇 他亚然抬头 看了眼对面的中年男子 同名同姓的偶然 还是另一个时空的嬴政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试探着道 难道 你是 秦王 嬴政文言 神情中并没有露出意外 只是淡淡摇了摇头 正是神州始皇帝 早已不是秦王了 苏宇 不是 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离谱了 可么这交易平台 能匹配到古人 他还能理解 超时空吗 别的世界历史进程 跟他们世界完全不一样 很容易理解 可匹配到历史上同名同姓 甚至身份都一样的人物 那可就太魔幻了 虽然按照平行时空理论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真遇到的时候 总归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愣了好一会之后 他才感叹到 这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三千大世界中 总归是有些共通之处 才能连接在一起的 不必惊讶 嬴政喝了口茶 语气波澜不惊 你知道我在惊讶什么 苏语有些诧异 自然知道 在你之前 镇已经匹配过两次 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了 他们听闻镇的名号之后 戒严其所在世界历史上 也有一个镇 嬴政简单解释了一句 随后摇了摇头 有些惋惜道 不过他们 皆没能解答镇的问题 因此都没能达成交易 倒是可惜 你是打算以问题当作 第一次交易所需要的物品 苏语惊讶道 然也 嬴政点了点头 镇的问题便是 有何办法能避免我大秦二世而亡 你倒也不必给出实权实美之法 只需给出一个 镇觉得有用之法 便算完成了这笔交易 而镇能给你的报酬 则是一本炼器事所修的 太一炼器精 正观你乃肉体繁胎 而修炼此法 可延年一寿 想来是足够当作报酬了 太一炼器精 苏语嘴角抽了抽 想到历史上 秦始皇死在追求长生路上的结果 有心想吐槽 可话还没说出口 他自己却是愣了 因为他发现 交易平台居然认可了这笔交易 交易平台是不可能卖假货的 也就是说 这玩意儿是真的 死 也是啊 他所在的世界 秦始皇修仙求长生 修了个寂寞 可其他世界却未必 搞不好眼前这位所在的世界 是真的有炼器事 能修仙的 不行 这东西 怎么也得搞到手 好好研究一下 这要是真的能行 价值完全不输 从双星那搞来的黑箱啊 略意沉吟 他便问道 不知秦皇如何得知 大秦会二世而亡 面对一个皇帝 称呼这个问题 还是有点难搞的 叫嬴政吧 对古人来说 指名道姓 无异于骂人 叫陛下吧 他又特么不是秦朝臣子 叫个锤子 而且做生意 讲究一个对等 把自己位置放太低的话 这生意可不好做 想来想去 还是叫秦皇比较合适 自然是听第一个 匹配到的交易对象所说 后面第二个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交易对象 也是一样的说法 且灭亡的方式都如出一辙 如此 大抵是没错的 嬴政对称呼 倒是没有太在意 轻描淡写地回答了 苏宇的问题 苏宇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不知你问他们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回答的 嬴政文言略意思索 答道 第一个交易对象 自称来自秦王七百年后 身处乱世 并未细读过史料 只知秦二世而亡 亡于项羽刘邦之手 细节之处却不甚了解 自然给不出答案 第二个交易对象 则来自秦王两千多年后 称政为千古一帝 自称最为崇拜镇 一见到镇静 还行了三跪九寇大礼 嬴政说到这里摇了摇头 似乎有些不理解 随即接着道 可朕问他 大秦为何二世而亡 他却语焉不详 只说秦王权因赵高里斯弄权 称只需杀了赵高里斯 杀了造反的陈胜吴广 项羽刘邦 大秦便能成万事基业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泱泱大国一招亲父 岂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朕觉此人不学无术 心思浮躁 便也没有与他交易 苏宇听完 便大致有了数 一个来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知道秦始皇 但却仅限知道 秦朝二世而亡 别得一概不知 另一个应该来自平行世界的 二十一世纪 是银正的脑残粉 只知道银正牛逼 却对大秦具体是个啥样子 根本不了解 思索片刻之后 苏宇便答道 大秦二世而亡 原因有很多 我不是专攻史学的专家 并不能完全说明白 依我个人见解 主要有三点 银正文 言 顿时坐直了身子 严肃道 请赐教 赐教算不上 我也不过是十人崖慧而已 苏宇摇了摇头 接着道 其一 秦王于法家 商样所提出的更战制度 在未曾一统天下时 是良方 可在一统天下之后 却是毒药 失去了对外扩张的红利 秦法构建的更战制度 便只剩下了严苛刑法 严刑俊法是有必要的 可统治一个国家 却从来不能只靠严刑俊法 其二 秦王于操之过急 六国虽然统一 可六国百姓从文化习俗 到语言文字上 皆与秦人截然不同 车同鬼书同文是很好的开始 百姓虽然短期不适应 可还不至因此便造反 时间一久 自然就接受了 可问题是 不该在百姓还未适应之时 便抛出更多新颖的制度 如此只会适得其反 其三 秦王于后继无人 后继无人 不只是指的皇位后继无人 而是大秦 从皇帝到公卿 皆是更战之法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不愿意做出改变 那么秦王是必然的结局 想要做出改变的扶苏无法上位 看似是因为胡亥里斯 赵高假传圣旨 可实则却是大秦贵族阶层 选择的必然结果 他不自杀 也当不了秦皇 灭六国者 六国也 非秦也 族秦者 秦也 非天下也 使六国各爱其人 则足以俱秦 使秦父爱六国之人 则第三世 可治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足灭也 说到最后 苏宇还引用了 阿旁功夫中的结尾 虽然略有识偏颇 甚至说 这样就可以万世为君很夸张 可整体上 要表达的意思却没错 不管是秦还是六国 都是亡于内 而非亡于外 嬴政听完 沉默许久后 拱手道 多谢赐教 其实在第一次匹配到交易对象 听到对方说 大秦二世而亡的时候 他也就已经在思索 大秦为什么会亡了 他虽不像苏宇能以后世人的身份 站在上帝视角 看秦王的原因 可多多少少也有些猜测 如今在听苏宇这么一说 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大秦的病症所在了 他想了想 在自己的个人面板上 点击了几下 随后 苏宇这里便收到了那个名为 太一炼器精的修仙功法 整整一百多卷逐捡 系统上也表示 这次交易完成了 苏宇有些诧异地看向嬴政 嬴政则是坦然道 虽然还未曾得知 如何才能避免二世而亡 可先生已经点出了 大秦二世而亡的原因 知道病症所在 自然是能想到办法处理的 此次交易 如此便算达成了 而除此之外 正还有一问 大秦如何才能根除这些弊病 这次交易的筹码 是一颗严寿金蛋 这次交易的筹码 是一颗严寿金蛋 凭此丹药 任何人都可严寿二世在 嬴政说话间 一个精致的木质盒子 便出现在了他手上 盒子一打开 便能看见里面那颗通体 金黄圆润 似乎散发着点点荧光的金蛋 沁人心脾的一箱 突然在凉亭中散发 苏宇只吻一口 便感觉神清气爽 昨天操劳一夜的疲惫 都在这一刻一扫而空 比一觉睡到自然醒还精神 苏宇心神大震 看了眼个人面板 剑系统已经认可了这笔交易 确认这颗金蛋不是假货之后 顿时心头火热 严寿 这是多少人追求的东西啊 一颗严寿二十年的金蛋 如果放在蓝星拍卖 只怕能被拍到百亿天价 毕竟对那些真正的有钱人来说 多活二十年时间 他们能赚到的 可不止区区百亿 当然 真的到这玩意儿 苏宇也不可能拿去卖就是了 长出了口气 他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随后对嬴政道 秦皇可知秦王之后 是哪个朝代一统神州 听先前的交易者说 乃是刘邦建立的大汉 嬴政不太确定 随即反问道 不知这大汉国座几何 大秦国座十四载 秦王之后 楚汉争霸 诸侯征伐持续了四年 对于这段历史 苏宇还是比较熟悉的 如蜀家真道 四年之后 大汉高祖皇帝刘邦九和诸侯 一统天下 在大秦的废墟上建立大汉 大汉又分前汉 后汉 前汉国座210年 后汉国座195年 两汉共享405年国座 而后汉灭亡后 又有刘备建立纪汉割据一方 纪汉国座43年 纪汉灭亡后 后每逢乱世 便有冠以汉民的割据政权 当然 这些政权与纪汉无异 皆只能割据一方 难成大器 可刘家的汉朝虽亡 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却在汉朝之后 以汉人自居 直到2000多年后 依旧在那里繁衍生息 代代不绝 说到这里 苏语似笑非笑地看了眼嬴政 不知在秦皇看来 这大汉国座是400年 还是2000年 亦或是万事不绝 嬴政愕然扮赏 才深吸了口气道 苏先生的意思是 大秦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 那大汉的开国皇帝刘邦 已然全都解决了 他有些不能接受 毕竟他自己 在知道大秦会二世而亡的前提下 思索了半个月 都没能想明白怎么办 甚至连问题究竟在哪都无法确定 可那个在他死后 夺取了大秦江山的刘邦 全能解决 世上居然有此等妖念 倒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解决的 苏与摇头 具体来说 是汉高祖 汉文帝 汉景帝 汉武帝 四代明君 以及麾下无数能人一世 花了近百年时间 才彻底解决那些问题 把武力统一的疆域 彻底融合成了精神 文化 三言两语很难说清 我能给你提供的 只有我们那个世界 关于汉朝的史书 有史为鉴 你可以参照一下 如此便多谢了 此交易 可行 嬴政神情郑重的作医 大秦的情况和大汉不一样 可又一样 他完全按照大汉的路子走 肯定是走不通的 但大汉的成功经验 绝对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启发 苏与看着物品栏里 多出来的那颗验收金单 尝出了口气 叫道 三日之内 我会将能找到的汉朝史书 全都整理过来给你 如此甚好 嬴政点了点头 交易结束 双方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苏与动动嘴皮子 就获得了一本效果 目前还不明的修仙法门 太一练其精 再花个几百块 买几套精装版的汉书后 汉书史记什么的 便又能换来一颗严寿金单 不可谓不是赚妈了 而嬴政则是通过一本 烂大街的普通修炼功法 和一颗他平时当糖豆吃 吃完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了的 严寿金单 获得了后事处理他 目前难题的办法 也是赚妈了 这波呀 这波是大家都赚妈了 没办法 在巨大的信息差之下 双赢就是这么简单 回到蓝星 苏与看着自己手上 那颗装着金单的小木盒 打开闻了一口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精神被好 一时间甚至有股 把金单吃了的冲动 不过 他也只是想想而已 并没有直接 给一口吞下去 毕竟他还年轻 目前也不急于 增加这二十年寿命 留在手上 以防万一是最好的 第二天 苏与又是一觉 睡到了中午才醒来 下午一如既往的家 仓库 工业园三点一线 去仓库囤了些物资 去无工业园 花两个小时 造了四十多套 重型外骨骼 入夜便约了 有过一夕欢好的余小雨 共进晚餐 没开二度 朴实无华的一天 便这么过去了 一日清晨 因为今天要参加 房屋展的缘故 苏与罕见地起了个大早 又和余小雨 一起做了个早操之后 两人匆匆收拾了一下 便直奔魔独奔磁 会展中心 余小雨作为被调来 帮忙的人员 直接走正门 进去就行 苏与则是作为展方 需要带着参展物品 从后台进去 两人在门口分别后 苏与一招手 一套展新的重型 外骨骼便出现在 了大巨后座上 被他拉进了展厅后门 出示了一下 从魔独奔磁负责人 那里搞来的入场证明 苏与很快便在几个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将那套近300公斤重的 外骨骼 用叉车送进了展厅里 这会儿 展厅内还没什么人 处于布置阶段 一直到10点钟会展开始 才会陆陆续续地有人来 当然 这个防务展主要面对的是军方 民间几乎看不见任何消息 所以 大抵是没什么观众买票进场的 即便是会展开始 苏与估计 这里也没有多少人 在位置还算可以的 展台上板板正正地 放好那套重型外骨骼之后 他便在展台旁边 找了个按摩椅 往上一躺 自顾自玩手机 玩手机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苏与分明只感觉过了一小话 可现实里 却分明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几个不知名秃顶领导 说了一通没什么营养的废话之后 冷冷清清 只能看见参展方和工作人员的展厅中 也终于是热闹了些许 当然 也就是些许而已 苏与暗中观察着估计了一下 进入会展中心的 怕是都不超过200人 其中起码有一大半 是穿着军装的军方人员 真正的路人观众 少得可怜 毕竟不是人人都嫌得蛋疼 愿意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 不知名民间房屋展门票的 眼见一大群参展的同行 直接把人数还没他们多的观众给围了起来 推销自家的产品 苏与眼角抽搐 随后身子动了动 在按摩椅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完全没有错过去的意思 将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吗 军方这次来的 不仅仅是基层士兵 军官 还有不少属于是军方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这些人里 绝对是不乏董行的 以重型外骨骼的实力 他根本不需要跟那些妖艳见货 一起上前舔着脸 求人来看自己的东西 东西好用 不用推销 人家也会买 东西不好 喊人家 过去看 又有什么用 展厅内逐渐热闹起来 人来人往 不知过了多久 埋头玩手机的苏语 突然听到 有几道脚步声 停在展台前面听了下来 他抬头一看 便发现一个穿着军装 但却戴着眼镜 显得有些儒雅的军官 正站在他的展台前 他身后 还跟着几个气质粗狂的标形大汉 一看便是警卫员 看着他矗立在站台上的 厚重外骨骼 两眼放光 而苏语则是在暗自打量着他 心中暗道 不像是一线指挥官 或者战斗人员 多半是科研人员 年纪不是很大 忠孝军衔 还随身跟着几个警卫员 是个大人物 目标客户终于出现了 G60 重型外骨骼 长官有兴趣吗 苏语慵懒地从按摩椅上爬了起来 对那个儒雅的男子笑道 你好 我教师隶属于东区的研究员 周伯威 男子客气地伸手道 原来是周少校 比人苏语 算是个民间军事爱好者吧 苏语不动声色地 看了眼对方肩膀上的军衔 苏先生谦虚了 我也是研究外骨骼相关方面的 这套外骨骼 至少在外观结构设计上 我挑不出任何瑕疵 这要还只能算是爱好的话 那可就要让我们这些研究员都汗颜了 周伯威目光看向那套外骨骼 眼神炙热 不过他看中的 也只是这套外骨骼 一眼能看见的外观和结构设计而已 至于实际作用 抱歉 这种戴着装甲的外骨骼 在现代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 因为在周伯威的认知里 现代外骨骼的主要作用 还是让士兵拥有更强的负重能力 略微有些助力功能 让士兵在作战时 能背负更多物资补给 行动更迅速 耐力更强 至于在外骨骼上挂装甲 增加防御力这种事情 是这个时代的外骨骼 完全不会考虑的 原因很简单 动力不足 或者换句话说说 没有这么先进的电机 功率足够带动这套外骨骼的电机 起码也是汽车上搭载的大型电机 太大了 装不上去 毕竟如果装电机助力的话 可不是装一台就够了 而是要在每个关键的关节部位 都要装上 而足够小 能装进去的电机 功率却差得远了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电机的问题能解决 可能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 还是之前说过的 电池不行 功能跟不上 而不管是没有电机提供助力 还是没有电池提供能源 都是这套大家伙的致命伤 总不能指望士兵 用人力穿着这玩意儿跑吧 这一眼过去 起码两三百公斤打底 超人来穿上跑两圈 也得跪下 现在给外骨骼的定位 主要还是帮士兵减负 不是给人增压的 一个没有动力辅助的 几百公斤大铁疙瘩 说是普通增压都保守了 纯纯的涡轮增压 周少校谬赞了 不过这套重型外骨骼 可不仅仅是看起来好看 苏宇一看他的神情 就知道这大胸 地估计还没看明白 这玩意儿到底有多牛 当即接着道 如果周少校有时间的话 我倒是可以 现在就给你演示一下 哦 还有别的功能 周伯威顿时眼睛一亮 连忙道 有的是时间 不着急 好 苏宇文言静止走到那重型外骨骼面前 伸手敲了敲外骨骼厚重的胸前装甲 下一刻 随着一道道机械的咔擦声 原本板板正正 站在看台上的重型外骨骼 伴随着一阵机械摩擦声 居然缓缓从胸口处 往两边裂开 露出了整洁的内部结构 光是这自动打开的一手 便让周伯威瞪大了眼睛 呼吸急促 居然有电机助力 而且 看刚才胸甲打开的样子 这电机 分明是装在外骨骼的内部 可他仔细看了好一会儿 也丝毫没有在内部看见 装了电机的痕迹 能够让这么大的玩意儿动起来 里面的电机 绝对不会比寻常新能源汽车里的小才队 现在这是 什么情况 意识到有些不对的周伯威 反应却很快 仅仅是愣了一瞬间 便连忙三两步 拉住了准备穿上外骨骼的苏宇 低声道 人多眼杂 苏先生 咱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演示 苏宇文言 没有丝毫意外 当即便笑着同意了 在周伯威指挥下 他身后几个警卫员 使了吃奶的力气 才勉强将三百多公斤重的外骨骼 抬上展厅里运送货物的小平板车 一行人当作无视发生般 若无其事地推着外骨骼 便离开展厅 在会展中心后台 找了个无人的空旷会议室 苏先生 稍等片刻 我已经通知了几位同僚 他们正在赶来 周伯威一进门便客气道 同时 他的警卫员 也开始搜查这个房间 直接把装在会议室里的两个监控 全给拆除了 这个房屋展 其实举办已经有些年头了 可军方真正从民间企业 或者个人身上 逃到的有用的东西 其实屈指可数 大部分时候 都是交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可这次不同 本来对这次民间房屋展 能不能逃到什么好东西 并没有抱太大期望的周伯威 此时心中振奋不已 如果他对这套外骨骼的第一印象 是一件符合人体工程学 符合机械动力学 且造型优美的无用之物的话 那么现在 看见这玩意儿 居然真的有传动助力系统之后 他便知道自己 捡到宝了 就算这个传动系统 还不足以让这套 300多公斤的机械外骨骼动起来 可光是里面的微型电击技术 就已经是了不得的黑科技了 要是能从苏语手里 收购来电击的专利 他有了这种电击 手头的军用外骨骼 很快就能投入实战使用 当然 他研究的军用外骨骼 还只是几根骨架而已 没装甲的那种 看着周伯威如获至宝般 绕着外骨骼 左看看又看看的样子 苏语嘴角勾了勾 强忍住了笑意 只能感慨 不愧是废土世界的黑科技 才露出冰山一角 就给蓝星的科研工作者 激动成这样 要是让他们知道 这玩意儿不仅能跑能跳 还能以时速100公里 负重一吨前行 怕是得直接原地晕过去 更别说 那恐怖的防护力 和更恐怖的其他各项参数了 毕竟按照双星的说法 这套G60重型外骨骼 其实与废土世界的一些 轻型动力装甲 在用料和结构上 其实是差不多的 唯一区别就是能源 G60外骨骼 以金属氢电池作为能源 而双星它们世界的动力装甲 则以冷合聚变反应堆 当作能源 轻型动力装甲 之所以比外骨骼要强 正是因为有聚变反应堆功能 可以挂在很多功能部件 比如 几乎能免疫所有动能武器 跟AT力场 有一曲同工之妙的偏导立场 再比如 能让动力装甲 飞起来的无公制引擎 又比如高能激光武器 这些全是赤电大户 G60外骨骼 不是不能搭载这些功能模块 而是金属氢电池 带不动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高能耗的模块之外 G60外骨骼的各项参数 机械素质 与废土世界的轻型动力装甲 其实差不了多少 而动力装甲 即便是放在双星口中 科技术都快点满了的 废土世界繁荣纪元 那也是最尖端的科技 有人说过 当科技足够领先的时候 那就与魔法没有区别 双星所在世界的繁荣纪元 都进入太空殖民时代了 他们的科技与蓝星相比 那就是魔法 当这套外骨骼 真正暴露出性能的时候 蓝星上的任何人都要为之侧目 堵堵堵 不多时 周伯威通知的同僚便悉数赶来 除了几个一看就知道 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老者之外 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 居然是肩上扛着江星的将军 那将军一进门 目光便定格在了那台外骨骼上 随后环视一圈 看了眼苏语 右转看向一旁的周伯威 周伯威见状连忙道 吴将军 这位是苏语苏先生 这台外骨骼是他的参展作品 其价值 外面所有的展品加起来都比不上 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用作 所有展品加起来都比不上 吴将军文言倒是有些意外地 看了眼苏语 虽然外面那些民间企业展出的东西 对军方来说大多稀松平常 可基本也都算得上是高科技设备了 来的路上 他就看了苏语的参展资料 一个临时找关系进来的人 参展的东西 居然比那些民间企业的展品还厉害 略议成瘾 吴将军便伸手道 苏先生好 比人无方正 天为东区参谋不参谋 你这个可以现场演示一下吗 他看了眼剧 六零外骨骼 有些不知道咋形容 毕竟部队研究所里的外骨骼 就是几根铁棍子组成的骨架 这玩意儿全身披甲的 怎么也不太像外骨骼的样子 反而像电影里的动力装甲 周伯威通知他过来的时候 只说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展品 并没有具体说 这玩意儿好赞啊 此时他人都来了 自然还是眼见为师来得好 也用不着周伯威解释 当然没问题 苏语伸手与他握了一下 随后便当着会议室里一群人的面 静止走到了重型外骨骼前 故技重施的伸手 敲了敲厚重的胸甲 严严实实的外骨骼 顿时从中间列出一条 足以容纳一个人进入的口子 苏语也没有换衣服的意思 穿着宽松的运动服 便略有些声色地 钻进了装甲里面 看到这一幕 无方震道还不觉得有什么 可跟他一起来的那些科研人员 却分 分呼吸粗重了几分 这些都是专业人士 自然是一眼便能看出来了 外骨骼里面的 装了传动的电机 难怪周伯威 这么急着喊他们过来 光是这一条 价值就比外面那些无聊的展品 加起来还强了 伴随着一阵机械摩擦的声音 钻进外骨骼里的苏语 整个人都被装甲包裹了起来 双手放到面前 活动了几下手指之后 便在一群人见了鬼般的目光中 迈步走下了那辆小推车 闲听信步般 在会议室里走了一圈 这这真能动 周伯威最为震撼 忍不住惊呼道 其他科研人员也露出骇然之色 皆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无方震眉头皱了皱 他也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 可毕竟不是专业人员 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出问题来 这玩意儿 三百多公斤 周伯威看了眼苏语 吞了口唾沫 无方震 短暂的猛逼之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双眼放光 他不是科研人员 不太懂科研 可他是军方参谋 最知道武器该怎么用 用在哪 这样一套披着厚重装甲 还能行动自如的宝贝 如果能给他手下的那些战士们配一套 那战斗力得提升多少 心里这么想着 他眼睛越来越炙热 而另一边 苏语的表演也还在继续 他先是微微屈膝 轻轻一跃 便飞越七八米距离 从会议室角落 跳到了窗口 伸手随意一捏 会议室窗户上 那不锈刚打造的防盗网 便如同纸壶的一般 全被捏成了柄 随后又夺不来到会议室中间 那巨大的会议桌前 双手张开 抓住桌炎 微微一发力 伴随着电机低沉的呜呜声 伴随着一群人见了鬼一样的眼神 那张重量超过一吨的石木会议桌 居然就这么被苏语给举了起来 即60重型外骨骼 可以在负重一吨的情况下 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前进 这个一吨 自然不可能是它的最大载荷 只是节能方案下的最佳载荷 实际上 这玩意玛丽全开的话 两三吨的重物都能举着跑 只是能耗会大大增加 移动速度会大幅降低而已 这桌子 苏语掂量着 也就一吨出头 可以说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哄 此际的会议室 被重物落地的声音惊醒 一群军方人员 皆是不由自主地倒吸了口凉气 而苏语也在这时打开了面部装甲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道 这套G60重型外骨骼 各位长官 觉得如何 吴将军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帮科研人员便纷纷围了过来 一个个两眼放光的 仿佛看到了爵士美女一般 围着苏语一边问东问西 一边伸手在外骨骼上摸来摸去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大的负荷能力 得要什么样的电机和传动系统 才能带得动 这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吗 能源啊 什么能源能这么晚 也没看见外接电源 或者自带的电池啊 小伙子 如果马力全开的话 你这套外骨骼 能工作多久 强大的负重能力 灵活自如的行动能力 强大的跳跃能力 这玩意儿到底怎么造的 咦 等等 这外挂的装甲是什么材料 我摸着杂 感觉这么奇怪呢 苏语一时间盖在了原地 也不知道该说啥好 虽然有被冒犯到 不过他也能理解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激动 想了想便连忙高声道 各位 各位别急 我这里有具体参数 你们自己拿去研究吧 说着 便将打印好的宣传单发了出去 这上面便有G60Y骨骼的大致参数 谁知道不看还好 一看参数 这些研究员们更激动了 甚至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研究员 差点没捂着心口避过气去 就连外行人吴方正吴将军 看了几眼之后 拿着那张宣传单的手 都忍不住抖了抖 这他妈是什么天顶星科技 在负载方面 负重一吨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 这还是最节能的方案 在遇到极端情况时 不考虑能源的消耗 与传动系统的损耗 甚至能够在负重两三吨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每小时60公里以上的速度 这是什么概念 大部分紧凑型的家用车 也就1.5吨左右 这玩意儿马力全开 能扛着两辆车跑 在能源方面 如果按照节能方案来算 充满一次电 这套外骨骼 能在背着一吨重物的情况下 连续不断奔跑3000公里 当然 这个只存在于理论中 这种情况 装备扛得住 人也扛不住了 在防护方面 这套外骨骼的装甲 能够正面抗住20毫米高射机枪正面传射 能无死角防护20毫米以下的反气材武器射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大概就是 穿上这东西 敌人不拿重型武器 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关键拿重型武器也没啥用 如果抛弃负重的话 战士甚至能把速度提升到 时速百公里以上 在地面上的单兵 如果能拥有这种速度 那几乎就是无敌的 根本没有任何武器 能锁定这么灵活 这么小 这么快的地面目标 敌人只能用火力覆盖这种笨办法 才能勉强压住 穿着这些外骨骼的战士 可一个两个 你有人数优势的话 还能火力压制 可十个百个呢 上千个呢 如果能建立一支 以这种外骨骼为基础的特殊部队 什么几把的海空优势 在这东西面前 根本一点卵用没有 目标小 速度快 装甲后 还是在地面活动的 即便在完全丧失 制空权的情况下 被敌方轰炸机覆盖轰炸 能不能炸到 也完全看脸 只要不是离得太近 被冲击波震伤 以这东西的装甲防护力度 还真就不怕天上的飞机炸 这不是天顶星科技是什么 无方正在看到数据之后 几乎在一瞬间 连这套外骨骼 批量装备之后该怎么用 如何在战场上发挥优势 都全脑补了出来 但他很快便回过神来 连忙挤开苏语身边 围着的一帮科研人员 一脸热切地拿着那张宣传单 对苏语问道 这上 面地参数 属实吗 苏语文言坦然道 当然是属实的 你们可以随意测试 这种事情上 我作假也没意义不是 无方正文言又急忙道 那生产呢 这种外骨骼的成本如何 售价又是几何 是否考虑过转让技术 如果愿意转让技术的话 军方保证 给一个让你满意的技术 转让费用 当然 不打算转让技术 我们也不强求 你们自己生产的话 保质保量的前提下 产量如何 不管多少 只要质量和参数达标 能经过我们的质检 我们军方全都能吃下 他这一连串的问题 给苏语都直接干蒙了 正准备一个个解答的时候 却看见无方正身旁的周伯威 神情微妙地戳了戳他道 吴将军 这个 我们恐怕买不起啊 买不起 无方正眼睛一瞪 每年那么多军费 全让海空那边吃了 他们天天不是新飞机 就是新航母 就咱陆军只能发霜新鞋 这一下 总算是遇到了个 适合咱们用的好东西 哪有买不起的 大不了就打报告申请 我就不信 上面还能布批 不是上面批布批的问题 周伯威尴尬地指了 只宣传单上 能源内一栏的金属氢电池 你看这个电池 能量密度是汽油的900倍 呃 虽然我搞不懂 这电池是根据什么原理造的 可这要是真的 将军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无方正嘴角抽了抽 大约明白了什么 这东西的存在 甚至能拉动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 让新能源汽车 彻底将燃油车 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如果以市场价值来算的话 光是这块电池 价值只怕 就得有三五万亿 咱们去年总军费加起来 连一万五千亿都没有 买不起啊 而且除了电池之外 里面的电机这家伙 比拇指大不了多少 居然有近200匹马力 比现在很多车载的 大电机功率还大 还有这个装甲的材料 非常特殊 比碳纤维还硬 如果能量产的话 那价值也不可估量 别说了别说了 无方正苦笑 我一声 看向苏宇道 看来是我唐突了 这些东西 就算真要直接买技术 那也得是由国家出面买 根本不是军方能买得起的 没事没事 我今天既然来参展 当然是来做生意的 技术转让的话 我短时间内 也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生产速度这方面 我这边可以保证 一旦开启生产 日产量在100套以上 虽然黑箱功率 拉满的产能 是一天500套 但是谈生意吗 总归要给自己留点余地的 那价格呢 苏先生打算定价几何 无方正在经过 短暂的震惊之后 这会儿已经回过了神来 恢复了之前精干的模样 东西虽好 可如果价格太贵的话 那也只能忍痛放弃了 毕竟是单兵装备 要是苏宇张口 就报个比战斗机还贵的价格 那就完全没得谈了 就目前来说 如果后续测试里 这套外骨格的参数 与苏宇说的一致 那么价格 只要不超过一辆步兵战车 在他看来 都是能够接受的 而现在军方用的 最先进的步兵战车 价格大概在500万上下 价格方面先不着急谈 我可以先给你们两套 拿回去测试一下性能 测试完毕之后 咱们再来谈价格 说着 苏宇笑道 将军放心 价格方面我可以保证 绝对会给出一个 你们能够接受的价格 开玩笑 只要能以正常市场价 批量采购原材料 用黑箱打造一套 外骨格的成本价 都不超过3000块 对了 苏宇说着 还不忘补充道 其实在我看来 这套外骨格最强的地方 并不仅仅是这些参数 它本身并没有搭载任何武器 但其设计时 上面留有大量冗余 有许多武器设备接口 且这套外骨格的操作系统 相当先进 兼容性极强 总之可以让你们这方面的专家 研究一下专门配套的模块 G60重型外骨格 与其说是外骨格 我反而更愿意称它为 次世代单兵作战平台 你们的脑洞有多大 它的功能就有多丰富 毕竟节能模式负重都有一吨呢 不挂点什么浪费了 苏先生 那么咱们就此先说好了 三天之后 咱们再联系 场馆外 跟无方镇等人 一起吃了个午饭的俗语 告辞离去 该说的也说了 东西也入了军方的眼 接下来让军方测试一下 G60重型外骨格的各项数据就行 毕竟东西到底如何 自然不能仅凭它一张嘴说说 穿上掩饰两下就算数的 得是军方试过才可以 为了让他们放心 苏宇专门给他们留了两套 一套用来用来实战测试 一套专门给他们拆解研究 毕竟军方要采购的话 必须要保证 里面没有间谍设备之类的东西才可以 拆开看看 肯定是有必要的 至于拆开之后 他们会不会尝试逆向技术 那就不是苏宇所关心的了 还是那句话 当科技足够领先的时候 那就与魔法没什么区别 他们大概率连里面那些黑科技的原理 都看不懂 更别说逆向还原技术复刻了 当然 除了留下两台外骨格 给军方测试研究之外 苏宇也和吴将军 谈了下自己的大致条件 大概就是成立几个公司 建几个食品加工厂啥的 吴方正连他想开什么公司 办什么工厂都没问 就口头同意了下来 只要外骨格测试没有问题 三天之后 这是大概率就能定下来 不过具体细节 到时候肯定还要谈就是了 房屋展持续三天 于小宇下午还得上班 苏宇便一个人开车走了 左右无视 他便干脆在附近找了个比较大的书店 把汉书 实际 资质通鉴等跟秦汉时期 稍微有点关系的书 全都打包一样买了一本 随后便回家 直接进入了交易空间 给嬴政发了条消息之后 便进入了那个凉亭之中 几乎不到五分钟时间 穿着潮服 头戴平天官的银政 便出现在了凉亭里 看样子 似乎是刚才在上朝 见过苏先生 银政倒是很客气地打了个 招呼 倒也看不出什么 封建王朝天子 唯我独尊的架子 当然 也有可能 是他比较擅长判断形式 从而将交易空间里的交易对象 当成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看待 如此才表现得这么谦和 不过不管咋样 至少在态度上 苏宇 是挑不出啥毛病来的 贸易伙伴嘛 和其生财就好了 见过秦皇 寒暄了两句 两人便直接落座 苏宇直接将搜罗来的史书 全都通过交易平台传给了他 同时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他想要了解 汉朝怎么处理秦朝遗留问题 需要看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又不需要看 毕竟史记有五十多万字 汉书有八十多万字 资质通鉴更是有三百多万字 真要让他逐字逐句地看完 是没有十天半个月都不行 汉朝在解决了你担忧的那些问题之后 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我们这边一直有个说法是 汉书可以佐久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你要有兴趣的话 倒是可以在看完你想看的之后 继续往后看看 肯定是有用的 苏宇简单说了两句 末了又开了个玩笑道 毕竟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嘛 虽然不是你们那个世界的历史 可很多事情还是相通的 嬴政文言点了点头 手指一动便从中取出了一本 史记 看着自己手上不算后的书 嬴政不由的皱眉道 就这点有五十多万言 哦 差点忘了 苏宇连忙解释道 纸张是汉朝发明的 你们还处于竹简记事时代 总之你翻开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跟博书差不多 不过比博要耿博一些 也更加的便宜 可以大量用来记载文字 嬴政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手头的书 略一摸索 便大概知道要怎么用了 可打开书之后 看着里面的内容却是傻了眼 苏宇见状便猜到 他估计是不认识简体字 毕竟秦朝还在用小传 虽说跟他所在时代使用的文字 是一脉相承 可传了两千年 这文字不说是一模一样吧 看起来只能说是毫不相干 好在他对此也早有准备 指着那堆书下面的一本道 下面那本是小传字典 你可以对照着来看 虽然你们使用更多文字 和我所处的时代差得有些远 不过 我所处时代的文字 本来也是由小传一步步演化来的 你仔细学两天 基本的阅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苏宇之道下 嬴政对照这小传字典 一步步地学习简体字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跟苏宇说的那样 学习两天 不知道是嬴政本身 就是天才的缘故 还是因为 他所在的世界 真有超自然力量存在的缘故 他学习速度快到 令苏宇扎舌 几乎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勉强在不靠小传字典的情况下 逐字逐句看实际了 不过在掌握了阅读能力之后 他却也没有细看 而是翻起一张书页 好奇地对苏宇道 先前听你说 这纸张可以大量用来记录文字 且造价不高 苏宇文言 立马就知道 他估计是对之感兴趣了 顿时回道 是的 在我们的历史上 纸张出现之前 书籍以竹简薄书的形式存在 这便导致了知识传播极为困难 掌握知识的 永远只有少数贵族与世家 而纸张出现之后 知识便逐渐开始扩散 极致与之搭配的印刷术问世 知识便再也不是世家门阀 和贵族垄断的稀有资源了 印刷术 银正眉头一皱 你看看书上的那些字 其实这些字并不是手写上去的 而是用机器刊印的 类似的书 印刷厂一天印几千本都没问题 苏宇解释道 当然 早期的印刷术效率 肯定没这么快就是了 银正听完合上了手上的书 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突然探到 此某国之术也 作为一个皇帝 没人比银正更清楚 知识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怕 如果大秦人人 十分之一的人能读书识字 那么 对现有的管理体系 便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一想到天下万民 都变成朝堂上那些 侃侃而谈的宫卿大臣的模样 他就感觉一阵头大 M.I.O.T.A. 不过转念一想 这似乎也未必就是坏事 如果天下万民既能读书识字 那么大秦便再也不会缺人才 各行各业 都会迎来井喷般的发展 知识就是力量 虽然没人跟银正说过这句话 可他作为与底层有过接触的贵族出生 自然是懂这个道理的 如果他真能在大秦 把纸张和印刷术搞出来 让大秦子民都有书读的话 届时 大秦仁仁如龙 他这位始皇帝 岂能不万古流芳 想到这里 银正忍不住眼睛一亮 毕竟有苏语所在世界的汉朝历史参照 在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 他有信心解决眼前的这些问题 至于苏语所在世界的历史上 他剩下的寿命不多 他所在的世界 有严寿金丹这种东西 这还真算不上什么问题 就算是天命如此 可有超时空交易平台存在 他并不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延长寿命的方法 只要再给他百年 他就有信心带大秦走上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 到那时 绵延万事未必就是一句空话 想到这里 银正尝出了口气 郑重地对苏语道 还请苏先生传我造纸术与印刷术 条件苏先生可以随便提 苏语沉吟了片刻 试探道 十颗延寿金丹 可 银正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但想了想还是补充道 其实延寿金丹也并非没有限制 一个人最多只能吃一颗而已 且此物虽能延长二十年寿命 可却并非一定能让人多活二十年 吃下金丹之后 被杀 中毒 亦或是在外力干涉下 出了什么意外 该死还是会死的 如此 苏先生还是只要十颗延寿金丹吗 那就三十颗吧 苏语果断道 人家这都明摆着 让他狮子大开口了 他不多药 点起不是傻 而且 看他轻松答应下来的样子 苏语估计 这玩意儿 在他所在的世界 估计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不过说完之后 他又补充道 其实我这里还有很多好东西 嗯 一时间很难与你说清楚 这样 明日 我们再交易一次 除了造纸书之外 我再给你带本 我们世界的华夏通史 和世界通史吧 再送你几样小玩意儿 看完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我这里有什么 你那边需要什么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能与银正交易的东西太多了 即便是对方所在的世界能修先 苏语能给的也不少 不过 一是他不了解 银正具体有什么需求 二是 人家也不知道 他有什么东西 与其每次等他把好东西拿出来 银正发现不俗之后 再主动要求交易 那倒不如干脆把东西拿出来 让银正自己选 这和他与双星交易时 相对保守的策略又有些不同 毕竟对他来说 双星所在的世界 是相对更先进的文明 双星那边有太多 他所需要的东西了 因此 他才不能让双星 看穿自己的深浅 以免被人拿捏 亦可银正不一样 他与银正的交易模式 恰好是与双星反过来的 他所在的世界 才更先进 是银正对他所求更大 银正所能提供的那些东西 例如严寿金丹 苏宇确实也很需要 可却也并不是刚需 有最好 暂时没有也没关系 所以他压根不怕被银正反向拿捏 如此甚好 银正文言汉首 正观你对严寿金丹 与炼器法门这等修炼之物感兴趣 明日朕也让人整理一份清单出来吧 所需何物 尽管开口便是 那就多谢秦皇了 苏宇笑着拱了拱手 跟聪明人做生意 就是简单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之后 便各自离去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蓝星区代理人 等级 初级代理 十分之五 交易点 350可用匹配次数 0个人空间里 苏宇看着自己的面板 若有所思 目前做交易 每次交易的奖励的交易点 都是50 从获得交易平台至今 他一共已经完成了7笔交易 5笔是与双星做的 2笔是和银正做的 而与他之前的猜测一样 同一个交易对象 最多只能让代理升级的进度加三 不过交易点倒是不受限制 不管是不是同一个人 只要完成一次交易 就奖励50点 但要说获取交易点 完全没限制 那倒也不至于 至少在同一天之内 同一个交易对象 应该是不管做多少次交易 也只能获得一次交易点的 这也是交易平台 防止有人卡爆 无限刷交易点的措施 毕竟要是没有这个措施 遇到喜欢钻控子的用户碰到一起 一厘米就算一次交易 那不得 把交易点都刷爆了 350交易点 苏宇看着面板 沉阴片刻 最后还是没忍住 花了200交易点 在交易平台的商城中 买了一支初级基因药剂 基因药剂这个东西 苏宇也曾经问过双星 双星给的回答是 他所在的世界 虽然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可却并没有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相比于从基因层面 提升自己的个体强度 他那里的人 更喜欢一体改造 什么机械手 机械腿 机械内脏之类的 甚至有人 把自己完全机械化 思维都给上传到电路板里的 总之就是 废土世界的人 在进化的路上 没有选择基因进化 而是觉得血肉苦弱 选择了机械飞升的路子 虽然双星 在听到苏宇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极力向他推荐 他们未来城生产的机械一体 吹得天花乱坠 不过苏宇 还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开玩笑 真正要牛逼 他双星这么个出生不凡的 世家大小间 还能是个原装货 他自己都没有给自己 来个机械改造 当然 废土生产的机械一体以后 肯定也是要引进的 苏宇自己虽然用不上 但蓝星可不缺 急需这些东西的残疾人 至于现在吗 还是交易平台的商城中 出产的基因药剂 比较靠谱一些 出租屋内 苏宇拿着交易点 买来的初级基因药剂 深吸了口气 直接扎到了胳膊上 他已经反反复复 像在交易平台确认过了 这种初级基因药剂 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且完全能适配当前蓝星人的基因 当前蓝星上的所有疾病 在他的免疫系统面前 都不堪一击 同时 还会极大增强 他的骨骼密度 和肌肉纤维强度 用比较直观的说法就是 之前他使出吃奶的劲 都只能拎起来 走十来米的一百公斤黄金 这一针下去 他能提着那玩意儿 跑个马拉松都不带喘的 初级基因药剂 能够帮他突破 人类身体的极限水平 打完原地 化身小超人 清凉的感觉在胳膊上传开 同时可能是注入的药量太多 让苏宇感觉肩膀上有些股胀 好在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便感觉到 一阵困意袭来 一头倒在了床上 睡梦之中 苏宇梦到自己来到小日子旅游 居然跑到了个火山上去看风景 看着看着 火山莫名其妙地喷发了 热 他脑海里 只剩下这一个字 然后悚然惊醒 抬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是做了个噩梦 算 也不对 小日子火山爆发 好像也算不上什么噩梦 心里调侃了一句 他正准备找手机看看 这会儿几点了 却陡然发现 床上已经湿了一片 全是他流的汗 看来刚才的梦 倒也不是无厘头 而是真的热 对了 基因药剑 这时 他才想起来 自己睡前用了基因药剑 可略微活动了一下身子 他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说好的 化身小超人呢 苏宇疑惑地准备下床 去卫生间照照镜子 可一扇被子 那令人牙酸的不薄撕裂声 便传来 赫然是身上厚重的棉被 都被他这轻轻一掀 给撕开了的大口子 啊这 看了看被子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苏宇猛了好一会儿 从床头拿起了一 个玻璃杯 略移用力 咔嚓 玻璃杯硬生而碎 锋利的玻璃茶子 扎在苏宇手心 让他感觉有些刺痛 不过张开手一看 却发现 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手上境界 是被玻璃茶子 扎出来了点点白痕而已 我操 真诚小超人了 苏宇起身握了握拳头 走了几步 感觉到体内 那仿佛无穷无尽的 澎湃力量后 不由的双眼放光 果然不愧是 交易平台出品的 基因药剂 牛逼啊 而且 牛逼之处 还不止是让他整个人 变得异常健康强壮 就连他的皮肤 此时看起来都白皙细嫩 不见丝毫粗糙的痕迹 俗话说 一白遮白丑 更别说苏宇原本就不丑 甚至有点小帅 而在这一针下去之后 他原本就不错的底子 在基因进化的加持下 更是帅出天际 并且还不是那种 小鲜肉般的娘帅 而是在白的同时 脸上原本的一些痘痘瑕疵 些许坠肉 全都消失不见 一张脸五官深邃 棱角分明 不仅丝毫不娘 反而一眼看过去 给人一种不染尘埃的 出尘气质 这不比美容真牛逼一万倍 苏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倒吸了口凉气 更难得的是 在便帅了无数倍的前提下 熟人突然不认识自己的问题了 兴奋地在房间里活动了半天 大致熟悉了 自己现在恐怖的力量 苏宇这才缓缓收敛起激动的心情 看了眼时间 这会儿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 他便洗漱了一番准备出门 不过在出门的时候 看了眼乱糟糟的出租屋 和汗水浸透的床铺 他却是正了正 也是该换个地方住了 等会儿办完事 正好去看看房子 他对住其实不咋挑 不过现在的他 毕竟从各个方面来看 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这么小的屋子 住着不够舒适 还在其次 主要是隐蔽性也不行 他在这边摔个杯子 隔壁估计就能听见 随便在房间里运动一下 楼下怕是都得投诉 他身上秘密太多 为了避免麻烦 还是换个比较独立的 居所比较好 啪 打定主意 他便关门离去 早上人少 电梯倒是很快便从楼上下来了 只不过电梯门一打开 看着里面的李元熙 苏宇便是一愣 随即有些意外地笑道 早啊 说起来 他跟李元熙 还真挺有缘分的 迄今为止 每次见面都是偶遇 虽然同住在一栋楼里 可最近偶遇的频率 也太高了一些 看到苏宇 李元熙眼里 明显闪过一丝异色 这个人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看了 不过似乎是觉得 这样盯着人看不礼貌 他连忙低下头去 懦懦道 早 你这是去上学 关上的电梯门 苏宇随口问道 不是 我今天没课 去兼职的店里上班 李元熙小声解释 没课 苏宇瞥了他一眼 今天周三 哪有工作日一整天没课的 估计是什么不重要的课 直接给撬了 不过大学嘛 不撬课那 还叫大学生活吗 他也不拆穿 转而又道 那个黄毛 这几天来找过你没有 没有 李元熙摇了摇头 想了想又补充道 多亏了你 举手之劳而已 苏宇不在意地笑了笑 恰好这时 电梯到一楼 两人正准备出去 可电梯门刚打开 一个满头黄毛 瘦得跟竹竿似的的身影 却出现在了电梯外面 气氛一时间尬在了原地 看着眼前这个盯着 大大的黑眼圈 一看就知道 是刚熬完夜的黄毛 苏宇嘴角抽了抽 真就是说 曹操曹操就到呗 不过他倒也没有太在意 之前都不虚这货 更别说现在注册了基因药剂 身体素质堪比小超人了 看了眼同样猛逼的黄毛 苏宇直接挽住李元熙的肩膀 将他揽到了自己怀里 随后伸手拨开 拦在电梯口的黄毛 看都不看他一眼 静止往外走去 黄毛被推了的亮枪 顿时回过神来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喜色 追上去道 兄弟兄弟 之前都是误会 我真是元熙大哥 说起来 你还是我妹夫呢 听到这货口口声声称自己 是他妹夫 苏宇差点都没绷住 怀里的李元熙 更是整个人都僵了一下 不信你问元熙 我真是他哥 我叫李彪 黄毛追上两人 嬉皮笑脸的自我介绍道 苏宇看了眼黄毛 周梅道 我懒得了解 你跟他什么关系 直说吧 来找他什么事 没事没事 黄毛连忙谈笑道 我最近刚好来魔度工作 就顺带着来看看他吗 哦 那现在看完了 他挺好的 苏宇翻了个白眼 挽着李元熙便往外走 哎 妹 不是 兄弟 等一下等一下 黄毛见状连忙道 不过话说到一半 看见苏宇不善的眼神 连忙把到了嘴边的妹夫 给咽了下去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苏宇不耐烦道 别说这李元熙 他还没吃到嘴里呢 就算拿下了 这黄毛是什么玩意儿 也想占他便宜 听到苏宇这毫不客气的话 黄毛竟也丝毫不怒 反而没脸没皮地产笑道 就是那个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嘛 刚来魔度又人生地不熟的 就想着滚 苏宇不等他说完 便毫不留情地吐出了一个字 黄毛表情顿时一僵 难看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李元熙压抑地看了眼 在苏宇面前 跟安纯似的黄毛 在他印象里 这位亿父亿母的便宜哥哥李彪 可不是什么好人 从小到大 到处打架斗殴 好勇斗狠 别说是被人这样 毫不留情地呵斥了 他以前还见过这家伙 因为几具口角 就抄起桌椅板凳 跟人开干的 果然是恶人 还需恶人魔吗 悄悄看了眼 似乎突然就变得特别帅的苏宇 李元熙脸颊略有些泛红地 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这么帅 还这么温柔 肯定不是坏人吧 苏宇并不清楚 李元熙的心理活动 见 黄毛带在原地 嫩嫩不语后 便揽着李元熙 大步走了出去 李彪见他俩要走 连忙鼓起勇气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话还没说出口 却看见苏宇 仿佛预盼般 回头瞪了他眼 顿时眼气息鼓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那日在餐厅里 他都不敢跟苏宇眨毛 后来在看见苏宇 开的大剧之后 他更是把苏宇 放在的更高的位置 定位成了 自己惹不起的人 此时自然是不敢呲哑 若是换成个 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就算比他有能力 比他有钱 以他混社会的阅历 也根本不带怕的 直接耍横耍无赖 就完事了 比他多几个臭钱 又怎么样 他只要不动手 人家报警 也拿他没办法 似他这种无赖 有的是办法恶心普通人 可遇到苏宇这种 比他横 还比他有钱有实力的 他是打心底里害怕 因为他能感觉到 如果敢跟苏宇 来耍无赖那一套 真的会挨打 而且大概率挨完 打连个赔偿都要不到 毕竟是他寻衅姿势在先 真要有闲工夫 跟他掰扯个明明白白的话 闹上法院 他还真讨不了好 普通人需要工作 有太多牵绊 自然不想吃官司 毕竟 就算最后打官司打赢了 对于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普通人而言 也会对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可在黄毛印象里 四苏宇这样的有钱人 可是从来都不怕打官司的 又挨打 又讹不到钱 这种傻事 他可不干 摆脱了苍蝇一样 烦人的黄毛 苏宇也没有松开 李元熙的意思 就这么揽着他 一路走到了车库 叶尔李元熙 则是一路低着头 也没有挣扎 任由苏宇就这么亲密地 把他揽在怀里 小脸通红 你上班的宠物店在哪里 我直接送你过去 上车之后 苏宇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正在神游天外的李元熙 出声问道 啊 李元熙陡然回过神来 连忙道 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 说着 便一脸不好意思的 要开门下去 你就不怕一个人出去 又遇到那个黄毛 苏宇淡淡道 李元熙顿时娇躯一僵 看得出来 他确实对那黄毛 有比较大的心理阴影 苏宇这么一说 顿时便老老实实地 不敢乱动了 然后小声报了个地址 末了又有些沮丧道 真是太麻烦你了 是吗 那不得好好谢谢我 苏宇一边设置导航 一边调侃道 我 李元熙神情纠结 又想起前些天 在学校门口 和苏宇说的那些话 脸红得都快低出血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 就在苏宇终于设置好了导航 准备出发的时候 李元熙突然凑上来 在他脸上 蜻蜓点水般啄了一下 然后如受精的小鹿一样 飞速缩回去 故作镇定地看着窗外 这一下倒是给苏宇 别整不会了 天地良心 他刚才真没这意思 就是想找个由头 让李元熙请他吃个饭啥的 增进一下感情 加快一下攻略速度而已 是真没想到 他居然理解错了意思 来了这么一手 看着耳朵都红了的李元熙 苏宇摸了摸脸上 刚才被袭击的地方 忽然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手肘撑在扶手箱上 上半身直接靠了过去 感觉到他靠近 李元熙呼吸都为之一致 转过头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苏宇 颤声道 做什么 苏宇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就在他都要认命 闭上眼睛的时候 却听见苏宇轻笑道 系好安全带 说着 他便伸手拉过安全带 给他系好 随后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熟人的换挡 出发 只留下呼吸 都有些急促的李元熙 愣愣在看着他 这个人 好坏 送李元熙去了 他兼职打工的宠物店 苏宇便转去了 附近的书店逛了逛 将答应嬴政的 世界通史 和华夏通史 各自买了一套 不过单独记载造纸书 和印刷术 具体怎么操作的书 他却是没在书店找到 这玩意儿 毕竟冷门 就算是有这方面的书籍 估计也不好找 M.I.O.T.A. 而且 还得是古法造纸书 否则搞个 现代的造纸书给嬴政 人家也用不了 苏宇唯一有印象 记载了这些东西的 就是天公开悟 不过这里面 可不仅仅是记载了 造纸书和印刷术 还有一大堆 古代黑科技呢 他自然不可能 把这书拿去给嬴政 否则不是亏大了 所幸像造纸书和印刷术 在网络上都有流传 苏宇便也没打算 在书店里买书了 回去在网上搜几个 下载了就行 甚至都不需要打印出来 反正他也打算 买个平板或者手机 送给嬴政 毕竟他和嬴政的交易里 知识的占比比较大 书籍只能承载文字 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 还不够直观 直接送他个手机 给他放点现代社会的视频 还怕嬴政不找他买买买 至于嬴政那边没电没网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给他来个内存大点的手机 多下载些东西 一次就足够他看很久了 至于电 那就更好解决了 弄个太阳能充电板就行 哪里还没有太阳呢 经过这几次交易 苏宇也大致明白了 交易平台里那个嬴政所处的世界 大致是什么样的了 总的来说 生产力相当低下 跟蓝星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并没有太大不同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个嬴政所在的世界 是真的有炼气势的 只不过这个炼气势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牛逼 他送给苏宇的那套 太一炼气精 苏宇其实也尝试着炼了一下 效果确实有 但不太明显 炼了之后 想要飞天遁地 基本不可能 但强身健体 延年一寿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苏宇估计 如果把这玩意儿普及开来 全民学习的话 怕是能让人均寿命 直奔百岁 除此之外 嬴政用来与他交易的延寿金丹 确实很神奇 而且产量据说也不小 大秦炼气是全力炼制的话 一年估计能炼出上千枚 当前嬴政与他 只不过是小笔交易 用延寿金丹付款 当然没问题 可如果日后生意越做越大的话 那这点金丹 肯定是不够用来支付了 但别忘了 那毕竟是一整个世界 人家是有资源的 这也是苏宇对平行时空的大秦 这么上心 又是送书 又是送手机的原因 让嬴政明白 现代的种种牛逼之处 然后苏宇援助大秦 进行基础工业建设 到时候 咎咎老秦的钢铁洪流 扫平他们那个世界 苏宇想要什么资源没有 毕竟有超时空交易平台做保 他也完全不用怕人家会赖账 这种先期投资进去 后期稳赚不赔的买卖 傻子才不干 而除了这种长远规划之外 短期内 大秦也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 别的不说 如果在蓝星短时间里 没法解决大宗粮食买卖的渠道问题 他完全可以给银政 提供优质的种子 农具 化肥等等物品 直接在平行世界的大秦重地 收获之后 与银政一分 又把自己那份 卖给隔壁的双星 如此一来 两全其美 岂不妙哉 嗨嗨 扯远了 总之 大秦还是很值得他伤心的 苏宇买完书之后 便又在路边找了手机店 买了几台手机 他对手机的品牌 倒是无所谓 买手机的标准就两个 内存大 稳定性高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要求了 反正是给银政用的 又不是他自己用 别那么容易坏就行 至于太阳能充电板之类的 苏宇对这方面不了解 倒是不知道选什么牌子 好在他现在最大的优点 就是够闲 一番辗转之后 找了家据说是 魔都最大的户外用品专营店 在美女电源的推荐下 最终选择了一台 自带太阳能电池板的户外电源 容量600W的户外电源 满电的情况下 大概能给手机充电二三十次 户外电源的电量耗尽之后 可以使用自带的 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阳光好的时候 大概一天时间就能充满 重量大概 对于户外自驾游的人来说 是个很不错的玩意儿 给嬴政拿到秦朝 去解决手机这种 小功率电器的用电 是没问题的 除了有点贵之外 基本没什么缺点 虽然苏宇现在不差钱 但听到这么个玩意儿 就给4000多之后 也是着实吃了一惊 不过再听说 加他们店里的户外裙 能优惠200 苏宇最终还是 只花3999拿下了这东西 骑自行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嘛 该采买的东西买完 时间便已经来到了中午 找了个餐厅吃完午饭 顺带蹭餐厅的WiFi 下载了一大堆科普视频之后 苏宇本来想去看看房的 但是一想到自己兜里 剩下的1000多万 再想想魔都的房价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点钱在差点的路段 买个三居室是够用了 想在魔都买个保密性较强 相对独立的别墅 肯定是不够的 想了想自己剩下的 300多公斤黄金 他便拨通了 万福集团大小节楚悦的电话 以万福集团的财力 把这300多公斤黄金 全都赤下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再加之 之前有合作基础 他现在急需用钱 自然是先找楚悦 果不其然 在知道苏宇的目的之后 楚悦那边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便答应了下来 双方约好今晚 依旧在废弃工业元件 便挂了电话 现实毕竟不是小说电影 办事不可能那么快的 像小说里那种 你拿出个 什么好东西出来 遇到个某某有钱人 人家当场砸几十亿几百亿 给你的东西买下来 然后几百亿巨款一秒到账 这种事情 是不可能存在的 现实里那些有钱人 手头的资产构成 基本都是股票证券 外加不动产 毕竟这个世界 是有通货膨胀的 现金攥在手里 不能增值创造更多财富 那么在手里多攥一天 就是多亏一天 企业也是同理 账户上一般都只会 预留计划之内的流动资金 遇到了什么计划之外的事情 肯定需要一定时间 筹集资金的 不可能苏宇现在打电话 楚岳那边就让他带着黄金 过去交货打钱 联系完楚岳晚上见面 苏宇仔细想了想 发现应该没遗漏什么事情之后 正准备回家 进入交易空间 找银正完成 昨天约好的交易来着 却不料他刚刚上车 交易平台的个人面板 便在他眼前亮了起来 居然是双星在这个时候 发来了消息 有时间吗 我这边有急事 需要你帮忙 急事 苏宇正了正 随后便干脆在周边 找了个五星级酒店 开了间酒店里最贵的套房 一万多一晚 会住这种房间的 基本上都是有钱人 通常来说 保密性方面 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苏宇进去之后 搜了一圈 也确实没发现 什么监控之类的东西 于是便直接开启个人面板 进入了交易空间 熟悉的会议室中 双星已经早早坐在了 长桌那头 苏宇熟练地拉开椅子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随后看了眼 这个屋子里的装饰 突然挑了挑眉 说起来 他之前好像没注意 在和不同的人谈生意时 相处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与双星交谈的场景 是这么一间 古色古香的会议室 而与银正交谈的地点 却是一个位于湖面上的凉亭 也不知道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深意 不过没等他多想 对面的双星见他到来 便迫不及待到 你终于来了 我这里有件事得找你帮忙 有点急 不过如果你那边 可以做到的话 我这次能给的报酬 也绝对比之前 所有加起来还丰厚 说说看 苏宇饶有兴趣道 我们未来城的城主要死了 双星神情名重 城主要死了 苏宇一正 疑惑道 所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 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难不成是你们城主快死了 想吃点什么山珍海味 这个 我倒是可以帮得上忙 那倒不是 城主活了两百多年 全身上下出了大脑 早就已经全都是机械机构了 对食物并没有什么追求 双星摇了摇头 陈寅许久 似乎在组织语言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到 这个是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吧 你知道未来城是怎么建成的吗 不等苏宇回答 他便接着道 未来城其实是繁荣纪元的逃亡派 在末世之战前夕打造的太空城 因为种种原因 本该在太空中建造的太空城 最后被迫 只能在地面建造 原计划是建造完毕之后 使用一台超大功率的反 重力引擎 将之送上太空 脱离复杂的地面环境 上了太空 他便能用曲率引擎 以超光速逃出升天 可最后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末日之战 比所有人预料的来得还要早 这座使用面积高达1600平方公里 能够容纳300万人 在断绝外部补给的情况下 生活500年 且基本已经完工了的庞然大物 也因为没能及时安装反重力引擎 无法逃出母星隐蔽的束缚 搁浅在了废土上 成为了现在的未来城 你可以将未来城理解为 一艘飞不起来的星剑 当然 从各个方面来说 它都比星剑要强的多就是了 双星耸了耸肩 而城主就是掌握了 这艘搁浅星剑最高权限的主宰 在未来城之内 生杀与夺都在他一念之间 他现在要死了 正在挑选继承人移交权限 双星脸色凝重 又补充了一句 他没有任何直系血脉亲属 苏语听到这里 也算是大概清楚他的目的了 这未来城的城主 掌握整座城的最高权限 全城上下 不论贫负贵 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 这玩意儿 可比在古代当皇帝还牛逼 毕竟皇帝要是闹得天怒人怨 被推翻也很正常的 可城主却不行 他甚至一个念头 能弄死所有人 现在城主要死了 准备移交权限 城中那些家族 自然不可能不争抢 毕竟像这种 没有任何约束的生杀大权 掌握在一个绝对公正的人 手里那倒还好 其他人在规则内自己玩自己 各凭本事 城主超然无外 做个不染凡尘的神仙 下面的人不触犯天条就行 听双星这么说 现在的未来城城主 大概就是这样的 可关键是 这个人现在要死了 接手这个权限的人 不管是谁 要说能保持公正 别人都不一定信啊 而怀疑一旦产生 即便是一个真正公正的人 接手了权限 最后恐怕也没法继续保持公正了 一旦有了私心的话 要点脸的 名义上还是城主 然后把权限在自己家族中 代代相 传 不要脸的 直接登机称帝 都没人能约束 不满意 人家大不了 给你全秃秃了 再从基因库里选一批 优质基因重新创造一批 对自己绝对忠诚的新居民 这乃是争城主权限 这分明是在 争当玉皇大帝啊 这么大的权限之下 不管是谁来当这个新城主 猜疑恋都是必然会产生的 谁愿意把自己所有身家性命 全都交到别人手上 不过想到这里 苏宇却又疑惑到 不对啊 你们现在这个城主 当初是怎么让所有人幸福的 毕竟以城主逆天的权限 要是不信任他 谁他妈赶进未来城啊 一进去 自己的命就掌握在别人手上了 城主大人 就是未来城的总设计师 双星神情略有些古怪 在末日之战来早期 那些投资建造未来城的逃亡派 将未来城当成了一座巨型避难所 他们在逃亡计划失败之后 便打算将这座能够容纳 300万人生活500年的堡垒 彻底封死 只要太空城主体结构 不出现巨大的损坏 他们与他们的子子孙孙 至少能在里面繁衍生息上千年 但他们却没想到 城主大人在未来城的系统中留了后门 他利用后门 直接夺取了城主权限 处死了近十万 想要自我封闭的逃亡派 然后操控未来城的武器系统 清除了未来城周围数百公里内的所有敌人 并开门接纳了一百多万难民 现在未来城的居民 几乎全都是当时被接纳的难民后代 我们的命 全都是城主大人救的 为什么不信他 苏宇文言长出了口气 这样说来 未来城城主 获取所有人信任的方式 倒是很简单 换一批对他感恩戴德的人就行了 但这样却有些太极端了 显然没有参考价值 他也总算是搞明白 为什么双心这么急了 毕竟他觉得 这样太极端 下一任城主 可不一定会这么觉得 拿不到城主权限 搞不好 还真能被新任城主秃秃了 想到这里 苏宇不由地叹了口气道 说吧 我能帮上什么忙 城主大人最心心念念的事情 就是再看一眼战前的世界 看一眼曾经母星上的蓝天白云 看看那曾经繁华的人类世界 不过我们的世界 已经满目疮痍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这个梦想 大概是致死也无法实现了 但是现在却发生了意外 双心紧紧盯着苏宇道 我成为了超时空交易平台的代理人 苏宇文言愣了好一会儿 随后才神情古怪道 你不会是想把你们城主 送到我所在的世界来看他吗 双心没有说话 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苏宇嘴角抽了抽 在交易平台的约束之下 如果你能把他送过来 我倒是不介意带他看看这个世界 不过 你确定交易平台 能让活人跨越世界吗 他其实已经试过了 别说是活人 就算是一只鸡 也没法活着 通过交易平台 交易到其他世界 以初级代理人的权限 最多也只能交易植物种子 这种植物生命 动物暂时是无法交易到其他世界的 中级代理人 或者高级代理人 可能有交易活物的权限 但无论是苏宇和双心 显然都还只是初级代理人 如果城主大人愿意将思维数据化 上传到计算机的话 其实是可以通过交易平台交易的 这点我已经咨询过交易平台了 双心立马答道 显然 他这个计划并非是头脑一热想出来的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思维上传到计算机里 苏宇差一道 数据飞升 你们有这种技术 为什么城主还会死 抛弃身体 直接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里 可以实现永生的吧 不行的 双心摇头道 人类的思维复杂程度远超你想象 我们现有的最先进计算机 也无法长时间承载人类的思维 思维数据化上传电脑之后 最多只能支撑三至五天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 记忆会留存 思维却会彻底消亡 思维消亡之后 人失去了思考能力 就不能算人了 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 城主 即便将思维上传 最多也就只剩下三五天的寿命 我的计划就是 说服城主将思维上传 在最后的几天时间中 你带他看看你们的世界 满足他最后的心愿 然后让他把城主权限移交给我 最后一个问题 苏宇略意沉引道 如果一切都按照你说的来 但最后他仍然不肯把城主权限给你们 双星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 韩生道 那也无所谓了 只要把他带进交易空间 他就无法指定 除了我之外的下一任城主 不给我的话 城主权限闲置太久 会触发另一套由系统AR 运行的城主选拔机制 到时候再个凭本室就好了 这女人好狠 苏宇再次刷新了 对双星的认知 从她的语气里不难听出 她对未来城城主 应该相当了解 且非常崇敬的 说不定与城主之间 还有些师生情义之类的关系 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却毫不犹豫地设计未来城城主 嗯 其实也不能算设计 就是一个请君入问的阳谋 未来城城主 可能对交易空间不太了解 可让他直接去 另外一个世界这种事情 不需要双星说明 他不可能猜不到 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会失去对未来城的掌控 就看这位未来城城主 是想在临死前 完成自己的夙愿 还是想任任 真真挑选下一任城主了 以刚才和双星的谈话来看 苏宇觉得双星这个计划的成功率 恐怕非常高 思索片刻之后便道 所以我能得到什么 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就该谈谈报酬的问题了 未来城的一切 双星凤母威咪 我如果能成为未来城的城主 未来城拥有的一切 都可以作为咱们交易的物品 技术 产品 甚至未来 我们成为更高级的代理人之后 克隆人这种好用又忠诚的商品 都可以用来交易 即便是我不能获取城主权限 以我所在家族实力 也能够在未来城城主空缺道 触发AI自动选择 新任城主之间的混乱期内 攫取大量资源与技术 离开未来 城 到时候能与你交易的物品 同样会比现在 丰富无数倍 未来城作为逃离母星的太空堡垒 上面几乎完整保留了繁荣纪元 所有的技术储备 其中有些东西 我们受限于废土的环境 有技术也无法制造了 但你们所在的世界 如果有这些技术储备的话 却未必不能制造出来 比如能够商用的成熟核聚变技术 又比如太空电梯 再比如星际战舰 有一说一 苏宇承认 他心动了 双星说的这些技术 几乎都是蓝星目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价值无法用货币估量 而且 他说的还真没错 如果能获得全套成熟的技术 太空电梯和星际战舰不好说 以目前蓝星的科技 商用核聚变是真能复刻出来的 不过考虑到这是在谈生意 苏宇还是摇了摇头道 技术上的东西 现在来说还太远了 拿来之后 我还需要大量时间变现 你就直说 能给我什么 拿来就能用的实物报酬吧 双星文言思索了好一会儿才到 那行 远的先不谈 如果计划顺利实行 我没有成为成主 也没有别人成为成主 那么我问你能给你的报酬是 十套风暴动力装甲 不要讨价还价 我家的风暴动力装甲虽然不少 可都是不可再生的 十套是极限了 苏宇文言瞥了眼双星身上那套 精致的银色动力装甲 如果我成为了成主的话 除了十套风暴动力装甲 再加上三艘有效载荷500吨的 有损及近地轨道飞行器 说到这里 他看了眼苏宇 我让专业团队分析过 你所处世界的大致科技水平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三艘近地轨道飞行器 完全能够让你 称霸你们那个世界的天空 届时 我掌握未来城 你掌握你所在的世界 我们之间的交易范围 也不必局限于之前的小打小闹 而是能真正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成交 这次只要配合他一波 不管能不能成 都直接给他送十套 苏宇真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且 那个什么有损及近地轨道飞行器 更是重量级 按照双星的说法 这玩意儿有效载荷500吨 自带核聚变反应堆功能 武器模块先进无比 速度更是最高能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所以说 这东西虽然叫近地轨道飞行器 可实际上它 甚至能摆脱蓝星引力 飞到火星去 一次获得三艘有损和十套风暴 苏宇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蓝星上基本已经没什么能威胁到他了 嗯 大蘑菇除外 至于这些装备交易过来给谁用 反倒不是问题 稍微有些风险的办法就是 他想办法在蓝星招募一批工具人 他们只有使用的权限 最高控制权限仍然在自己手上 稳妥的办法则是 直接花交易点 在交易平台购买克隆人使用 如果他愿意多等等的话 也可以等到什么时候 升级到中级或者高级代理人之后 从其他世界购买绝对中心的奴隶来使用 代理人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 可以交易活物 这是他与双星共同得出的结论 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总之 只要装备到手 人反而是小问题 好 那接下来的第一步 就是怎么让城主大人相信 我能将它送到你们世界的问题了 双星说着 拿出来了一个乳白色的金属圆球 这是摄影无人机 它特点是 速度很快 一个小时内能移动上千公里 我的计划 是你用它去拍摄一下你所在的世界 不需要只拍繁荣的城市和美丽的风景 好的坏的都可以拍进去 然后将视频给我 我会用视频尝试说服城主大人 苏宇接过小圆球 嘖嘖称奇 半开玩笑道 这玩意儿里面不会有什么黑科技 过去之后 直接侵入我们那里的网络 搞出个致谢危机出来吧 双星文言倒也没有在意 解释道 那种黑科技我们这里确实有 但你可以放心 它里面没有搭载这种级别的技术 这个东西 我可以通过交易平台 无偿交易给你 与平时交易的商品一样 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那就好 苏宇并没有拒绝 从搞清楚交易平台运行规则的第一天起 他就决定了 不会把任何超出交易平台监管的物品 带回蓝星 别人送的也不行 只有在交易平台 走正经交易途径获得的东西 才能保障万无一失 一人家赠予的东西 不属于交易途径 安全性可没什么保障 就他目前遇到的两个世界 一个双星所在的废土 一个银正所在的异世界大秦 都有太多他不了解的东西 万一双星失心风 给他送来的东西里加点料 以废土世界的科技水平 怕是蓝星人类都能一波团灭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通过交易签约 获得了这个无人机之后 苏宇便起身道 现在我正好没事 可以出去拍视频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等我一会儿 好 双星汗首 神情淡然 带到苏宇离去 只剩他独自一人留在这会议室里之后 他才缓缓出了口气 撇嘴道 这个家伙 怕是有受迫害妄想症 不过一个 完成了基础工业化 又没有被战火摧毁的事件 还真是让人羡慕 双星眼里露出艳羡之色 随后又叹息着摇了摇头 什么时候能交易活人就好了 老娘直接给自己交易过去 废土事件 狗都不带 一个小时后 拍摄完毕的苏宇 便回到了交易空间里 拍摄过程 其实比他想象的还要简单 直接设置个自由拍摄一小时的命令 然后打开窗户 把无人机放出去就行了 拍完自动回来 中途完全不需要他操作 双星拿到视频 快进看了一遍之后 便急匆匆地下线了 临走时还说 让苏宇这两天 最好能保持联络畅通 看样子 是对说服未来城城主 有不小的自信 苏宇本来也想下线 不过却想起 自己似乎和嬴政约好了 今天还有一笔交易 于是在退出那个会议室 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之后 转而又进入了 与嬴政见面交易的那个梁亭 嬴政作为一个皇帝 显然在上线时间这块 基本没什么约束 苏宇给他发完消息 不过三分钟 他便出现在了梁亭里 简单寒暄过后 两人便谈起了正事 苏宇先是把之前 答应赠送的 华夏通史之类的书 拿出来给了嬴政 然后重头戏就来了 他掏出了手机 这是何物 嬴政看着手里的小方块 疑惑道 手机 苏宇用早就准备好的措辞道 在我们那里 最早的时候 他是用来通话的 你拿着它 可以随时与万里之外的人对话 当然 这个功能在大秦市没有用的 因为你们那边 没有卫星和基站 嗯 这些是什么 你以后就懂了 我要说的是 手机在经过发展之后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远距离通讯的工具了 而是兼具了许多功能的信息终端 嬴政听得云里雾里 但却把这些都记了下来 并没有对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 发表见解 你手上的这台手机 即便是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也可以放音乐 看视频 看文档 功能也有不少 苏宇简单说了两句 随后从嬴政手里拿过手机 按了下开机键 屏幕顿时亮了起来 本来还是没搞懂 这是什么玩意儿的 嬴政见状 顿时眼前一亮 一块能发光的石头 而且 看上面那些排布规律 自带美感的图案 显然它不仅仅是会发光那么简单 它没有发表疑问 继续静静地听苏宇讲解 而苏宇 则是滔滔不绝 一边操作演示 一边讲解 花了近半个小时 才终于让嬴政搞清楚 当前这个手机能用的大致功能 同时能自己使用手机上 一些简单的功能 对一个2000年前的人来说 这显然是一种 从未体验过的新奇物件 嬴政大致搞明白怎么用之后 便爱不释手地 把手机拿在手里琢磨 苏宇让他自己折腾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接着道 我之所以选择送你这个 是因为相比于书籍 手机能够播放的视频 有时候 所表现出的东西 更加直观一些 说着 他接过嬴政的手机 当着他的面 慢慢操作 有1TB 苏宇来之前 已经在里面下载了 大量的科普视频 纪录片 历史 经济 军事 文化 几乎各个方面的内容 都有涵盖 他直接打开了一个播放量 有2000多万的历史项剪辑视频 10分钟 从上古之战 到末代皇帝退位 然后把手机放在了嬴政面前 嬴政好奇地端起手机 仔细观看 一开始 他还没搞清楚 里面放的是什么 可随着视频的播放 时间线逐渐从上古炎黄时期 推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事件之后 他就终于搞明白 这是在放什么了 连忙沉下心来 细细观看 看到勤灭六国 一统天下时 伴随着那激昂的背景音乐 即便是嬴政 都忍不住略有些激动 可随后看见自己未来王于沙丘 伴随着大则乡一生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大秦帝国分崩离析 他又忍不住皱眉 不过早已知道未来的他 虽然有些不悦 却还是耐心 看着往后的历史演变 西汉 东汉 魏晋南北朝 大唐一直看到末代皇帝退位 十分钟时间 几千年历史一闪而过 视频放完 嬴政却是盯着手机小小的屏幕 沉默许久 最终忍不住感叹道 彩 后世几千年历史足够精彩 手机此物也确实巧夺天工 相比于书籍 用这种方式将历史呈现在眼前 确实足够震撼 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观古金鱼须于 辅四海鱼一瞬 素于耸了耸肩 不管是视频还是书籍 都是一种承载知识的载体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我给你这些 本意也是 想让你更直观地感受未来的不同 说着 他又点开了一个 现代武器展示的视频 视频中 火箭炮骑射 把场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直接给嬴政都看猛逼了 虽然他对热武器没什么概念 可光是看到满地的大坑 就知道视频里展示的这玩意儿 威力有多猛啊 回过神来后 连忙问道 还不是威力最大的 最厉害 大概能在一瞬间 把咸阳移为平地 素于简单道 这些视频里 有记录武器发展的 你到时候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你在这些视频里看见的东西 大部分我这里都能提供 当然 短期内无法提供的 给我一定的时间 也可以给你 你可以先看着 看完对我有什么东西 有了些大概了解之后 咱们再继续谈交易的事情 至于造纸术和印刷术 我也下载了相关的视频 你到时候看一下就懂 咱们这单交易 如此便算是完成了 嬴政文言 而是将之前约定号的30颗严寿金单 给了苏宇 完成了这单交易 两人又寒暄了一番 苏宇教会嬴政 怎么用户外电源 给手机充电之后 便各自告辞 看嬴政那略有些匆忙的样子 显然是迫不及待 要去学习苏宇带来的这海量知识了 从交易空间出来 外面已经天黑 到了晚上7点多 下楼在酒店餐厅里 随便整了点湿的 然后苏宇 便又急匆匆地开车 往郊外赶去 毕竟之前还跟楚越约好了 今晚在郊区废弃工业园交易黄金 忙了一下午 晚上还要开车跑郊区去 他这回也算是体会到 什么叫忙的脚步粘地了 话说上午 他好像还在感叹 自己很闲来着 事事都亲力亲为肯定不行 还是得招一批人帮忙 类似为双星和嬴政他们采购物资 这种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好是交给手下的人去做 什么都自己来的话 搞不好哪天就累死了 不过暂时不急 等军方那边测试完外骨骼再说 到时候既不差钱了 又有了军方兜底 干啥都比现在方便 一边开车 苏宇一边思索着接下来的事情 车子很快便开到了郊区的废弃工业园 因为是第二次交易 他也没有像第一次那么 谨小慎微了 直接便将车开了进去 不过古怪的是 以他在注射了基因药剂之后 超人的感知能力 通常来说 如果有人窥视 他多多少少都有点感觉才对 这点他今天在人来人往的街上 已经实验过了 但凡感觉到 有人在偷偷看自己 他一转头过去就能发现对方 可他进入工业园的途中 却并没有感受到 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是他们还没到 不应该啊 8点40多了 应该也快到了吧 或者说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 监视工业园入口 算了 管他呢 苏宇也懒得纠结这些东西 兵来降挡 水来土眼就完事了 将车开进废弃工业园 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 挺好 他便直接从车的后备箱里 拎出来了个不算大 但却很结实的行李箱 行李箱中装着整整300多公斤黄金 这是他剩下的所有黄金 按照300亿克的价格来算 价值大概是在1亿1500万左右 这么多黄金 要是割以前 打死他也拎不动 不过在注射了基因药剂之后 他身体素质已经达到了 超人类的级别 300多接近400公斤拎在手里 也就是略微感觉有些沉而已 拎着走个几个公里 是没问题的 熟人的在废弃工业园中穿梭 他很快便接近了约好的那个厂房 可还没靠近 就被一声打破黑夜寂静的枪响吓了一跳 苏宇反应极快 几乎没有犹豫 便下意识丢开黄金 从物品栏里 逃出了S79电磁手枪 对准了枪响的方向 不过到这时 他才发现刚才的枪声 好像不是冲着他来的 而且那一枪也只是开始而已 砰砰砰 仿佛火药筒被点燃 黑夜之中 激烈的枪声在前面的厂房里响了起来 时不时还有痛苦的哀嚎声 这下苏宇终于可以彻底确定了 人家确实不是针对他的 可是 这他妈什么情况 苏宇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要是冲他来的 那就是黑吃黑 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了 其实也在他意料之中 可这跟别人干起来了 是个什么意思 而且听起来 双方的人还不少 特么这里虽然是郊区 可也是繁荣地区的郊区 敢在这里激情枪战的 都是什么法外狂徒啊 苏宇猛逼片刻 听着里面越来越激烈的枪声 想了想 还是一招手 从物品栏里 弄了台重型外骨骼出来 虽然那件战斗服的防护能力 比外骨骼还牛逼 不过谁会嫌弃自己 身上的护甲后呢 相比于那薄薄的防护服 还是外骨骼上厚重的装甲 让苏宇更有安全感 活动了下手脚 苏宇将装满了黄金的箱子 放到了物品栏中 然后便悄悄眯眯地 沿着工厂的围墙绕了一圈 终于在另一边 找到了那天谈话的 二楼办公室窗户 里面这会儿与那天一样 都亮着微弱的光芒 苏宇脚下略一发力 便在外骨骼的助力之下 一跃四五米高 轻松扒住窗台 一头撞碎玻璃 进入了办公室 砰砰砰 一进去 迎接苏宇的便是劈头盖脸的弹羽 妈的 晦气 苏宇美好气地骂了一声 外骨 骨骼的防护 自然不是这几把破手枪能打得动的 他抬头看了眼几个神情惊恐的保镖 和保镖身后的楚越 想了想 还是打消了一拳 把他们脑袋砸进胸腔里的想法 这可是金主 不好打死的 等几个保镖 兜得弹匣都清空了 趁着他们手忙脚乱 换弹匣的空荡 苏宇这才道 差不多得了 是友军 苏宇美好气地 一把攥住一个保镖手里的枪 微微一发力 就给捏成了一坨废铁 被夺走枪的保镖 茫然地看着那一块扭曲的废铁 脸上写满了茫然 另外两个保镖 也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换弹匣的动作 胡一道 是我 外骨骼的面甲收缩 露出苏宇便摔了许多的脸 楚岳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终于松了口气 随后饶有兴趣地走到他身前 见苏宇没什么动作 试探着伸手 敲了敲外骨骼厚重的胸甲 诧异道 这是外骨骼 你当时眼光不错 苏宇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想了想又补充道 军方最新产品 军方还有这种东西 楚岳看了眼厚重的外骨骼 又看了眼苏宇 脸上写满了不幸 马上就有了 苏宇懒得跟他说 这些有的没的 指着枪响不断的门外美好气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是来做生意的 可不是来干账的 这个 楚岳看了眼门口 韩生道 公司的一些问题 交易时出了这么大的差子 是我的不对 事后 我可以在黄金的价格上 给出一些赔偿 苏宇指了指门口 也遇到 别事后了 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这枪声刚才可还在一楼呢 现在都快到二楼来了 你的人只怕不太能顶得住 不料楚岳文言 却丝毫不着急的样子 反而笑着伸手 敲了敲苏宇身上的装甲道 这不是还有你吗 咱们好歹是合作伙伴 你该不会放下我不管吧 苏宇看了他好一会儿 然后没好气地扫开他的手 就你可以 给加钱 一个亿 楚岳伸出了一根葱白的手指 苏宇 她那一箱黄金三百多公斤 也就一个亿出头 这女人怕是连一百斤都没有 就只一个亿了 特么这笔黄金值钱啊 嗨嗨 什么钱不钱的 作为一个已经比较有钱的人 苏宇觉得 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 虽然这五斗米确实有点多 但她是见钱眼开的人吗 两亿 什么钱不钱的 无被热血青年 就是见不得这些违法乱纪之辈 楚小姐放心 我这就去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 苏宇大步向门口走去 开门前一刻 她想了想 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回头补了锯 钱打在之前的账户里就行 没办法 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苏宇本以为 自己已经算是有钱人了 可跟这些有钱人比起来 果然还是个穷比啊 万恶的资本家 苏宇骂骂咧咧地 走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 一出去 面甲便放了下来 将她全身上下户得严严实实 外骨骼头盔上自带的夜视系统 让她将黑曲曲的厂房一览无余 她发现 下面那帮不明事例的人 果然已经清理完了第一层 这会儿正在进宫上二楼的楼梯 这批人一个个都穿着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衣物 属于是丢到人堆里 看不出任何违和感的那种 与楚越那些西装革履的保镖们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他们的战斗经验 看起来却比保镖更丰富 从一些战术动作来看 显然是经常枪战的老手 再加上他们人多 又是偷袭 这才导致楚越的保镖们 短时间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苏宇在这些不明身份的人里 甚至还看见了几个特征明显的外国人 有外国人 那就多半不是军方或者警方 来抓捕楚越了 这下面差不多有20人左右 苏宇要解决他们不难 出来之前 他唯一的担忧就是 楚越是什么最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来抓捕他的是官方的人 这样的话 苏宇当然是不会救他的 甚至为了防止之前 与楚越的交易被暴露 他还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趁机给楚越做掉 杀人灭口 然后悄悄跑路 不过既然不是官方的人 那就无所谓了 不管是谁 在九州境内这样火拼 那都是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 他下去给这些人做掉 那叫什么 那叫建议勇为 魔独某小伙建议勇为 徒手击杀十几名持枪恶徒 听听 多啥 哄 沉重的落地声响起 穿着外骨骼的苏宇 直接翻过围栏 跳到了一楼 抄了正在进攻楼梯的匪徒后路 剧烈的枪声中 这点动静 倒是并没有引起前面那些人注意 苏宇大踏步走上前 伸手一把薅住一个 在墙角探头探脑开枪的匪徒脑袋 直接给他拎了起来 然后丢到了掩体外面 对面顿时枪声大作 楚约的几个保镖一起击火 瞬间就把这火打成了筛子 变故突发 未来楼梯口的一帮匪徒顿时大惊 立马掉转枪头 对准身后的苏宇 可在看见他身上那厚重的装甲之后 却都齐齐猛逼在了原地 这是什么东西 听着身前不远处 那个又瘦又黑的匪徒 嘴里激里呱啦的鸟语 苏宇也懒得了解 他是什么意思 一巴掌便给他脑袋呼的 转了720度 两个 在基因药剂的加持下 苏宇虽然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可除了有些心理上的不适应之外 整个人出奇地冷静 砰砰砰 剧烈的枪声又一次响起 子弹在苏宇的装甲上 撞出点点火星 却是只能擦掉些许漆皮 装甲上连个凹陷都没有 更别说伤到苏宇了 厚重的外骨骼 如虎入羊群般 携带万钧之势 转瞬间便冲入了匪徒中间 密集的枪声逐渐零散 等头看向不知何时 已经在楼梯转角看猛了的保镖 去告诉你们小姐 已经解决了 是 是 保镖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点头哈腰地 小跑着上了楼 跑几步便摔一跤 一路摸爬滚打着去报信 不是他没出息 实在是刚才的场面太恐怖了 用枪打死人 与苏宇刚才那样 冲进人群里 一拳打爆别人脑袋相比 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后者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颠覆性的 没过多久 楚越便在一群保镖的保护中下了楼 看着这一地的血肉模糊 他仅仅只是略微皱眉 便没有太关注了 反倒是将目光放在了苏宇的外骨骼上 两眼放光 这个东西也太恐怖了一点 而且 看上面连个凹陷都没有的样子 显然这种级别的交互 还远远没有触碰到 这套装备的防护力上限 价值不可估量啊 作为一个商人 楚越瞬间便看到了 这太外骨骼的价值 苏宇倒是不知道 他想这么远 见他下来便直接问道 钱什么时候到账 交易黄金的钱现在就能给你 至于请你出手的钱 得明天才能给你 楚越坦然道 两亿现金 哪是那么容易拿出来的 先把黄金交易了也行 我去把黄金取来 稍等 苏宇点了点头 往大门外走去 不过走到一半 却又停下了脚步 转而走向一旁 装了防盗网的一楼窗户 一脚拆开生锈的钢筋防盗网 轻松跳了出去 一在一个没人能看见的角落 从物品栏取出了黄金 然后又翻窗户进去 不过翻到一半 看着那破碎的窗户 苏宇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他好像已经把这里买下来了 不管是这块地 还是这片废弃的工厂 其实都是他名下的产业 操 转头看见那屠宰厂一样的 血肉模糊的楼梯口 苏宇眼皮直跳 早知道刚才收着点力度了 真特么会切 动 沉重的行李箱 被苏宇放在了地上 因为自己的地盘被糟蹋成这样 导致心情瞬间不那么美好的苏宇 直接对楚岳道 这是黄金 你让人来验货吧 顺带 让人把这里收拾一下 血肉模糊的像什么样子 我这人心善 见不得险 要不收拾干净 以后这块地 我都不敢来了 楚岳 要不是这满地东一块细块的人 就是苏宇自己弄的 他差点都要信了 不由得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到 我会让人清理干净 至于黄金 也不用验了 按照之前说好的价格 你这里的385公斤黄金 我需要付给你 直接给你打一两千万吧 这部分钱完点就打到你卡里 剩下的钱明天会全部到账 说到这里 楚岳突然顿了顿 看了眼身后的保镖 我与苏先生 还有些事情要说 你们先出去 这些保镖 虽然没有刚才那些匪徒们能打 不过职业素养倒是没得说 听到他吩咐之后 想都没想 便果断离开了工厂 出去警戒去了 等只剩下自己和苏宇 楚岳这才对苏宇道 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这些人会来对付我 不想 苏宇果断摇头 这些人的破事他可不想参与 楚岳神情一致 忍不住撑了他一眼 然后依旧道 其实国内本来是不允许保镖配枪的 我的保镖之所以例外 是因为我们公司跟一些国有公司 有一些合作 具体就不跟你多说了 总之就是与外面的这个有关 说着 他指了指 一把散落在地上的手枪 接着道 因为这个事情 近些年 我们公司得罪了不少外面的势力 想杀我的人挺多 所以官方才特批我的保镖带枪 而这些人 则是专门偷渡进来对付我的 他这么一说 苏宇顿时便明白了 M.I.O.他 外面 枪线 好家伙 这女人长得娇滴滴的 没想到还特么是个军火贩子 不过想到这里 苏宇却不由得眉头一皱 如果你生意 做这么大的话 那天晚上100公斤黄金 也就3000万的生意 完全没必要让你以身犯险 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来跟我交易黄金吧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这个道理 楚岳这种人不可能不懂 我不给机会 他们怎么舍得出来 楚岳突然倾笑道 这些人偷渡过来的消息 我们早就知道了 不过这么大的地方 想找到他们 跟大海捞针没区别 我那晚就是专门 出来给他们机会的 毕竟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 怎么也比在人口稠密的市区 要简单 而且风险更小 只是没想到 这帮人比想象中还要不中用 那次居然没能及时找过来 所以这次 苏宇眼睛眯了眯 楚岳不等他问出来 便走到一个窗台前 指了指外面 跳目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面上 几艘印着巡捕标记的快艇 正在往这边驶来 隐约还能看见 快艇上鹤枪实弹 装备精良的武装巡捕 与此同时 他也听到了工业园 另一头大陆上 传来的警笛声 听声势人数肯定不少 就算他刚才不加入进来 以那些匪徒的火力 只怕一时半会儿 还真拿不下手住楼梯的保镖 完全足够撑到这些 早就埋伏在周围的巡捕感到 很抱歉 没有提前跟你说明情况 楚越耸了耸肩 其实这里面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 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这些人再怎么想杀我 也不可能派人来这里的 这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只是 现在出了些变故 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 你跟我说这么多 是想表达什么 苏宇咒没道 他看见这么多巡捕围过来 本来是想跑路的 不过转念一想 特末的这个工业园 现在是他的产业 被他干掉的这些人 也是偷渡过来的危险分子 他这纯纯的建议勇为 跑个锤子 现在军方那边已经知道了 外骨骼的存在 这又不是什么不能暴露的东西 我想跟你买几套这个 楚越走过来 敲了敲后视的胸甲 眼中的惊艳之色挥之不去 这真是一件完美的工业造物 见他这神情 苏宇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试探着道 你早就知道 这套外骨骼的存在了 没错 楚越坦然道 我的另一家公司 毕竟是做那个生意的 军方测试那两件样品的时候 我们公司也有专家参与 我当然知道 不过你放心 军方在测试之后 对这件装备非常满意 大概这些天 就会与你签订合同 一旦列装了足够的数量 就会对外公开秀肌肉 毕竟最近外面的局势 没那么稳定 军方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而相比于那些看了无数遍 人家都看习惯了的 坦克飞机导弹车 这套化时代的外骨骼 无疑是更能震慑萧小的东西 因此 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隐瞒 这套外骨骼的存在 我知道也无可厚非 他们唯一设立最高保密级别的 其实是你的身份 说实话 在你穿着它走到我面前之前 我是真没想到 军方那两套外骨骼 是从你手上得到的 苏语听完 心里大概有了数 转而道 既然你跟军方关系这么好 那你干嘛不等列装了之后 去找他们买 你生产这个东西的产能有多少 除业无奈道 短期内只怕给军方自己用的都不够 他们怎么可能卖给我 而你不一样 你还没正式跟军方签约合作 现在卖我几套 军方也不好说什么不是吗 苏语一想 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想了想自己物品栏里 已经堆了上千套的外骨骼 于是道 你打算出什么价格 一千万一套 要十套 楚越给出了自己心里预期的价格 虽然这个价格在加点 都能买主战坦克了 可某种程度上 这套外骨骼的战争潜力 未必就比坦克小 十套可以给你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 苏语看着他的眼睛道 给你的这十套外骨骼 我会在系统里留后门 而且不支持拆解研究 简单来说 就是你们只能用 如果要强行拆解的话 电池会启动自毁程序 那么大的金属氢电池 爆炸威力 只怕堪比155流弹炮的炮弹了 如果你觉得可行 可以明天让人来这里拿货 以目前蓝星的科技水平 这套外骨骼的核心科技 给他们研究 他们也看不懂 但这却并不代表着 科研人员 真就无法从外骨骼上 获取到任何先进的科技 像外骨骼的传动系统 操控系统 以及用于运算的探机芯片 甚至小到外骨骼面甲上 先进的敌我识别系统 辅助瞄准系统 夜视系统等等 都是他们能够研究明白 并且有可能复刻出来的东西 他不禁止军方拆解研究 是他送给军方的一个顺水人情 而楚越的话 说实话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交情 他不可能为了这撒瓜俩走 就把外骨骼卖给他 让他随意研究 可以 楚越倒是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明晚还是这个点 我让人来拿货 至于钱的话 明天白天 我会让人跟那两亿一起给你 虽然说是单价一千万一套 可实际上 楚越是花了三千万一套买的 毕竟刚才他就是钓鱼 即便苏宇不来 他大概也不会有危险 除了那两亿 完全就是为了现在购买外骨骼 提前跟苏宇打好关系罢了 成交 几乎就在两人达成协议的前后脚 全副武装的巡捕 便进了这座废弃工厂里 不过他们 显然是进来之前 就与门口的保镖们接触过 里面的匪徒已经被解决了 倒是并没有过于紧张 只不过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看见那修罗厂一样的楼梯口 一些巡捕也是脸色巨变 即便是见多了血腥场面 经验丰富的老巡捕 也忍不住有些扎舌 当然 他们比那些保镖可强多了 苏宇要是没记错的话 刚才可是有两个保镖 当场就吐了呢 他自己能保持淡定 也是因为基因药剂 将他整个人全方位加强过的原因 倒是楚越这个女人 居然还能面不改色地 在这种地方跟他谈生意 不得不说 确实很厉害 你好 魔毒寻补司 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子 从全副武装的人堆里走出来 目光在二人脸上扫过 最后定格在楚越身上 楚越女士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今天是正队长带队 楚越指了指苏语道 这位是军方的科研人员 刚才他正在附近测试 是军方最新研发的单兵装备 听到这边的动静 就赶来帮忙 结果你也看见了 他声音很小 只有苏语和郑队长 两人能听见 说吧 他还不忘指了指后面的楼梯口 郑队长闻言 皱眉看了看他血腥的楼梯口 对苏语敬了个礼道 请出示一下军官证 一般来说 隶属于军方的科研人员 也是有军衔的 自然不可能没有军官证 不过苏语的这个身份 就是楚越胡扯的 哪有这玩意儿啊 摇了摇头 郑准备说 没有来着 可楚越却是抢先到 他保密等级比较高 郑队长闻言 看了眼苏语身上的外骨骼 略一思索后 便道 我需要确认一下 两位稍等 其实他对这些匪徒的死活 根本不关注 像这类携带武器偷渡入境 欲行不轨的匪徒 上级原本的命令 也是胆敢反抗 直接击毙 即便不是苏 语杀的 最后多半 也会被武装寻补击病 他们今晚赶来这里 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苏语 是什么身份 刚才在外面 他就通过那些保镖了解到 这些匪徒 几乎全是苏语一个人 穿着这身铁疙瘩 赤手空拳打死的 一人干掉近20名 手持枪械的恶徒 这是什么战斗力 如果苏语真是军方的人 那倒也没啥好说的 他还得感叹 军方居然有这么先进的装备 可万一不是呢 这里毕竟是魔都 人口稠密的国际化大都市 一件未曾被案 拥有如此强大战斗力的装备 被掌握在一个人 非官方的人手里 鬼知道能闹出什么乱子来 由不得他不慎重 不可能只听楚越一面之词的 楚越低声补充道 郑队长最好是直接让你的上级 联系东区的司令 说明一下 他穿着的装备 叫外骨骼就行了 郑队长点了点头 随后便到一旁打电话去了 而楚越则是趁机对苏语解释道 你跟军方那边 目前还没确立合作关系 那边没有一定级别的人 就算知道外骨骼 也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实话实说 会搞得很麻烦 直接说是军方保密人员 他们越急找级别高的人 一问就清楚了 毕竟你的资料 确实被军方列入了保密名单里 这也不算乱说 有军方作保 寻补司也不会再多问了 苏语则是点了点头 这倒确实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果不其然 郑队长大概离开了十来分钟之后 便回来了 神情都肉眼可见的 轻快了不少 再看苏语身上的那套外骨骼 眼中已经从之前的忌惮 变成了艳羡 已经确认过了 真是辛苦苏先生了 让你一个科研人员 干了我们该干的活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吗 应该的应该的 换做任何一个人来 都会这么做 苏语也笑道 M.I.O.他 郑队长 那可是二十多个持枪匪徒 换别 人倒是想这么做 可人家也没这能力啊 想到这里 他又不由地看了眼 苏语身上的外骨骼 咽了口口水 这玩意儿 可牛大了呀 他从上级得到的消息里 苏语确实军方的科研人员 而在他看来 一个科研人员穿着这装备 居然都能在没有热武器的情况下 暴杀那些匪徒 这简直是离谱到家了 也层面印证了 这身外骨骼的战斗力有多强 如果这东西 能给武装巡捕部队装备上 以后在地形复杂的城市里 遇到那些穷凶极恶的池蟹匪徒 那对付起来 可要简单多了 不行 等军方公布了这款装备 不用再保密之后 他必须得打条子申请 怎么也得让上级搞几套来尝尝先 这玩意儿 显然也很适合他们巡捕部门的嘛 不配点没道理的 两人又聊了几句 有的没的 因为苏语还在军方保密名单上 按照惯例 包括楚越和郑队长在内 以及刚才所有进入工厂的巡捕 和见过苏语的保镖 全都要签署保密条例 签完基本就没他们什么事情了 至于这里的善后 楚越那边会派人跟巡捕接触一起解决 不用苏语操心 不过在苏语准备离开的时候 郑队长却又突然把他留了下来 说是刚刚得到消息 军方那边听说了这里的事情 想要来战斗现场看看情况 希望苏语能留下来指导一下 苏语一听就明白了 毕竟这也算是外骨骼 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站 军方自然想拿到一手资料 深入研究 更别说 还有他这个当事人在现场 还可以趁机请教一波 这些天测试外骨骼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疑问 苏语倒也没推辞 直接答应了下来 没过多久 随着直升机螺旋桨转动时的响动 两架军用的武装运输直升机 缓缓降落在了废弃工业园的一个空地上 在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下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 急不可耐地跳下飞机 进入了废弃工厂中 哎呀 苏先生 果然是你 一群科研人员里 为首的便是那天在防务展上 第一个发现外骨骼的周伯威 看见苏语的瞬间 虽然感觉他似乎变化挺大 可倒也没想太多 连忙迎了过来 原来是周少校 这么晚辛苦了 苏语简单打了个招呼 他身上穿着外骨骼 倒也不好跟人家握手啥的 周伯威也不在意这些细节 满脸带笑道 不辛苦不辛苦 倒是这次过来 我有不少东西 可能要向苏先生请教 只怕是要麻烦苏先生了 尽管问就是了 你们是要查看战斗现场吗 就在那边 苏语指了指黑居居的工厂深处 他又不是有什么毛病 在简单与寻补那边解释了一下之后 就从那修罗厂一般的楼梯附近离开了 这会儿是在工厂门口 好 我这就让人去看看 这可是宝贵的一手资料 周伯微笑着对身后招了招手 顿时便有一行专家 打着大功率的手电筒往里赶去 嗯 那个场面可能比较血腥 最好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苏语好心提醒道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专业人员 有时候测试武器 还得专门去国外战场一线搜集数据呢 好家伙 那战场上跟修罗厂似的 周伯微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苏语见状也没多说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听见里面传来了阵阵呕吐声 周伯微顿时脸颊抽了抽 而苏语则是早有准备 毕竟连那些见过无数残忍凶杀案的老巡捕 看见里面的场面都差点没吐出来 这些科研人员或许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可毕竟还是文职人员 绷不住也很正常 嗯 这点难题他们能克服的 先不管他们 周伯微略有些尴尬的转移话提到 苏先生 这次过来 我还想专门请教一下 这套外骨骼内部自带的控制系统 确实精妙地无以复加 不过在研究给它搭配那些装备使用 才能将功能最大化的问题上 我们研究所里出现了一些分歧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我们想象力有多丰富 它的功能就有多强大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对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指导意见吗 意见 苏 宇文言 沉引了片刻 给外骨骼加装什么武器之类的 他在这方面 倒是也没有专门去向双星了解过 不过双星之前 为了给他展示外骨骼的战斗力 倒也给他看过 他们废土那边 使用G60重型外骨骼的视频 参照那些视频里 穿着外骨骼战士的配置 苏宇想了想变道 其实这个东西深入研究的话 那就得改变一下基层部队的组织模式了 比如现在 一个机械化步兵班 通常在9至12名战士 这些战士分工不同 有机枪小组 反载具小组等等 有些执行特殊任务的 可能还会配备有狙击小组 无人机侦察小组这些 同时 一个班还会配备一辆装甲运兵车 作为载具和班级重火力 而在拥有这套外骨骼之后 其实一个战士 基本就能做到 现在一个班的战士 能做的所有事情 说着 苏宇顿了顿 然后找环卫离去的正队长 借了把寻补使用的狙击枪 带着众人走出了厂房 伴随着机械转动声 外骨骼的头盔 飞速覆盖了他头部 在夜视仪的帮助下 他很快便锁定了远处的一个目标 当即便随手 一枪打了出去 碰 出塘的子弹 瞬间飞越数百米距离 精准地命中了远处山脚下一颗树上的鸟窝 他这一枪 是在外骨骼的辅助瞄准系统下打出去的 看起来跟瞄都没瞄一样 打得相当随意 就在周伯薇等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苏宇却先开遍甲道 那边山脚下的公路边 直线距离应该是在736米左右 有一棵松树 松树上有个鸟窝 你可以让人去看看 打中了没 说着 他将枪还给了正队长 700多米 周伯薇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把狙击枪到 88式狙击枪 有效射成800米 你拿着它 隔着700多米 在夜间能打中鸟窝 要不然呢 这都打不中 辅助瞄准系统 要来做什么 我记得在功能介绍里写过 这套辅助瞄准系统 能够精准计算风向 湿度 可视度等等因素 根据你的枪支性能 瞄准5000米内的任何可视目标 偏差不超过两厘米 话说你们没测试过吗 苏宇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这周伯薇略有 谢不好意思道 实在是时间有限 而且这套外骨骼上的功能太丰富了 暂时还没来得及 测试这个辅助瞄准系统 不多时 刚才被派出去查看鸟窝的战士 便匆匆赶了回来 而他手上拿着的 赫然是个被子弹从中穿过 出现了前后通透小洞的鸟窝 这个战士是研究员的警卫 显然也是个技术兵种 回来之后还不忘到 我刚才用测距仪测试过了 鸟窝所在的那棵树 距离这里确实有700多米 厉害 周伯薇看着鸟窝 清洗了口气 正常情况下 一个狙击小组 需要配备狙击手 关秒手 甚至有时候 还得配备个副狙击手补枪 所以事实到 有了G60Y骨骼之后 就完全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独自一人即可完成狙击 且在辅助瞄准系统的帮助下 其实机枪的火力压制 也没那么重要了 只要你打得够准 自动步枪 一个弹侠几十发子弹的步枪 照样能打出压制效果 这点周少校应该也没有意义吧 见周伯薇点头 他继续道 你看 狙击小组和机枪小组了 至于反载具 你给配备个无后座力炮 让穿着外骨骼的战士 凭借速度优势 找个角度炸 还不简单 甚至再说句不客气的 以外骨骼的防护力度和速度 你直接给配几个C4之类的炸弹 让战士追上敌方载具 把炸弹塞人裤裆里都没问题 毕竟应该没几台军用的步战车 能比他跑得快吧 听着苏宇的话 周伯薇的眼睛越来越亮 之前他们讨论的 还是传统的那套 什么装备狙击枪的狙击型外骨骼 背中机枪的火力压制型外骨骼之类的 以不同的定位来区分外骨骼 然后互相配合作战 可在苏宇这么一说 他发现 似乎还真没有细分的必要 在外骨骼牛逼的辅助配置之下 穿着他的战士 几乎能做到任何地面兵种能做到的事情 格局打开 苏宇拍了拍周伯薇的肩膀 相比于普通士兵的局限性 穿上外骨骼的士兵 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超级战士 超级战士 周伯薇眼睛一亮 顿感醍醐灌顶 脑子里格局打开 瞬间就清晰了 外骨骼未来作战的模式 和需要搭配安歇武器 真不愧是制造出这种 跨世代产品的天才 苏先生一番话 对我启发太大了 不至于不至于 苏宇摆了摆手 你们只是暂时 对这套外骨骼的功能 没有具体的了解而已 等你们摸索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东西根本不用我说 他这话倒不是谦虚 军中人才挤挤 拿到武器 还用不明白这种事情 已经是一百年前 封建时代的老皇历了 等他们熟悉了 外骨骼的各项功能 自然不难找到 正确的使用方式 苏先生谦虚了 两人又寒暄了一番 周伯薇还透露了 军方估计 后天就会找苏宇 敲定合作的消息 等聊得差不多了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多 楚越在军方到后不久 就离开了 毕竟涉及到一些机密问题 他也不好 在这里就留 而巡捕与楚越留下来 配合清理现场的保镖们 则是得等军方的专家们 收集完了数据之后 才能着手干活 打扫现场的活饰保镖的 巡捕们倒是不用干 他们留在这里 是要收集这些匪徒的信息 确定他们来自哪里 毕竟这里可是九州 这些匪徒带着武器 跑这里来撒野 是可还没完呢 苏宇跟周伯薇打了个招呼 便也独自离开了 周伯薇本来是想派两个警卫员 护送的 不过被他婉拒了 别说根本没啥人会对他不利 就算室友 他这一身装备在身上 真要遇到什么危险 谁保护 谁还说不定呢 独自一个人 他反而最安全 就算万一真遇到什么 打不过的敌人 他也大不了 就往交易空间一钻 去找双星贷款 搞一套风暴动力装甲来 那不得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嗨嗨 有一说一 体会过穿着外骨骼 暴杀匪徒的感觉之后 苏鱼已经愈发期待 穿上风暴动力装甲 是什么的感觉了 那玩意儿 可是真正能天空陆地 海洋三位一体的 终极科技结晶 回市区的道路不算近 苏鱼回到酒店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洗完早躺在床上 拿出手机一看 他才发现 晚上11点多的时候 于小鱼给他发了不少消息 那会儿 他穿着外骨骼 正在跟人说事情 自然是没时间看手机的 把消息翻了一遍 大致就是说 房屋展已经结束了 明天他又不用上班之类的 言外之意 无非就是想找苏鱼聊聊天啥的 毕竟日久生情嘛 可惜他之前有事 也没有及时回复 不然这会儿 也不至于一个人躺床上了 不过 他明天不用上班 倒是个好消息 正好苏鱼明天也没什么事情 还准备去看看房来着 正好可以顺带着放松一下 想了想 他便回了剧 刚才有事 一直忙到现在 明天你有时间的话 中午一起吃个饭 发完消息 他便把手机丢到了一边 准备睡觉 毕竟这会儿都凌晨两点了 人家多半早睡了 不料他手机才放下 微讯收到消息的叮咚声 便响了起来 还真没睡 苏鱼一正 又重新拿起了手机 果然是于小于秒回的消息 大概就是 GD居然忙到这么晚 真是太努力太辛苦了 只有我心疼 GD 末了顺带 还隐晦地问了句苏鱼这会儿在哪 意思不言而喻 之前怎么没发现 他还有这茶意 呸 什么茶意 分明是善解人意的好妹妹 苏鱼拿起手机便把自己的位置发了过去 然后还加了句 出来吃夜宵 于小宇立马发了个正在路上的表情 又聊了几句有的没的 等于小 于那边说他已经上了车 最多半小时就到之后 苏鱼才放下手机 思索起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何对待于小宇这个女人的问题 其实 如果是以前的话 他倒不会想这么多 能干就干 哪天不让干了 就一拍两三呗 毕竟他化身渣男之后 找的对象 基本也没啥好人 大家都只是玩玩意 心知肚明的事情 不过这个于小宇 跟他以前遇到的那些女的 又有些不一样 你说他是好女人吧 那肯定算不上 这么容易被他上手 说白了 不就是为了钱 可要说他是渣女 其实也算不上 毕竟前些天跟他交流的时候 还处于花镜不曾圆克扫 蓬门今日卫军开的状态来着 非要说的话 这大概是个拜金 但是有底线 或者说足够聪明 知道代价而沽的女人 而现在 他显然是代价而沽这么久之后 把自己的筹码给了苏鱼 有一说一 这种情况 要是搁他以前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状态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主动不负责 管他什么情况呢 情况不对 跑路就完了 不过现在说到底 也不差这撒瓜俩早的钱 倒也不至于这就跑路 可负责也得看怎么个负责法 只图钱那也没啥 还图明的话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好不容易开挂混出头了 放着大片的森林不去探索 刚刚富起来就找柯树吊死 他得多逆天 才能做出这种蠢事啊 想都别想 到时候再看看他什么意思吧 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苏宇转而给酒店前台打了个电话 让人送点夜宵上来 这种级别的酒店 厨房通常是24小时都可以点餐的 眼瞅着于小雨都快到了 短时间内怕是没法睡觉 总得先搞点吃的补补吧 先上几个大洋药 第二天 苏宇又是一觉睡到中午才醒 一旁的于小雨 这会儿还在睡梦之中 眼角甚至还有这点点泪痕 想到自己昨晚的表现 他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妈的 这基因药剂是真的猛啊 正常情况下 不可要能达到半小时 就是正常人的极限了 苏宇以前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保养 倒是勉强有着水平 至于网上那些动不动就说 自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甚至一晚上的 不用想 百分百处难 当然 也不排除是有某些疾病 总之不会是正常人 可苏宇昨晚上却打破了半小时的限制 破天荒地达到了两小时 要不是于小雨 实在顶不住这种持久战的话 他甚至还能更久 在可以肯定 身体百分百健康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说是基因药剂带来的增强了 哎 就很妙 在床上躺了没多久 于小雨也醒了过来 两人腻歪了一阵才起床 然后下楼吃了个午餐 才离开酒店 不过酒店的房间苏宇倒是没退 反而又续了一个星期 之前租的那个小屋子太乱了 也不方便 他这几天也懒得再过去了 买了房之后 再回去一趟 把那租的小单间收拾一下就行 上午的时候 昨晚于楚越说好的两亿救命钱 和一亿外补隔采购费用 就已经打到苏宇卡里来了 再加上昨晚卖黄金所得的一亿两千万 和之前剩下的近千万 他现在卡里躺着整整四亿三千万巨款 此时不去买房 更待何时 不过去哪买 苏宇在车上愣了好一会儿 一时间还真没想到合适的楼盘 以前他的目标虽然是在魔独买房 平时没事的时候 对各个新楼盘也挺关注的 可那会儿兜里才几个钱啊 户型只敢看看几十瓶的两居室 地段只敢看看城乡结合部 今日不同往日 他现在自然不可能买那种房 要不然 跟继续住在那出租屋的小单间 也没啥区别 思索片刻 他对副驾上的余小宇道 你有没有做房产销售 或者说对魔独楼市比较了解的朋友 啊 余小宇一愣 差一道 你还没看好楼盘吗 在酒店的时候 苏宇直说下午想出来买房 别的也没多说 他还以为苏宇早就看好了楼 盘 只等下午去刷卡呢 最近忙得脚步沾地 哪有时间看房啊 苏宇耸了耸肩 嗯 我倒确实有个朋友 在一个房屋中介公司上班 不过他跟我是一个地方的 我俩从小就认识 他这人从小藏不住室 而且 他还有我爸妈的联系方式 余小余语气有些惆怅 一边说 一边悄悄打量着苏宇 苏宇则是一听就知道 他在趁机试探自己 找他那朋友帮忙看房的话 那他跟自己在一起的消息 毫无疑问 会传到他父母耳朵里 这样一来 其实也是变相地通知家长了 那都通知了家长 下一步要做什么 见家长 苏宇昨天还说找机会试探一下他来着 倒是没想到 反而先被人给试探了 那就没办法了 开始拉扯 既然你那边不方便 那就别找你那朋友了 换个中介也是一样的 苏宇语气平淡 似乎根本没听出他话里的另一层含义 根本不接这茬 于小宇眼里的失落一闪而过 不过想到自己跟苏宇才认识没多久 现在想这些有点操之过急了 连忙又把失落的神色 很好掩饰了下来 又道 这样 我就跟他说 你是我客户吧 都要点优惠 而且听说他们公司的规模不小 在魔都同行里是数一数二的 手里的房源很多 公司位置离这里也不远 目前保持现在的关系就好 至于后面不都说日久生情吗 大不了他再去多学点花样 摇身一变成为豪门阔太太的机会 要他就这么放弃了 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谁不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啊 苏宇文言顿时笑道 那行 待会儿可得让你朋友多费点心 下午要是能把房子的事情确定下来的 就算你大工一件 晚上陪你逛街 便发动车子往他所说的地址驶去 那我可不跟你客气哦 于小宇脸色勉强露出笑意 说把转头看向窗外 悠悠叹了口气 苏宇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要好处可言 转正 想都别想 一番拉扯之下 果然还是他一败涂地 毕竟他也根本没有什么跟苏宇拉扯的资本 不 过转念一想 他又觉得这种事情现在说清楚似乎也不错 至少他倒也不用再纠结 怎么处理和苏宇的关系 整天患得患失的 一脑海里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他便很快接受了自己的定位 然后变得越发贴心起来 不多时 两人便到了于小宇朋友上班的房屋中介公司 他早就已经联系好了朋友 两人还没到 人家便已经在公司楼下等着了 车一停下 一个绑着剪洁马尾 身穿女士西装 脚踩高跟 显得干练精密的女子便快步迎了过来 直接给于小宇来了的大大的熊抱 那场面 火星撞地球 苏宇在旁边看了直呼精彩 有一说一 于小宇的身材颜值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在苏宇的评判标准里 大概能给个90多分 是走在街上都能引起路人频频回头的那种 可于小宇这个闺蜜尖发小 量力程度却比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少得有95分以上的水平 在苏宇见过的蓝星美女中 也就只有楚越可以说是比她更胜一筹 而且 这一筹还主要是赢在楚越长期 身居高位带来的孤高气质上 当然 如果意见也算上的话 那苏宇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毫无疑问是双星 如果楚越是98分的话 那么双星便毫无疑问是100分 是苏宇都丝毫挑不出瑕疵来的那种 没办法 她那满头的白毛就已经赢楚越太多了 就在苏宇脑海里 给自己认识的美女排名的时候 两女简单续了下旧 便一起朝苏宇走来 于小宇作为中间人 主动介绍道 阿许 这是我的客户 苏宇先生 苏先生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朋友 许清音 许清音文言目光 从两人之间扫过 不动声色地伸手笑道 苏先生好 听小宇说 你有购房的意向 我这边手头刚到一大批优质房源 一定可以给您争取到最合适的价格 那就劳烦许小姐了 苏宇亲握了一下她的柔仪 我这边主要考虑的是别墅 最好是独栋的 不知道许小姐有没有合适点的推荐 价格好说 最好是能拎包入住 手续能快些办下来的 许清音 我操 大客户啊 苏先生 我们这里房源非常充足 绝对能找到满足您需求的房子 咱们上楼详谈 许清音顿时热情了起来 当即领着二人上楼 找了间会客室 让他们先坐一会儿 自己则是小跑着去拿资料 这时 于小宇才回过神来 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苏宇道 你真打算买别墅 这里可是魔多 独栋别墅 即便是位于郊区的 价格起码也是八位数以上 虽然他之前就知道 苏宇很有钱 不然也不至于那次200多万全款买车 眼睛都不眨一下了 可他却还是低估了 苏宇有钱的程度 不然呢 总得有个地方落脚不是 苏宇耸了耸肩 不多时 许清音便拿着一本册子回来了 瞄了眼坐在苏宇右边的于小宇 想了想便坐到苏宇左边 直接一左一右给他围了起来 随后才拿起划测道 苏先生独栋别墅 现房可以拎包入住 这里是我们公司 目前所有符合条件的房源了 苏宇文言点了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许清音当即便一页页 开始详细讲解 包括房子的价格 地段 周边设施等等 他都讲得清清楚楚 在业务能力这方面 倒是确实没得说 苏宇静静聆听 时不时问几个问题 而于小宇则是在一旁暗自扎舌 因为太离谱了 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 从头到尾 许清音爆出来 价格最低的房子 都得三千多万 而且越往后的越贵 眼瞅着小册子都快翻到底了 报价都已经上亿了 苏宇居然还面不改色地 让许清音继续 于小宇很难想象 这个鬼使神差 被自己绑上的大款 到底多有钱 只感觉听着那一串串天文数字 人已经妈了 不知过了多久 许清音把小册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桃花屋三号楼 这套别墅位于魔都南郊 楼盘名字就叫桃花屋 别墅主体建筑为一个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的古典灰派设计风格 共1100平 此外 别墅自带面积3600平的院子 院子由国内顶级园林大师 亲手设计 奇花异草 假山叠石 小桥流水 亭台楼械 与其说是院子 倒不如说是艺术品 许清音说着 还不忘用平板 打开了一个现场实拍的视频 苏宇只看了一眼 便问道 多少钱 许清音一正 诧异地看向苏宇 介绍了半天 这还是苏宇第一次主动询驾 之前都是他介绍得差不多了 然后报价的 看来苏宇似乎对这栋别墅比较重 不过想到桃花屋三号的具体情况 他又不由地头大 只好硬着头皮道 苏先生 这套别墅跟其他别墅不一样 不按平米计价 只有一口价 三亿八千万 而且这个价格 我是没有全线更改的 给不了您任何价格上的优惠 最多只能在全线范围内 送您一套好点的进口家具 因为这套别墅 严格来说 不算是我们公司的资产 是一个老板放在我们公司寄卖的 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 虽然那里的地段 稍微显得有点偏僻 但胜在环境好 而且 这栋别墅里的各项配置 几乎已经是全世界民宅的顶尖水平了 该有的都有 那位老板是做地产生意的 当时买他的时候 据说是 花了四亿出头 里面装修得漂漂亮亮 但是一天都没住过 本来就是囤着等卖的 只不过 如今楼市已经不比当初了 再加上他自己的公司 资金紧张需要周转 所以 报价才跌到3.8亿 条件是 必须一次性付清 说吧 他略有些紧张地看着苏宇 等待他回答 作为一个顶尖的销售 许清英自然不难看出 没有3.8亿先不说 光是必须一次性付清 这个条件 就太过于苛刻了 这栋楼之前 也有其他身家几十亿上百亿 根本不差钱的客户看过 可一听到要一次付清 人家想都没想都跑了 一次拿将近四亿现金出来买房 就算是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 老总都舍不得 而年纪轻轻的苏宇 呃 不是许清英看不起人 主要是 苏宇虽然开着大G来 可那玩意儿的价钱 还不如这别墅的零头呢 根本没法做参照 再加上苏宇这全身上下 不超过两千块的行头 怎么看 也不是特别有钱的人 想到这里 为了避免苏宇 被这个价格吓到 许清英当即便准备 给他推荐一套便一些的别墅 转移一下话题 以免他下不来台 可他话还没说出口 便听苏宇道 先去看看房吧 如果没问题的话 等会儿就能刷卡 对了 手续办下来需要多久 什么时候能入住 其实我觉得 这套更 下意识把到了嘴边的话说了一半 许清英才反应过来 红润的小嘴一时间都望了河上 愣愣地看着苏宇 苏先生 您的意思是 真打算买它 有什么问题吗 苏宇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于小宇这闺蜜 怎么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没 没问题 我这就带您去看房 手续的话 那位已经全权委托 我们公司处理了 如果您满意的话 今天就能搞定所有手续 许清英连忙起身到 MIOTA 我去拿一下钥匙 请您稍等 我在停车场等你 苏宇也顺势起身 带着于小宇下了楼 他选择这栋别墅的原因 倒是很简单 首先 位置在南郊 距离废弃工业园不远 他估摸着开车过去 也就十几分钟 其次 中式园林设计 确实点在了他的审美上 比前面推荐的那一水的 欧式建筑更让他喜欢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有这条件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不多时 三人便开车 来到了南郊的桃花雾小区 一进去 这里便肉眼可见地幽静了起来 与外面的热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非要说的话 这还真算不上太偏僻 除了小区外面 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 虽然说是郊区 可也比一些三四线城市主干道 还繁华了 只不过这个小区太大了 一套别墅 动辄占地数千平 而且还自带高尔夫球场 露天温泉等等 占地大的公共设施 所以越往里走 就越发显得幽静 这才给人一种偏僻的感觉 苏宇的车 很快就在许清英指路下 开到了三号楼前 青瓦白墙 飞檐翘角 别墅被一圈古朴的围墙围住 围墙边上 种着清雅的雷竹 清脆欲滴的竹叶 给清冷的冬日 平添了几分生机 朱虹的大门上 挂着一张牌匾 上书清雅贤居四个大字 一眼望去 一股历史的厚重感 便扑面而来 苏宇将车停在停车位上 看着这门口的设计风格 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算只看着外面 这里也绝对配得上 清雅两个字 苏先生 请 雪清英上前打开珠门 恭恭敬敬地 请苏宇先进 她倒也没推辞 跨过门槛 入眼的便是一片 赏心悦目的园林风光 狼腰慢回 严牙高拙 亭台楼屑 清泉流水 还真是奢侈啊 苏宇忍不住探导 很难想象 在寸土寸金的魔都 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3600平的花园 没来之前 她是真没啥概念 看到食物之后 才能意识到有多大 一个篮球场 通常也才400多平 这个院子 大概相当于 9个篮球场那么大 也难怪价格高到9位数 只怕光是这块地 都得上千万了 简单在许清英带领下 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基本跟那个演示的视频里 拍得没什么区别 内部不仅装修完毕了 连家具也是一应俱全 而且还 全都是安装好了 没有用过的 就连别墅内外的卫生 都有专人定期打扫 根本看不见一丝灰尘 MIOTA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苏宇对此相当满意 当即便对许清英道 你让人准备一下合同吧 今天就签了 许清英文言 顿时露出掩盖不住的喜色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 把合同带过来 最多半小时就能到 今天一定能把手续都办好 嗯 苏宇点了点头 正准备继续在周围看看 可突然眉头一皱 随后若无其事的 对一直跟在身后的于小宇道 我有点事情 要去楼上打个电话 别让其他人上来 等会合同送到了 我还没下来的话 你就让他们等着 啊 已经被苏宇豪制几个亿买房 震惊的人麻了的 于小宇一愣 随后连忙道 好 我不会让别人上去的 苏宇满意地点了点头 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道 等会儿自己选个房间吧 于小宇闻言 连忙心虚地看了眼 另一边正在和同事 打电话的许清英 随后略有些脸红地点了点头 苏宇一路来到二楼主卧 随机打开了个人面板 果然 刚才是双星再给他发消息 我已经说服城主了 速来交易空间 他还真做到了 苏宇眉头挑了挑 随后随手在面板上一点 便进入了交易空间 然后眼前再次一晃 出现在了那熟悉的会议室里 长桌对面 满头白发的双星 便坐在那里等着他 只不过这次 这个会议室里 却不止他和双星两个人 在双星旁边 居然还坐着一个 美道令人窒息 颜值身材丝毫不逊色 于双星的蓝发少女 这是 但是苏宇了眼蓝发少女 又将目光投向双星 一时间没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蔚来城的城主大人 双星抬了抬白皙的下巴 略有几分的异道 他虽然大部分时候 看着都大大咧咧的 可却又不真的是傻白甜 哪能不知道 苏宇之前 怀疑他说服不了城主 这会儿 把人带到苏宇面前 自然是要忍不住嘚瑟一下 我叫邱默 蔚来城城主 嗯 以后大概就不是了 蓝发少女起身行了个礼 与双星第一次见苏宇时的礼节 一模一样 苏宇 板板正正的作一回礼 随后 苏宇又瞟了眼双星 希望他能给个解释 到底是怎么把大活人 带进交易空间里来的 说好只是一块 乘在思维的电路板呢 不等双星回答 邱默便看出了他的疑惑 主动解释道 这只是一部仿生机器人而已 并非血肉之躯 我将思维上传到了 机器人的运算模块 仿生机器人 苏宇诧异地盯着他 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会儿 发现似乎有些不礼貌之后 才有些不舍地收回了目光 好家伙 这也太逼真了 无论是面部表情 还是皮肤质感上来 说 几乎都与活人没有丝毫区别 特麽兰星那些造娃娃的 要有这技术 不得卖风了 嗨嗨 双星倾咳了两声 将苏宇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然后才一挥手 放出来十台风暴动力装甲 这是与你说好的部分报酬 城主大人也已经到了 签约吧 苏宇见状点了点头 然后仔细查阅了一下 合同的内容 双星还是比较上道的 M.I.O.他 合同里有专门一条 就是关于这位城主大人的 大概就是 将他也划入了交易范围之内 条款中明确说明 承载邱默思维的 这台机器人掌控权限 在交易之后 会全权移交给苏宇 到了蓝星之后 他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得到苏宇同意才行 不用担心 他过去放的大招 给蓝星网络搞瘫痪这种事情 除此之外 等邱默的思维消散之后 这台仿生机器人 以及其中拥有邱默记忆的人工智能 也将永久归宇所有 基本上杜绝了所有风险的同时 还在原本的报酬上 白送了苏宇一个美艳无比的充气娃娃 和一个化时代的超级A2 这他根本没有理由不签啊 叮 伴随着交易空间的提示音 协议完成 苏宇和双星对此 倒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一直旁观着的邱默 则是惊奇地看了看自己修长的束手 差一道 居然瞬间就夺取了 这台仿生机器人的最高控制权限 超时空交易平台的科技 果然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 不过 他倒也没有过于纠结这个 看了眼苏宇后便笑道 那么我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就交给你了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苏宇汉首道 对于这位活了近两百年 心狠手辣 但却又拯救数百万人 于危难之中的未来城城主 他还是抱有一定敬意的 邱默点了点头 随后又看向双星 洒脱地取下了手上的一枚戒指 放到他面前 你太年轻了 性格又跳脱暴躁 未来城本不该交到你手上的 不过 你既然获得了这个 也许能改变废土的交易空间 那也没有比你更适合当成主的人了 看着眼前这枚他梦寐以求 代表着至高无上权限的戒指 双星神情 首先是有些错了 他是真没想到 邱默居然能这么果决 现在就把戒指给他了 随即他的娇躯便肉眼可见地颤了颤 下意识伸手过去拿戒指 那只手都肉眼可见地在发抖 只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戒指 却被邱默先一步握住了 他愕然抬头看向邱默 对上那一双湛蓝色的清澈仿生眼 不知为何 一股愧疚感突然涌上心头 还记得你们上学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吗 邱默温柔地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他看见戒指时的失态 无上的权力放在眼前 没人能保证自己不动摇 双星深吸了口气 答道 您说 未来城 要在废土中为人类找到未来 这是他从小到大在学校里听的最多的话 错不了 然而 让他意外的是 邱默居然摇了摇头道 这是未来城每个居民与生俱来的责任 不是我想跟你们说的话 但是没关系 那也不重要了 说着 他伸手捏了捏双星吹弹可破的翘脸 有些惆怅道 选择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只要你坐上了那个位置 有时候就必须要做出取舍 滔天的权势带来的同时还有无尽的责任 你的一举一动 都牵涉到未来城数百万人 甚至整个废土之中 数亿幸存者的利益 不管你怎么做 总会有人不满的 不要在意那些话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 这是成为一个独裁者 所必须要具备的品质 说着 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以前只是个搞科研的 一直以来都优柔寡断 即便明知道当初那个决定没错 却依旧让我下半 生活在无止境的愧疚之中 每当午夜梦回 我看见 那倒在血泼中的十万冤魂 仿佛都还能听见 他们凄厉的哀嚎 以至于我分明掌握了 未来城最高的权力 却又不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生怕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导致白白浪费了 战后重建的最佳时期 没有尽到作为 未来城城主理 因为族群生存尽到的义务 说到这里 秋莫顿了顿 然后缓缓将双星抱进了怀里 柔声道 孩子 你比我更坚强 很抱歉 用我自己 也没做到的事情来要求你 但是 拜托你了 说吧 他长出了口气 便准备松手离去 可双星此时 却突然伸手还住了他的腰 抬头道 我想起来了 嗯 我想起来你最常说的话了 像人一样活下去 我们的仙辈曾经征服了星辰大海 我们不该像重置一样 在这片肮脏的废土上腐烂 说着 双星忽然笑道 城主大人 去看看未曾被污染的世界吧 我会带大家 像人一样活下去 现在 你才是城主 秋莫亲手帮双星戴上了那枚戒指 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情没想明白 别墅二楼的卧室里 苏宇随意坐在床上 看着在窗边欣赏外面风景的秋莫 好奇道 你们那边是没有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些学科吗 为什么会给未来城城主这么大的权限 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利 也太可怕了一些 恰恰相反 秋莫回头看了眼苏宇 拔道 事实上 我们繁荣纪元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理念 大概领先你们这个世界500年左右吧 刚刚来到蓝星的时候 苏宇就允许了她在网络上 查看所有公开资料 不得不说 这个冲气娃娃的功能 比苏宇想象中还要牛逼得多 光是算力这块 就是蓝星最先进超算的几千亿倍 也不知道是什么天顶星科技 得到苏宇的允许之后 网络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防火墙 能拦得住她 所以 她才能在几分钟之内 就对这个世界当前的情况 了如指掌 怕是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的苏宇 都没她这么了解蓝星 不过听见她的话 苏宇还是忍不住吐槽到 领先这么多 你们还能搞出这种独裁者的管理模式来 什么文艺复兴 你觉得 在末世降临的时候 将视角放大到 整个人类族群的话 最重要的是情是什么 秋末淡淡道 保证种族延续 苏宇试探着道 是的 可这跟搞个独裁者出来 有什么关系 秋末略微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一只眼睛里 突然冒出无数蓝色光丽 光丽飞速汇聚 在苏宇面前组成了一副全息投影 苏宇宇宁神一看 她投影出来的 似乎就是小区外面不远处的一个街道 从角度来看 应该是安装在某个角落里的摄像头 投影的内容也很简单 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子 一边走路 一边抽着烟 等把烟抽的只剩下烟屁股的时候 便随手把烟头丢在了人行道上 而距离他不远处 却分明有一个可以灭烟的垃圾桶 什么意思啊 苏宇看得一头雾水 不过不等他问 眼前的投影画面却是一变 转而变成了一间客厅里的家庭监控视角 又是刚才那个男子 坐在客厅沙发上 玩着手机抽着烟 只是这次他抽完烟之后 却没有随手把烟头丢在地上 而是不耐烦地起身 跑到书房拿来烟灰缸 将烟头在里面摁灭 看明白了吗 秋末温和笑道 这下反而给苏宇干沉没了 公共的东西 总是有人会不爱惜 但对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却没几个人会随意破坏 当生存成为第一药物的时候 那么私权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比公权更大 即便掌握这个权力的人 并不那么聪明 可他至少也不会让所有人死光 否则他的权力还有什么意义 而这个权力若成为了公有物品 那么人类亡于内耗的概率 远比团结一新的概率更大 至于那些自由 民主 公平与族群延续相比 又算得上什么呢 咦 你们这会不会把人想得太离谱了 苏宇嘴角抽了抽 这是我们收集了十几亿人份的数据 在考虑到最极端情况之下 用最完善的算法 算出来的最佳结果 秋末摇头道 人性可以伪装 数字却永远不会撒谎 好吧 苏宇承认自己说不过他 甚至都快被他说服了 活了两百年的老妖婆 果然恐怖 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跟掰扯 他连忙转移话题道 你还有几天时间 大概四天半吧 秋末语气平淡 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 明天上午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正好双星也说 明天把油损送过来 干脆等明天油损到了 我再带你去世界各地转转 怎么样 苏宇提议道 能看一眼这个生机勃勃的 世界我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你最近抽不开身的话 倒也没必要陪我到处跑 秋末温和道 唉 果然还是两百岁的阿姨会疼人 苏宇感叹了一声 但还是道 倒也没那么忙 之前既然答应过双星的 也不能反悔不是 秋末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苏宇则是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发现自己上楼都半个多小时了 当即便准备带着秋末下去 虽说莫名其妙 从楼上带了个人下来很奇怪 不过这屋子 也不止一个出入口 倒也没必要跟人解释 为什么能大便活人 向来于小宇和许清英这俩 也不敢专门来问这个 不过 就在她准备招呼的时候 却突然注意到 秋末身上穿的 居然也是与自己同款的K 实战豆腐 这玩意儿啥都好 就是太他妈贴身了 这样带她下去 肯定不行的 苏宇吞了口唾沫 略移思索 在二楼的柜子里找了找 居然还真给她找到了几套 还未开封的女装 是很保守的女士西装类型 连配套的高跟鞋都有 不愧是号称 可以拎包入住的高端住宅 她让秋末换上这身衣服 然后才带她下楼 果不其然 于小宇和许清英 虽然对她突然从楼上 带下来一个漂亮的 过分的女人 有点吃惊 可却根本没敢多问 至于那过来签合同的法务人员 则是根本不知道 秋末是突然冒出来的 还以为本来就在这里的来着 M.I.O.他 苏先生 我们这边的合同已经 准备好了 另外也已经在房管局预约过了 您签下合同 我们立马就能送过去 今天手续就能办好 三天内就能把证送到您手上 许清英连忙起身恭敬道 嗯 苏宇接过那厚厚一落合同 正准备翻开仔细看看 可才打开第一页 脑子里就突然灵光一闪 看向身后的秋末道 你懂法吗 他问的当然是蓝星的法律 秋末微微汗手 接过了合同 各国法律条文 他在连接上这个世界网络的一瞬间 就全都弄清楚了 这个律师法官都没有他懂法也不为过 哗哗哗 飞速翻页的声音响起 秋末淡蓝色的毛子里 似乎散发着某些隐晦的光芒 几乎以每秒钟一页的速度 两分钟不到 就翻完了这一百多页的厚厚一落合同 然后将合同交还给苏宇 点头道 没问题 苏宇也不宜有他 当即提笔就要签名 这 你不再看看 于小于忍不住道 好家伙 这可是3.8亿的合同 就这样一秒钟一页的乱翻一遍 就当是看完了 倒也不是他针对秋末什么的 而是这看起来实在太草率了 不用看 苏宇一边签字一边摇头 在速度方面天赋一柄 看过的肯定没问题 还 还有这种天赋的吗 于小于愕然看了眼秋末 速写他倒是听说过 还有能速度的 秋末则抱以一个温和的微笑 他看完整本合同只花了一分多钟 但苏宇签名却花了整整十分钟 毕竟要签名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 合同是一事三份 他得签三遍 难免费时一些 签完合同 苏宇便痛快地在POS机上 直接刷出去了整整3.8亿 原本的4亿3000万存款 瞬间就只剩下可怜的5000万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钱花的还是很值的 对于这个住处 苏宇现在是怎么看怎么满意 就算不提那3600平的大院子 光是这个主楼 就 有地上地下 就有以前多平的面积 能够住人的房间有十几间 什么时候来个金屋藏娇 一间房里塞一个美女 嗨嗨 克制克制 许清英与他们公司的人 在签完合同之后就离去了 走之前 还专门来加了苏宇的微信 说是房子有什么问题 尽管找她 同时苏宇买这个房 能让她获得一大笔提成 她也想请苏宇吃饭 嗯 听起来似乎有点耳熟 跟之前买车的时候 于小宇加她联系方式的理由一样 只能说 果然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就是不知道她和许清英 最后会不是也发展成于小宇这种关系 虽然但是 反正她是不会拒绝的就是了 眼看这会儿 都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苏宇瞥了眼屋子里 仅剩的于小宇和秋末道 我看这屋里虽然该有的都有 不过多多少还是有点单调 出去逛街买点东西吧 顺带着晚饭 也在外面解决了 好啊 于小宇欢快道 而秋末 也是甜蛋的点了点头 简单收拾了一下 苏宇便带着两个 回头绿拉满的美女出了门 一路开到最近的商业广场 停好车后 几人便直接进了 商场里的寄饭西装柜 有一说一 苏宇其实也没想好 到底要买点什么 虽然说是要给新家添点东西 可是仔细一想 里面好像还真就什么都不缺 不过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 买衣服肯定是没错的 毕竟秋末身上这身衣服 是房间里自带的 品质一般 而且也算不上合身 看起来怪类的慌的 而且于小宇显然也对衣服挺感兴趣 一大家都没意见 那当然先看看衣服呗 只不过让苏宇没想到的是 哟 是小宇啊 没听说你他男朋友了 这是在陪客户逛 苏宇 天地良心 他们只不过是随便挑了家电进来看看而已 他们居然才一进门 就又碰到了 他那个逆天的初恋女友 与小宇的怨种同事 赵新欢 又一次看见了苏宇 赵新欢这次的心情 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毕竟上次是在店里 苏宇是客户 他只要不想被4S店开除 是怎么也不敢扎毛的 只能任由苏宇无视他 再怎么憋屈 也只能忍着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在店里 他发挥的空间大大增加 上次的事情 赵新欢基本已经想通了 虽然苏宇全款买大计 让他很震撼 不过他却不信 事情能这要巧 我读这么多奔辞的4S店 苏宇偏偏跑到了他上班的店里买车 说是巧合 他可不信 虽然询问了一圈上学时的朋友 都说苏宇并没有找他们问自己在哪里上班 可赵新欢却还是坚信 苏宇就是有钱了 专门找到他店里 去装逼给他看的 不过对于这件打了自己脸的事情 赵新欢却并不在意 都这么多年了 苏宇发达了 还不忘去找他装逼 说明什么 说明苏宇心里还是放不下他 在他看来 这就是自己的机会 真正榜上有钱人 摇身一变成为豪门库太太的机会 而不是之前那样 只能给那些有钱的中年大叔当个小三 随时都可能被踹 亦这次趁着休息出来逛街 他本来是想买点新衣服 新化妆品什么的 给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再找机会 约苏宇见一面的 只不过却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偶遇了 看见苏宇之后 原本准备出演嘲讽于小宇的赵新欢 顿时关注了嘴巴 刻薄的神情 瞬间变得温柔起来 苏宇你也在啊 最近怎么样 过得好吗 他说话轻声细语 还略带了些颤音 一开口便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仿佛真的像是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再见一样 苏宇 尼玛的 搁着眼穿去变脸呢 这变脸速度 不去当演员 真特么是内鱼的损失 当然很好了 当当买了栋别墅 花了四溢呢 于小宇挽住苏宇的胳膊 抬了抬白皙的下巴 苏宇嘴角扯了扯 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 拍了拍屁股 被于小宇的话表示鼓励 顶级嘴T了属于是 有些话他一个男人说出来 其实没什么杀伤力 只会显得他在刻意装逼 让于小宇去跟赵新欢撕 那就再适合不过 四溢 赵新欢瞳孔猛的一缩 音调都不自觉地高了几个档 那装出来的样子 差点都没绷住 他第一反应当然是不幸 可转眼又想起来 那天苏宇全款 几百万买车的事情 一时间又不敢确定 走吧 进去了 苏宇摇了摇头 自始至终都懒得搭理他 带着秋默和于小宇进了店里 赵新欢见状略略犹豫 看着于小宇 亲密地挽着苏宇胳膊的样子 眼里都快喷出火来了 一咬牙便连忙跟了进去 拦在苏宇面前道 那个 最近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说话间 他还伸手拉了拉苏宇的衣角 神情恍然 我见犹怜 然而 苏宇却是毫不客气地扯回衣角 淡淡道 没时间 开玩笑 这两天 他可还有一堆事要处理来着 就算真没事 也还有李芸汐 楚岳 许清英一堆大美妞 等着他去泡呢 赵新欢几把谁啊 还想耽误他时间 然而赵新欢却依旧不依不饶 真的这么绝情 想当初我们 话说到一半 他便止住了声音 居然强行挤出了 几滴眼泪 抽叶了起来 苏宇 这里的人流量并不小 他这么一搞 周围的人顿时便围观了起来 看见赵新欢 可怜兮兮地抹眼泪的样子 在看苏宇身边 带着于小宇和邱沫两个美女 便以为是渣男事发 纷纷指指点点 甚至有不少人 还拿起手机开始录像 苏宇嘴角扯了扯 顿时便猜到了 赵新欢想玩什么把戏 正准备让店员 来赶人的时候 一直都充当 看客吃瓜的秋末 却是柳眉挑了挑 湛蓝色的仿生眼中 闪过一抹红光 周围在拍视频的手机 顿时闪烁了几下 直接黑屏了 做完这些 他斜了眼苏宇 凑过来小声拱火道 在这里 你做什么都不会传出去哦 甚至我可以让外面的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今天咱们来过这里 苏宇哭笑不得的 把他凑过来的脑袋推开 虽然以他能掌控 网络的能力 苏宇就算真恼羞成怒 穿上动力装甲 把这里人全都图图了 他也能切断一切线索 不会让今天的事 请传出去半点 可这里又不是 人命不值钱的废图 苏宇也不是什么杀人狂魔 不至于为了这么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恼羞成怒 一枚管拱火的秋末 他将目光看向赵新欢 淡淡道 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有些钱可没那么容易赚 赵新欢的目的 他大概也能猜到一点 无非就是引导舆论博同情 那一套某些群体的惯用伎俩 到时候 把不明真相的路人拍的视频 一上传到网上 再买点流量 写篇小作文 分分钟就能让苏宇被万夫所指 不过有秋末在 这种手段第一步就成不了 因为根本没人能拍出视频来 当然 即便是没有秋末 苏宇也完全不带怕的就是了 真当他的钱是废纸啊 想造谣 问过他的超能力了吗 没有继续管他 苏宇转看向 已经注意到了 这边动静赶来的店长 我刚才看见你们店门口的logo上 有万夫集团的商标 你们跟万夫集团有什么关系 刚赶过来 准备霍西尼的店长一愣 连忙答道 先生 我们万夫集团 名下的全资子公司 万夫运动 是继犯锡在魔度的全权代理 这家店当然是万夫集团投资开的 哦 我跟你们万夫集团董事长家的 千金楚岳小姐比较熟 苏宇淡淡道 店长顿时瞳孔一缩 态度来了的180度大转弯 连忙点头哈腰道 居然是楚小姐的贵客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先生快请进 这里我们来处理就好 楚岳其实是极为低调的 平时很少会插手 万夫集团在国内的生意 这个店长在万夫集团 工作了20多年 也就是偶尔有次公司年会的时候 听总公司的老人 说过这位大小姐 只知道 大小姐负责的是 集团的海外事务 是整个万夫集团 除了董事长之外 说话最算术的人 连她这种老人 都只是隐约听说过楚岳的名字 扯虎皮 至少她知道楚岳这个人 那她就绝对不简单 根本不是一个 小小的店长能得罪的 与其按照原本的思路 霍欣妮 还不如帮苏宇 解决了眼前的小事 顺水推舟 送人家一个人情 哎 见苏宇带着人离开 赵新欢顿时急了 连忙不要追上去 她分明都演到这种程度 吸引了这么多人围观 正常来说 就算是不能如她想象中那样 直接挤掉别人 化身豪门阔态 可至少也能从 突然发达了的苏宇身上 敲一笔的才是 毕竟这个时代 真相不真相的 可没人在意 刚才的情况 只要被人拍下来 传到网上去 她就已经赢了 到时候 在颠倒黑白写个小作文 声泪俱下控诉一番 再花钱买点流量 还怕苏宇不乖乖就范 可这些围观群众 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分明刚才都举起手机了 这会儿 却一个个又把手机 拿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的 居然没有把视频拍下来 搞得她刚才的表演都白费了 从他们的议论来看 似乎是手机坏了 这么多人 手机同时坏是什么鬼 这位小姐 你已经严重影响了 本店的正常营业 请您离开 否则 我就要喊保安了 店长拦在赵新欢面前 神情不善道 可是 我跟他赵新欢急忙 就要不说些什么 可话 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只听店长不耐烦道 那位先生说 并不认识你 你若真与他有什么纠纷 可以报警处理 或者等他去了外面之后再谈 此时正是本店的营业时间 请您离开 如果您不方便报警的话 本店可以帮您 赵新欢横横地看了眼 一边打电话 一边带着人 已经在挑选衣服的苏宇 跺了跺脚之后 正准备先出去再想办法 可没过多久 他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看见上面的备注 他脸色一变 连忙选择接通 吴经理 这个时候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吗 吴经理 就是他上班的那个4S店负责人 你现在在哪里 电话那头 赵新欢愣了愣 疑惑道 今天我休假 在外面逛街呢 怎么了 是客户 有事吗 你是不是当前 跟一个姓苏的先生 起了冲突 赵新欢直接梦了 就这点是 自己顶头上司 怎么就知道了 看来是你没错了 电话那头 吴经理冷漠道 刚才魔督总部的周总 专门为这事打电话来了 苏先生是我们奔辞的贵客 你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违反了 销售服务人员的行为准则 下星期来店里收拾一下东西 领一下工资 走人吧 赵新欢 计犯西店里 苏宇远远瞥了眼 拿着手机 失魂落魄地 站在远处的赵新欢 无奈地耸了耸肩 本来他是懒得搭理这货的 谁让他不识抬举呢 给脸不要 那就别怪他不讲情面了 依他刚才那个电话 就是打给奔辞魔督总部负责人的 之前因为带外骨骼参展的缘故 他还轻负奔辞总部 跟人家见过一面 说起来 还是有些缘分的 那家伙收了苏宇不少钱 区区开除一个销售这种小事 当然提一嘴就行了 没有继续理会赵新欢 他陪于小宇和秋末 在店里逛了一圈 等到出门的时候 手里已经拎满了 大大小小的购物袋 余额20W 接下来又是各种各样 其他的店 等把整个上场一圈逛下来 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 大具的后备箱 也被一个个大大小小的 购物袋塞满 不过花的钱倒是不算多 也就刷走了70多万 随便找了个餐厅 吃完晚饭之后 他们便一起回了 刚刚买下来的桃花物三号楼 晚上倒是没有安排 什么特殊活动 跟于小宇运动了一下 便早早休息了 毕竟 明天还有不少重要的事情来着 周伯威之前已经暗示过他 明天军方那边 对于外骨骼的事情 大概就有结果了 光是这个到时候谈判 估计都得谈半天 还有双星那边答应 要把三艘有损机 禁地轨道飞行器送过来 一日清晨 素语罕见的起来的大 早 而今天虽然是周六 不过于小宇上班的4S店 毕竟属于服务业 是没有周末的说法的 起了个大早 跟素语打了个招呼 便自己打车上班去了 至于秋末 他现在思维在电路板上 自然也不存在疲惫 根本不需要睡觉 素语才起床下楼 他便已经将早餐做好了 看着餐桌上丰富精美的食物 素语倒是有些诧异 你居然还会做饭 我前半生生活在物质 无限量供应的繁荣纪元 当然会做饭 秋末白了他一眼 将一份看起来 便让人食指大动的炒饭 推到了他面前 好多年没做过正经食物了 尝尝看 他这具身体的能量来源 是位于胸腔里的一个 冷和巨变反应堆 是不需要吃饭的 而废土世界 也没什么美食能够品尝 在双星成为 超时空交易平台的代理人之前 普通人基本都是吃 难以下咽的营养高度日 即便是未来城的权贵 也只有偶尔 才能吃几口未来城内部的 浓木基地产出的正常食物 大部分时候 也得靠营养高过活 味觉对于废土世界的人来说 早就已经是一种负担了 因此 他们制造的仿生机器人 当然不可能还专门添加味觉模块 没有哪个设计师 能弱智到这种程度 苏宇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那盘精致的炒饭 也不由得暗叹了一声 说实来兰星看看 结果除了看之外 还真就体验不了别的什么 随意坐在了餐桌前 苏宇虽然对他的厨艺有所怀疑 但还是抄起筷子 扒拉了一口 紧接着他便眼前一亮 竖起了大拇指 好吃 这真不是他做样子给丘默看 而是真的很好吃 是吧 丘默眼睛完成了月牙 半条砍道 我十几岁的时候 还拿过我们是中学生厨艺大赛的第一名呢 一十几岁的时候 苏宇咽下嘴里的食物 好奇道 那时候 你们世界还处于繁荣纪元吧 繁荣纪元是什么样的 繁荣纪元是什么样的吗 丘默脸上闪过追思之色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但也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时代 哦 怎么说 苏宇好奇道 嗯 丘默沉淫了片刻 这么跟你说吧 按照你们这里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说法的话 我们世界从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实现可控核聚变商用 只花了八十年 苏宇 等会儿 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 有多久了来着 快有两百五十年了吧 特么这里核聚变实现商用 还在永远的五十年呢 这 为什么能这么快 这种科技发展速度 也太离谱了一点 不知道 丘默耸了耸肩 关于那个年代的秘密 早就被历史尘封了 那个时代的科技发展 为什么能那么快 已经成了个未解之谜 繁荣纪元许多人 试图探寻这个秘密 最终都是一无所获 最可信的说法 是那八十年 一直处于战火之中 从未停歇过 军备竞赛的压力下 才能在短短几十年内 让科技爆炸 当然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作为科研人员 我是不信的 不过信不信也没所谓 反正也不重要了 从蒸汽机到核聚变 我们花了八十年 从第一次把卫星射向太空 到发明区率引擎 我们花了两百一十年 然后 我们就进入了繁荣纪元 太空中有无穷无尽的资源 我们也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足够落霞世界 每个人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对于繁荣纪元的大部分人来说 普通工作是没有工资的 因为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而已 当然 繁荣纪元也并不完全是 躺着等救济金就可以了的 人类联盟会为每一个新生 配发一台仿生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 会代替他们去工作创造财富 而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可以领取机器人 给他们挣来的工资 如果机器人坏了的话 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出钱修缮的 而少数发工资的工作 比如我这种搞科研的 通常来说 每天工作时间也不可以超过两 各小时 报酬的话 按照你们这边货币的购买力来算 大概实行在20万RMB左右 也不对 世界不一样 不能这么算 那会儿没人在意这个 钱只是个数字而已 人们有大量时间享受生活 但从那以后 我们世界的科技 便几乎陷入了停滞 繁荣纪元400年 我们最大的成就 也就是在原本科技的基础上 做出了一些升级而已 再也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了 这就是繁荣纪元吗 就连已经身价不菲的苏宇 听完他的描述 都忍不住心生向往 这是乌托邦啊 这样的世界 就这么毁了 真是可惜 苏宇忍不住摇了摇头 倒也没你想象中那么美好 秋末嘴角扯了扯 勾出一抹讽刺的弧度 繁荣纪元的荒唐你 恐怕都想象不出来 那些手握无数资本的富人们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找一颗荒芜的星球 毫无意义地 投入大量资源进去 甚至在星球轨道上 见个人造太阳 将之变成一颗一具星球 然后使用大量克隆人 陪他们玩角色扮演 当皇帝的游戏 肆意释放人性中的阴暗 每天玩得不开心了 就用艰辛泡一泡 给那个星球炸了 再换种玩法 他们管这个 叫星球养成游戏 这也一度成为繁荣纪元 无论贫富 人人追捧的娱乐活动 而慢慢地 穷人们开始对富人们 这也挥霍无度的荒唐生活 极为不满 甚至愤慨 虽然富人们迫害不了人类的公民 也损害不了他们的利益 但他们就是会不满 这种不满的来源 大概来自于人类的攀比喻 他们的诉求是 希望人连给每一个公民 都发一颗星球 虽然繁荣纪元在物质上 已经达到了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可这种要求 也是人连无论如何 都无法答应的 然后在繁荣纪元末期 反抗军出现了 他们的口号 是推翻人连暴政 哦 也不止这一个口号了 还有类似战争 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需要战争之类的口号 怎么样 按照你们世界的发展历程来看 这种事情很难以理解吧 苏宇 猛了好一会儿 他才看看反应过来 秋末这段话里的 最关键的部分 繁荣纪元末期 反抗军 鼓动 他下意识吞了口口水 难以置信地看着秋末 你们不会就是这么把繁荣纪元 完成了现在的废土的吧 如果真要是这样 那也太过于逆天了 非要说的话 算是吧 秋末点了点头 人连在探索星海的过程中 也会经常遇到一些 存在土著的星球 所以 一直以来 还是保有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的 反抗军出现不到一个月 就一败涂地 被撵到了星系边缘 说到这里 秋末顿了顿 转头看向窗外 清晨湛蓝的天空 然后 末日来了 他们遇到了 比你们科技更发达的外星人 苏宇挑了挑眉 以他描述的繁荣纪元来看 除了遇到外星人被降维打击 苏宇实在是想不通 有什么能让他们变成现在的鬼样子 也不能说是外星人 只能算是超出我们理解的外星生物 一种真菌 秋末简单解释道 这种真菌 能够寄生在人类体内 操控人的思维 吸收人的记忆 把人变成怪物 追击那些反抗军的是 星海第九舰队 人连最强大的舰队之一 他们抓住了那些反抗军 想要把他们带回来审判 然后整个舰队 都在翘无声息之间 被这种真菌控制了 再然后 这些真菌就如同瘟疫般 在星海中扩散开来 等人连 发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掌握了 人连大半的舰队 战争只持续了两年时间 纵横整个星系 无敌的人连 就毁灭在了 这小小的真菌手里 是不是觉得非常难以置信 现实有时候 就是这么荒诞 秋末耸耸耸肩 M.I.O.T.A. 其实 人连对于探索新的星球 是有一套完善的流程的 如果按照流程来 这些弱小诡异的真菌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 只是第九舰队 在追捕反抗军的过程中 掠过了这些流程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为了对付这种真菌 研究了大量的基因武器 和生物武器 最终 我们消灭了部分真菌 守住了母星 可我们研制出来的那些怪物 却比真菌更可怕 污染了 我们整个母星 然后就是废土纪元了 苏语是真的惊了 人类还有这种死法 它是万万没想到的 横压星海的强大文明 内部闹了点内讧 然后好死不死的 就遇到了这么个诡异的东西 然后 一波给自己完没了 而且 人家还是拿着他们自己的武器 给他们干没了的 这也特么太离谱了点 更离谱的是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其实他们那个世界的人类 还完全有翻盘余地的 以他们的技术 拉一批人坐上飞船跑出去 换个无人星球重新开始 要不了几年也能打回来 毕竟这些真菌 可以操控人的思维是一回事 可毕竟只是 真菌生物 论创造力 绝对是不如人类的 发育个几年 研发点新武器 不得随随便便吊打他们 可他们那世界的人 在最后关头 却没有暂避锋芒 而是研制生物武器 核基因武器跟人家对刚 然后搞出来个更大的麻烦 彻底把自己完美了 真就是人均作死 小能守势吧 人果然还是不能太闲了 苏宇心有余悸 富人能想出星球 养成游戏这种逆天操作 就足以证明 他们有多荒唐了 而那些反抗军 则更是重量级 被供养着啥也不用管 只需要吃喝玩乐的好日子 不过直接扯其造反了 是啊 秋末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苏宇突然感觉到 交易平台有信息传来 看了一眼后便道 双星发消息过来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不用了 秋末摇了摇头 那你一个人坐会儿 苏宇转头进入了交易空间 熟悉的会议室里 穿着风暴动力装甲的双星 就坐在对面 可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却是搁着老远 传入了苏宇的鼻腔 让他不由地扯了扯嘴角 随手拉开椅子坐上去 也遇到 这是杀了多少人 二十多万吧 双星不在意道 要是不杀这些人 我都没想到 他们居然藏着这么多好东西 没开封的星剑 我都找到了不止一艘 星剑 苏宇眼睛一亮 别想了 不是战剑 就是几艘殖民舰 双星耸了耸肩 随后一白手 把三艘有损级 进地轨道飞行器 交易给了苏宇 这次的生意 就算是两清了 苏宇见状点了点头 忍不住嘀咕道 其实殖民舰倒也不是不行 搞不好还有大用吗 有个屁用 双星翻了个白眼 你们世界现在的科技 这东西 拿去也复刻不了 拿来用的话 靠这几艘小型殖民舰 殖民外星 没有一百年 那想都别想 对你来说还不如 有损好用呢 指望这个 还不如抓紧攀科技术 说着 他手里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块硬盘 对苏宇挑了挑眉 第一代到第四代 核聚变的所有技术资料 和生产图纸 怎么样 感兴趣吗 苏宇顿时目光一鸣 好家伙 这是来了个王炸啊 如果能把这东西搞到手 那这就毫无疑问是 他从获得交易空间到现在为止 价值最高的一笔交易 深吸了口气 他沉声道 代价呢 未来二十年内 每年向蔚来城提供 一千万吨粮食 种类不限 双心给出了自己的价码 那就是两亿吨粮食 九州是人口大国 粮食消耗这块 自然不用多说 根据统计 如果把民间存粮算上的话 九州的粮食 大约在十亿吨以上 而现在九州每年产出的粮食 也连续多年达到了六亿吨 两亿吨 也就一年粮食产粮的三分之一 按照三千块一吨的价格来算 也就只需要六千亿 六千亿买全套成熟能用的 核聚变技术 只能说 傻子来都知道怎么选 更别说 这六千亿的粮食 还能分二十年付款 核聚变代表着什么 代表无尽的能源 无尽的粮食 代表着真正的未来 可以 不过这个得从明年开始 苏宇点头答应了这笔交易 甚至都没有讲讲价 双心对他那边的情况 已经是相当了解了 在明知道价格开得再高 苏宇都不会拒绝的情况 还是选择给了个相当低廉的价格 苏宇在讨价还价的 也没什么意思了 两人完成这笔交易 然后苏宇转而又问道 承载秋末思维的那种仿生人 你们那边的产能大吗 你想买仿生 人 双心下意识问了一句 随后又点头道 也对 你也确实需要这些仿生人 他那句仿生人是特制的 不是量产的东西 你想大量买 肯定没门 不过 你也没必要买那种 我们未来城 也有生产一些比较低端的仿生人 能力吗 在人工智能的调度下 肯定比你们 世界招收的大部分员工好用就是了 下到流水线打螺丝 上到开心件殖民太空 除了缺乏创造力之外 人能做的事情 他们都能做 忠诚问题 也完全不用考虑 昨晚清缴的时候 刚好缴获了一仓库 大概有两千多具吧 想要我现在 就能给你拿来 仿生人和克隆人 不是同一种东西 仿生人严格来说就是机器人 就是做成了人的样子而已 克隆人那就是真人了 是由克隆的人类细胞 一步步在培养民里培养长大的 说是真人也不为过 目前 苏宇和双星的等级都比较低 还无法交易活物 自然就不能做克隆人交易 而因为秋末的存在 在他思维消散之后 记忆会与他那具身体里的人工智能模块融合 苏宇就能获得一个拥有前任 未来城城主全部记忆 超级牛逼的人工智能 有这个人工智能从中调度 仿生人反而比克隆人还要好用得多 至于价格 说到这里 双星露出迟疑之色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要点啥 要粮食吧 有核聚变那笔交易在 明年开始 就能每年获得一千万吨粮食 未来城也就那几百万人 每年这些粮食都吃不完 要再多也没用 而要的少了 那就太亏了 其实对他来说 这两千个仿生人 反而比那些随便拷贝一份 就有了的核聚变技术更珍贵 白给是肯定不行的 一颗能让人多活二十年的严寿金丹 如何 苏宇微微一笑 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 打开盖子 沁人心脾的心香 顿时充斥了整个会议室 愁愁中的双星一愣 随即便瞪大了亮晶晶的眼睛 死死盯着盒子里那枚弹珠大小 色泽晶莹的严寿金丹 严寿金丹 双星盯着木盒子看了好一会儿 随后才难以置信地看向苏宇 你第二个匹配到的交易对象 居然又交易成功了 对方还是来自玄学世界的人 是啊 苏宇耸了耸肩 这可真是 双星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得到交易空间的时间 不知道比苏宇要早多少 可真要说起来 真正从交易空间尝到甜头 也就是在苏宇之后而已 之前遇到的 要么是各种奇葩 根本没法正常交易 要么就是穷得响叮当 拿了黄金都没命花的那种 而苏宇第一次匹配的交易对象就是他 第二次 居然又匹配到了一个合适交易的对象 还能搞来这种 可以延年一寿的好东西 双星承认 他是真的酸了 所以换不换 苏宇敲了敲桌子提醒道 换 双星连声答道 亦可能延寿二十年的金单 傻子才不换 苏宇文言赶紧签下交易合同 将这事定了下来 然后才有些疑惑道 说起来 你们世界不是可以通过一体改造 更换器官的方式延长生命吗 就像秋末那样 怎么还对延长二十年寿命 这么感兴趣 有一说一 他刚才也就是试试 还真没想到 双星居然一口就答应了 你不懂 双星打开刚刚交易过来的 严寿金单 看着朱元玉润的丹药 眼里露出痴迷之色 更换器官这种严寿方式 其实很低级 大概就是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哪里坏了 换哪里 绝大多数人自然死亡的时候 不是因为寿命走到了尽头 而是体内器官开始衰竭了 所以 更换仿生学器官 与其说是延长寿命 倒不如 说是把人类本该有的寿命 还给了自己 而这些出自玄学世界的东西 则不一样 它是在另一个维度上 以某种神秘的力量 延长了人的寿命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样吗 苏宇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但随即又道 那这样说来 岂不是可以用 这个让丘末活下去 正在欣赏金单的双星也是一正 挠了挠头道 理论上似乎确实可以 不过他现在只剩下思维 肉身都没有了 也没法用吧 也是 苏宇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想这个 丘末的生命 只剩下几天 本来也是早有准备的事情 虽然经过这一天的相处 他深感 有个前卫来城城主 在身边帮自己办事 有多方便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愿意就人家一把 不过就不了的话 那就不怪他了 又完成了一笔仿生人的交易 苏宇依旧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转而继续道 你们那边有没有那种 可以快速盖房子的那种工程机器 晚点跟军方达成合作之后 有了军方的那层关系 他的公司和工厂 都可以搞起来了 郊区废弃工业园那块地 自然也需要重建一下 以蓝星目前的技术 翻修一下倒是不难 可要推到重建的话 没有个一年半载是不成的 而那个工业园 是上世纪的产物 大部分建筑都已经是微房了 重建是很有必要的 苏宇不相等那么久 自然就得把主意 打到双星这边来 毕竟它现在是蔚来城城主 手头能掌握的生产力 只怕比整个蓝星 还要强无数倍 更何况 蔚来城还有个 重建废土的远大理想 按道理说 应该是有基建方面的 相关技术才对 这一拳地形工程改造模块 双星淡淡道 该模块由八千多个 分工不同的工程机器人组成 中央AI统一调度 简单来说 你只需要划定工程区域 它就能自动勘察地形 自动设计几千份建筑图纸 总有一个你喜欢的 选一个就行 选完之后 你只需要提供原材料 其他一切都不用你管 以它的建造速度 三天之内 就能从平地里 建造起一座上千米的高楼 听说繁荣纪元 曾经以十套这样的工程模块 在三个月之内 就把一个人口上亿的 区域中心城市 完全推倒 重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出来 妈的 这也太香了 怎么慢 苏宇连忙问道 非卖品 未来城也就这一套来着 以后我们改造废土 还用得上 双星摇了摇头 但话音未落 便挑了挑没道 但是可以租 一颗岩寿金单租三天 怎么样 一个月 苏宇给出了自己的价码 不行 最多五天 二十八天 最后 苏宇 以一颗岩寿金单 租赁12天的价格 把那什么全地形工程改造模块 租了下来 双星成了未来城城主之后 倒也痛快 只让苏宇等了半个小时不到 便带着2000多名仿生人 和那个工程改造模块回来了 然后今天的交易 便算是达成 苏宇获得了废土世界第一代 到第四代 核聚变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图纸 三艘有损集 禁地轨道飞行器 2000名仿生人 一套G9000工程改造模块 而双星则获得了 未来城城主的位置 两亿吨粮食 以及两颗岩寿金单 如果后续苏宇 还需要继续使用工程改造模块的话 她还能获得更多岩寿金单 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回到蓝星 一想到这次交易的收获 苏宇便觉得心情大好 看了眼空旷的别墅 一挥手便从物品栏里 放出来了几十名仿生人 在她公司什么的搞好之前 这些仿生人 暂时也没有其他作用 倒不如放出来 让他们在别墅里打打杂 看来 你这次收获不菲 秋末看着这一院子的仿生人 调侃道 双赢而已 苏宇笑道 接下来就麻烦你暂时 给他们安排一下工作 修修花花草草也好 当门卫也好 总归别让这么大的院子 看起来太清冷就行 秋末点了点头 随后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这些呆呆站在院里的仿生人 便都动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苏宇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正是之前第一次发现 外骨骼的军方研究员 周伯威 可以去谈合同的事情了吗 好 我现在就有时间 派人来接我 听到这里 苏宇正准备答应下来 可却看见一旁的秋末 忽然摇了摇头 顿了顿 他便答道 不用 你发个地址给我 我自己直接过去就行 还快一些 好 那就这样 电话内容自然不出意料 M.I.O.T.A. 是军方那边的测试 基本也接近了尾声 准备跟他商谈 收购外骨骼的事宜了 挂断电话之后 苏宇看向秋末 自己拒绝军方来接 而秋末则是淡淡道 其实 以你现在手里掌握的东西 已经不必这么谨慎了 可以稍微透露一些实力 这样才能让你在 接下来的谈判中 为自己争取更多筹码 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否则 你想按照之前的设想一样 在那片废弃的工业区里 打造一个不受任何人 约束与窥视的世界 是完全不可能的 外骨骼里的那些科技 虽然对这个世界来说非常厉害 可还没有能够让军方 彻底无视安全隐患 放任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的地步 可你如果展露出远超 他们理解的科技和力量 那这种问题就不存在了 他们只要不傻 就会答应你的那些要求 虽然才到这个世界来一天 但以秋末 能横行互联网的恐怖能力 早就知道 苏宇跟军方之间的交易 大致是什么情况了 当即便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那你的意思是 苏宇皱眉道 你不是有风暴级动力装甲吗 咱们直接穿上动力装甲 开油损过去 秋末果断道 这么直接 会不会 他略有些迟疑 毕竟那些小说里 主角在获得了一些超前的东西之后 不都是选择低调谨慎 才不露白吗 这一下 给家底都捅出去了 恐怕不合适吧 会不会 让他们以为 你是外星人 秋末翻了个白眼 你一个前几天 还在上班的公司小职工 突然拿出来一套 画时代的外骨骼 你觉得这是符不符合常理 人家 早就把你查了个底调 正在头疼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与其让他们自己猜来猜去 不如你 直接给他们整个大的 直接告诉他们 就是外星人派来的 一个掌握超高科技的地外文明 来到蓝星之后 不仅没有侵略害人的恶劣的行径 反而还愿意平等交易 有这种背景在身上 你猜后面的谈判 会不会简单得多 最最关键的是 凭借风暴及动力装甲 和有损这些装备 他们除了与你合作之外 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 没有自保之力之前 你需要考虑财不露白的问题 有了这些 还怕什么 好像也对 苏语恍然大悟 即动力装甲在手 蓝星上除了大蘑菇之外 根本没有什么武器 能一下给他秒了 只要秒不掉他 他开上有损 直接就能跑太空里 去对着地面的麻瓜 来几发轨道打击了 根本没有后顾之友好吧 那他还藏着掖着的 怕个锤子 该别人怕他才对 苏语瞥了眼秋末 果然还是年纪大的阿姨 见多识广啊 他都有点舍不得秋末死了 不过这个可以稍后再说 嬴政这边 既然有严寿金丹这种东西 搞不好 也还有些别的玄学物品 可以救秋末 到时候再问问吧 反正还有几天来着 至于现在 当然是先去给这个世界的人 来点小小的废土震撼 哦 苏语一白手 两台风暴及动力装甲 便出现在了别墅门口的空地上 按照废土那边的划分 外骨骼分为轻型外骨骼 中型外骨骼 重型外骨骼 而动力装甲 也分为轻型 中型 重型 重型外骨骼 在很多方面 与轻型动力装甲参数很接近 但战斗力 打爆100台重型外骨骼都不在话下 比起跟高级的中型动力装甲 和重型动力装甲 这轻型的动力装甲 又不够看了 而这套风暴及动力装甲 则是繁荣纪元人连太空军标配的 中型动力装甲 全高米 重两吨 内置一台高功率 冷核聚变反应堆 作为能源 除了能够免疫一切动能武器的偏导立场之外 搭载了两台大功率无公制引擎 能够让这台两吨重的怪物 以最高6倍因素 同时 他左手腕部搭载了一把电磁驱动的大口径手炮 右手腕部搭载了一柄高阵链巨舰 胸口有一台大功率激光发射器 在背部还有一把高精度的高丝步枪 还有肩部的微型导弹发射器 背部脊椎两边搭载的八台微型侦察无人机 可以说是武装到了 牙齿都不为过 毫不客气地说 这玩意儿放到战场上 能够一枪一台主战坦克 单挑一个现代化的重装合成旅 毫无压力 苏宇和邱默分别穿上一台动力装甲 这东西的操控其实并不困难 有内置AI辅助 傻子穿上它都能手撕坦克 两人直接打开推进器 飞上了千米高空 然后 苏宇从物品栏里 掏出了油损及禁地轨道飞行器 直接在空中登船 虽然在双星眼里 油损只不过是个最多载重500吨的小玩意儿 可他却毫无疑问是个庞然大物 要知道 蓝星最大的运输机N225 最大载荷也才250吨而已 油损的载重是N225的两倍 怎么也不可能小 实际上也是如此 油损全长大概100多米 宽30多米 高度在10米左右 整体为圆锥形布局 庞大又充满了科幻气息 这东西想要开起来倒是很复杂 但好在它有大量的仿生人 还有能够控制这些仿生人的秋末 很快便让它动了起来 出现不过几分钟 庞大的油损便缓缓消失在了湛蓝的天际之中 一凭空消失 真正的光学隐身 又过了几分钟 几架战机呼啸着 出现在了方材油损所在的空域 看着空空如也的天空 战机里的飞行员神情茫然 然后连忙按下通讯 报告总部 目标空域无任何不明飞行物 好像直接消失了 好像直接消失了 油损的驾驶舱内 苏宇听着频道里传来的飞行员报告声 吞了口唾沫 一脸震惊地看着窗外 刚才几乎贴着油损的脸飞过去的战机 真就一点都看不见 这距离都不到10米了吧 光学隐身技术 再加上吸波能量场 无论是肉眼还是雷达 都无法看见油损 秋末耸了耸肩 别说是蓝星的探测技术了 即便是在我们的繁荣纪元 一架想要藏起来的油损 除了地面和星件上 才会装的大型引力波监控仪 能发现引力异常波动发现它 其他侦测技术 也几乎都对它无效 当然 开火的时候 肯定会暴露就是了 说话间 它随手在眼前的虚拟键盘上点了几下 随即面前便出现了一个指挥士的投影 指挥士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精密的仪器 许多穿着军装的人 正神情严肃地进进出出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大事 苏语音乐听见不明飞行物 消失之类的关键词之后 顿时便猜到这里是什么地方 某处空军指挥所 这会不会太行了 苏语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好家伙 这妥妥的是窃取军事机密啊 有什么行不行的 反正也没人知道 不信我再给你看点别的 秋末又随手点了几下 眼前的投影画面顿时一变 又变成了另一个 与刚才布局差不多的地方 显然也是个什么军事相关的基地 不过这次画面里 这个指挥士后面墙上的旗帜 却变成了星条旗 人也变成了白人 好家伙 这是把隔着万里之遥 阿美丽卡的军事基地都给黑了 随着秋末指尖跳动 一个个平日里 苏语想都不敢想的机密要地 被当直播放在了苏语面前 一些动辄牵涉到无数人的谈话决策 也被他一一听在耳中 如果说之前秋末 受限于仿生机器人内置芯片的算力 虽然能破开所有房 火墙 可却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话 那么现在 他借用了有损中央计算机的算力之后 就是真正能纵横蓝星网络的神灵 如果现在让你把蓝星所有核武都射出去 你能办到吗 苏语鬼使神拆地问了一句 炫技的秋末一顿 然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你 居然还有这种反人类倾向 那些东西 基本都是独立于现有的网络之外 有人亲手确定发射程序的 我想直接操作发射很难 不过倒也不是没办法 我通过网络 制造一些假消息传递过去 骗那些核武基地里的人说 遭到核打击 他们自己就会启动反制程序 核武对射了 说着 他双手如精灵般 在虚拟键盘上跳跃 居然真的说干就干 别别别 我就是问问 苏语连忙拉住他 好家伙 这要来一套 不得给蓝星也射成废土了呀 可不信这么晚 秋末白了苏语一眼 目光落在他的手上 走了 差不多该过去了 苏语恍若未闻 转而对操作有损的仿生人道 顺带捏了两下他的手 别误会 这倒不是他好色 真就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从双星那里 又买了一批仿生人之后 他才发现 秋末用的这个仿生人 不仅仅是功能上 比那些仿生人丰富得多 就连皮肤的质感 看起来都要高级一些 他早就想摸摸看了 这一摸 果然不一样 说真的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的话 他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这是个人造的机器人的 说句孵如宁之 手如柔蹄丝毫不为过 益处感比真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差不多行了 磨损了在这里可不好修 秋末抽回了手 神情略有些怪异 看来你似乎对仿生人 也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我思维消散之后 这句仿生机器人 恐怕难逃你独手 嗨嗨 不至于不至于 苏语倾咳了一声 转移话题道 还有多久能到 已经到了 秋末抬 恶抬白皙的下巴 目光看向窗外 苏语顺着看去 之前刚才城市边缘的场景 已经消失不见 有损外面的场景 转而已经变成了一处 人烟稀少的大山 大山深处的山坳里 一个规模不小的基地 处立于此 基地中时不时还能看见 一些武装直升机飞出去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 这么夸 苏语眼睛一眯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周伯威告诉他的那个地址 距离他所在的桃花物别墅区 大概得有90多公里 而从他下令出发到现在 恐怕连半分钟都没有 不快 秋末摇了摇头 低宇宙速度是7.9公里每秒 也就是23倍音速 刚才我们的急速 也就只有20倍音速出头而已 连低宇宙速度都没有达到 油损的最高速度 能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距离极限还差得远呢 苏语愣了一下 随后胡一道 这不对吧 瞬间加速这么快 过载呢 众所周知 开加速快的车时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推背感 而当这个推背感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人体是首先会承受不住的 这个过程 一般就被称为过载 很多载人飞行器 最大的问题不是机器 而是人无法承受那么大的过载 玩过一些模拟空战的人都知道 高速飞行的时候 在空中做一些太夸张的动作 飞机也许能承受得住 可人却经常会被拉黑 而刚才有损30秒 不到跨越90多公里 按道理来说 这个过载 怕是得直接爆炸了 但苏语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一点都不科学啊 对于引力波的粗浅运用而已 不必大惊小怪 邱莫摇了摇头提醒道 你最好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 不然我怕贸然降落下去 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引力波 好吧 这不是他这个学渣该问的东西 苏语拿出手机 拨通了周伯威的电话 基地中间的主楼中 周伯威正坐在办公室里 等待着苏语到来 屋里除了他之外 还有不少军方的科研人员 他们本来应该 是在另外一个相当隐秘的基地中 从事科研工作的 今天专门跑到这里来 主要还是为了与苏语 敲定外骨骼合作的相关事宜 毕竟 这种涉及到技术方面的东西 他们这些懂行的科研人员 肯定是要在场的 因此 这会儿 外面虽然几分似乎有些紧张 可他们却还能待在屋子里 不用办什么 毕竟类似这样的军事基地 自有一套紧急事件应对流程 完全不需要他们帮忙 他们这会儿跑出去 搞不好还是帮到忙 不过人自然是有好奇心的 听到外面的动静 等待了一会儿之后 屋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学鳩 便忍不住好奇道 这是咋了 怎么突然就这么紧张 今天我记得 也没安排什么演习吧 周伯威摇了摇头 听说是空军那边的雷达 刚才在魔度上空 发现了个什么不明飞行物 而且长度 起码有上百米 比运输机还大 可这个不明飞行物 只在雷达上出现了几分钟 就又凭空 消失不见了 那边第一时间 就派了战机去现场勘查 但却扑了个空 什么都没发现 可那个目标 在雷达上出现了几分钟 做不得假 而且不止一台雷达探测到它了 也可以排除是雷达故障 这是有大气窍 所以司令部 让咱们这边陆航的直升机 也配合空军 去排查事发地点周遭 看看是否能找到什么线索 还有这是 一屋子人顿时哗然 一个老学鳩 推了推眼镜 看着外面又起飞离开的 一架直升机 有些担忧到 突然出现在雷达里 又突然消失不见 如果是自然现象 或者不明飞行物倒还好 如果是大洋那头那些人 搞出来的东西 周伯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闭目养神 淡淡到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就算是大洋对岸搞的鬼 咱们只要能和苏宇 把这次合作谈妥 等这些外骨骼批量猎庄了 也不拒他们 那倒确实 一屋子人纷纷点头 毕竟这个世界上 除了苏宇和邱默之外 只怕对外骨骼最熟悉的 就是他们这些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与外骨骼近距离 接触了许多天的科研人员了 没人比他们 更懂这套外骨骼的强大 能大规模猎庄这东西 一旦爆发战争 除了核战之外 常规战争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说 多事之秋啊 周伯威暗地里叹了口气 相比于这些专注于科研的同僚 他想的却更多一点 有一件事情 不管是他们这些搞科研的 还是参谋部那边 都没有主动提过 那就是 苏宇为什么能拿出 这套外骨骼来 如果说一开始对G60外骨骼 还不太了解的时候 大家或许还真以为这玩意儿 是苏宇这个民间科研爱好者 手挫出来的 可随着对外骨骼的深入研究 了解的越多 他们就越知道 这不可能是一个人 能搞出来的东西 说句实在话 里面很多技术拆解出来转民用 分分钟赚它个几万亿 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多划时代的黑科技 这满屋子顶级科研人员 别说是研究了 属于是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甚至都搞不清楚原理的那种 可这种东西 被苏宇拿出来了 军方也调查过苏宇 平平无奇 这四个字 大概就是苏宇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过得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差 可偏偏就是这么这么个平凡的人 却拿出来了这样一件恐怖的东西 这是要深究下去 除了细思极恐 周伯威都不知道该咋形容 参谋部那边 已经有人怀疑苏宇是外星人 或者说是外星人扶持 来与蓝星接触的代表了 虽然听着离谱 可周伯威却莫名地觉得 可能苏宇是外星人 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毕竟 他要不是外星人 或者跟外星人没关系的话 那就代表着 蓝星上至少有一个科技 远超所有国家的神秘组织存在 至于他会不会是 大洋彼岸的阿美利卡派来的 这个反倒可能性非常小 毕竟 除非阿美利卡当家的那个老东西 老年吃呆饭了 不然也不可能让苏宇 带着外骨骼跑九州来 也正是因为苏宇和外骨骼出现的蹊跷 所以 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都默契的没有多提 大家现在的想法只有一个 先别管他有什么目的 他想干什么 先把外骨骼搞到手再说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东西能到位 只要不在九州境内胡来 爱干啥干啥去 如果能把外骨骼里那些黑科技也搞来 别说是让他建几个工厂 开几个公司了 明天送他去企鹅 当县城的董事长都行 走一步看一步吧 周伯威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 恰在此时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一看到上面的备注 他连忙选择了接通 苏先生 到哪了 他们军方自然是知道苏宇住处的 距离这里 足足90多公里呢 周伯威自然不会觉得 苏宇这么快就能到 然而 已经到了 到了 周伯威一愣 下意识到 苏先生 你确定没有走错地方吗 距离他致电 邀请苏宇来谈合作事宜到现在 总共都不到半个小时 苏宇除非是能飞 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跑这么远吧 毕竟这90公里路程 大半都是车流密集的魔督主干道 按道理来说 怎么也不可能这么快才对 当然不会走错 有损内部 苏宇看着周伯威所在的会议室里的场景 轻笑道 周少笑 看看窗外 对了 记得让你们的人别开炮哈 窗外 周伯威一正 甚至都没来得及想苏宇 为什么知道他在房间里 只觉眼前的光线突然暗了一些 下意识转头往窗外看去 然后 整个人石化在了原地 基地正上空不到50米处 一个长达百米的庞然大雾 不知何时静静地悬浮在了那里 整个基地在这一刻 都陷入了死寂之中 片刻之后 尖锐的防空警报 陡然响彻云霄 呜 尖锐的警报声 响彻整个基地 在这一瞬间 原本无数被突然出现的油损 震惊的有些猛的战士 全都被激活了一般 第一时间 便连忙超齐武器 奔向了紧急预案中 各自应该去的位置 装备虽然简陋了些 但士兵素质很不错 邱默点评了一句 末聊想了想又补充道 同样的装备和人数下 蔚来城那些军团士兵 多半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你们繁荣纪元的士兵呢 苏宇随口问了一句 邱默一愣 随即摇头道 不说科技 单轮战斗意志的话 他们还不如 蔚来城军团里的家族私兵呢 其实在与真军的战争里 虽然发现真军存在的时候 他们已经掌握了大半的舰队 可这些真军 即便能偷取那些军官的技艺 但自身的变通能力也很差 战术异常粗糙 很多次战役 其实人连的舰队 都能局部获得兵力优势 M.I.O.T.A. 但就是屡战屡败 人连在星空的扩张太顺利了 顺利到人连的战士 已经完全忘记了 如何跟科技水平相当的对手作战了 那些被真军寄生体控制的舰队 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 往往能凭不怕死 就以少胜多 打得人连舰队溃不成军 苏宇 他之前听邱默说这个的时候 还好奇 为什么人连能在还有小半舰队在手 更有后方爆兵的情况下 还能被一帮真军不到两年横扫呢 感情全是少爷兵士吧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说下去的打算 他当即又让邱默打开通讯模块 对依旧拿着电话猛在原地的周博威道 周少校 能听见吗 周博威陡然回过神来 想起苏宇刚才说 让他们的人别开炮的话 顿时回过外来 声音陡然提升了八度 你在飞船上面 是的 得到苏宇的肯定 周博威脑子略微有些荡机 不过在看到已经有战士 把防空导弹车都开出来了之后 顿时便回过神来 连忙冲出了这间会议室 向楼上的指挥室跑去 别开火 几分钟后 在周博威简 单说明之下 异形穿着军装 面容严肃威严 军衔最低都是大校起步的高级军官 全都从基地中心的主楼里走了出来 军事基地周围所有的防空火力 都已经拉出来了 不过倒也没有开火 也没有撤下去 只是就这么指着有损而已 苏宇倒也不在意 见人家都出来了 他便也穿上动力装甲 打开了舱门 然后在无数人的注视之下 直接与邱默一起从50多米的高空 一跃而下 在距离地面只剩下最后机密的时候 动力装甲的无公质引擎 喷出肉眼难见的微波 让两人翘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 苏宇来谈生意的 走到一行人近前 苏宇解开面甲与右手的手部装甲 伸手道 本基地指挥官 周晴 为首的伸手跟苏宇握了握 想了想之后又道 苏先生出场的方式有些特别 说吧 他看了眼还在天上挂着的油损 眼里闪过凝重之色 别的不说 光是这玩意儿 能翘无声息之间跑到他们的头顶 到现在 雷达也探测出任何痕迹 就已经足够离谱了 这要是敌人的轰炸机 现在怕是整个基地都被人给扬了 赶时间 这个比较快一些 将军要是觉得暗眼的话 这就让他消失 苏宇笑着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天空中的庞然大雾 居然逐渐变得虚幻了起来 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光学隐身 一群科研人员顿时哗然 别说他们了 就连再不懂航的基层士兵 看见这么大的东西 凭空消失的一幕 也能感觉到一股寒气 从心头涌向四肢百骸 至于那些负责防空的战士 更是直接人马了 刚才还只是雷达上 看不见人家而已 万一要是真打起来 这点距离机苗 也不是不能打 可特么突然连肉眼都看不见了 这没道理吧 还真就有光学隐身这种东西啊 这个基地的最高负责人周晴 也略微愣神 随后深深看了眼苏宇 侧身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的会议室 苏先生 进去详谈吧 很快 一行人便出现在了会议室之中 面面相去了一会儿之后 为首的周晴将军帅 先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苏先生今天是来谈 关于外骨骼生意的事吗 当然 苏宇点头 周晴顿了顿 接着道 关于外骨骼的采购协议 上边非常重视 特命我全权来与你洽谈相关事宜 苏先生要是没有别的问题 那就先开始 不管是苏宇还是军方的人 大家都很默契地 没有提刚才的事情 说实话 要不是在座的 早下破胆了 哪还有闲工夫谈生意 一艘凭空悬浮在天上的百米巨鉴 给人带来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大了 苏宇倒是没有顾虑太多 当即便到豆子般 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条件摆了出来 首先 他希望能将南郊废弃工业园区 彻底来一次改造 同时将生产外骨骼 和其他一些典型的工厂放在那里 军方需要出面 帮他摆平这方面的麻烦 以及后续 如果需要一些特殊材料之类的 也需要他们帮忙解决 然后 他的公司并不需要什么特权 每年也会按时交税 但希望能保持一定的隐私性 即不管是军方还是官方的人 没事的时候 都别往里塞人打探情报啥的 最后 外骨骼的报价是一套一百万 第一个条件自不必多说 这本来就是 苏宇打算与军方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第二个 当然就是为了保证 没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虽然知道了他也不怕 可最好还是 不要太张扬的好 至于最后关于外骨骼价格问题 第一次报价 肯定是要报高一些的 至于为什么不狮子大开口 卖个几百万上千万一套 主要是黑箱功率拉满 一天就能生产五百套外骨骼 这就是个走的是走量的商品 买太贵了 谁买去 生产多了 卖给谁去 从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漫天要价 而是打算便宜一点 走量 苏宇的底线是五十万一套 报个一百万一套 说白了 也就是在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而已 然而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周晴在听完他的这些条件之后 几乎想都没有想 便点头道 以上要求我们全都可以答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就签约吧 全都答应了 苏宇听到对方的话 猛逼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对于G60外骨骼的定价 最早一直都是五十万左右就足够了 毕竟成本够低 他自己是永远不会亏的 而这次报价的一百万 其实说真的 还是他专门多报了点 给军方一个还价余地的 万万没想到 他们居然连丝毫讨价还价的性质都没有 就答应了所有的条件 苏先生的这些条件都并不过分 为什么不答应呢 代表军方谈判的周晴笑了笑 随后招手让人送来了几份合同材料 让邱默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 苏宇便将合同签了下来 他本来是想便宜卖的 但是人家愿意多给 那他也没办法 不过也没区别 多给他点钱的话 他也能多投入点钱 进入新技术的研发和生产之中去 比如核聚变 这些东西如果能早先弄出来 最后收益的也是九州人 所以钱当然是越多越好 合同很快便签订完毕 除了苏宇的那些要求之外 官方自然是也有他们的诉求的 合同内容里 苏宇还需要专门成立一家 管理外骨骼专利的公司 苏宇和九州银行各占一定股份 大概就是三期开 苏宇70% 九州银行30% 这家公司未来要干的 就是专门负责外骨骼里面 除了高功率小型电机 金属氢电池 特种装甲等等 化时代的黑科技之外 其他所有科技的量产 和民用的变现 变现后的收益 苏宇是需要跟九州银行分红的 而代价就是 九州银行将在三年内 支付给苏宇1500亿 当作购买这部分股份的资金 也是这份合同里 苏宇获取的最大笔的资金支持 M.I.A.U.T.A. 这一条的话 是赚是亏 就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 因为里面基本已经把外骨骼里 真正值钱的化时代技术 都剃了出来 没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单个拎出来说 价值并不高 也没有到蓝星不能理解的程度的 次亿级科技上 这些科技 虽然单个价值有限 可架不住人家多呀 如果可以全部变现 的话 肯定是不亏的 问题是 想要变现 也需要投入资源研究 不是说你拿着技术资料 就能搞出来的 需要一定时间吃透技术才行 九州银行想从这里面 赚回这三年投入的1500亿 恐怕也得过个十年八载的才行 投入这么多 十年八年的才能回本 这生意 还真不能说人家占了啥便宜 人家干点 啥赚钱不比这块 除此之外 整个合同里 还有不少的类似内容 总而言之 不管是官方还是军方 从整个合同里看 他们想要表达的 就只有一个意思 想要方便 可以 不想被盯着 可以 要钱 也可以 苏宇的一切要求 他们都可以满足 但条件只有一个 苏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与九州有共同利益 这个程度可大可小 但必须得有 毕竟这么重大的合作 不可能任凭苏宇空口白牙 这么一说 人家就平白无故地 无条件相信他 放弃任何监管措施 任他在九州领土里乱来 苏宇对于这个 倒也没有什么意义 痛快地签下了合同 整个合同签下来 大大小小的条款加在一起 能有数百页 要是没有邱默帮忙看合同的话 只怕光是签合同 都得签上大半天 一一切搞定了之后 苏宇之前的所有计划 就算是可以开始了 他本来是打算直接告辞 不过军方这边 显然没打算签完合同 就这么让他走 而是热情地留他下来 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 大家聊着聊着 便都熟络了起来 话题就逐渐影响了上午 让整个东区 都紧张不已的 有损及近地轨道飞行器上 虽然上午签订 关于外骨骼的合作合同时 他们一直没有说这个事情 全当没有发声 可这么个超出他们理解的东西 出现了九州国土上 军方的人怎么可能真就不关心 只不过一时间 他们摸不准苏宇这是神妖鹿子 怕刺激到苏宇 所以才一直按捺住好奇心 没有多问而已 此时在九州上推杯换战 大家都熟悉了不少 几个一起吃饭 军方人员才出言试探 苏宇自然是清楚他们的意图 倒也没有藏着 噎着的意思 不然也不会高调地开着油损 穿着动力装甲来了 面对人家的试探 他直言不会道 那个是油损集 禁地轨道飞行器 禁地轨道飞行器 一个科研人员一愣 随后骇然道 所以那个大家伙 甚至还能飞到太空去 确实可以 苏宇点了点头 解释道 他最大的速度 大概能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别说是太空 去火星都够了 那个东西 大概里面都有些什么配置 苏先生方便透露一下吗 一个来自空军的将军 两眼放光地问道 他妈这玩意儿 可比飞机牛逼多了呀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苏宇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油损集禁地轨道飞行器 搭载了四台无公制引擎 能在载荷500吨的情况下 以第二宇宙速度 在太空中飞行 同时 他还配有偏导立场 能够偏离一切动能武器的打击 极致的速度 极致的防御 董航的军方大佬们 纷纷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这玩意儿 是真的猛啊 然而不等他们震惊完 便听苏宇接着道 除此之外 他还有光学隐身 和吸波能量场 只要他愿意 世界上没有任何军用观察手段 能找到他 武器系统吗 当然也是有的 电磁炮 高功率激光炮啥的 火力不算强 但可以飞到同步轨道上去点名 众人 您这就是传说制的赛博坦科技 要不要这么离谱啊 一名研究员 愣了好一会儿后 便忍不住道 不对啊 又是无公制引擎 又是偏导立场 又是光学隐身 还有电磁炮 高功率激光炮什么的 虽然我对这些东西 都不太了解 可怎么不管怎么说 这些设备的能耗 都是天文数字吧 里面搭载的能源 能支持他续航多久 能让他飞到天荒地老 苏宇吃了口菜 漫不经心道 因为他的能源 来自于一个核聚变反应堆 咔嚓 不知道是谁的杯子 掉到地上 摔了个粉碎 可却没有一个人理会 所有人 都石化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核聚变 在座的 不管是科研人员 还是军方的战斗人员 指挥官 基本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不是自己专攻领域的东西 技术层面上 他们也许没那么多 可核聚变三个字 代表着什么含义 却没有人不懂 别说是他们 随便在互联网上找个网民来 都能说出 可控核聚变能源的百般好处 短暂的沉默之后 整个饭桌都沸腾了起来 坐在苏宇旁边的周晴 更是激动地 一把抓住苏宇的胳膊 苏先生 你知 所言当真 咦 你们 真的掌握了核聚变技术 甚至已经发展到 能装在飞船上的地步了 刚刚吹完牛的苏宇 似乎这才如梦方醒 并没有接着话茬 反而连连告罪道 哎呀 酒后失言酒后失言 大家当我是胡言乱语就行 来来来 我自罚一杯 说着 便举起酒杯 一口闷了 酒后失言 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毫不夸张地说 给在座的人全都喝翻了 他都不会醉 M.I.O.T.A. 核聚变的技术资料 甚至是图纸 他虽然全都拿到了 可现在并不是一个 将之变现的好时机 苏宇之所以故意透露出来 主要也是为了 吊一下他们的胃口而已 顺带再告诉他们一件事 未来 在我手上 周晴顿时回过神来 恢复了冷静 面不改色地 和苏宇推杯换战 似乎刚才根本没听见 什么合聚变一般 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 显然是将养气功夫 练到了极致的表现 而在他们观察 试探苏宇的时候 苏宇又何尝不是在试探他们 别的不说 光是这周晴 就不愧是这么大 军事基地里的指挥官 沉着冷静 办事紧紧有条 所谓喜怒不形余色 其实并不是说 什么时候都绷着个棺材脸 而是让人看不出来 你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周晴 显然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到位 从见面到谈判 再到现在一起吃饭 整个过程中 他唯一一次 真正露出惊讶的神情 就是当才听到 核聚变的时候 而在此前 即便是看见 天空中悬浮着的油损 神情虽然凝重忌惮 可却没有丝毫惊讶之色 这并非 他不惊讶于 突然出现的油损 而是很好的 将这种情绪 隐藏起来了而已 在那种情况下 他这个指挥官 就是整个基地的主心骨 如果他都露出 惊讶慌张的情绪 那其他战士们 又如何能保持冷静 大家都是大忙人 一顿饭 倒也并没有吃太久 吃完饭 又受邀在基地里逛了逛 苏宇便和秋末一起离开了 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穿上动力装甲 站在基地的广场上 悄无声息之间 庄稼便缓缓升空 而基地上方的空间中 巨大的油损 也缓缓浮现出来 下方舱门打开 将两人接了进去 基地的雷达室内 周晴看着空无一物的雷达屏幕 又看了眼 悬浮在天空中的庞然大雾 不由地摇了摇头 真就雷达上一点影子 都看不见 这种技术 太可怕了 这应该就是在饭桌上 苏先生说的 吸波能量场的作用 靠近这艘飞船的电磁波 全都被能量场吸收 雷达没有收到反馈 当然找不到它 作为研究员的周伯威分析道 不过这种装置 显然是吃电大户 一般的战机 肯定是没法这么玩的 电周晴沉默了片刻 又问道 他刚才说的核聚变 你们觉得可能吗 从我们现有的已知能源里 想要靠纯电驱动 这么大的家伙 漂浮在天上 恐怕其上搭载的能源 只可能是核能 不过这个核能是 我们已有的核裂变 不过说到这里 他却叹了口气道 将军 其实除了核聚变之外 你还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 周晴疑惑道 免疫一切动能武器的 偏导立场 另一个头发花白的 研究员开口道 这个东西 恐怕比咱们想象中 还要厉害得多 详细说 说 没法详细 就是个猜测而已 老研究员苦笑道 如果真的跟他说的一样 这个偏导立场 能免疫一切动能武器 攻击的话 那他的技术原理 便极有可能涉及到了 引力的实际应用 当然 这只是个猜测 实际情况怎么样 除非把那玩意儿 拿来实验一下 光看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只是这个猜测 如果没错的话 那他们所掌握的技术 就远远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可怕万倍了 核聚变在这种技术面前 也不过是小孩的玩具罢了 这绝对是能横跨 星系的文明 才能掌握的东西 几人一边交谈着 一边抬头 看着天空中的庞然大物 说实话 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 看见这么个东西 出现在自己眼前 心里只有茫然 上面的很多东西 甚至在理论中 都完全不存在 说直白点 就是他们看都看不懂 面对这种超出认知的东西 任何人都会 不由自主地保持敬畏 而相比于科研人员 周勤这种军中的将领 则是两眼放光 思索着 如果自己有这么个玩意儿 应该如何投入实战 想来想去 他就发现了一件事 有一架有损在手的话 他们甚至能完全 制霸整个蓝星的天空 就在地面上的人 心思各异 各有各的想法时 随着苏宇和邱默登见 那始终悬浮在那里 没动的油损 也终于动了起来 几乎只是一瞬间 这艘庞然大雾 便陡然消失在 基地上方的天空中 速度之快 让人难以想象 在载人的情况下 还能拥有这种加速度 那之前分析偏导立场的 老研究员 顿时瞪大了眼睛 就连苏宇在发现 自己半分钟不到 就横跨90多公里的时候 都能想到过载的问题 他们这些军方的研究员 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好一会儿之后 才缓缓吐了口气 如果他们没有特殊的技术 缓解超快加速度 带来的过载 那么便说明 他们真的掌握了力 没有理会基地里震惊的人们 在给他们带来了一点 小小的废土震撼之后 苏宇的选择 是装完逼就跑 不过 他倒也没有跑多远 而是转而来到了 郊区的废弃工业园 到了这里 他们就没必要继续 开着有损装逼了 苏宇将有损 收回了交易平台的物品栏 直接与邱默 穿着动力装甲飞了下来 然后找了块空地 将从双星那里租来的 J9000工程改造模块中的 地形勘测单元 给放了出来 M.I.O.T.A. 整个J9000模块里 有8000多台 作用各异的工程机器 现在还没到 全面开工的时候 需要先进行地形勘测 勘测完地形之后 再进行方案设计 等选完了方案 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才能动工 苏宇自然没必要 现在把所有工程机器 全都放出来 勘测单元 总共有30台形态各异的 履带机器人 在苏宇一声令下 便四散分开 开始勘测 包括废弃工业园 在内的山与海之间 这一小块平原 本来他拥有的 也仅仅是 废弃工业园园区 那1000多亩地的产权而已 不过在与军方 或者干脆说是 九州官方达成合作之后 现在这从码头 到后面群山中间 这差不多有 十来平方公里的区域 已经全都是苏宇的了 他可以随意改造 既然有 G9000工程模块 这种好东西在手上 他当然要趁着这次机会 一次性将之改造完成 将勘测机器人放出去 接下来就等着看方案就行了 苏宇忙完这些 转头却发现 秋末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了一圈之后 才在海边看见他 此时的秋末 孤零零地坐在海边 一块凸起的礁石上 静静地看着远方的天际线 银白色的动力装甲 处立在他身后 如同一尊护卫 苏宇见状 也脱下动力装甲 攀上礁石 坐在他身旁道 喜欢看海 算不上喜欢吧 只是很久没见过这种风景了 秋末张开双手 迎着吹来的海风 闭上了眼睛 平静道 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 还能离开那个绝望的世界 看看蓝天白云 在繁荣纪元的移民里 我大概算是最幸运的了 苏宇文言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转移话题道 一直听你说 在战前你是搞科研的 数学 化学 物理 生物医疗 这些在战前我好像都有涉链 战后的话 我研究人文社科比较多 不过研究出来的成果 一直以来也没怎么用上就是了 这还是个全财啊 本来只是单纯的 想转移话题的苏宇 倒吸了口凉气 不过听到他这么博学 苏宇顿时便想起了一个 困扰了他挺久的一个问题 说起来 你现在的状态是 思维上传到了电路板里 这个思维到底是什么 这个倒是很难跟你解释 秋末眉头一皱 陈英片刻才到 用你们能理解的话来说 思维大概就等于是灵魂吧 在我们那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中 思维才是一个人存在的主体 思维消散 那么在法律上 这个人便已经是死了 就好像我这种情况 过几天我思维消散之后 这句特殊的仿生人 会继承我一生中的所有记忆和知识 他除了没有创造力之外 行为习惯上 跟现在的我不会有任何区别 这种情况 就涉及到了一些伦理和哲学上的问题 所以需要法律来判定 我到底死没死 在学术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讨论之后 我们那里最终才立法 将行为人的思维是否消散 作为判定是否死亡的依据 听不懂 苏语坦然道 听不懂很正常 邱默点了点头 显然并不意外 你只需要知道 按照你们这里对灵魂的定义 思维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就行了 这么说的话 或许苏语想到了 嬴政那个玄学真实存在的世界 或许什么 没什么 苏语摇了摇头 并没有打算直接跟他说这个 以免闹出来什么乌龙 晚安 点到时可以找嬴政问问 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 温养收纳灵魂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 倒是可以搞到手之后 再给他的惊喜 邱默也没有追问 转而道 地形勘察完了 设计方案也给出来了 我筛选了一遍 挑出来了几十份较为符合你 审美的设计方案 传到了你手机里 你可以先看看 如果没有满意的 那就再说 这么快吗 苏语惊讶地拿起手机 上面果不其然已经多 点开一看 里面便是50多种设计方案 哪来的 苏语打开一个设计方案 一边看 一边漫步惊心问道 临时弄的呗 方便你看效果的 你们这边的虚拟技术不发达 不然的话 他这个设计方案完成之后 是可以世界进入虚拟世界 看建成后效果的 邱默解释道 繁荣纪元的人盖个房子之前 都可以在虚拟世界 按照设计图 一笔一幅刻一个房子出来 住个一年半载 再考虑要不要这么盖 有什么设计上的小瑕疵 自己不满意的话 直接在虚拟世界 就能修改设计方案了 即便是完全不懂建筑的人 也能从无到有设计出很漂亮 还很科学的建筑 还真是方便啊 苏语嘖嘖称奇 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 这就是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 把这50多套设计方案 全都看了一遍 苏语有些选择困难 在考虑了好半天之后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套 名为紫围园的设计方案 而这个设计方案 也是在这几十个方案里 排名第一的 一旁的邱默 见状露出果然如此的效益 你知道我会选这个 苏语好奇道 当然 否则我干嘛把它放在第一 邱默罕见地露出些许得意道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算法 预测未来不可能 但是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习惯 个人喜好等等因素 大致算出 这个人会做什么 不过 前提是 这是个正常人 而不是喜怒无常的疯子 我说过 数学永远不会骗人 苏语嘴角扯了扯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行为 他现在也算知道 一个人的脑子里的算力 是超算几一倍 但却闲着没事 有多可怕了 特么这邱默 看见什么都想算 不过想了想 他也没在意 说到底 他有这台仿生人的最高权限 这些全都是 他自己授权给邱默的 爱算就算吧 嗯 苏语现在的反应 估计也在邱默的计算之中 所以 他才会这么坦然地 跟苏语说这种事情 摇了摇头 苏语打开 紫围园设计方案的详情 刚才所有设计方案 他其实都只是大概瞟了眼 这会儿自然是要仔细看看的 紫围园方案 占地平方公里 几乎将这片小小的 临海平原全部囊括 方案里 将这片平原 设计成了四个区域 分别是办公区 生产区 生活区 娱乐区 办公区倒是不复杂 就是一栋1388米的超高大楼 大楼占地16万平方米 分为地上209层 地下16层 建成后可用面积359万平米 生产区则是由4座高达50米 占地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 可用面积达到700多万平米的超级厂房构成 建成之后 可用四座厂房的总可用面积2800多万平 这些厂房配套设施完善 既能当做实验室 也能当工厂 除此之外 还有10个设计结构差不多 但是要小一些的配套仓库 仓库的总可用面积也达到了1000万平米 也就是10平方公里 生活区 则是由8栋900多米高的大楼组成的空中城市 设计相对复杂 整个空中城市里 绝大部分都是高科技智能住宅 少部分商铺 可使用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米 可以容纳10万人在其中生活 单人可使用面积达到100多平 而娱乐区就比较复杂了 由一个巨大的半球形建筑组成 其中囊括了各类运动设施 电影院 大型商场 游乐园 除此之外 娱乐区还包括大片海域 因为这里距离大江的入海口太近 海水较为浑浊的缘故 娱乐区还要求在清理周边海域的同时 在海里布置几台超大功率的海水过滤器 建成之后 这里也会拥有堪比热带海岛 斑美丽的沙滩和湛蓝的海水 除了这四个区域 倒是还有重建码头 疏通航道之类的工程 不过相比于这四个区的设计方案 重建码头无疑是小屋建大屋 区区小工程罢了 整个紫围原方案 总共需要刚才600多万吨 混凝土900多万方 就算把其他全都忽略 光是这两样原材料的成本价 都得270亿左右 把其他的也加上的话 想要落地 至少也要400亿以上 这还只是原材料的价格 因为有最9000模块的存在 只需要原材料就够了 如果按照蓝星的情况 来建造这个超级建筑机群的话 先不说 那1388米的主楼 能不能造出来 即便是能造 算上原材料 人工成本 技术成本 生产损耗等等因素 只怕想要完成这个工厂 没有2000亿 想都别想 且工期起码在5年以上 而有了最9000模块之后 苏宇所要付出的 只有原材料的钱 也就是400亿出头 剩下的可以全都交给 这9000模块的 8000多台各类工程机器去完成 至于工期 三天 在原材料全都充足的情况下 这9000模块 只需要三天 就能保质保量地 完成这个跨时代的工程 苏宇看完完整的方案细节之后 也不由得直呼牛逼 这是要建奇观啊 一座1388米高的主楼 8座900米高的住宅楼 组成的空中城市 4座巨型工厂 一座巨型娱乐设施 海水过滤工程 还有一堆小一些的建筑设施 这要完工了 不是奇观是什么 不过这么大量的建筑材料 想要短期内搞到位 靠苏宇自己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在确定了设计方案之后 他直接一个电话 打给了官方专门安排给他 能够24小时在线的联络员 为了方便他处理一些事情 军方和官方 各自给苏宇配备了一个联络员 用作双方沟通的桥梁 以免在发生 上午他直接给油损弄出来 还不开启锡波能量厂 和光学隐身 搞得军方都紧张不已的情况 购买大量建筑材料这种事情 显然是要联络官方的联络员 当爆出了自己当前所需要 的东西之后 苏宇隔着手机 都能感觉到 对面联络员小姑娘的猛逼 特么哪有神经病 一次采购价值几百亿的 钢材混凝土的 反反复复确认 苏宇真的没有开玩笑之后 那边的联络员 才小心翼翼地说 需要询问一下上级 毕竟一下就涉及到了 几百亿级别的采购 虽然上面已经给了 他不小的权限 可他毕竟也只是个 联络员而已 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是没法全权做主的 苏宇耐心等待了 近半个小时之后 那边终于给出了答复 首先 帮忙肯定是可以帮的 这么多的材料 对普通人来说 是天文数字 可对于官方来说 倒也算不上什么 每年基建要消耗的建筑材料 是这个的几百上千倍 而除了答应帮忙之外 那边甚至热心地表示 可以以魔度的官方的名义 向苏宇提供三百亿的 无息贷款 只要他点头 钱马上送到 对于这个提议 苏宇倒也没有拒绝 他现在手里的流动资金 就只有九州银行 与他合作建立 外骨格专利开发公司时的 入股费用 总共是一千五百亿 分三年结清 今年是第一年 故而只有五百亿 这个设计方案上 花费虽然只有四百多亿 可实际操作的时候 也难免会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麻烦 到时候花费 肯定是不止这么一些的 而且他又不是打算 造完奇观 就啥也不干了 后续 他还准备挂牌成立公司 招聘高端人才来消化 他从废图搞来的 尖端技术来着 显然还需要准备 更多资金 原本他的打算是 先把紫围园造着 然后把合动力黑箱搞出来 可敬造外骨格 他手头目前 已经有两千多套 外骨格的存货 到时候加班加点 凑齐个五千套 一百万一套的价格 直接卖给军方 也能搞来五十亿 不过现在魔都这边 愿意给他提供 三百亿无息贷款 那也没必要开动 他的合动力印钞 嗨嗨 合动力黑箱了 当然 这钱也不是白拿的 就算没有任何 绑定的条款 拿了这笔贷款 他也算是欠了 人家一个人情 以后是要还的 不过好在苏宇身上 能还人情的东西很多 倒也不怕欠这么点人情 跟那边的专业人 是详细沟通了一会儿之后 官方便表示 会在三天之内 从各地将他所需的 这些材料调集过来 苏宇现在的情况 毕竟不一样 不仅能够为军方提供 G-60外骨骼 这样划时代的单兵装备 手上更是暴露出了 风暴动力装甲 以及油损禁地轨道 飞行器这些装备 特别是油损里那些黑科技 即便不算上 不知真假的核聚变技术 光是让那么大飞船 悬空不动的无公制引擎 光学隐身 吸波能量场等等技术 价值都难以想象 更别说 他还依次掌握了 引力波实际应用的技术 在九州官方的眼里 就凭苏宇手里掌握的 这些东西 便完全值得不惜代价结交 所以虽然不知道 苏宇搞个这么大的工程 为什么不分多期 一期一期地 慢慢购入原材料 而是要一口气 把所有原材料准备好 可他们还是一口便 答应了下来 解决了材料问题 苏宇便没有继续 在这里逗留了 只是留下了几台仿生人 到时候 让他们与官方 送材料的人对接就行 这几天 所有机器人释放出来 开工就行 剩下的事情 自然有官方解决 现在想想 暴露有损的存在 果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然现在想要搞定 这个工程 绝对不会这么容易 别的不说 光是那座高达 1388米的主楼 他要是没有 现在的特殊身份 审批那一关 就绝对过不去 毕竟九州这边 早就禁止建高楼了 就算人家 给他开绿灯让他建 只怕也得东奔西跑 办一大堆手续 别的不说 米高的楼 百分之百是会影响 飞机航线的 光是这个 他就得专门跑一趟 航天管理局备案 而现在 像这种事情 自然都有官方出面 给他处理 用不着他亲力亲为了 当然 这些都是人情 要还的 不过倒不是 现在该考虑的问题 现在苏宇该考虑的是 怎么招聘人手的事情了 三天材料到位 三天工程完工 最多一个星期 这里就会焕然一新 到时候 他肯定是要招人的 像使用黑箱生产 外骨骼这种事情 可 以交给仿生人 可要研究 从废土获得的那些科技 仿生人显然是不成的 而且到时候 他公司生产的产品 一旦上市的话 也需要专业的运营团队 负责与外部对接 销售赚钱啥的 这些事 都是仿生人干不来的 苏宇略一思索 便对邱莫道 可能还得麻烦你 帮我你一个招聘的名单 公司哪些岗位 是仿生人无法替代的 全都需要招聘 待遇的话 朝九晚五 工资待遇按照行业顶薪来发 工作满一年 可以成本价购买公司的商品 工作满三年 或者有优异表现者 送空中城市一套房 嗯 暂时就这样吧 对了 要求尽量要高 歪瓜裂枣的混子可不要 苏宇说完 却见邱莫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自己 不由地疑惑道 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邱莫挑眉道 忘 应该没有吧 苏宇挠了挠头 仔细想了一下 发现确实应该没什么疏漏才是 你公司注册了吗 公司名字叫什么 注册资本是多少 邱莫也遇到 苏宇 好吗 这他还真忘了 其实之前签的合同里 已经说好了 这个事情 官方是会配合他的 他只需要把注册公司的名称 和类型告诉联络员 那边就会帮他注册了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但苏宇一出军事基地 便直奔废弃工业园 勘查地形 还真忘了这查 你说这公司该叫什么好 苏宇挠了挠头 公司类型倒是不需要考虑 但名称 他是真没考虑过 不知道 随便想一个呗 反正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 邱莫耸了耸肩 无所谓到 就像他给未来城取名一样 他觉得这就是废土人类的未来 于是就叫未来城了 看 简单直白 开玩笑 这怎么能随便 得有逼格才行 苏宇撇了撇嘴 开始头脑风暴 苦思冥想 奈何他就是纯纯的取名废 玩游戏取个昵称 都能纠结半天 然后还得百度搜一个名字的那种 思来想去 也没想出个好名字 他干脆摆烂道 算了算了不想了 既然是靠超时空交易平台 发家致富的 那就叫超时空科技吧 旗下卖电池的 就叫超时空电池 卖外骨骼的 就叫超时空重工 以后再有卖什么一只 严寿金单的 就叫超时空医疗 嗯 这不就行了 完美 苏宇一拍大腿 为自己的机制点赞 然而邱莫却冷不丁泼了盆凉水 根据网络上的公开资料 超时空科技 已经被人注册过了 且人家公司如今还在运营 市值几十亿 恐怕不会放弃这个商标 苏宇 这他妈跟他打游戏想了半天 终于想到一个昵称输入进去之后 系统告诉他 该昵称已被人占用有什么区别 我抄 难受 那不抄了 就叫时空科技 他郁闷地看向秋末 秋末嘴角勾出一抹糊度 忍住笑意 一本正经道 该昵称已被人占用 苏宇 他又补充道 不过这个只是单纯被囤商标的占用了 你可以找他们买来 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买 苏宇咬牙道 作为一个取名费 他最恨的 就是那些站着好昵称 但又不用的栽种 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些许波澜 不过在官方那边的配合下 公司还是很快便挂牌注册了 目前总共注册了四家公司 一个是时空科技 为总公司 苏宇百分百控股 名下有三个下属企业 分别为时空重工 由时空科技集团百分百控股 暂时只生产G60重型外骨骼 以后应该会从废土世界 引进更多重工业技术 生产别的产品 时空电池 由时空科技集团百分百控股 暂时负责销售 从废土世界未来城 引进的金属氢电池 以后 苏宇会尝试从双星那里 搞来这些电池的生产技术 时空技术储备有限公司 由苏宇的时空科技控股70% 九州银行控股30% 负责外骨骼的 分支技术的保管与民用化 后续苏宇 还打算成立一个 核聚变相关的企业 以及一个医疗相关的企业 不过这是后话了 暂时不及 M.I.O.T.A. 当天晚上 一则突兀出现在 各大互联网招聘平台 首页的招聘信息 引爆了整个互联网 时空电池科技公司 招聘专业运营团队 基层业务员岗位要求 有丰富的科技产品销售经验 工作认真 且对当下电池市场 有一定了解 公司地处魔都南郊 能够接受在郊区办公 薪资福利 保底月薪税后 加业绩提成 加五险一斤 加工作满一年 可成本价购买 时空集团商品 包括房 车 加工作满三年 或有优异表现 可分配100平 住宅一套 价值不低于500W 每天早上9点上班 中午休息2小时 下午6点下班 节假日不加班 逢年过节有礼物赠送 不定时在工作日团建 工作日食堂免费为所有员工 提供一日三餐 及下午茶 所有入职员工 租赁员工公寓 最低200月以上 所有福利待遇 皆会写入劳务合同 没有任何弄虚作假 中层业务经理 岗位要求 薪资福利 保底月薪税后 三搭百柳家业绩提成 时空电池科技公司 招聘专业法务团队 时空重工招聘科研人员 基层研究员 岗位要求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及以上薪资福利 保底月薪税后 五搭百柳家研究提成 工作满一年 或在相关研究领域 有重大突破 可分配空中城市 高层住宅一套 200平以上 一则则关于 时空电池 和时空重工 两家公司的招聘信息 悄无声息间 出现在了各大互联网 招聘平台上 瞬间便吸引了 无数人的目光 然后 在这个并没有 大新闻爆发的 频繁日子里 以一个极短的时间 冲上了热搜 引来无数人为观 我操 这真的假的 基层业务员 税后一万五 呃 不太懂 不过魔督这个工资 不是很正常吗 之前有调查 魔督平均工资 都一万八了 这为啥能上热搜 买了 兄弟 你初中毕业了没有 这特么可是税后一万五 而且 就算不看提成 还有五险一金 加招九晚五 加双修 这不比月薪一万八根人 卷到掉头发 舒服一万倍 而且 你知道啥是平均工资不 只看基础业务员 一万五的工资 你要不要看看其他岗位 基础科研人员 一个月五万 按照平均工资来算的话 这个招聘信息里的两家公司 平均工资 估计都得两三万了 再加上那些分配住宅的福利 五六万都不止 恐怕得有七八万 洗洗睡吧 这种公司只有梦里才有 资本家又不是慈善家 他不是说 所有薪资待遇 都是会写进劳务合同的吗 呵呵 招聘常用话术罢了 谁信谁傻 确实 长点脑子都知道是假的了 看谈他们招聘了多少人 各个岗位加一起 起码两万多员工 如果招满的话 每个月光是工资 就得发进十亿 更别说 那一堆超高的福利了 就这么两个不知名的企业 注册资本能有一亿部 楼上的 你猜我刚刚查到了什么 时空重工和时空电池两个公司 全都是一个名为 时空科技集团的子公司 而时空科技集团名下 还有另一家公司 名为时空技术储备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就有意思了 时空科技控股70% 九州银行控股30% 另外 时空重工和时空电池 注册资本都是100亿 我抄 九州银行 别说了 假的 全是假的 你们别去 跟我抢岗位 你妈的 这就吵了老板连夜替通跑路 时空爸爸我来啦 苏宇名下两个公司 超高福利待遇的招聘广告 已经发出 便引起了无数关注 几乎不到两个小时 通过各大网络招聘平台 预约面试的 就已经人数报表了 而且还在不停的增加之中 算力嫌得没地方用的秋末 也算是找到了活干 先将所有不符合要求 纯属凑热闹地筛选了一遍 然后又一次在网络上 进行第一轮面试 与剩下的应聘者一对一沟通 又筛选了一批 预约应聘的有数十万人 最后真正能进入面试阶段的 却不过区区三五万而已 秋末直接用苏宇给的资金 在摩都租赁了一个运动场 用作零食的面试中心 明天就正式开启招聘工作 至于负责面试的HR 简于当前公司目前 还只有苏宇一个光感司令 算力过剩的秋末 便独自一人挑起了大量 到时候 直接安排几百台仿生机器人 去现场充当面试官 秋末在幕后 通过这些仿生人来 考核应聘者就行了 以他脑子里的算力 处理几万人的面试 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而已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至于苏宇做什么 他在处理完工业员 改造计划的事情回家之后 便一头扎进了交易空间 便现身了 苏先生突然寻证 可是有何要事 嬴政一落座便何须笑道 些许小事罢了 不急 苏宇微笑着转移了个话题 不知我前些日子 带来的那些资料 秦皇可看完了 大致看得差不多了 不过皆是浅尝折止而已 其中有些知识高深莫测 想要融会贯通 恐怕还需一些时日 嬴政坦然道 这就要看完了 苏宇可是给了他三个手机 每个手机都是1TB的容量 几TB的视频 到现在满打满算 也就三天不到而已 他居然就给看完了 看来史书上没记错 这位确实是甘地啊 若有什么不解之处 可以说来听听 我说不定能为秦皇解惑 苏宇笑道 然而嬴政却是不接着查 静静地看了他一眼 转而道 苏先生是有事相求吧 直言即可 你我现在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且分处两件 又无利益冲突 无话不可说 朕能办到的事情 绝不会推辞 则 也不知道是不是苏宇的错觉 总感觉 嬴政似乎连说话的方式 都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张口互惠互利 闭口没有利益冲突 这一套一套的 从他嘴里说出来 莫名其妙 让苏宇感觉有些违和 嗨嗨 那我就直说了 苏宇想了想便道 不知秦皇所在的世界 可有方法 让失去肉体的灵魂 保持不灭 让失去肉身的灵魂不灭 嬴政文言 眉头皱了皱 摇头道 你是有朋友 亦或亲人肉身将亡吗 直接使用严寿金丹 即可续命 用不着这个 嗯 我那朋友比较特殊 他肉身已经没了 只剩下个灵魂 应该是灵魂吧 苏宇摊了摊手 总之就是有严寿金丹 他也吃不了 这倒有些棘手 嬴政文言 也不由得轻轻吸了口气 皱眉斟酌片刻后才到 办法倒是有 不过需要一件宝物才行 而且 此还不是万全之法 只能延长灵魂存留的时间 无法一劳永逸 一偶 苏宇眼睛一亮 还真有办法 连忙道 请秦皇教我 你且稍等片刻 嬴政点了点头 转身消失在了凉亭里 过了大概近半个小时 他才回来 回来时 手里多出了一块 纯黑色的玉佩 随手将玉佩 放到苏宇面前的桌案上 嬴政解释道 这是阴阳家方式炼制的法宝 名为是魂玉 其原本的功效 是将死人的灵魂 求入狱内 让其死后 依旧不得安宁 是一件相当阴毒的宝物 不过照你的需求 保存失去肉身之人的灵魂 倒也确实能用 苏宇点了点头 看着面前的侍魂玉 只感觉眼前黑曲曲的玉佩 似乎有一种无穷的吸引力 恍惚间 他感觉自己的人 都快被吸进去了 整个人居然都忍不住 缓缓贴近玉佩 直到快要碰上了 他才豁然回过神来 在看这世魂玉时 不由地惊出了一声冷汗 这玩意儿 果然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他就看了几眼 感觉差点魂都被吸走了 此物在没有方式驱动之时 是无法吞噬活人灵魂的 出现一些幻觉 很正常 嬴政淡淡解释道 不过也正是因为其阴气浓郁 所以才能温养英灵 保灵魂不灭 苏宇心有余悸地 瞥了眼是魂玉 那你之前说 这不是完全之法 又是何意 是有神 没弊端吗 弊端就是 无法长久保存生魂 最多也只能让生魂 多在人间停留半年 半年过后 生魂依旧会缓缓消散 半年吗 苏宇点了点头 那倒也行 他有超时空交易平台 日后能匹配到 来自什么世界的交易对象 都不奇怪 保不准就能遇到个 来自拥有更强超凡力量的世界 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交易对象 是魂玉虽然不能一劳永逸 可多了这半年时间 那便多了更多的可能 不过这时 他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灵魂如果被吸纳进是魂玉的话 能与外界沟通吗 还是说 这就类似是一间 专门囚禁灵魂的监狱 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法与外界沟通了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只怕是还得让秋末坐个牢了 若没有精通此道的方式设下禁止 自然是可以与外界沟通 是魂玉是不是一件阴毒的法宝 得看是让什么人用 银正耐心道 放在那些心术不正的方式手里 他们会用各种禁止 将人的灵魂囚禁在玉佩里 然后在玉佩内设下一些夜火之类 折磨灵魂的刑法 将之当成刑具用 而你若只是想让它成为 帮失去肉身的灵魂续命的载体 那它就是天底下最适合 温养灵魂的宝物 与外界沟通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就好 苏宇满意地点了点头 价格呢 陛下需要什么 银正文言敲了敲桌子 陈鹰片刻道 其实此物是孤品 乃是阴阳家 一个方式偶然采集到这方黑欲 又在一次巧合之中 才依照古法炼制出来的 难以复制 若说作用吧 其实有限 放在大秦除了当刑具 大概也没什么别的用处 可若要说它无甚价值 毕竟是只此一件的东西 价格你自己看着给吧 自己看着给吗 苏宇略一思索 转而问道 那不知陛下最近可有难处 难处迎正眉头挑了挑 陈鹰道 说起来 倒也确实有一些难处 北方匈奴叩边 蒙田虽然M.I.L.T. 帅不羁之 可匈奴人善其设 白去如风 击败义 灭杀难 朕原本是想驻长城你遇敌 可这几天 看完你给朕的那些东西之后 却发现此举确实操之过急 大秦方才一统天下 名声凋敝 蒸发名副修筑长城 必然会导致民怨沸腾 可这长城若是不修 匈奴齐足弱 再次南下劫掠 蒙田却未必还能再次堵住他们 届时北境 皆为匈奴跑马之地 步兵打骑兵 这倒确实是个历史难题 所以摸了摸下吧 大秦当然不可能没有骑兵 可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相比于北方漫长的国境线 以及那个时代信息缺失 无法提前判断 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这些因素 如果没有长城存在的话 面对一个筛子一样的北方防线 来去如风的匈奴人 想来劫掠太简单了 人家抢一波就跑 等你大军赶到的时候 城都图完了 秦皇可知我们那个事件 为什么骑兵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 枪 银正略有些迟疑道 朕最近看了不少你们那边 所谓世界大战的纪录片 其中多次提到过 因为那些威力强大的火器存在 骑兵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 也不对 苏语摇头道 自动武器的普及 确实让骑兵无法在正面战场上逞凶了 可骑兵只强在正面战场吗 显然不是 骑兵最大的优势是机动性 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你有枪 人家也可以有枪 可人家有四条腿 却永远能比你两条腿跑得快 所以 真正让骑兵退出历史舞台的 其实不是枪 而是内燃机 那些汽车和坦克 银正陡然眼睛一亮 对啊 他大秦的士兵又不是打不过那些匈奴人 在大秦弩阵面前 什么骑兵都不好使 奈何不得匈奴 最大的原因是追不上 而不是打不过 就算给大秦将士配上重击枪 人家不跟你打你 也没辙呀 先生可有良策 银正忍不住追问道 不怪银正着急 他是不知道大秦百费戴心吗 显然不可能 他之前之所以始终坚持修长城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北方编换 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面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喜柔 除了修长城 几乎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 这是文明特性决定的 非他能左右 不借助公事 缺马的农耕民族 即便战场上能打得过 也很难奈何得了游牧民族 后世汉朝之所以能逆法草原 那是因为 人家为此准备了几十年 在中原养了无数的马 大秦现在可没这条件 两策算不上 不过 我倒还真有个办法能在短期里 帮你解决北方编换 至于以后 等大秦工业化了 这些问题自然也不存在了 苏宇笑着一招手 一台近两米高的装甲怪物 便出现在了他身边 重型外骨骼 穿上他 能让大秦汉族背负十弹重物 一个时辰奔袭五百里 且此物刀枪不入 力大无穷 有了他 便是遇到万骑匈奴精兵 也能支身进去 杀他的七进七出 石这个单位一直在变化 秦朝时期的一弹 大概相当于一百多公斤的样子 而秦朝时期一里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多米 一个时辰 大概是现在的两小时 在知道自己第二个交易的对象 是嬴政之后 苏宇是专门去恶补过这方面知识的 世间竟有此等神物 嬴政顿时起身 来到外骨骼面前 双眼发光地看着这件 凝聚了无数尖端科技的造物 自然 若有一百名穿上瓷甲的士族 分别镇守北地各个关爱 则可保北地无忧 若是想要主动出击 却也不难 我可以再想办法 给你搞点侦察无人机之类的设备 不怕在茫茫大草原上 找不到匈奴人 苏宇摆着胸脯保证道 开玩笑 穿上这玩意儿 立马就能让匈奴人知道 什么叫大秦超人 他甚至已经能想象到 大秦猛士穿上外骨骼 杀进匈奴龙城 七进七出的场景了 你匈奴人来去如风 能跑得过时速一 百公里的外骨骼吗 打 打不过 跑 跑不掉 死 画面太美 什么 大秦士族人均胎教异业 玩不来高科技 不怕 他可以送几个仿生人 过去当教官吗 有一说一 仿生人是真的好用 此物苏先生能提供多少 银正连声问道 可以先给你一百套 作为交换那块是魂域的代价 陛下以为如何 苏宇给出了自己的价码 可 银正顿时便答应了下来 别说是一百套了 一块用处不大的是魂域 能换一套这样的外骨骼 他都得笑醒 他所在的世界 虽然确实存在有特殊能力的方式 可这些方式 也仅限于练练丹药 练练一些法宝的作用 偶尔会有几个 将练弃之法练到高深之处的千人敌 万人敌出现 可即便是这种人 也不过是血肉之躯罢了 大军围杀之下 面对漫天剑雨和遍地刀枪 一旦被缠上 其实很难脱身 毕竟血肉之躯练的再硬 也终究是会受伤的 而人的体力也有限 即便是万人敌 也不可能真的能手扔万人 就是个说法罢了 打得久了体力不支 也只能等死 可这穿上外骨骼的士族 在苏宇的描述里 显然已经超过了万人敌的概念 以这种恐怖的力量和速度 再加上刀枪不入的装甲 箭矢和刀枪根本奈何不得人家 嬴政估计 只怕十万大军 也未必能将之勤拿 人家完全可以从容脱身 这不比那屁 用没有的是魂玉香多了 这笔交易 对他来说 怎么都是赚的 而对苏宇来说 说白了成本也就那么点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黑箱的能源问题 五年后煤能源就用不了了 可现在他都有有损了 真到了黑箱煤能源的时候 直接开去月球采集点亥三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问题也基本不是什么难题 用一百台外骨骼就秋莫一命 对他来说肯定是赚的 亦毕竟秋莫这样的知心阿姨贤内助 能给他带来的帮助和价值 远超这区区一百台外骨骼 又是双赢 双方签下交易合同 苏宇便从物品栏里 划了一百套外骨骼给银正 顺便还白送了他两个 知道如何操作外骨骼的仿生人 随后才到 这种外骨骼的动力来源 是一种电池 电池里的电量 大概足够支撑士族 穿着他跑个两万多里吧 更换电池并不难 具体怎么操作 这两个仿生人会教你们 一百台外骨骼 是交易是魂域的物品 至于后续的电池 则需要另外再交易了 秦皇若还想要更多外骨骼的话 我这边也是可以提供的 因为那些科普视频的存在 他倒也并不需要再花时间 跟银正解释 什么叫电池 何该如此 银正点了点头 并无意义 但转而又道 不过此物过于强大 正该如何保证 穿上他的人不会谋反 对于他这方面的担忧 苏语道也能理解 毕竟就算是现代 也还有国家出现 飞行员开着飞机跑路的事情了 更别说秦朝了 中不中成 其实很多时候 取决于个人所占的位置 当一个人掌握了 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后 未必就还能像之前那么忠诚 作为一个封建君主 银正有这种担忧很正常 你可以在将外骨骼 发放下去之前 提前绑定外骨骼的所有权 如此一来 所有外骨骼的最高权限 都在你这里 至于那些将士 则只有使用权 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一念之间 即可让他们的外骨骼停下来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你可以去询问仿生人 应当是不难的 至于想穿上这个逃离大秦 去别的地方作威作福 再也不回来 那就更不可能了 外骨骼的电力 你掌握了电池 就掌握了他们的命脉 苏语简单解释道 甚好 银正满意点头 看着这威武的外骨骼 是越看越喜欢 当即便见烈欣喜 打算回去试试了 而苏语自然也带着那块石魂玉 回到了蓝星的家里 M.I.O.T.A. 因为在空间里 跟银正聊了好一会儿的缘故 苏语出来时 外面的天已经全都黑了 M.I.O.T.A. 看了眼时间 晚上八点 他在屋里找了一圈 最后在二楼天台上 发现了正坐在天台边 抬头看着星空的邱默 于是便也走到他身边坐了下去 忙完了 邱默看了他一眼 想吃什么 我给几个仿生人 写了套下厨的程序 他们现在的厨艺 比那些酒店大厨还好 想吃什么随便点 吃饭什么的 先不急 苏语神秘兮兮道 你猜我搞到了什么好东西 邱默转过头来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轻笑道 我猜你找到了 能保留我灵魂的办法 无趣 算力高到一定程度 根据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面不微表情 再配合上一些心理学上的知识 算出一个人有逻辑的行为 确实不难 至少对邱默来说是不难的 当然 前提是有逻辑 可循的行为 而人最大的不可控性 就是并非任何时候的行为都有逻辑 突然发颠的大有人在 所以 靠这个 想算出所有人的行为方式 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算苏语的 却是够了 他自诩在大部分时候 也算是个正常人 这也是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邱默却能让苏语感到身心愉悦 甚至都有点离不开他的原因 因为邱默总是能提前判断他想做什么 并且从他的角度出发 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摇了摇头 苏语拿出了那枚是魂玉 在邱默不远处晃了晃 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 邱默占蓝色的瞳孔一缩 下意识往后仰了仰头 他给我的感觉很危险 如果靠近的话 思维极有可能会被吸入其中 是魂玉在没有方式 使用特殊手段驱动的时候 是无法吸收活人灵魂的 可邱默却不一样 他严格意义上来说 根本就没有肉身 当然也算不上什么活人 按照嬴政他们世界的算法 最多只能算是个寄生 在电子元件中的游魂而已 这就对了 苏语当即给他 科普了一下是魂玉的大致功效 虽然他也没试过这东西 把人的魂吸进去 到底是瘟痒 还是直接吞噬了 不过有交易平台的信誉作宝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这么个小东西 能让我的思维多存在半年 邱默接过试魂玉 感受着寄存在电路板上的思维剧烈波动 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这完全是他一点都不了解的另一个领域 他自然忍不住有些好奇 在听见苏语说肯定没问题之后 邱默犹豫了片刻 便将玉佩贴到了最靠近思维存储位置的额头上 苏语略带紧张地看着他 却没有看出丝毫异常 过了片刻之后 邱默才放下手上的玉佩 抬头看向苏语 两人一对视 苏语便发现了他的不同 那原本灵动的湛蓝色毛子里 此时却显得有些呆着死板 两人对视了片刻之后 邱默突然道 您好主人 你人及人工智能为您服务 请您为我命名 果然 这不是邱默 而是这句仿生人内部原本的人工智能程序 回过神来的苏语连忙问道 邱默呢 按照原本的程序 我出现之时 属于未来城城主邱默的思维 就已经消散了 仿生人答道 您可以授权我 使用关于邱默的记忆模块 使用之后 我急视邱默 不对 苏语摇了摇头 你不是他 说着 他看了眼被仿生人拿在手里的玉佩 正准备拿过来看看来着 却不料 仿生人突然又开口道 警告 有不明信息 试图夺取中央处理器控制单元 是否采取反制措施 不明信息 苏语瞥了眼是魂欲 转而变道 给不明信息授权 虽然说是不明信息 但仔细一想就能猜到 多半是邱默进入试魂欲后 本身的思维 在尝试拿回仿生人的控制权 毕竟 如果没有这个 他剩下的时间 就只能待在玉佩里 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至于万一不是邱默 苏语倒也不怕 毕竟这台仿生人的最高权限在他手里 即便是邱默还在 的时候 想做什么他都能一言而诀 更别说遇到个什么孤魂野鬼 或者是这个世界 其他什么黑客之类的信息入侵了 万一真的出了岔子 其实也没啥大事 警告 此举可能会导致存储丢失 数据泄漏等不可逆危险 是否仿生人诱到 我说 授权 正在授权 仿生人眼里 顿时露出茫然之色 片刻后 呼 邱默长出了口气 居然还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你回来了 苏语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 嗯 跟之前一样 灵动清澈 应该是没跑了 也不能说是回来了吧 邱默想了想 我的思维 或者说灵魂 已经从仿生人 转移到了那块玉佩里 不过那块玉佩 本身就有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可以沟通就代表着 能够传递信息 通过思维电波的信息传导 在你授权之下 我就还能控制 这具仿生人 不过玉佩 能够传导信息的范围有限 倒是不能让他离我太远了 那以后他就是你的了 做成玉佩挂身上呗 不用离太远 苏语笑道 谢谢你了 邱默看了眼手上的黑色玉佩 不由地感叹道 大量使用放生意志改造躯体之后 我还是头一次感到这么轻松 这个才能给你延长半年时间而已 现在说谢太早了 苏语长出了口气 起身冲他几枚弄眼道 好好帮我干活 早晚给你再造个真正的血肉之躯出来 到时候 你想怎么谢都可以 说着 苏语往楼下走去 一边走还 一边不忘道 饿了 啥时候开饭啊 半个小时 邱默淡淡地答了一句 随后转头 继续看着浩瀚的星空 过了好一会儿 忽然倾笑着摇了摇头 小鬼 说吧 便起身去了厨房 PS 作者君在这里祝大家除夕快乐 为此特意加更一张 希望大家有钱的给个小礼物 没钱的给个五星好评 接下来几天 倒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周末的时候 苏语出去跟许清音吃了个饭 当然 只是单纯的吃个饭而已 倒也没有像上次跟于小语那样 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毕竟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于小语和许清音 虽然是闺蜜 可性格上还是有些不同 许清音虽然在吃饭过程中 也有些许暗示的行为 不过 却远没有于小语当初那么明显 秉着不主动的原则 苏语自然也就当做没看见了 至于周一 好不容易等到匹配交易对象 刷新的苏语性 冲冲地进了交易空间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这次匹配到的交易对象 居然是个来自深渊世界的触手怪 这家伙啥也不要 就要苏语将灵魂献给他 成为他的奴隶 而作为交易的条件 他将赐予苏语远超凡人的强大力量 在经过几轮沟通无果之后 苏语也只能按摩晦气 就当这次匹配机会为了狗 初级代理升到中级代理 需要完成十次有效交易 且同一个交易对象之间 最多只能在升级进度条上 增加三点经验 目前与他达成长期合作的交易对象 只有双心和嬴政 两个人身上能刷来的经验 苏语早就刷完了 距离中级代理人的经验条 一直卡在十分之六 本来还想着说 如果这次再匹配到一个合适的交易对象 就能把经验条推到十分之九 只差一步就能成为终极代理人了呢 结果好运不出所料的 没有再次眷顾他 这也让苏语意识到 能匹配到合适的交易对象 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匹配到人的时候 有时都因为种种因素 很难沟通交流达成协议 更别说像他这次一样 匹配到这种非人类的怪物了 对方虽然也是智慧生物 可双方的思维 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他能看出来 对面那个触手怪 是真的诚心诚意 想要让他献出灵魂 他表现出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甚至连半分恶意都没有 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 这是个双赢的交易 这特么的咋交流吗 不同世界的人 三观都有所不同 更别说不同物种了 在顺风顺水开局 就遇到了双星和银正 两个合适的交易对象之后 苏语也终于遭遇了 交易平台的第一次碰壁 一闷闷不乐地 度过了期待已久的周一 不过好消息也不是没有 在经过两天的调度之后 已经有大量的建筑材料 被九州官方送到了 紫卫园工程的工地上 原本苏语的打算 是等官方这三天内 将所有材料都送来再开工的 不过后来才发现 那片临海的废弃工业园 运力有大问题 走海运 大船进不来 小船运送物资速度太慢 而且 那个小码头的货物吞吐量 也绝对不够在三天时间里 接收那么多建筑材料的 走路路的话 那么小小一条山路 不提也罢 因此 苏语干脆放弃了等材料 全送来再动工的打算 而是在周末 就将G9000模块 全都放了出来 让齐先用已经送到的 有限材料扩建港口 疏通航道 半天不到 就将这座 只能近千吨货船的小破港口 给修得焕然一新 原本只有水深 10米不到的小港口 硬是又被往下挖了30米 变成了水深近40米的深水两港 又将连接大江主航道的 航线疏通 深度达到20多米 如此一来 一座破破烂烂的小港口 除了海岸线比较短 只有七八公里之外 水深和通过性方面 几乎可以碾压任何港口了 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的周三港 航道也十几米深 港口平均水深 不过20米出头而已 这样改造港口的动静 当然是瞒不住九州官方的 不过在苏语提前打了招呼的情况下 人家倒是也没有表示异议 甚至还专门有人凑上门来 说是想见识一下 苏语倒也没有拒绝 而当那些人在看见他 真的半天时间 就把这破港口 变成了一座深水两港之后 全都被干沉没了 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在沉没之后 不少人便开始两眼放光 港口是什么 港口是现代贸易的催化剂啊 不过港口这东西 又不是想造就造的 特别是优良的深水港 都需要因地制宜 至少这片海域的海水 它本来就得够深才行 像苏语这种水深不够硬挖的 简直是闻所未闻 用现代技术硬挖港口 真要挖的话 肯定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这么大的工程 需要的时间太久了 而且受制于地形因素 挖出来的港口过不了多久 又会再次被泥沙淤积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挖一个用不了多久的港口 完全不值当 可苏语却真给挖出来了 而且据说 还有使用了一种海流偏离技术 能改变港口附近的海洋流向 避免泥沙再次将港口淤积 这种技术 就很难不让人心动了 要是能每一个沿海城市 都能挖个这样深水港出来 那么原本就已经 极为低廉的海洋贸易成本 就能进一步下降 甚至再大胆点 用这东西 把大江和大河泉都给挖通了 那货物运输成本 就真的能低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了 这么大的诱惑之下 自然有人忍不住 向苏语提出了合作的请求 不过苏语却是打了个哈哈 并没有答应下来 毕竟他只向双星 做了这套聚酒签魔块12天 把紫薇园工程弄完 也剩不了几天了 苏语可并没有续租 然后在这里转租 给别人赚钱的打算 其一是严寿金单较为珍贵 他可设不得 用大量用严寿金单租这玩意儿 而另一个原因 就比较复杂了 这九千魔块 可不仅能开凿港口 疏通航道 在工程建造方面 更是强的没边了 先进的生产力虽好 可过于先进的话 突兀地出现在这个世界 那是会出事情的 这九千魔块这种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材料到位 一天造几十个小区都没问题 不仅速度快 成本更是低廉的可怕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 许多加工好的半成品材料 只需要最钢材 水泥 石灰等等基础材料 就能平地盖起一栋大楼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在九州大规模 使用这九千魔块的话 那么从原材料加工到 建筑材料运送 到工程器械制造 再到建造楼房的工人 设计师 室内装修等等 一整条产业链 所有相关的人 全都会失业 而九州有多少人 靠这条产业链吃饭 不计其数 是其他产业 不可能消化得了的人数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拿出最九千在九州用 很大程度上 反而是造孽 这也是苏鱼 只向双星租了12天 造完紫薇园 就没打算用的原因 在无法供养全人类的时代 拿出这种 可以大规模取缔人力的 超前科技 只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 周四上午 九点 最近调整了下时差 立志要当健康哥的苏鱼 从床上爬了起来 昨晚他甚至是一个人睡的 简单洗漱了一下之后 便下楼准备吃早餐 秋末则是坐在餐桌旁 一言不发 单手撑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他 等苏鱼吃完早餐 他才道 招聘工作 基本已经要完成了 这次一共招募了 基层工作人员 一万两千多名 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 入职时间 我已经通知过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公司 高层的最后一轮面试 还没做 今天要不要去现场看看 去现场 苏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之前不都是你在处理吗 你接着处理不就好了 他可不觉得自己 选出来的人 会比秋末通过算法 选出来的更合适 毕竟像这种招聘 那些行为逻辑 本身就有问题 秋末那套算法 难以预料的不可控分子 在第一轮就被剔除了 留下来的这些 基本都是比较正常的人 他完全没必要插手 倒也不是让你去挑人 秋末摇头道 这些人其实早就选好了 说是最后一轮面试 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一子卫员的建造工作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你去面试那边走个过场 然后就可以直接带着这些 新高管去参加 紫卫员的竣工仪式 到时候 整个过程录下来传到网上 也算是免费给你 和时空科技集团 打一波广告了 已经竣工了 苏宇眼睛一亮 虽然周一开始 他就把最九千模块 投入了工作 一边建造 一边等着官方 送建筑材料来 可工程进度 却超乎意料的慢 之前官方说的 三天内凑齐原材料 其实意思是 三天内将这些原材料 送到魔都 到了魔都之后 还得通过其他运输方式 送到苏宇紫卫员的工地上 偏偏这最后 一段路 反而是最难走的路 即便是在苏宇 开拓了那里的港口 重建了码头 足够几十万吨的货轮 进出卸货 可从魔都港口 再将货物装传 也需要一定时间 没有原材料 最九千模块 自然也无法全力运转 工程交付时间也不 得不延后 昨晚苏宇去看的时候 那栋1388米的主楼 也才刚刚打了个地基 那八栋900米高的住宅楼 组成的空中城市 更是连个地基都还没打 他倒是没想到 一晚上时间 居然就全都完工了 嗯 今天凌晨的时候 官方把最后一批材料送来了 邱默解释了一句 那行 几点过去 苏宇转问道 既然是竣工仪式 这么大的事情 那他自然也不能继续 当闲鱼混日子了 十点之前去招聘现场吧 过去走个流程 跟那些高管见一面 混个脸熟就行了 我已经租好了大巴 到时候 可以把人一起拉过去 另外 我还招聘了一批厨师 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子卫园 完成竣工仪式之后 可以请这些新员工 在娱乐区的餐厅里 共进午餐 这样有助于提升员工 对公司的认同感 下午你可以带着他们 参观一下办公区和生活区 活动大概持续到 下午三点左右结束 另外还有一个公司的 开业典礼 到时候可能需要你 上台代表公司讲话 和接受媒体采访 会有一些媒体 和官方的人参与进来 讲话的演讲稿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等会儿可以看一下 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自己随意发挥也可以 说点什么都无所谓了 嗯 大概就是这些了 秋末轻描淡写之间 已经帮苏宇安排好了一切 听得他头皮发麻 有一说一 像这种大工程的竣工仪式 外加上大公司的 开业典礼同时举行 里面的事情 只怕复杂程度 绝对超乎想象 例如宾客的接待问题 仪式流程问题 如何安排这些人的问题 零零总总的数不清 苏宇一想到这堆破事 头都快炸了 只能说还好有秋末 否则的话 他怕是又只能找官方 借几个专业办理 这种事情的团队来弄了 而且估计 至少还得准备个 三五天的才行 稍微准备了一下 换了身衣服 苏宇便带着秋末一起出发了 招聘地点 位于魔都南边 接近郊区的一个体育场 旁边就是地铁站 交通非常便利 应聘者想要赶来并不难 苏宇到的时候 秋末招揽的一众高管 也已经提前赶到了 董事长好 你们好 刚进入临时会议室 苏宇便看见了 秋末为自己找来的一众高管 这些人看起来 年龄大概都在三四十岁左右 有男有女 每一个都是西装革履 穿着精致考究 苏宇大致看过他们的资料 里面每一个 基本都是 曾经在五百强企业中 担任过高管 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 全都是能力顶尖的职场精英 毕竟这些人是秋末找的 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苏宇的人 大概也就是秋末 对于苏宇这个大老板 相当甩手掌柜的事情 他当然是清楚的 因此 招来的这批高管班底 都不是庸才 进入状态之后 肯定是能完全撑起一家顶尖企业的 而苏宇要做的 就是在一些重要决策上拍板即可 平时的琐事不需要他插手 至于这些招揽来的高管 对公司是否忠诚 这就不是秋末该考虑的问题了 信息时代对他而言没有秘密 谁敢私下里搞小动作 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 简单打了个招呼之后 便按照之前准备好的流程 让这些高管来苏宇面前 进行最后一轮面试 说是面试 其实主要还是跟大老板 混个眼熟而已 中下层员工苏宇可以不认识 可这些高管 还是有必要认识一下的 下一位 随着一位穿着女士西装的 干练女子离去 一名接近40的中年男子 走进了面试间 他刚一进来 苏宇便不由地一愣 孙总 呃 中年男子 文言也是一愣 随后连忙道 别别别 董事长叫我小孙就行 然而苏宇此时却是回过神来 感叹了声世界真小之后 便似笑非笑道 孙总 不记得我了 长海集团旗下 长海贸易公司 业务部 第六业务小组 自称小孙的中年男人 文言茫然地抬头看着苏宇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想起了 面前这位老总是谁 紧接着 他便忍不住脸色一白 暗道糟糕 孙清云 长海集团副总经理之一 在长海集团里 绝对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 妥妥的实权高管 一言一行 很多时候 甚至都能影响到 整个董事会的决策 在长海集团任职十来年 做过的事情 包括但不限于 扩大业务范围 布局新兴产业 优化管理模式 隔出集团弊端等等 可以说 长海集团能位列国内500强企业 孙清云功不可没 不过在去年的时候 他却因为提出一项议案 而得罪了不少董事会里的股东 好在他对此早有准备 在遭到这些股东反对之后 据理力争 最后终于让董事会同意 他在长海集团旗下 找个子公司 实行他所提的议案 这个议案并不复杂 总结起来就两个字 裁员 长海集团是一家 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企业 里面的股东成分复杂 许多高级管理人员 同样都是在职已久 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集团高层 便喜欢往集团里塞一些 能力不太行 只能混吃等死的家族后辈 或者亲戚朋友 这就导致了长海集团 如今分明异常臃肿 人满为患 可办事效率却出奇地低 看穿了这点的孙清云 于是便提交了那个裁员的提案 再然后 他就被董事会TP求4地 提到了长海集团下属的子公司 长海贸易 他知道 自己办这件事 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也知道 如果一来就直接干 肯定会有人扬奉阴违 最后好心办坏事 为此 他还专门担任了 长海贸易的总经理三个月 只为搞清楚 长海贸易的真实情况 将真正办事的 与根本不办事的区分开来 然后再下刀子 直到上个月 自认为对长海贸易 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的孙清云 终于下定决心 开始了裁员 同时还限定了裁员名额和范围 必须要在这个范围内 才够数量才行 而且 为了不把公司的其他高层 得罪得太狠 他这次的裁员名单并不大 甚至只牵扯到那些完全摆烂到 连上班打卡都懒得打的关系户 那些平日里不怎么办事的混子 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准备下次再裁了 结果 结果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种规模的裁员 肯定是要先提交总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在他将提案放上去的第二天 长海贸易的高管便得知了消息 然后趁着孙清云周末 没来公司的空档 主动劝一些没关系 能办事的职员离职 不愿离职的 就随便找个理由裁了 虽然说高管越过董事会 擅自裁这么多人是大计 可这些高管 基本都是在股东们受益下这么搞的 孙清云也拿他们没办法 而原本公司里能办事的人就不多 被高管们这么一搞 自然就更少了 即便是董事会再拖了几天之后 把他提交的裁员议案批复了下来 他也没法裁了 再裁下去 整个长海贸易公司都得停摆 到时候 损失只怕是以异为单位 他即便是在长海集团 有一定话语权 可到了那个时候 也难辞其咎 经过这件事 也让还对长海集团抱有一定期望的 孙清云大失所望 同时觉得长海集团已经没有了前途 恰好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来时空科技的招聘广告 刚看见这则招聘广告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些不幸的 毕竟福利太高了 根本不符合当前摩都的平均薪资水准 可毕竟长期身居高位 再摩都也算是消息灵通 托关系多方打听之后 他终于确认 这个时空科技集团不仅仅是真的 而且 其背后所牵扯到的东西 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大得多 据说连官方顶层都颇为关注 于是 孙清云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 并且在暗中将自己手头的长海集团股票 全都卖出套现 准备从这个扶不起的烂泥坑里跑路 同时在这几天里 他通过多方打听 得到了更多关于时空科技的消息 欲发觉得自己跳槽的决定是正确的 而事情的发展方向 也与他最初设想的极为接近 以他的资历与能力 很快便通过了数轮面试 只要今天见过了时空科技的大老板 就算是成功入职了 并且时空科技 因为处于草创阶段的缘故 有大量空白职位 他一进去就可以直接担任高管 并不需要再花时间从头再来 与人争权夺利 可就在他期待 进入一家生机勃勃的新企业 斩头漏脚 挥发自己的才华时 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给弄梦了 时空科技 那个神秘的幕后大老板 居然是他在长海贸易担任总经理的时候 被那些高管才出去的员工之一 因为他之前特意去了解过 哪些员工是真办事 哪些是不办事的 所以对于业绩一直都不错的苏宇 其实有一些印象 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是因为苏宇长相与当 时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异 且身份地位与这位大老板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正常人都没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可这会儿听到苏宇的话 又仔细看了看苏宇的长相 即便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可孙清云还是不得不承认 时空科技的幕后大boss苏宇 还真就是长海贸易那个被裁掉的员工 造孽了 虽然是那些高管为了恶心他 把苏宇这批有能力的员工裁了 可要不是因为他坚持裁员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更何况被裁的员工可不知道 区区一个裁员还有这么多内幕 人家只知道 自己干活干得好好的被裁了 那些混吃等死的反而没被裁 这肯定的个傻比公司 高管肯定都脑子不好 要是平时被人骂就骂了 也掉不了一块肉 可现在被裁的员工 成了时空科技的大老板 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孙清云只觉两眼一黑 心里已经凉了半截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苏宇见他想起来自己是谁 倒也没有为难他 反而何旭伸手道 欢迎加入时空科技 在长海贸易也上了几年班 孙清云这个人 他还是有所耳闻的 能力上绝对是没得说 而裁员这件事 虽然看起来复杂 可苏宇现在 毕竟站的角度 与当时是员工的时候不一样 看待问题的方式 也自然有了些差异 早就猜到 当初那次裁员背后 只怕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 在不知全貌的情况下 他自然不会妄下定论 将邱末精心挑选来的人给踢了 孙清云大喜过望 连忙握住苏宇的手 激动道 董事长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办好自己该办的事情 又随意寒暄了几句 苏宇便让他先出去等待片刻 自己继续面试 需要他亲自面试的高管不多 除了孙清云之外 苏宇平均每见一个 也就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在中午11点不到 就完成了面试工作 宣布所有高管都通过了面试 然后便用租好的大巴 带上这些人往 已经建设完毕的紫围员感去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一些分量十足的官媒 和部分磨度地方媒体 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 即将在所有人面前 揭开面纱 PS 祝大家新年快乐 裁员广进 心想事成发发发 求个小礼物 或者五星好评 这是要去郊区吗 怎么看着越来越偏了 偏不是正常吗 招聘信息上不都说了 需要能接受在郊区上班才行 位置肯定偏啊 这我倒是知道 不过看招聘的规模 公司规模不可能会小吧 磨度南郊这两年 有这么大的工程吗 没听说过 我听到的消息里 说时空科技的总部 似乎是新建的 据说规模很大 这么大规模的工程 连咱们都一点消息没有 之前听说时空科技背景不一般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什么时空科技 那现在是咱们公司 那确实 我是越来越期待 公司总部是啥样了 赶往紫围员路上 一众高管都对即将感到的 神秘总部分外好奇 毕竟他们在魔都 都是有一些身份地位的人 自有消息渠道 可对于魔都南郊这两年 是否有什么大工程 确实一无所知 人是不可能没有好奇心的 即便是这些长期身居高位的高管 也是一样 随着几辆大巴 缓缓往紫围员开去 众人的心情 也逐渐激动了起来 直到某一刻 围首的大巴上 突然有一个眼尖的女人 指着远处的天空惊声道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众人文言 纷纷透过大巴的挡风玻璃 抬头看去 今天的魔都天气并不怎么好 阴陨密布 天空上云雾缭绕 可是高度只有几百米 再加上此时车队已经进入了山路 被山丘阻挡了视线 按理说是 看不见紫围园那些超高层建筑的 亦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的云雾翻滚缭绕之间 隐约能看见 被藏在云层里的那栋 1388米高主楼 以及那8栋900米高大楼 组成的空中城市 直冲云霄的宏伟建筑 在云雾之间脱颖若现 恍惚之间 给人一种直面云层中 蔑视巨兽的压迫感 瞬间便让不少人 巨雾恐惧症爆发 不由地感觉毛骨悚然 而随着车队越来越近 隐藏在云雾后的庞然大雾 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看着那直冲消汗的恐怖高楼 以及8栋高楼组成的空中城市 大巴车上的所有人 都不由地倒吸了口凉气 不少反应快地 连忙掏出手机来拍照 一些随行而来的记者们 更是早已拿出了摄像机 开始疯狂拍摄 恰在此时 邱沫那柔和的嗓音 在所有大巴内响了起来 欢迎各位来到 时空科技集团总部 蓝星建筑史上的里程碑 本世纪最伟大的建筑集群 紫威园 紫威园计划中 把将近十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 分成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工作区 工厂区 生活区 娱乐区四个部分 其中 工作区的主体建筑 为一栋1388米高的超高层大楼 大楼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 有地上209层 地下16层 可用面积达到359万平方米 这栋大楼将会是 未来时空科技集团的 主要办公场所 随着秋末威威到来的温和介绍 众人眼中的疑惑 不仅没有丝毫减退 反而逐渐转变 为了惊讶和骇然 一栋1388米的大楼 作为集团写字楼 8栋900米的建筑 作为员工宿舍 4座超级工厂 10座超大型仓库 水深数十米的深水两岗 高科技人造沙滩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居然只是一家公司的总部 一些四线小城 也没有这规模吧 在经过最初的震撼之后 一众高管们 纷纷陷入了怀疑人生 这些对自己 无比自信的职场精英们 此时已经在怀疑 自己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胜任 即将到来的工作了 而与他们不同 那些随行的媒体记者们 在短暂地猛逼之后 则是狂喜不已 大新闻啊 爆炸性的大新闻 手速快的 已经将刚才秋末介绍的声音 录制了下来 然后配上远远拍摄的 那通天巨楼的视频 发到了各大视频平台 视频一经发出 便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围观 并纷纷直呼 不可能 可当看见有多家媒体 都剪了类似的视频 甚至其中不乏 权威官媒之后 所有人都纷纷沉默了下来 M.I.O.T.A. 不多时 车队便顺着那条进山的小道 驶入了紫薇园内部 一眼看不见顶的大楼 如洪荒巨兽般 横卧在地面的超级工厂 地面上精雕细琢的 古典园林设计 古典和科技的结合之下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割裂感 可偏偏这一切看起来 又那么的融洽自然 仿佛浑然天成般 无可挑剔 这如梦似幻的场景 让所有进来的宾客 都不由得驻足观赏 仿佛怎么也看不够 本世纪最伟大的建筑群 紫薇园 当之无愧 孙清云看着周遭环境 长出了口气 既为自己跳槽的决定 感到庆幸 又感激苏宇的大度 是啊 在这样的环境里上班 我估计自己都能夺活十岁 一名风韵犹存的风韵女子 笑着赞叹道 听说那边的空中城市里的房子 其实是可以买的 每人只限购一套 看来我得把魔都的房子卖了 换个 家住住了 是啊 也不知道房价怎么样 如果不算高的话 我也想买一套了 又有个高管搭话道 据说集团高管工作半年以上 不出问题的话 就能以成本价 购买一套空中城市的房 工作两年以上 如果没买房的话 集团会给送一套 也不知道具体流程咋样 一众高管才从大巴上下来 便纷纷感叹紫薇园的宏伟壮丽 感叹完了之后 话题便逐渐转移到了房子上面 以他们的目光 自然不难看出 时空科技的未来 绝对不可限量 而那空中城市的房子 以后也绝对是有价无市保地 也正是在此时 他们才明白 时空科技放招聘广告里那句工作 满某某年送房子的含金量 就连最底层的员工 都只需要工作三年 就会送一套房 这个福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说句实声话 员工工作三年的工资 只怕都比不上这一套房的价值 时空科技 实在是太好了 眼见那边高管们讨论的火热朝天 苏宇倒也没有去横插一脚的意思 让他们知道 员工福利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本来也是在秋末计划之中的 正所谓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想要让员工出力 画饼是没用的 得拿出真东西来 苏宇的筹码已经给出来了 接下来就看这些员工表现了 招聘信息上的员工福利 都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唯独送房这一条 想要拿到 可并不简单 秋末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 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员工 都需要在考核及格的情况下 再加上工作时长达到 才会送房 不存在那种 百烂几年还送房的情况 苏宇又不是冤大头 这个考核标准 苏宇也看过 其实并不算难 说起来 想要达到的话 可比在那些互联网大厂 996内卷到掉头发 简单多了 因此 虽然在招聘广告里 玩了一些文字游戏 并没有提到考核的存在 但苏宇可并没有觉得自己 在骗人 这与其说是考核 倒不如说是区分正常员工 与墨鱼混日子员工的标准线 只要是正常上班 老老实实完成自己工作的 其实都能通过考核 也都能领到公司配发的房子 毕竟苏宇又不是真做慈善的 不可能给那些摆烂不干活的人 也发超高福利 且不仅不会发福利 如果连续三月以上 考核不及格的话 更是会被直接踢出时空科技 他这又不是什么铁饭碗 好好干活的 那就吃肉 混子懒狗 那就吃屎去吧 这么高福利还摆烂 那还是人 当然 苏宇相信自己 只要真能履行诺言 每一项福利都准时发放 绝大部分人 应该都是会好好工作的 九州人不怕苦不怕累 怕的是苦了 累了之后 还什么都捞不着 而在苏宇这里 显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一众高管感叹了一会儿之后 就在遍布子卫园的仿生人引导下 来到了郡公仪式的现场 郡公仪式其实并不复杂 四一团队念完贺词之后 苏宇上去简单说了几句 邱默早就为他准备好 得演讲稿 然后亲手位在子卫园最中心位置上 一块写着子卫园三个大字的石碑 填上了一泊黄土 然后依次是魔都官方代表 高管团队等等 上去填土 等这些高层都往里填了一泊土之后 郡公仪式便算是完成了 时间也恰好来到了正午十二点出头 浩浩荡荡的一行人 又转而来到了娱乐区中的一家酒店 享受了一顿无可挑剔的美食 下午的活动 便是让子卫园里的仿生人们 带着心来的这些人 在子卫园里四处逛逛了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向双星买的那两千个仿生人 早就不够用了 苏宇又向他购买了六千台 不过这次的价格更便宜了一些 交易的物品也不再是严手金单 而是水 60万吨海水 不过这次交易 却是出了点问题 双星原本要求的是 50万吨低污染无辐射的海水 蓝星的水储量高达138万万亿立方米 区区50万吨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苏宇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可等苏宇到海边 给他把水灌过去之后 他居然在海水里 检测出来了微量的辐射 然后苏宇就被双星投诉了 于是又多赔了十万吨过去 这时他才想起来 特么隔壁还真有一帮龟孙 在往海里倒喝废水 操 害他赔了十万吨海水 先计这帮龟孙一别 一总之就是 他又找双星搞来了大批的仿生人 这帮仿生人将会被安排 进入工厂与紫卫园中的 各大服务设施里 完全替代真人员工 他们不仅廉价能干 而且还永远不可能 暴露工厂里的秘密 而苏宇招揽来的那些蓝星员工 其从事的主要还是一些其他仿生人 不容易替代的环节 当然 如果在邱默操控下的话 其实公司里的所有工作 都不需要任何员工 全靠仿生人就能完成 可邱默现在 这句仿生人的算力 虽然逆天 可毕竟也不是无限的 如果真让他控制所有仿生人 完成公司运作的一切工作的话 那他以后也不用干别的了 光是控制仿生人都得用完算 毕竟操作仿生人 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虽然消耗不了什么算力 下指令就行了 可控制仿生人谈生意 打官司或者搞研究这种 需要随机应变的事情 消耗的算力就太多了 所以 苏宇才会招揽员工 将这些不涉及时空科技 核心机密的事情 交给招揽来的员工去办理 除了仿生人之外 苏宇还找双星 购买了一条完整的 轻型外骨骼生产线 以及500万枚型号 各一放金属氢电池 在邱默的帮助下 他对未来城大致情况 已经清楚的 不能再清楚了 在这次交易的谈判中 占尽了上风 首先 之前与邱默制定的为期五年 每周购买一次 电池的计划 在双方协商下 已经被废除了 毕竟 两人现在在各自的世界 都和签订合同时的情况大不一样 当时的合作方式 现在显然已经不适用了 新的合同是 双星按照苏宇提供的清单 每个月至少提供 总共500万枚型号 不同的金属氢电池 持续时间为一年 这个清单 是邱默在参考了 蓝星当前市场行情制定的 毕竟这对蓝星人来说 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产品 上市之后 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甚至不用想都知道 金属氢电池一旦曝光 挤压了现有的那些电池企业 生存空间之后 关于金属氢电池的 不稳定性谣言 必然会喧嚣沉上 毕竟这玩意儿爆炸 那可不是好玩的 就算的最小的手机电池 以里面的金属氢含量 一旦炸了 都能让人直接原地蒸发 虽然这种电池 在废土世界的繁荣纪元中 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了 在不刻意使用暴力拆解的情况下 爆炸的概率不到千一分之一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可苏宇知道 别人可不知道 而在蓝星人能理解的科技里 金属氢确实是一种 极为不稳定的物品 所有到时候 有心人想造谣太简单了 这玩意儿初期 是不可能那么好卖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普罗大众相信 它的稳定性才行 所以目前 秋末只建议每个月 向双星购买 500万块不同类型的电池 买这两样东西 自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轻型外骨隔生产线 苏宇花了一枚严寿金丹 500万枚电池 它付出的代价 则是1万吨石油 没错 就是石油 石油现阶段 除了是蓝星不可或缺的能源之外 更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原料 双星找他买石油 自然不是为了当能源用 毕竟他们有何聚变 这种激进无限的能源 买石头 只为当工业原料 使用而已 他所在的废土世界 母星上容易开采的原油 早在繁荣纪元之前 就被开采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都是开采 难度大的不说 废土上还有无数在基因武器 与生物武器影响下 变异的恐怖一种 蔚来城想要自己 开采废土地下的原油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可蔚来城想要变现 那海量的储备科技 原油又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所以 找速语购买 是必然的结果 以现在的原油价格 一桶原油价格 大概在550元出头 一吨便是4000左右 1万吨也就4000多万 而那500万枚 不同型号的金属氢电池 根据邱莫的估算 卖出去之后 至少能为苏宇 带来超过400亿以上的收益 这还是里面 有大量价值比较低的 一些小电池的缘故 总之就是这趟交易 在邱莫这个未来城盼人的指导下 苏宇是真正意义上赚妈了 并且还是赚得身心舒畅 不憋屈的那种 一想到日后 双星发现 严寿金丹 其实只有第一颗 才有用石纳猛逼的样子 苏宇就忍不住想笑 也算是爆了双星之前 卖给他G60外骨骼黑箱 但却不给他电池的一键之筹了 这引进的轻型外骨骼 与金属氢电池 大概就是今晚 时空科技开业典礼上 时空重工和时空电池 要展示出来的代表产品了 金属氢电池 自不必多说 而轻型外骨骼的话 各项参数虽然与那G60重型 外骨骼相差甚远 可也是妥妥的黑科技产物了 穿上这套轻型外骨骼的人 能够在负重200公斤的情况下 以60千米的时速 持续奔袭500公里 这还只是节能模式而已 在极限情况下 这套外骨骼最高负重 能达到400公斤 满载 最快速度能达到80千米每小时 不过续航会掉到180公里 这个数据 与重型外骨骼当然不能比 可放在蓝星 也算是可遇不可求的 超级单兵装备了 重型外骨骼只能通过黑箱生产 产量有限不说 这玩意儿的战争潜力 也太过于无解 苏宇给他的定位 其实是非卖品 除了九州军方之外 他短时间内 是没打算卖给其他人 或者势力的 情不情怀什么的先不谈 光是这段时间 九州官方给他的帮助 各种材料不限量供应 他就得成人家的情 这也算是回馈官方 给他的便利了 而苏宇给轻型外骨骼的定位 就是一款面向全球 且不限量的民用外骨骼 国内市场里 这套外骨骼 他只会用于与官方交易 而面向国外的话 那他就不管那么多了 两百万一套 只要有钱 谁都卖 那谁谁谁 你看跟你交火的对手 都装备了这玩意儿 人均超人 你这不来一批 这仗还能打 趁早投了得了 那谁谁谁 还在为丰田皮卡 过于灵活而烦恼吗 来一台轻型外骨骼 一拳一台皮卡 让别人好好见识一下 即便是匹配机制优秀的黑洲 采购了这些外骨骼 也能化身战神 当然 他肯定不会告诉别人 九州军方 一百万一台采购的 重型外骨骼 对于这种出口创收的行为 官方自然是大力支持的 只不过 官方跟苏宇做了个小小的交易 那就是这些 轻型外骨骼的海外用户 采购时空科技的产品时 需要用RMB结算 而官方给的好处就是 直接下单 采购了十万台轻型外骨骼 作为国内的仅用版本 总价两千亿 在半年内分四期交付 苏宇在外面卖什么价 他们就以什么价格采购 还价都不带还的 相比于一百万一台的重型外骨骼 反而采购这些轻型外骨骼 花的钱更多 可以说是在很直观地 向苏宇伸出橄榄枝了 除此之外 官方还给时空科技的 一切原材料采购 大开方便之门 甚至连拿这些材料 去做什么问都懒得问 什么石油 粮食之类 听起来跟时空 科技业务完全不沾边的东西 只要开口 他们就会帮忙调度 以最低价格 卖给时空科技 能够为苏宇 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总之就是有了 轻型外骨骼和金属氢电池 这两样主力产品之后 苏宇今晚的开业典礼上 是不愁没有东西来说了 坐在1388米高居楼的 顶层办公室里 苏宇此时并没有 心情欣赏云海上的风景 而是头疼地看着手里 邱默为他准备好的演讲稿 整篇演讲稿的字数多达数万 即便是他已经经过了 基因药剂改造 大脑开发程度远超常人 可想在几个小时内 背下几万字的稿子 也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邱默则是坐在办公桌的 桌檐上晃着腿 静静地远眺着云海上 那如梦似幻的天际线 直到某一刻 邱默突然眉头一跳 道 你似乎不需要强迫自己 被这些演讲稿了 苏宇诧异地抬头 正准备询问 放在一旁的手机 忽然想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是上次在那个军事基地里 有过一面支援的周晴将军打来的 瞄了眼早有预料的邱默 苏宇点击了接听 苏先生 听说你最近在准备公司开业 与产品推广的事情 电话一接通 便传来了周晴语速极快的声音 显得有些急切 是啊 怎么了 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 可以提供实战演示装备的机会 不知道苏先生感不感兴趣 周晴试探道 实战演示 苏宇一愣 完全没有料到 他居然一开口就说实战 想了想 他又道 怎么个实战演示法 是演习 还是真刀真枪开片 说到最后 他语气中 甚至有些许激动 好家伙 他那动力装甲 拿来 还没机会试试呢 早就想找几个冤种试试了 M.I.O.他 可惜国内环境 比较比较安稳 像上次偶遇处越被人刺杀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以至于他的动力装甲 拿来到现在 除了装逼之外 几乎没有别的作用 现在听周晴这说法 似乎是真有机会干账了 果不其然 听到苏宇的问题之后 那边的周晴果断道 去国外 真刀真枪 上战场 去国外 真刀真枪 上战场 听到电话那头周晴的声音 苏宇即便是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也不由得猛了片刻 可随之而来的 便是疑惑 真上战场 哪里的战场 大概是什么情况 他一连串的问题甩出来 电话那头的周晴 则是毫不犹豫地答道 确实是真的 战场位于黑洲北部的一个小国 大概情况就是 那边发生了内战 反抗军在三小时前 攻占了该国的国都 然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屠戮和洗劫外来人员与外资企业 九州在该国内有 几十座座重要的矿场和工厂 有十几万九州人在那里工作生活 现在他们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且因为事发突然 我们也没有准备提前撤离 现在调集那附近的军舰赶过去 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目前这些同胞 已经在当地使馆的引导下 聚集到了一处大型工厂中避难 只不过反抗军那边已经发现了他们 这会儿正在强攻工厂 工厂的武装力量撑不了多久 最多两个小时就会被攻破 届时 这些疯子掌握了大量九州的人质 会让我们非常被动 而且 以这些人以往的形式风格 恐怕会造成不小的伤亡 听他说到这里 苏宇便大致清楚周琴的目的了 脱口而出道 你是想让我用油损帮你们把人送过去 大量驻外的九州人 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而距离 最近的九州军方力量也无法快速赶到 那么 周琴打电话给他的目的 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毕竟油损最高速度能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蓝星的赤道周长也就四万多公里 全速行驶之下 油损能在一个小时内沿着赤道绕蓝星一周 半个小时内 几乎就能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苏宇答应帮忙的话 十几分钟内就能将军方的战士和装备 送到万里之遥的那个黑洲小国 我们 的目的确实是如此 周琴坦然道 至于代价 我们也不知道苏先生具体需要什么 你可以随便提 只要在九州官方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尽量满足 苏宇斟酌了一下他开出的条件 并没有立即回答 转而又道 所以 你说的实战演示的意思是 我可以去将现场的战斗过程 全都拍下来 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可以 周琴毫不犹豫到 而且若有需要的话 一些官方媒体 也可以对外披露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 来证明真实性 可以 苏宇沉音片刻 见邱默也点头赞成之后 便答应了下来 这倒不是他自己没有主见 什么都得听邱默的 而是因为相比于他自己 纵横互联网无敌的邱默 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显然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信息差 永远是影响公平交易的最大阻碍 邱默的存在 则完全能抹平蓝星上 苏宇与其他人之间的信息差 让他永远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听到苏宇的话 电话那头的周琴 忍不住松了口气 随后连忙告诉苏宇 这次行动的初步计划 简单来说 就是苏宇全程并不需要出多大力气 直接开着油损 去那天去过的那个军事基地 然后带上100名装备了 重型外骨骼的战士 直奔那个黑洲小国 到了地方之后 把人放下去 就算是完事了 至于需不需要使用油损 提供更多火力支援之类的事情 周琴则是提都没提 显然 人家的要求就只有一个 苏宇把人送过去就行 剩下的事情 他相信那些装备了 重型外骨骼的精锐战士 能够处理好 至于给苏宇的好处 那也很简单 就是尽量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无论这个需求合理 或是不合理 只要他们能办到的 都能满足 别以为这东西是空头支票 实际上当层次到达一 定高度后 合同约定 未必就比口头承诺要管用 毕竟说难听点 如果苏宇不愿意配合的话 法律可管不上他 更别说官方了 这玩意儿 就是人家制定的 真正能维系双方关系的 其实更多是利益 最多还能加上些许家国情怀 在苏宇和他的时空科技 展露出了无数超前的科技之后 官方现在对待他的态度 简直就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说是有求必应也不为过 自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反悔 破坏了双方之间的信任 当然 办多少是拿多少好处 苏宇自己也需要能拎的轻才行 总不能给人帮个忙 就狮子大开口 要猎土蜂王啥的 这种要求 官方显然不可能答应 可能也有人会觉得 以苏宇现在的情况 九州官方本来就对他有求必应 再加个什么满足 一切需求完全没必要 那就纯粹是格局小了些 现在官方对他的支持 其实都是在原则范围内 能给予的最大支持 而这个能力范围内 显然就要更广阔了 几乎等同于任何要求 意义与之前完全不一样 而除此之外 还附带了一个天头 那就是 官方会帮助时空科技宣传产品 甚至能让他使用这些珍贵的 一线战场视频资料 且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官方是不可能直接派遣自家军队 进入他国的 所以这100名战士 到时候并不会以军方的名义进入战场 而是会给他们一个 安一个某某公司安保人员的名头 如果苏宇愿意的话 这个公司就可以是时空科技 届时一旦曝光出去 在精彩的宣传与演讲 都不如时空科技集团安保人员 身穿该集团生产的外骨骼 迎战百倍余己的敌人 且战而胜之的标题来的震撼 在金美绝伦的展台 也没有战士们 穿着外骨骼纵横沙场 更能证明时空科技的先进技术 结束和周琴的对话之后 时间上也才下午一点出头 参观紫卫园的高管与媒体们 在访生人的安排下 正在沉浸室体验这片 仿佛一夜之间出现的时空集团总部 短时间内并不需要苏宇露面 他只需要在下午的开业典礼之前赶回来就行 因此 虽然这次的事情他去不去都无所谓 可苏宇还是决定去凑凑热闹 在从物品栏里放出了油损之后 他便穿上了风暴及动力装甲 与秋末一起进入了油损之中 说起来 最初交易平台给他配发的是个物品栏 如今早就不够用了 他现在的物品栏 都是专门使用交易点购买的 50交易点 就能换取一个容量在10万立方米的物品栏 比平台白送的那些物品栏 要大太多了 非常好用 那三艘油损 就放在这些买来的物品栏里 跟上次一样 从油损启动到停止 几乎只过了十几秒时间 便来到了那山坳中的军事基地上空 缓缓下降 停靠在了军方提前准备好的空地上 穿着动力装甲的苏宇 一出舱门 便看见了那一百名 猎阵俨然 身穿重型外骨骼 外骨骼各个接口上 全都挂满了武器的战士 而在这些人的最前方 带队的居然是苏宇的老熟人 周伯威 你不是科研人员吗 居然还能指挥作战 苏宇走到穿着外骨骼的周伯威面前 伸手轻轻在他肩甲上敲了一下 周伯威顿时便感到一阵距离传来 连退了两步 才堪堪稳住身形 随后目光看着苏宇身上的动力装甲 眼里露出艳羡之色 重型外骨骼的各项性能 他们已经测试完毕了 数据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那你们这职业还挺危险啊 还得上前线去 苏宇惊讶到 以前确实危险 虽然不上一线 但也有不少同事被榴弹命中过 其中还有些因此丧命的 周伯威摇了摇头 随后拍着胸甲笑道 不过现在倒是没那么危险了 毕竟有了这个 不上一线的情况下 简直是想死都难 两人随口寒暄了两句 空地上的战士们 也完成了最后的装备检验 陆续开始进入油损之中 对于他们会不会进来之后翻脸 试图夺取油损的控制权这点 苏宇是根本不担心的 毕竟他虽然没打算用过 可这外骨骼里 确实是有他留下的后门的 真想靠这种手段夺取油损 那就太过于幼稚了 一念之间 他就能让所有外骨骼全都停机 化身成为一块几百公斤 里面包着肉的大铁疙瘩 这种情况 他不认为军方那边不会考虑 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 他们都没有丝毫 这方面的动机才对 蹦 剧烈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 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冲锋衣 背上还背着登山包的男子 豁然惊醒 看向声音传过来的方向 他眼里不由地露出 些许恐慌与担忧 里和 九州矿业集团黑州分部的一个勘探小队队长 按照原本的计划 其实这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回国调休 可以在家陪老婆孩子了的 可就在前些天 他准备回家的时候 却突然接到通知 让他带队 前往一处有铁矿流出的山区勘探 疑似是个小型露天矿床 即将回家之前又来了任务 这让里和非常的无奈 但也无法 拒绝上面指派来的任务 只好率队赶了过去 亦因为占用了休息时间的缘故 除了双倍工资之外 这趟出去 还有极为高昂的津贴奖命 没办法 他们给的太多了 历时数天 里和终于在茫茫大山里 找到了目的地 在与几个队友 使用携带的各种仪器 初步勘测后 他这才发现 自己 似乎是找到了了不得的东西 这座山里 确实有铁矿存在 并且还不是情报里所说的 小型露天矿床 准确地说 在这个露天矿床下面 还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矿床 被埋在土石之下 这个底下矿床的 储量之丰富 简直让人闻所未闻 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看 里和初步判定 这下面的铁矿石储量 可能高达80亿吨 而且全都是高品位铁矿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毕竟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铁矿 所探明的铁矿 也就72亿吨而已 他这随手一找的 居然就打破记录了 一开始 里和以为是设备出了错 可在还了几次设备 还是同一个结果之后 他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里和没敢告诉队友们 果断隐瞒下了 最后的测算结果 声称这里 只有个露天小矿床 便带队离去了 本来打算回到总部之后 再把结果 直接汇报到上级去 可里和却万万没想到 他前脚才回到 这个小国的国都 后脚反抗军就打了进来 迫不得已之下 他只好跟着当地使馆 撤到了现在这个工厂里躲着 更不幸的是 在撤离过程中 他还与队友失散 如今已经是截然一人了 听着外面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 他整个人都被笼罩在了恐惧之中 悲观地认为自己这次 恐怕是死定了 周围不少人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甚至有些豁达的 已经拿着手机在录制遗言了 里和见状 也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摄像功能 准备留下遗言 可就在他刚刚拿出手机的一瞬间 明亮的天空 却突然暗淡了些许 里和下意识抬头 却发现一座庞然大物 居然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上 这就到了 闲窗边 周博威看着下方庞大的工厂 声音有些干涩 二十分钟都不到 他们便横跨了九千多公里 从魔都来到了这里 虽说来之前就知道 有损最高飞行速度 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这么快到达目的地 完全是正常的 可实际感受过之后 却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特别是在加速过程中 他在有损内部如履平地 几乎感受不到 丝毫加速的那种感觉 更是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技术 只是听几个德高望重的 物理学大佬说 这可能是对引力的 某种实际应用 语焉不详 而且人家也只是猜测 根本不确定 虽然知道 下面这会儿是十万火急 不过周博威 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这个疑惑 这个 你们到底是怎么解决过在问题的 能方便透露一下吗 正在看着下面情况的苏宇 闻言回头瞥了他一眼 高深莫测道 只是对引力波的粗浅应用罢了 开玩笑 苏宇要知道这个 还用得着 获得了交易空间之后 才发家致富 早特么是蓝星首富了 引力波 周博威瞳孔一缩 心中矩震 果然跟引力有关 不过 想到此时还有急事 便也没有在这个上面继续纠结 转而又到 下面的情况比较复杂 苏先生这艘 飞船里是否有预制的兵力投送方案 正常来说 运输机投送空降部队 都是有一套完整流程的 什么高度 什么速度 什么天气情况下才能跳伞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 避免发生意外 这艘游笋 虽然比世界上所有的运输机还大 可到底是不是运输机还不好说 人家可不一定有什么 规整的兵力投送流程 不需要 苏宇身后的秋末摇了摇头 等会儿 我会让游笋找个空地 悬停在空地上方五米处 打开门之后 你们直接跳下去就行了 这种高度 苏宇 这个只用过一两次 外骨骼的普通人 都能随便跳 要是这些经受过严格训练 而且已经使用外骨骼 接近一星期的精锐战士还能出世 那才是见鬼了 周博威闻眼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 这个漂亮的过分的蓝发女子 相当神秘 官方甚至都没有查到 丝毫关于她的情报 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人 并且 除了未知的身份之外 这个女人给她的感觉很怪 分明是天天跟在苏宇身后 充当秘书一类的角色 可与外人说话时 却总是在不经意间 流露出一种 不容置疑的强大气场 气场这个东西 说起来很抽象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类似丘莫身上这种气场 周博威只在长期身居高位 手握声杀大拳的一些 大人物身上见过 因此 每次见到丘莫时 他都不由自主地有些敬畏 反而是和苏宇相处时 能够正常交流 不多时 操作有损的仿生人 便将支开到了 工厂内部的一个操场上空 因为这个操场位于场区中间 距离前面交火地点较远 相对比较安全的缘故 此时 这里已经挤满了人 只有中间的位置 稍微有一些空地 不过倒也足够100名战士下去了 还处于光学隐形状态的尤笋 翘无声息地悬停在了 距离地面 只有5米高的空中 秋末瞥了眼 已经列队完毕 准备下去的那100名战士 淡淡道 即将打开舱门 你们最多有5分钟时间下船 5分钟后 尤笋就将关闭舱门 开启光学隐形模块 升空待命 他话音才落 尤笋后方 足够容纳一辆坦克 开进来的舱门 缓缓打开 与此同时 光学隐形解除 长达百米的浮空舰艇 出现在了下方所有人的眼前 阻挡了清晨的阳光 而一个个穿着 厚重外骨骼的战士们 则是毫不犹豫地鱼冠而出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油损 李和的大脑 在第一时间就完全当机了 这种东西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可紧随而来的重物落地声 却又再次让他回过神来 定睛向前看去 李和竟发现一个 身披厚重装甲的人 缓缓站直了身子 然后看了眼周遭 一步跳到了十几米开外 端起手里的枪械 开始警戒 而这显然还只是开始罢了 越来越多穿着同样装甲的人 从飞船中跳了下来 他们全副武装 一言不发 显得纪律森严 杀气凛然 整个操场上的人们 这会儿都发现了 这艘神秘的油损 与油损上跳下来的战士 对未知的恐惧 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 没有任何人敢在这种时候 发出声响 操场上安静的可怕 直到 这里是九州时空科技集团 夏侠安保小队 各位 你们安全了 一银白色的动力装甲 悬浮在空中 苏宇通过动力装甲的扩音装置 说出了这段话 而在他身后 巨大的油损 开启光学隐身 缓缓消失在天空之中 见所有人都猛逼地看着自己 居然连一点反馈都没有 苏宇不由地嘴角扯了扯 好吧 装了得寂寞 不过他倒也不以为意 转而对周博威道 南边的人交给我吧 早想练练手了 刚才在天上 看见南边好像战斗比较激烈 你一个人能行吗 周博威略有些担忧道 虽然知道 苏宇身上的动力装甲 绝对比他们的外骨骼 不知道牛逼多少倍 对面也是黑洲大区 优秀匹配机制下诞生的军队 战斗力全靠信仰射击 可这毕竟是真刀真枪的战场 变数太多了 先不说RPG什么的 他刚才好像还看见 那边似乎有坦克装甲车来着 一个人 放心 我刚才看过了 南边是一条大街 只有一个出入口 我直接绕后 就能一锅端 一绝不会放跑一个 苏宇不以为一道 说吧 背后的乌公志引擎喷口一动 他贴着地面往南方飞去 只留下猛逼的周博威 不是 这是能不能让人家跑了的问题吗 虽然说起来有点中二 可是哪个男人年少时 没有开上机甲纵横战场的梦想呢 好不容易逮到个这样的机会 苏宇是怎么也没法在有损上 待着看别人打的 什么千金之子 不做锤膛 这身动力装甲 穿上 他对那些菜鸡 就是纯纯的降维打击 这都怕死的话 那干脆生意也别做了 做生意 还有失败跳楼的呢 而相比于苏宇对战场的热衷 秋末就显得心智缺缺了 他并不喜欢战争 并且也丝毫不担心 苏宇会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 倒也没有跟过去 在操场的人群中扫了一眼之后 他的目光 最后定格在了李河身上 重打两吨多的沉重动力装甲 缓缓落在了李河面前 机械转动声中 面甲缓缓退去 露出秋末娇艳的容颜 湛蓝色的眸子看着李河 秋末语气平淡道 亦能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铁矿 你业务能力很不错 有没有兴趣 来时空科技上班 工资待遇 可以给你翻倍 李河文言神情巨变 惊骇地看着面前这个 在大铁疙瘩里 只露出一张脸的女人 他不明白 为什么秋末会知道这件事 勘探队伍里的所有数据 都会在他这里汇总计算 最后的结果 应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才对 包括队友在内 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这件事 一开始就准备回去之后 在汇报上集来着 毕竟这么大的铁矿 而且还位于黑州这种地方 最后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势力 其实没多少 九州先一步发现 就能占得先机 所以他的保密工作 是有必要的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连队友都没告诉 面前这个来历不明 自称是来自九州 一个什么公司的女人 居然一口就说破了他的秘密 惊讶我为什么知道 你发现了铁矿 邱默轻笑道 其实知道的不止我一个人 不然你以为这些 跟当地官方军队 打了十几年的反抗军 为什么能一晚上 就拿下这里的国多 说话间 邱默战蓝色的毛子里 闪过一缕红光 被装甲覆盖的右手 不急不缓地抬了起来 挡在了礼盒面前 咔 轻微的金属撕裂声响起 一颗黄成城的单头 被他的食指和中指 就这么夹在了指尖 力道之大 几乎已经将子弹都夹扁了 到这时候 礼盒才听见 远处传来的枪声 这礼盒瞳孔一缩 后之后 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里 可有不少人想杀你 随手把子弹丢到了他面前 邱默抽出了 动力装甲腿部枪套里的 一把电磁手枪 看都不看 就对着数百米外 一栋六层的小房子 来了一枪 礼盒下意识看过去 隐约能看见血光闪过 M.I.O.他 吞了口唾沫 他有些惶恐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外面那些人攻击我们 是我的原因 不 是那座铁矿的原因 你只不过是知道了一些 不该知道的事情而已 邱默摇了摇头 反抗军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可却不能一直保你无恙 下次有人要杀你的话 那就看你运气好不好了 礼盒顿时明白了 邱默是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答应去时空科技上班 邱默他们才会保护他的安全 不答应的话 邱默等人解决完反抗军之后 显然就会离去 他后续会不会被刺杀 那就不好说了 这算不上威胁 毕竟人家又不是九州官方的人 能保证在场这么多人的大致安全 就已经很厉害了 根本没理由一直护着他这么多外人 我 我是九州矿业的员工 去你们那上班的话 李河有些犹豫 放心 我们向九州官方说明情况 包括那座铁矿 你不需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邱默指了指 再次献出身形的油损道 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让人送你上去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我答应 李河点头道 反正是上班 去哪里不是上 还是自己的小命 比较重要一点 邱默没有在说话 只不过油损的高度又下降了一些 舱门打开之后 入口距离地面不到两米 两个穿着重型外骨骼的仿生人 从中跳了出来 一左一右架着李河 便上了油损 邱默突然招揽李河 当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在为未来布局 蓝星上未开采的各种矿产资源 其实不多 显存的未开发矿藏 大多数要么是品位差 要么是开采难度大 价值其实都不高 可苏与未来 能采矿的地方显然不止蓝星 银正所在的神舟世界 可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 一旦苏宇和双星的猜测没错 升级到中级代理 或者高级代理之后 能够交易活人到异世界的话 类似李河这种人才 就有大用了 虽然什么时候能交易活物 还遥遥无期 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在邱默看来 就是有必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 另一边 苏宇已经来到了 厂房南边战场边缘的 一个四层小平房上 脚下躺着一具脊椎 被踏碎了的躯体 这是一名隐藏在平房楼顶 放冷枪的反抗军狙击手 直接被苏宇天将正义 一脚给踩死了 看着下面街道上 缓缓前进的5辆T62坦克 以及坦克周边远远散开 拿着AK举在头顶 时不时来一发信仰射击的步兵 他不由的嘴角抽了抽 都说黑洲大区 有优秀的匹配机制 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这帮人进攻这个工厂 起码都有一个多小时了 结果到现在 连门都没打进去 这还是由坦克开路的情况下 T62虽然是上世纪的古董 可怎么说 也是主战坦克 面对对面那些 只有轻武器的工厂安保人员 怎么说 都应该能直接撵过去才是 可这帮人 连最简单的不坦协同都做不到 每次都是坦克往前冲 步兵在后面 隔着老远信仰射击瞎钩巴打 对面的安保人员 硬是用一些极数手雷 把几辆主战坦克拦在了外面 打到现在 就两个人被榴弹擦伤 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反而是反抗军这边 被打死了好几个 这可太魔幻了 看得苏宇直呼下饭 不过他毕竟不是来看戏的 看了一会儿之后 便没有继续再看下去 直接起身 拿起了身后的高丝步枪 远远瞄准了 冲在最前面的一台坦克 开罐 刺 巫星穿甲弹 被磁轨加速到20码树塘 撕裂音障后 发出刺耳的呜呜声 瞬间便击穿了 主战坦克的尾部装甲 哄 坦克内部的炮弹 被击中驯爆 剧烈的火光下 炮塔也随之被炸飞 前一秒还打得 噼里啪啦的战场 这直接被干沉没了 菜机护轴的双方 看着那辆瞬间没了的坦克 纷纷陷入了 怀疑人生的状态 我抄 这开罐器 确实好用啊 苏宇看着远处 V被一发入魂的坦克 眼里闪过惊喜之色 一枪一台坦克 牛大了好吧 当即 他便顾忌重施 再次瞄准一辆坦克的侧面装甲 蹦 开罐加一 这下 就算这些反抗军反应再迟钝 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接连被干掉两台坦克 剩下那三台 坦克里的车组人员 早就吓破了胆 连滚带爬地 从车上跑了下来 天台上的苏宇 倒也没有继续开枪 而是任由这些人 逃离大罐头 躲到掩体里 东张西望 自己则是 随手将高丝步枪挂到了背后 动力装甲背后脊椎两侧的装甲 飞速翻转 转瞬间 就扑扑扑地弹射出去 八台小巧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 有些是纯侦察 有些则是带有一定攻击能力 可以说是巷战神器 当然 苏宇是用不上这东西的 将之放出来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拍摄 八个随身监控 360度无死角拍摄 再加上动力装甲 头盔上自带的 不得比那些电影震撼一万倍 一个街边的小屋子里面 几个反抗军的车组人员 正拿着枪 通过窗户东张西望 时不时还会心有余悸地 看一眼街道上 那两辆被击毁的T62坦克 要不是他们跑得快 估计这会儿 都被人当铁罐头给开了 关键被开罐就算了 被人开了两台坦克 还连敌人到底是在哪里 通过什么手段击毁的坦克 他们都不知道 这就有点太惊悚了 现在坦克放那里 他们甚至都不敢靠近 生怕又被人开惯了 其实按道理来说 遇到这种情况 都应该是不坦协同中的步兵 负责防备清理附近 反装甲单位的 可谁让他们 根本就没有不坦协同 这个概念呢 坦克干仗 全靠装甲往里应对 遇到反坦克武器 就些逼了 这就是黑洲 武装人员的平均水平 苏宇通过无人机视角 观察了一下这些人的反应 发现他们 居然在被开了两台坦克之后 真就打算 躲在路边的房屋里不出来了 特么你们那破墙 还能比主战坦克的装甲厚 躲里面也没用啊 跟一群这样的菜鸡互拙 让苏宇一时间 甚至都觉得有点掉价 这特么 还不如那天晚上 来刺杀楚越的刺客呢 哗啦啦 苏宇右臂一甩 一串挂着无数小铁片的铁链 便从手腕上被弹了出来 下一刻 这一串软啪啪的铁链 便聚合成了一柄锐键键 链锯键 虽然是由这些分散的铁片 临时凑成的 可在电磁作用下 却看不见丝毫间隙 功率拉满的情况下 剑锋上每秒几十万次的高频阵战 能让这柄链锯键 达到无坚不摧的效果 在清晨的阳光下 苏宇看着手里 闪烁着寒芒的链锯键 不由地点了点头 这玩意儿 看着就猛啊 哄 沉重的动力装甲 跳下小平房 静止堵在了街道后方 周围共有武装分子420人 坦克三辆 武装皮卡车七辆 听着耳边辅助AI给出的战场数据 苏宇眼前就跟开了透视一样 附近数百米内的所有敌人 都在他眼前被标注了出来 这就是那八台无人机 在测绘周遭地形之后 通过在天空中多角度 实时监控视频数据 热成像数据等等 最后将信息汇总到 动力装甲的中心计算机中 算出来的结果 误差几乎为零 可以说 只要苏宇愿意 他完全可以靠 高丝步枪恐怖的穿透力 直接站在大街上穿墙点名 不过用这玩意儿 打这些菜鸡娜 无疑是打炮打蚊子 完全没必要 而且也没意思 苏宇晃了晃手上的炼锯剑 不急不缓地 向路边一个屋子里走去 那里 正有七八个武装分子 正拿着AK 对着远处的工厂门口乱射一通 在乱七八糟的枪声下 这些人显然没意识到 死神已经到了背后 是 一箭斩出 依靠土墙当掩体的几名武装分子 被炼锯剑连人带墙 砍成了两截 鲜血喷洒而出 淋了几个旁边摸鱼的黑哥一头 短暂地猛逼之后 剩下的几人顿时回过神来 惊恐地看着身后 穿着动力装甲的苏宇 其中一个反应较快的 一手拿起对讲机 鸡里呱啦说着什么 一手拿起一旁的枪对着苏宇 便是一顿霹里啪啦的输出 然而 所有子弹在靠近苏宇周遭 两米左右的位置时 全都不由自主地向两边偏离 居然偏转90度 打到了另一侧的墙上 偏倒立场 为时已晚 有机 嗨嗨 不好意思 说错词了 等会儿把这段剪掉 苏宇一剑 把这几个人全都送走 拿起了地上的对讲机道 你们的武器 太落后了 蹦 距离工厂防线 最近的一堵土墙 被一脚踢垮 阉尘弥漫中 浑身染血的动力装甲 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 苏宇从街头打到街尾 中途还手 撕了两台T62坦克 这全程都是在这些 工厂安保人员的 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他们早就看猛逼了 甚至都已经忘了逃跑 全都傻傻地 站在自己的防御攻势后 惊恐地看着苏宇 连开枪的勇气都没有 所有人脑子里 现在都只有一句话 是什么怪物 就在周围的人 惊恐不已的时候 苏宇却是在动力装甲里 看着刚刚由Aer 剪辑好的视频 快进看完之后 总结起来就只有一个字 帅 苏宇对其非常满意 看完之后 便保存了下来 等会儿回去参加 时空科技开业典礼的时候 正好能当做视频素材用 没有理会惊恐的工厂安保人员 他又让无人机 侦查了一下周边 确认没有漏网之余后 便开启引擎 静止飞向了 刚才有损停泊的操场 苏宇回到操场的时候 那一百名战士 也已经完成任务回来了 包括苏宇那边的 四百多人在内 一千多名围攻工厂的反抗军 在不到二十分钟时间里 便全体团灭 而这一百名战士 则没有一人伤亡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需要苏宇他们管了 这一百名战士 会在这里就地驻扎 等待海军的舰队过来 撤离了这里的九州民众之后 会随船一起回国 简单与周博威 说明了一下 南边街道的战斗情况之后 苏宇就可以回家 继续弄他的开业典礼 和产品发布会了 不过在登上有损之后 秋末却突然道 距离约好的开业典礼 还有两个小时 咱们可以顺道 先去个地方看看 去看看 什么地方 苏宇疑惑道 秋末眼里 散发出蓝色的阴晕 构建出一幅周遭的地形图 随后 指着地图上一处红点道 这里有一个储量惊人的 高品位铁矿 如果勘测数据没有问题的话 预计储量可能会达到80亿吨 铁矿 苏宇看了眼地图 你的意思是 我们得把这个铁矿盘下来 有一说一 有那么多高科技 在手海等着变现的情况下 他是真没有靠挖矿赚钱的想法 秋末点了点头 随即解释道 如果只是一个储量惊人的铁矿 那倒也没什么好说的 相比于高科技产品 挖矿带来的效益太低 完全没必要这么重视 可这里不同 说着 他目光看向苏宇 能猜到这是什么地方吗 猜 这不就是个黑洲小 苏宇说到一半 看到地图上的经纬线 突然愣了一下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这个铁矿刚好在赤道上 对 秋末点了点头 又将地图拉远了些道 不仅在赤道上 且这里位于大陆板块的稳定区域 地质结构稳定 不会发生什么地质灾害 更关键的是 这里距离海边不到30公里 物资运输方面也极为方便 所以 苏宇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大致猜到他想说什么了 这里是建造太空电梯的绝佳地点 秋末淡淡道 位于赤道附近 地质结构稳定 有个储量世界第一的超级铁矿 距离海边不远 海运也方便 一说 这里是建造太空电梯的理想环境 完全没什么问题 那就去看看吧 真这么合适的话 那就拿下来 苏宇点头道 太空电梯才是真正 能让人类摆脱母星引力质骨 彻底冲向太空的枢纽 按照繁荣纪元的记载 即便是在第一代核聚变成功 拥有了无尽能源之后 对那里的人类来说 进入太空 依旧是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只有少数的宇航员 才有机会进入宇宙里 人们上太空 也不是为了开发太空中 无穷无尽的资源 而是为了进行一些科学实验而已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第一座太空电梯落成后 在那之后 太空就不再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场 而是成为了一个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 即便是普通人 也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工资 就能来一趟横跨太阳系的太空旅行 繁荣纪元的人类 也正是因此 才彻底进入星际时代 生产力极大提升 物质极大丰富 那是乌托邦时代的开始 因此 太空电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目前还没把技术搞来 可双星那边就有成熟的技术资料 搞到手 也是迟早的事情 毕竟 双星想要从蓝星这边 获得更多的东西改造废土 那便同样需要帮助蓝星提升生产力 他只要不傻 太空电梯技术 都是不会拿来做地起价的 现在 既然有提前布局太空电梯的 苏宇当然也不会放弃 想要拿下来 只怕没这么容易 邱莫摇头 给了正坐在有损内部 一个小房间里的李河一个特写 这是九州矿业集团外 派到这里来的一个勘探小队队长 名字叫李河也是最先发现 这座巨型铁矿的人 他以为自己隐瞒下了 这个铁矿的真实情况 准备回到那个小国的国度之后 再向上级汇报 好让九州占据先机拿下铁矿 可却没料到 勘探队伍里 其实知道真实数据的 不止他一个人 有几个资深的勘探员 早就通过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猜到了这里的铁矿储量 绝对不会少 其中 一个勘探员收了一亿刀勒 将这份情报秘密卖给了一个 来自阿美利卡的矿业巨头公司 这也是被当地军队打得 节节败退的反抗军 突然能在一夜之间 拿下该国国度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 反抗军这事 还和外部势力有关 苏语惊讶地俯瞰着 满目疮痍的小国国度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引擎 那当然 要是没有外部势力提供的武器 这里的战争 还得用冷兵器呢 丘默简单解释道 其实通常来说 像这种偏远的小国 在没什么资源能入眼的情况下 一般也没什么大国愿意插手的 之前各大国之间 对于这个黑州小国 了解最深 关系最好的 就是九州 而现在九州的勘探小队 发现这个铁矿 汇报回去之后 凭借九州在这里的影响力 拿下这座铁矿并不困难 为了不让九州这么轻易 特化了这么一个行动 通过附近相邻的几个国家 短时间里向反抗军 输入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目的就是让这里乱起来 不让九州轻易得到那座铁矿 以便于自己日后 能出手将之施下 其实他们倒也没有 这么需要一座铁矿 主要还是 不想让对方得到而已 大国博弈的些许手段 对小国而言 都是灭顶之灾 苏语点了点头 随后突然道 那么说的话 咱们想要自己拿下这片区域 除了硬抢之外 倒也确实没那么容易 交给九州官方去解决吧 咱只要结果就行了 邱默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点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这次九州不是答应你 可以随便提个要求吗 就拿这片区域做筹码吧 不过礼盒这里的消息 虽然还没传达给九州那边 可这个铁矿的消息 是隐瞒不住的 九州那边迟早都会知道 所以我不建议隐瞒 可以直接与九州方面说清楚 必要的话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太空电梯计划 这个工程全靠 最九千模块是完不成的 届时肯定需要九州那边提供助力 最好可以合作完成 两人简单商议了一番后 便拿定了主意 然后就开着油损 赶往了铁矿所在的山区 油损上虽然没有探测矿物的设备 但苏宇祖来的最九千模块里 却是有的 毕竟在极端工矿下 最九千模块甚至能够就地取材 将一些废弃的房屋 重新熔炼 提取出其中的铁 碳酸钙等矿物 然后重铸成钢材水泥 用来建造新的房屋 其本身自然是带有勘探单元的 不得不说 这里确实非常偏僻 几乎就是一片原始森林 周遭杳无人烟 难怪这么大储量的铁矿 一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经过探测之后 苏宇等人才惊讶地发现 这座铁矿的储量 远比里和初步勘测估算出来的 还要大得多 这九千模块的勘探单元 给出的数据 是在覆盖周遭 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表下700米 储存了超过200亿吨铁资源的赤铁矿 且该铁矿铁品位超过68% 氧化铝含量低 有害杂质少 是整个蓝星都难得一见的优质铁矿 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 其绝大部分矿藏都在地底深处 裸露在地表的部分并不多 不过也正因如此 这座铁矿一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毕竟在地表的铁矿周围 是很少会有植物的 裸露在外的赤红色土地 很容易就会被人认出 这是铁矿 所以埋得深有时候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反正对能搞到 废土世界先进生产工具的苏宇来说 深点前点其实没多大区别 铁矿的事情算是暂时敲定了 接下来让邱默跟九州那边沟通一下 让他们帮忙出面搞定就行了 如果九州官方真要搞不定的话 那苏宇也无所谓 一什么时候把太空电梯的技术搞来 他什么时候就直接过来开工 至于地是谁的 谁拳头大就是谁的 给脸不要那就不能怪他了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很小就是了 九州毕竟在这里经营了多年 这次又秀了一把 火速投放一个百人外骨骼小队 到万里之外的操作 估计那背后搞事情的人 这会儿正对着突然出现的恐怖外骨骼装甲 和翘无声息的恐怖兵力投送能力抓头发呢 一个铁矿 人家多半也不会死咬着不放 毕竟那一百名身披外骨骼的精锐战士 还在那里驻扎着 以他们的战斗力 整个黑洲大区的菜鸡榜一块 怕是都不够打的 那些人在想玩什么代理人战争 恶心人是别想了 真要恼羞成怒 撕破脸 开个什么航母战斗群来搞事 苏宇倒也不介意 把油损开到他们 头顶上去溜一圈 就问你那破船 能抗几发禁地轨道上 丢下来的质量潭吧 苏宇去黑洲的时候 九州这边是下午一点多 黑洲那边是清晨六点多 而他回去的时候 黑洲这里是上午八点多了 九州也才下午三点出头 那些高管和媒体们 还在仿生人的引导下 参观紫薇园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许多已经入职了 时空科技的员工们 也专程赶了过来 虽然今天不是开工的日子 不过这些员工 在签下协议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是时空科技的人了 这里自然是对他们开放的 之前没来 是觉得时间还没到 紫薇园所在的地段又偏僻 故而也没急着过来 可就在几个小时前 随着许多媒体进入紫薇园 彻底揭开这个人类建筑史上的 奇迹神秘的面纱 再加上九州官方的友谊推动 那高耸入云的1388米主楼 那8栋900米大楼 排列成复杂阵列组成的空中城市 几乎瞬间就引爆了全网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图版了各大论坛的热搜榜 几乎再不到一下午的时间里 全网就被紫薇园 和时空科技的新闻刷屏 不少刷到新闻的 时空科技准员工们 出于好奇的角度 也不由得提前自发过来参观 虽然现在都讲究去高楼化 可真当一座 一千多米高的庞然大物 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能够忽视它的存在 再加上紫薇园内部 那美轮美奂的景观 几乎没人能挑得出丝毫瑕疵来 恰好在这个时候 又有人无意间在网络上透露出了 紫薇园就是时空科技的总部 顺便又无意间 把之前时空科技的招聘信息 以及当前员工签订的合同 全都发布到了网上 于是就 卧槽 这么高的薪资福利 几乎是同降的两倍了 功领满了 还送房 哎呀 我裂开了 之前就看见了时空科技的招聘广告 我还以时骗人的 就没有投简历 我明明全都符合要求啊 我也是没投简历 求求了 时空科技再给次机会 重新招聘一次吧 我一定努力工作 我是眷王 给个机会 让我证明自己 我想要空中城市的房啊 看见我的发型了吗 头上一根毛都没有 时空爸爸 爹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图片 你爹 咱爹 爹 看我看我 我有十年九九六经验 有必要的话 还可以工资可以不要 空中城市一套房 我给你白杆三年都成 我刚才看见有人实拍的空中城市内部情况了 里面的住宅 还有全套的智能家具 那玩意儿是真智能啊 洗衣做饭 几乎是全自动 住进去之后 真的只需要吃饭睡觉上班就行了 啥家务活都不用干 比我家花 几十万装的人工智障 牛逼太多了 最关键的是 一套自带这妖牛逼家具的 一百平三居室套房 租赁的话 居然只需要五百块钱一个月 水电网全都免费 我就在摩托 这就去租房 想多了 人家只对员工开放 不仅如此 按照他们那个标准 最普通的员工 在工作一年之后 可以成本价购买时空科技的商品 这个空中城市的房子 也算商品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空中城市的一百平的三居室 成本价只需八千一平 有一说一 我之前看见招聘信息的时候 还觉得时空科技送的房子位置那么便 送了也没用 现在看来是我格局小了 整个紫薇园 分明就是个集成了 无数高科技的小型城市 等到十万人住满 这里的房子价值 恐怕完全不比魔都黄金地段低 不好说 如果时空科技未来 真能成一家某一方面的巨头公司 你说的这些才成立 如果啥时候倒闭了的话 那这紫薇园顶天了 就是个没啥用的奇观吧 兄弟 建议你去看看 刚刚九州新闻发布的消息 链接 时空科技 下辖安保小队 与黑州仪拐敌众 击败数千乱军 保护十几万同胞安危 我抄 九州新闻刚刚发布的这个消息 一经发出 就瞬间引来了无数观众 毕竟是官媒发出来的东西 虽然近些年 官媒骚操作有一堆 可比起那些无良自媒体而言 官媒发出来的消息 可信度还是太高了 特别是这种涉外的大事件 显然不可能胡周 因此 在看见那个 时空科技 下辖安保小队 击溃数千叛军 保护十几万同胞安全的标题时 许多人完全就直接梦了 第一时间就是不信 可看见发布的账号 是九州新闻之后 又不得不信 但那种荒诞不惊的感觉 却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 挥之不去 驱使着大家 把新闻下附带的视频 整个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 然后开喷 C&M的 你们现在是什么东西 都敢乱发了是吧 兄弟 你发之前 是不是忘了换小号了 这可是官媒大号啊 再不删视频 就要丢饭碗了 你特么拿个游戏视频 搞个这样的标题可还行 快鸡巴滚蛋吧 有一说一 我玩了那么多3A大作 还没见过这么真实的场景 简直跟真的一样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这就是真的 扯犊子吧 那外骨骼 那速度 那力量 特么你跟我说是真的 这种画面 我只在科幻电影里见过 我觉得更像是游戏画面 讲真 这时空科技 不会是个游戏公司吧 要是真能做出这样的游戏 我TM买包啊 没办法 视频里那上百名 身穿重型外骨骼的战士 在战场里横冲直撞 手撕装甲车的画面 太过于震撼 看完视频之后 几乎没人相信这是真的 全都觉得 这是官媒在整活 甚至下面的评论发酵之后 网友们分为两派 为这到底是游戏画面 还是电影画面 争执了起来 直到又有数家权威官媒 发布出来了 另一个视角的 外骨骼战斗视频 使用了同样的标题 同时在视频最后 还简单介绍了一下 G60重型外骨骼的 大致信息 这一下之前不相信的 是真被整不会了 毕竟九州这情况 官媒虽然偶有骚操作 可这么多官媒 同时整这些骚操作的情况 还真没出现过 再看看那放出来的 G60重型外骨骼 大致信息 所有人都不由地 吞了口口水 节能模式下 能负重一吨 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进行长途奔袭 正面装甲 更是能硬扛机炮 这特么不是钢铁侠在事 随着放出的消息越来越多 信息的可信度 也越来越高 人们这才逐渐回过味来 原来 这竟然是真的 然后便有不少人 注意到了这件事中的重点 时空科技下下安保小队 在黑洲击溃数千叛军 拯救十几万同胞 时空科技到底是干嘛的 为什么会有能击败 数千叛军的安保力量 黑洲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几万同胞 为什么需要救 很快 警号时空科技 警号以及警号黑洲局势 警号两个词条 便冲上热搜 黑洲距离九州 毕竟有万里之遥 官方不披露更多消息的话 可时空科技就不一样了呀 总部就在魔都 今天还要举办开业典礼来着 一时间 时空科技的开业典礼 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一直在观察着 网络上情况的秋末 则是适时出来 以时空科技官方账号的名义 发布了一条通知 时空科技的开业典礼 将在今晚六点开始 全程以直播的形式 对全网公开 届时也是我私的产品发布会 时空科技最新一批的产品 都将在发布会上亮相 敬请期待 公告一发出去 网友们看见 是个大平台认真的官v发布的 顿时便将只顶了上去 热度一时无两 下面更是有无数网友留言 询问官媒所说的 G60外骨骼是真是假 黑洲作战是否确有歧视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 评论和转发就超过了几十万 这热度还真就起来了 今晚估计得是大场面 素语看着秋末 给他统计出的实时数据 以及今晚直播的预估收视率 不由地感叹了一声 在网络这块 秋末是真完明白了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强大的算力 网络世界里几乎可以 为所欲为 这还是在他遵守规则 没有肆无忌惮的情况下的结果 区区几个小时 就能引爆一个热度超高的话题 如果放任他在蓝星网络里 为所欲为的话 那场面 苏语都不敢想 还有两个小时 你得做好准备 那个演讲稿 可以适当缩短一些 但重要部分 你最好还是记住 秋末坐在沙发上 一边泡茶 一边达到 苏语看着面前的稿子 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袋 他还以为 出去浪一趟回来 就不需要再被这些稿子了呢 没想到只是缩短了一些 把今晚的重点 从原本单纯的开业典礼 放到了后面的产品发布会 不过在这时 他瞄了眼跪坐在茶几旁 一丝不苟泡茶的秋末 脑子里灵光一闪 忽然道 要不你 替我上去发言 秋末神情不见丝毫变化 行云流水地做着手头的事情 淡淡道 你才是时空科技的 董事长兼创始人 这种场面 哪有我一个助理上去主持的 什么助理 你可是咱们时空科技的CEO 怎么不能去发言 等产品发布会的时候 我再上 苏语夺步走到他面前 结果他泡好的茶水 尝了一口 嗯 这母树大红袍 好像也品不出啥独特的味道来 秋末白了他一眼 随后便起身道 走吧 走 苏语一愣 看了眼时间 这会儿才下午四点多来着 距离开业典礼开始 还有一个多小时 不由地站起身来疑惑道 去哪 陪我去选礼服 秋末耸了耸肩 你打算每个月 给我这个CEO开多少工资 我买衣服花的钱可不少 工资低了不干哦 账户就在那里 要多少自己拿呗 反正银行防火墙也拦不住你 不一样的 有啥不一样 自己抢来的和发的工资 是一回事吗 不都是钱 怎么不是一回事 反正也没人能抓住你 你思维里缺少一定的仪式感 和浪漫细胞 不是 这说得好好的 怎么还人生攻击呢 哥哥老 好了 出门 晚上5点50分 秋末随手弄出来的 时空科技官网上的直播间 已经打开了 距离时空科技的开业典礼 还剩下几分钟 但直播间里 却已经进入了十几万观众 毕竟秋末 也只是下午稍微引导了一下舆论 几个小时就能聚集这么多观众 已经很厉害了 像那种直播小说里 动辄就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上一人跑来看的情况 现实里基本是不存在的 想要达到几百万人同时观看直播的效果 最起码都得是官媒几十年运营出来的名声 再加上提前很久宣传造势的大事件加持才行 一更别说几千万上亿了 春晚最巅峰的时候 真实收视率都不可能破译 一个突然出现的直播间 就算是要演示一个小时后 一炮把蓝星崩了 以网络话题的扩散速度 也不可能一个小时就聚集上一观众 能这么快找到路过来看直播的 基本都是长时间冲浪的资深网民 大部分人都是在事后才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别觉得十几万人少 其实真不少了 紫薇园那栋1388米的主楼 在秋末询问过苏宇的意见之后 被命名为了北极宫 传闻天庭有三园 分别为紫薇园 太薇园 天室园 紫薇园是三园的中园 在北天中央 所以又称中宫或紫薇宫 以北极为中枢 东西两番共15颗星 分为左园与右园两列 因此作为紫薇园的核心大楼 命名为北极宫 恰好到处 而今晚的开业典礼 就在北极公益楼的 巨型展厅举办 此时展厅的布景已经完成 观众也全都入场 只等时间一到 秋末就可以上台 代替苏宇来 主持今晚的开业典礼了 不过这会儿 在后台的化妆间里 被聘请来的化妆师 却是看着秋末犯了难 秋小姐 这个您实在太漂亮了 我根本找不到丝毫瑕疵 似乎没有什么化妆的必要 依我个人余见 化妆反而会破坏了您的天然美 秋末倒是不在意道 我知道 本来也不是 请你来给我化妆的 就是想让你参考一下 今晚穿什么礼服上台 比较合适 说着 他指了指一旁的衣柜 化妆师下意识看去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只见衣柜里 全都是由各种华柜 丝绸制造的精美华服 而不是常见的 夕阳传来的 坦胸漏背的礼服 您打算穿这些 参加今晚的典礼 化妆师下意识到 有什么问题吗 秋末温和笑道 相比于那些常见的礼服 我反倒更喜欢这些款式 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苏宇待久了 她在蓝星的审美 也逐渐偏向于 九州古典风 而非夕阳风格 想起眼前这位 时空科技CEO的身份 再看看一旁 OB的时空科技董事长苏宇 化妆师 默默把到了嘴边的 会不会太特立独行 咽了下去 转而笑道 以秋小姐的身段和容貌 就是天生的衣架子 什么衣服穿在您身上 肯定都是绝美 完全没必要纠结的 开玩笑 什么礼仪风潮的 在这二位面前 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以时空科技的实力 秋默穿得在特立独行 上去主持开业典礼 别人也只会跪舔 真漂亮 不会有哪个不长眼的 会在这个时候 蹦出来说 他这么穿会显得不合时宜 更别说这些衣服 可比网络上那些粗质烂造的汉服 精美了不知道多少倍 M.I.O.T.A. 搭配上秋默的颜值和身材 穿出去 还真就不可能有什么违和感 两人又交流了一番之后 秋默最后选定了一套 黑红色的工装 没有那么复杂 却又显得庄重严肃 让化妆师给他挽了个发际之后 在脑后插上了几根精美的金布窑 上镜一看 完全就是个古话里 走出来的绝世佳人 怎么样 选好礼服的秋默 来到苏宇面前略微展示了一下 交好的身段一览无余 漂亮啊 苏宇不由地称赞道 说实话 秋默这一身 确实戳中了他的XP 庄严古典的礼服 搭配上他温和的气质 完全就是苏宇理想中的 古代爵士美人风范好吧 唯一可惜的 就是他这句身体是个冲 嗨嗨 仿生人 不然苏宇能给他120分 是吧 秋默挑了挑眉 然后便收敛了笑容 端庄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上去了 苏宇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觉得 这位老阿姨 最近似乎越来越活泼了 刚来那会儿 他大部分时候 可都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忧郁的 经常不是看海就是看天的 年寿命 再加上抛开了未来城城主 这个身份的责任 确实让他放开了很多 逐渐展露出了一些天性 谁说200岁的阿姨 就不能喜欢漂亮衣服 纠结重要场合穿什么呢 超强算力结合绝对的理性 也未必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挺好 苏宇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些事情 秋默能在蓝星 有点自己的爱好 肯定是很好的 毕竟他又不是 真没有感情的人工智能 至于花钱 这些衣服确实不便宜 是他们下午的时候 开着油损 跑遍了九州的一些老字号裁缝铺买来的 均价大概一套十几万 不过这撒瓜俩走 苏宇现在自然是不在意的 阿姨开心就好 开心了就能好好干活了 苏宇转而来到北极公的巨型展厅 这里如今已经坐满了 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 和时空科技的员工 高管 更有不少官方的人 连魔都市手都抽空赶来了 毕竟时空科技这么大个集团落户魔都 未来可是一大笔税收来源 魔都官方肯定是非常关心的 跟这些人打了个招呼之后 苏宇便当仁不让地 坐在了最前排的C位上 开业典礼 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除了秋末出场的时候 狠狠惊艳了一波 现场和网络直播间上的观众之外 其他的部分稍显枯燥 秋末光是介绍时空科技的业务范围 都说了半天 毕竟 现在时空科技下辖的公司 虽然只有三家 不是卖外骨骼的 就是卖电池的 可未来时空科技 必然是要拿出更多黑科技来的 因此要介绍的东西比较繁杂 这也是之前给苏宇的演讲稿 在精简过后 还有几万字的原因 好在秋末的控场能力一流 即便是这样枯燥繁杂的内容 它也能让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且能听进去 长达两个小时的开业典礼 在不知不觉间便过去了 在所有人都有些遗憾的眼神中 秋末连不轻移离开了中央的舞台 随之而来的 便是今晚的重头戏 时空科技产品发布会 会展中心短暂的黑暗过后 一道道蓝光突兀地冒了出来 M.I.O.T.A. 这些蓝色的光力 很快便聚合成了一幅立体的投影画面 苏宇定睛一看 居然是自己今天下午去黑周开动力装甲 吊打小朋友的第一视角投影 会展中心的灯光忽然熄灭 倒是让所有人都不由得一惊 不过不等他们惊呼出声 便看见中间的舞台上 逐渐浮现的蓝色光力 大量的蓝色光力缓缓浮现 逐渐凝聚 最后构成了一幅 从任何角度都挑不出丝毫瑕疵的动力装甲 全系投影第一视角 意着是裸眼3D 不对 这是全系投影 真正的全系投影 卧槽 还真是啊 几年没关注 全系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 是不对吧 我之前上班的公司就是做VR设备的呀 要是全系投影都这样牛逼了 那我们还做VR干嘛 投影画面刚一出现 立马就有不少人发出惊叹 毕竟在座的即便是时空科技的基层员工 也都是不是什么仗语 对于各类科技 基本都是有些了解的 效果这么好的全系投影 在眼前放出来 自然难免惊讶 不过惊呼于全系投影技术 也仅仅是一瞬间而已 因为下一刻 投影画面中带给他们的震撼 比区区一个全系投影 还要大一万倍 只见画面之中 动力装甲的第一视角逐渐拉高 开始飞速前进 在达到某一高度的时候 画面忽然一转 变成了第三人称视角 从无人机的角度 给了飞在空中的动力装甲一个特写 灵活地避开了无数楼房障碍物之后 轻松落到了一个楼顶上 一脚踩死了楼顶上 趴着的一个黑洲反抗军狙击手 再然后就是苏宇手持高斯步枪开罐的画面 恰到好处的第一人称视角 和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以及一枪一台坦克所带来的震撼 几乎让所有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而接下来 苏宇气用高斯步枪 敢用炼锯剑跳下楼去近身肉搏 一键一个反抗军 拧下T62坦克炮塔 徒手捏爆飞来的 RPG还毫发无损的场景 直接让所有人都看沉默了 好吗 原来是在放科幻片 许多人都在心里撇了撇嘴 虽然是在比较昏暗的环境里 可视力超好的苏宇 也依旧看见了众人的反应 不过 他心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毕竟科技过于先进时 那就与魔法没什么区别了 指望这些人能理解 为什么动力装甲能徒手捏爆 RPG还毫发无损 确实有些过于为难他们了 不过好在经过剪辑之后 这个视频并没有太长 区区几分钟就结束了 再加上这里场合不一样 所以倒也没有人不耐烦 中途退场的 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 想看看时空科技 在产品发布会上放电影 到底有什么神意 随着蓝色光力逐渐熄灭 全息投影也缓缓开始消散 展厅里又一次黑暗了下来 这次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只持续了十几秒时间 下一刻 漆黑的展厅中 忽然出现了一道光柱 照在了展厅舞台最中央的位置 在那里 一台与先前投影里 一模一样的动力装甲 静静地站在原地 所有人都不由得瞳孔一缩 一个荒诞的猜测 忽然出现在大家脑海里 难道 刚才全息投影里放的全是真的 只是下一刻 想到这点的人 便纷纷摇了摇头 下意识否定了这种可能 毕竟刚才在段视频里 不管是一枪 一台坦克的高丝步枪 还是动力装甲上 能让子弹偏离几十度大空气的 偏倒立场 其中所需要的科技 都是现在的蓝星无法想象的 对于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否认 这很正常 没有理会观众们的不解 展厅里的灯光 又亮起了一束 这次 被灯光照亮的 则是一台 G60重型外骨骼 看见它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瞬间联想起了下午那件事 九州几个官媒发布的那几个新闻 新闻的视频里 被九州官媒称为 时空科技下 侠安保人员的那些精锐战士 就是穿着这身装备 一路碾压式地吊打了数千黑洲反抗军 本身却毫发无损 这是现在都还在热搜上挂着呢 也是今晚时空科技开业典礼和发布会 能有这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现场的 还是通过直播观看的观众 几乎在G60外骨骼出现的一瞬间 全都认出了它 而紧接着 第三束光出现 只不过 这次照亮的东西 相比于风暴及动力装甲 和G60重型外骨骼而言 就显得有些瘦弱了 G20系列 轻型外骨骼 节能模式下 它能负重200公斤 以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持续奔袭500公里 外挂的装甲 虽然远不如G60系列的重型外骨骼 可也不是一般的小口径枪械 能奈何得了的 正常情况下 胸甲甚至能挡住口径的反气裁锯机枪 打出的穿甲弹 虽然各项参数都被G60外骨骼吊打 但并不妨碍 这同样是一件化时代的单兵武器 更何况 G60那是非卖品 展台上放出来 也就是给别人看看 证明一下时空科技的技术实力而已 想买 就这玩意儿 啊要不要吧 什么 你不要 那我可就要无偿援助你的敌人一批了 两台外骨骼 外加一台动力装甲的出现 时间让观众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有些人想起 白天九州那些官媒信誓旦旦 保证真实性的样子 再想起刚才放的动力装甲作战视频 心里其实已经有些相信这是真的了 可再想起动力装甲展露出来的技术 真正懂行的 又觉得完全不可能 光是那几分钟视频里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其中蕴含的技术 如果是被某一个势力掌握 那这个势力 早就是蓝星霸主了 更何况 是将这些超前科技 全都集中到这么一台小小的动力装甲里面 如果真有这种技术 时空科技早就明满天下了 还需要等到现在才挂牌开燕 而就在这时 坐在低排C位的苏宇 却不在什么时候 已经起身来到了台上 展台的聚光灯 很贴心地给他来了个特写 苏宇看着台下这些人狐疑的模样 也不多说 静止走到了动力装甲面前 轻轻张开双臂 身后的动力装甲便自动凑上来 将它整个人都包裹了进去 蜈蚣制引擎悄然运转 重达两吨的动力装甲 缓缓飘浮了起来 一型全息投影出来的字母 也随之出现在了一旁的空中 风暴级动力装甲 风暴级动力装甲 其时空科技所有技术之大成的产品 该型动力装甲功能丰富 能够使用海陆空天多种作业环境 大气层内最快速度可达6倍音速 大气层外最快可达10倍音速 全力挥出一拳的情况下 能够在瞬间爆发出100吨以上的距离 与此同时 它右臂上搭载有高频阵链巨件模块 左臂搭载电磁炮射击单元 全息投影的字母 简单介绍了一番风暴级动力装甲 倒也并没有一次性 将其的所有功能都给抖落出来 可即便如此 也足够让观众震惊了 且为了防止观众们再次质疑 是不是特效或者造假 时空科技也早有安排 素语操控动力装甲 越过许多人头顶 来到了展厅的一个角落 在这里 摆放着一块巨大的铁钉 大小大概接近15立方米左右 这玩意儿是 G9000模块建造紫微圆的时候 剩下的边角料 简单熔练过之后 工程机器便将之当作淫于材料 送到了仓库里堆起来了 丘默自然是知道它的存在的 因此 特意让人把它送到了展厅的角落 体积15立方米左右的钢铁 重量大概相当于100多吨 远远望去 完全就是一个实心的小铁屋 而丘默之所以这么做 目的自然是让苏语现场 给这些观众们 演示一番动力装甲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 铁钉就在这里 而对于比较熟悉钢铁的人而言 其实不难根据这块铁钉的大小 来推断出 其到底有吗 有那么重 苏语甚至都不需要做别的什么 只要把这东西搬起来走两步 动力装甲的测试 就算是完成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苏语静直飞到了铁钉的上方 单手拎住了一块专门预留的把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吴公志引擎全力运转下 他轻松将这块近百吨的 庞然大物拎了起来 刚刚升到空中 全息投影的解说 也适时出现在了一旁的虚空里 刚定 体积大小为15立方米 总重量超过120吨 观众们见状 顿时一阵哗然 不敢相信 可不 等他质疑 苏语便轻轻松手 将之丢在了地面上 哼 感觉到地面隐隐传来的震动 所有人的呼吸 都不由地停滞了片刻 但凡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难 从刚才坠落时的动静里 感受到这块刚定的沉重 直到苏语将动力装甲 开会了展台中心 从中脱离出来主动开口 这才让一部分人回过神来 欢迎各位来到 时空科技的产品发布会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产品 为时空科技出品的 风暴及动力装甲 该型动力装甲 近期在黑洲地区 参与过军事行动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可刚才那个视频 就是动力装甲实战过程中 所拍摄出来的视频 当然 他为我们时空科技的最新产品 目前还并没有那么成熟 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 我将介绍的 是我们集团的得意之作 苏语抬起了右手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要介绍G60外骨骼的时候 他却是首一篇 指向了那太瘦小的 G20 G20 轻型外骨骼 苏语看着神情 有些错愕的观众们 心中暗笑 表面却不动声色道 别看他相比于风暴及动力装甲 和G60重型外骨骼 显得有些单薄 可这太外骨骼中 所蕴含的力量 也丝毫不差 G20轻型外骨骼上搭载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 又长又臭的 参数功能介绍环节 因为是产品发布会的缘故 苏语还允许 让记者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发问 所以 光是介绍G20轻型外骨骼的 各项参数 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不过带来的结果 显然不是 像刚才全息投影 介绍动力装甲那样 单巴巴的列出数据 能够比拟的 在深入了解了一下 G20轻型外骨骼的 真实参数之后 所有人都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完全没想到 这么个小小的东西里面 居然还蕴藏了这种力量 全力运转之下 四五百公斤的极限载荷 虽然远远不如G60和动力装甲 可相比于孱弱的人体 已经牛逼太多了 光是这一项 就足够他 能惊叹的了 更别说其他更加新奇的装备 一番详细介绍之下 让与会人员不由地直呼牛逼 而在这个时候 苏宇却是画风一变 宣布道 G20轻型外骨骼 是由我司自主设计研发的一款 民用工程辅助器械 有了它之后 工人们便能更快 更安全地进行一些危险作业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这型外骨骼 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最大福音 所有观众 不是 你造了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你说是民用产品 刚才不还搁置介绍里面的 辅助瞄准模块吗 不是说 有了这东西 枪拿在手里 就像开了字苗一样 指哪打哪吗 这特么是民用工程器械 该有的功能 你家工程器械 要辅助瞄准系统做什么 让气枪打钉的时候 打得更准 苏先生 一个记者忍不住举起了手 正在滔滔不绝地胡扯G 20外骨骼 在民用领域 有多大前景的苏宇 被人打断倒也不挠 反而笑道 这位记者朋友 有什么问题 记者直接问道 请问苏先生 您说这是一件民用产品 那您的意思是 它是可以让民间 您有考虑过这种行为 所带来的后果吗 民用产品 当然是可以随便买卖交易的 苏宇理所当然道 不过话说到一半 却又不由得一拍脑门 哦 我倒是忘了 因为G20排放超标的缘故 目前不符合 九州相关法律法规 所以 它暂时不会在九州上架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时空科技的科学团队 正在夜以继日的攻克 这一难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它就能出现在九州的市场上了 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说到了哪里来着 哦 对了 能源和动力 G20外骨骼 采用了全电驱动的环保设计 核心能源来自于一块 由我们时空科技生产的 金属氢电池 科技环保无污染 记者 你要不还是直说 这就是打算卖到国外的军火吧 不然这理由 也太侮辱人智商了 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的 自然不仅仅是这一个记者 整个现场都不由得 引起了一阵骚动 就连直播间的弹幕 都瞬间多了起来 不过网络上的观众 倒是没有太纠结 苏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 反而是惊讶于 这个时空科技的董事长 居然还挺会整活 而现场观众在一开始的哗然之后 则反应要快得多 立马就抓到了苏宇话里的重点 当即便又有一个记者起身问道 苏先生 我注意到您 刚才提及了你们公司生产的 金属氢电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时空科技旗下 目前有两家全自子公司 一家是时空重工 想必目前生产的产品 就是眼前这些外骨骼 还有一家是时空能源 前面看见很多朋友说叫 时空能源比较好 好像还真是 就改了一下 诶 这位记者朋友 你发现了盲点 苏宇拍了拍手 展台的地面分开 一个托盘 缓缓从地底下伸了出来 托盘之上 则静静躺着一块板砖大小的黑色电池 苏宇随手将之拿起 简单介绍到 这是我们时空能源 目前的主力产品 金属氢电池 金属氢电池 是一种能量密度极大的电池 大到什么程度呢 当前能量密度最高的锂电池 大概相当于度电 每公斤汽油所携带的能量 大概相当于12度电 而我手上这块重量 刚好是一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其中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 超过一万度电 它的能量密度 是汽油的900倍 哄 全场哗然 在场的观众 几乎全都下意识地站起身来 看着苏宇手里那块小小的板砖 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 能量密度 是汽油的900倍 扯的吧 这是什么天顶星科技 这也太离谱了 比刚才那个会飞的动力装甲 听着还离谱 虽然那个随手拎上百吨也很离 谱就是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那动力装甲不仅能飞 还有这么大的力量 它的能量从哪来 那玩意儿厉害之处 是在其他地方吧 单说能源的话 就刚才演示的那小话 加点汽油都够用了 反正他不是说 那个是飞卖品吗 又不用考虑长期使用 说得好 那作为可受的 G20清型外骨骼呢 怎么解决能源问题 那么小一点 总不能也加油吧 卧槽还真是 还有那个重型外骨骼 看官没发的实战视频 人家似乎是从头打到尾 似乎根本不需要考虑能源问题 不少人一听到苏语的话 立马就想起了 之前被忽视的许多细节 而能量来源 显然是这些细节里 最明显的东西 不管是动力装甲 还是G60G20 这种小巧的单兵装备 却能爆发出 这么强劲的力量和速度 稍微一想 都知道是吃电大货 而如果时空科技 没有解决能源问题的高效方案 那这些炫酷的装备 显然都是空中楼阁 根本不现实 再强大的功能 能量供应跟不上 那也是白打 苏先生 您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 之前提问的记者 愣了好一会儿 连忙追问道 当然 我可以为我自己说的话负责 苏语轻笑道 话音才落 又一幕全息画面 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画面中 一名穿着 时空科技员工制服的仿生人 出现在一个地形错综复杂 还有许多障碍物的场地里 一旁还有计时的设备 证明这是一镜到底 没有什么摆拍剪辑的行为 只见那个仿生人 拿着一块金属氢电池 丝毫不拖泥带水地 塞进了G60重型外骨骼的 能量槽里 然后操控着这具重量 超过300公斤的外骨骼 背负着一吨多的负重 在场地中做出各种高难度 人类孱弱的身体 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动作 一整个测试过程 长达一个多小时 不过在经过快进之后 仅仅花了不到10分钟 不到 所有观众便看完了这视频 而在这短短的10分钟里 一个仿生人出现在了苏宇身后 自然而然地穿上了那套 G60重型外骨骼 然后又在展厅现场 就地简单演示了一番 等仿生人穿着 G60在偌大的展厅里 演示完了之后 M.I.O.TA 之前还抱有怀疑心态的观众们 即便是心里再怎么难以接受 也只能相信了 别的不说 就那块金属氢电池 光看这会儿表现出来的效果 便能证明其能量密度 绝对是奇高无比的 至少要比现在的电池强太多了 而如果真的像苏宇说的那么牛逼 能量密度是电池的900倍的话 在场的有识之士们 几乎都能提前预测到 这种金属氢电池 能带来何等海量的市场 至少也是万亿极变 苏先生 一个财经新闻媒体的记者 嗅觉比较敏锐 连忙起身问道 请问贵公司这种金属氢电池 已经能够成熟量产了吗 产量如何 售价方面怎么样 安全性呢 听着这一连串的问题 苏宇摆了摆手 是以它稍安勿躁 随后才达到 既然金属氢电池 是时空能源的主力产品 那自然是已经可以量产了的 产量方面的话 我们目前预计 可生产的规格有很多种 手机电池 汽车电池 以及一些小型电器 所使用的的电池 规格不同 要统计出一个总产量 还是很麻烦的 非要说总体产量的话 不同规格的电池 全都加在一起 按重量来算 大概目前的产能 在500万公斤左右吧 这些电池 按照不同的规格分类 大概也在500万块左右 毕竟汽车电池更大更重 而手机电池则比较小 平均一下差不多 就是这个数字 至于具体每种规格的电池 每个月能生产多少 这个需要问我们 时空科技的CEO 邱莫女士 售价这方面 金属氢电池 还是挺有优势的 比目前市面上的电池稍贵 但不会贵太多 绝对是适合普及开来的价格 这个记者问的这些问题 都很刁钻 而且不难看出 真正的关键的问题 它还藏在后面 那就是电池的安全性 如果金属氢电池 本身安全性不过关 那么不管苏宇吹的 它功能有多牛逼 能量密度有多大 那也是白给 TNT的能量密度 是当前里电池的10倍以上 但谁都知道 这玩意儿取代不了电池 M.I.O.T.A. 金属氢也是一样 这东西 其实再蓝芯 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概念 液态或固态氢 在上百万大气压的高压下 变成了导电体 导电性类似于金属 故称金属氢 鹰匠的实验室里 曾经给固态氢样本 施加比地心压力 还大的极高压的情况下 制造出了一小块金属氢 可仅仅因为 一次实验事故 这块金属氢样本就消失了 由此可见 这东西 在至少在蓝芯人目前的理解中 其实是极为不稳定的 并且不稳定也就罢了 偏偏金属氢是一种高密度 高储能材料 在蓝芯学术界里 关于金属氢的作用里 可是能涉及到相关军事用途的 不少人都认为 这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品 除了能用来当电池之外 还是研制武器的好材料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按照苏宇从废土那边得来的资料 金属氢电池 在破解安保程序之后 是确实能当炸弹时的 而且 废土世界里 也的确有专门研制的金属氢炸弹 那玩意儿 比TNT的威力大多了 这样一种危险的东西 如果安全性不能保证 谁敢用 苏宇上台之前就知道 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早就有了准备 自然不慌 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于这个 我想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他随手拿起一块 一公斤重的金属氢电池 摆在面前 接上了一个专门测试 电量的仪器之后 指着上面显示的数值道 大家可以看见 这块电池 目前是满电的状态 里面储存的电量 超过一万度 说着 他对一旁的动力装甲 点了点头 然后 所有人都看见 那台高大魁梧的动力装甲 居然再没有 人操控的情况下动了起来 往前一步 来到了合适的位置之后 直接抬手甩出来了一柄 位于右手手腕处的链锯件 与刚才视频里看见的一样 一难道 现场所有人看见 动力装甲动作的第一时间 心里便感觉有些不妙 可不等他们说话 动力装甲 便已经干脆利落地 批出了一件 将整个金属氢电池 连带着下面的托盘 都批成了两半 被对半切开的电池 趴打落到了地上 但却仅仅只冒出了些许白烟 便恢复如常 苏宇毫不顾忌地将之捡了起来 用泛着金属光泽的切口处 对着摄像机与观众们道 我们有一套稳定保存 金属氢电池的方案 无论是挤压 切割 穿刺 水泡 火烧 就算是在最极限的情况下 也只能让其 以一个特殊的放能路径 将能量释放出来 并不会发生爆炸 安全性方面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在大部分时候 即便是电池整体 受到了破坏 它也不仅不会爆炸 而且还可以继续使用 说着 苏宇将这半截电池 再次连接上了 刚才的那个电量测试仪器 指尖上面刚才显示的 一万多度电 变成了五千多度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变化 这种技术 顿时便引起了一片惊呼 不少对科技领域 有所了解的人 都不由地倒吸了口 凉气凉气 争相发问 与外骨骼不同 即便是刚才的 G20轻型外骨骼 显然也不可能是民用产品 大家也很难从中分到什么好处 可金属氢电池不同 这完全是 一次能源领域的革新 其本身的价值 就超过万亿 上市之后 能带动的相关产业价值 毫不客气地说 十万亿也未必打得住 那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市场 在场的人里 除了时空科技的员工与高管们 震惊于自己加入的公司 居然有G1牛逼的黑科技 觉得这波算是来对地方了之外 媒体们想的是 怎么尽量挖掘更多的大新闻 魔都官方的代表们想的是 如何让苏宇将电池生产放在魔都 以保证魔都能获得更多的税收 在自己的政绩中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许多人里 则是在考虑 怎么在金属氢电池 给现有市场带来的冲击中 奋一杯羹 模仿生产是不用想的 这显然是时空科技的独家技术 甚至在此前 连相关论文时空科技都没有发表过 可见 时空科技根本就没有放开电池生产 只赚专利费的想法 而是要把金属氢电池牢牢抓在手上 可抛开生产电池销售这一点 光是把电池从时空科技那里买来 装在现有的一些电子产品上 所能带来的利润都是难以想象的 只要从时空科技手里 搞到一批金属氢电池的产能 就算自己不造电子产品 当个二道贩子 卖给那些电器行业巨头们 都能赚妈了 苏宇耐心地一一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 原本预计在晚上9点钟之前 结束的产品发布会 硬是被追问到晚上10点多苏宇 才宣布结束 至于更多的细节问题 他答应 稍后会让人更新在 时空科技的官方网站上 这才让这些狂热的观众们 稍稍冷静了下来 而不管是现场的观众 还是在看直播的观众 在此时全都意识到 自己今晚没有白来 即便是无法从中获取什么利益 可却也极有可能 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外骨骼 动力装甲 金属氢电池 时空科技今晚的产品发布会里 展示出来的几样产品 给人的感觉 简直太过于震撼 甚至让不少人在退场之后 看见外面的世界 都怀疑自己 刚才是穿梭时空 误入了未来 时空科技之名 在这个频繁的晚上 突兀地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视野里 不仅惊待了当时在场的观众 在发布会结束后的 极短时间里 便名扬世界通过网络 传达到了蓝星的每一个角落 给全世界都带来了 一点小小的废土震撼 而那些电气巨头们的反应速度 也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要快 当天晚上11点多 苏宇的电话就被人给打爆了 你电话来了 桃花屋的别墅里 苏宇正在吃着夜宵 坐在桌子对面的邱默 见他手机亮了 不由地提醒了一声 邱默看了一眼 随手挂掉了电话 然后对邱默道 邱姨给我弄个程序 除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号码之外 别的电话一律不接 邱默白了他一眼 从网络上搜集的资料告诉我 你这么称呼 并不是出于对我年龄的尊敬 而是出于某种不可描述的贝德 扑 苏宇刚喝到嘴里的粥 直接喷了出来 狼狈的抽纸擦了擦嘴之后 才狡辩道 你这是诽谤好吧 则 邱默撇了撇嘴 不以为意 转而道 让我给你手机设计程序 就不怕我看见你手机里的那些小电影 呵呵 你当我是什么人 苏宇自信道 随便看 开玩笑 他现在什么身家 哪能只有一台手机 学习资料 全都存在另一个手机里好吧 邱默业余地瞟了他一眼 不过就在这时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苏宇诧意道 你不是一秒就能设计一个软件吗 一个拦截电话的程序 还没弄好啊 这个电话在程序的判定里 属于比较重要的范畴 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接不接随你 邱默耸了耸肩道 这么晚了 居然还有比较重要的电话 苏宇拿起手机瞥了一眼 还是选择了接听 喂 是时空科技的苏先生吗 电话那头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了过来 没听清是谁 苏宇直接问道 是我 您是哪位 哦 比人是比亚汽车的陈福 稍微做一些架空 大家知道就行了 陈福 苏宇愣了一下 随后便想起了对方是谁 比亚汽车 九州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 年出货量近200万台车的行业巨头 而这位陈福 就是比亚汽车的创始人 妥妥的商界巨老啊 不过想到 对方是做什么的 苏宇顿时便明白 邱默为啥说这个电话比较重要了 不用想都知道 人家是冲着金属氢电池来的 毕竟现在坐新能源汽车 最大的问题就是 电池太拉了 就拿比亚旗下的旗舰车型和举例 两吨多重的中型车 光是电池都有550公斤 结果续航却只有600公里左右 遇到北方寒冷的冬季 还得打点折扣 就这 已经业内顶尖的水平了 别的车续航更拉快 所以对于能量密度 是汽油900倍的金属氢电池 这些新能源车企 必然是最上心的 毕竟手机电池差点也无所谓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一天一冲就好了 可车用的电池差了 那就涉及到续航问题 劲就是充电桩的普及问题 续航焦虑 是制约新能源车 发展的最大问题 而目前 车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只有一个 一满世界造充电桩 很笨 但却又无可奈何的办法 可即便如此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 将充电桩覆盖到全世界 甚至覆盖全国都难 只能在一些大城市普及 因此 新能源车的主要用户 也基本只有大城市 所以 网上一直以来 都有市区通勤新能源省钱 出远门 还是邮车靠谱的说法 毕竟开车电车上高速 遇到堵车的时候 空调都不敢开的情况 可不是什么新闻了 原来是陈董 久仰大名了 苏宇明之故问道 不知道陈董这么晚打电话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吗 电话那头的陈福 文言倩然道 苏先生的时空能源 已经掌握了金属氢电池的制备 和批量生产技术 我这刚一听说 就辗转难眠 就托人要来了苏先生的联系方式 突兀联系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苏宇不在意道 所以陈董是对金属氢电池感兴趣 那当然 陈福笑道 苏先生你是不知道 我刚才可是全程看完了 时空科技的发布会录播 贵公司掌握的技术 真是叫人眼界大开啊 看发布会的时候 差点让我以为 是一夜之间 真的进入了未来世界 不愧为时空科技之名 稍微来了几具彩虹屁 陈福这才道出自己的目的 我这边已经订好了 连夜去摩读的机票 不知苏先生明天是否有时间 我想与先生好好聊聊 关于金属氢电池的事情 苏先生应该也清楚 这种电池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有多么重要 冒昧深夜掏扰 万无怪罪 苏宇已经在发布会上 说得很清楚了 金属氢电池 就是打算拿来卖的 他直接说 想谈谈电池交易的事情 倒也正常 明天 明天是周五 苏宇想了想 应该没什么事情 当即便道 陈董亲自前来 时空科技当然是欢迎之至 明天我就在紫薇园恭候陈董 两人又是一阵商业互吹 定下了明天见面的时间之后 这才挂断电话 这种商业场上的弯弯绕绕 苏宇倒是很熟悉 虽然谈生意的对象 从以前的那些 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巨头 可他自己 也与以前大不一样 还不至于怯场 不过白天 还在穿着动力装甲干章 坐着油损 畅游星辰大海 晚上就得为商业上 这些破事操心 他总感觉有点不得尽 这不对啊 不是说好了 当甩手掌柜的吗 念及此处 苏宇这才忽然想起来 时空科技 虽然招揽了一大批 业务能力过硬的高管 这些高管 处理大部分业务 是足够了 但面对类似臣服 这种重要的商业巨头 谈合作的时候 如果苏宇不出面 时空科技 好像还真没人方便处理 这个倒是跟能力 没有太大关系 而是身份 高管说到底 也就是个打工的 人家大集团的 实权创始人亲自过来 让普通高管的接待人家 那也太不礼貌了 所以才需要苏宇亲自上 这倒是难办 苏宇略有些头疼 首先 时空科技的股份 他肯定是不会分出去的 可不分出去的话 没有股权的高管 就永远是打工仔 面对其他公司的 创始人之类的合作对象 不免要低人一头 邱默作为CEO 身份上倒是足够做这些事情了 不过 作为蔚来城的前任城主 杀人如麻的狠角色 让他管理一下公司还行 让他跟人扯皮谈生意 那也太浪费人才了 其实倒也不难办 已经猜到 苏宇头疼什么的邱默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话音才落 苏宇的手机便又响了起来 只是这次的号码 却不是之前臣服打来时 显示的陌生电话 而是有备注的 楚越 苏宇瞥了眼早有预料的邱默 转而接通了电话 苏先生 那头便传来了楚越的问候声 声音略带沙哑 富有雌性 按照网上的说法 就是典型的御解音 与秋默柔和的声线 有很大不同 还行 苏宇随意道 楚小姐这么晚了 还在往这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吧 冒昧来电 讨扰了 楚越客气了一句 随后直入正题 听说苏先生的时空重工 有一款G20轻型外骨骼 打算出售到海外 不知道苏先生 是否有海外的武器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 苏宇眼睛眯了眯 倒是有些意外 他突然问起这个 难不成想当军火二道贩子 从他这里买G20 然后用自己的渠道 去国外高价卖 不过说起来 时空科技 目前似乎确实缺少 海外销售这些装备的渠道 当然 公司里现在不止苏宇一个人 给手下的那些高管一些时间 这个倒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毕竟 只要东西够好 根本不怕没人找上门来买 这个事情 楚越不可能不知道 可他还是专门打来了这个电话 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苏宇略一思索便答道 我们时空科技的高管 才上岛不久 虽然在努力开拓海外渠道 不过毕竟时间有限 现在确实还缺少这方面的路子 怎么 楚小姐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倒是谈不上 楚越笑道 不过就在刚才 我在海外的一个客户来点询问 想让我联系您 采购一批G20外谷歌 不知道苏先生是否感兴趣 哦 什么客户 能让你这么上心 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 苏宇饶有幸之道 瓦格纳 苏宇 好家伙 那还真是大客户 而且还是正在跟人干仗的大客户 说是当前世界最能打的雇佣军 都不为过 因为战斗力过于强悍 甚至都能吊打正规军了 所以 九州很多网友也戏称 这支雇佣军为瓦格纳方面军 是当前吸引了世界上 无数人目光的一个战场中的 一支主要力量 并且最关键的是 这是一支雇佣军 私人武装 跟他们交易 比直接跟一些国家交易 要简单得多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 他们打算要多少 苏宇换了个坐姿 神情多严肃了一些 M.I.O.T.A. 虽然说是雇佣军 不过他几乎都不用想 今天他敢把这玩意儿 卖给瓦格纳 明天怕事就得被鹰匠谴责 然后给他扣个帽子 开始制裁了 好消息 是他根本不怕制裁 坏消息是 如果单子太小了的话 苏宇可懒得接 三千套 楚越联盟道 这是第一批 如果实战效果好的话 后续还会追加购买 毕竟他们那边的情况你也懂的 买去了 估计也不止瓦格纳自己用 三千套肯定是不够的 三千套 那就算是以最低配置的 G.20外骨骼来算 也有六十亿了 苏宇早就在时空科技的官网里 标注清楚了 G.20外骨骼的售价 最基础款的 售价不到两百万 也就是一百九十九万出头 基础款几乎没有搭载任何模块 只有最基本的传动系统 轻型装甲之类的 跟他之前发布会里介绍的 倒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 但是这玩意儿 还有进阶款 进阶款以牺牲部分负重为代价 可以挂上更厚的装甲 在头盔里装备更精密的辅助模块 其中就包含了 G.60外骨骼里的那套堪比 自描的辅助瞄准模块 售价仅需三九九 如果这还不满意 那也没关系 这边还提供私人定制版 直接给你挂上 G.60重型外骨骼同规格的装甲 防御力拉满 同时还装备有升级后的动力系统 虽然不如G.60那套 但也比G.20自带的要先进一些 虽然能耗更高了 但可以换一块大点的电池吗 多大点是 这是邱默在G.20的基础上 专门设计出来的改款 读 不需要去找双星要技术改造 直接在蓝星的工厂里就能改 一套只需六九九 W6 甚至只要愿意加更多钱 连风暴级动力装甲里 那套无人机战场态势测绘模块都能加 有一套这玩意儿 人人都是开了透视的挂笔 向战 笑死 直接穿墙就行了 就问你缠不缠吧 999W 3000套全都是基础款 还是一样买一点 苏语转问道 2500套基础款 400套进阶款 100套私人定制款 再加上两套 你们那个戴战场态势感知模块的外骨格 楚越飞速道 那一共就是72亿8998万 那边打算以什么方式付款 苏语以强大的心算能力 很快便给出了价格 他们打算以天然气和石油折算 当然 你如果不打算要这个的话 问题也不大 我可以带他们付款给你 将这批石油和天然气 给我处理就行了 这样啊 苏语点了点头 随后又饶有兴趣道 不过你图什么呢 要吃下这么多的石油天然气 还扣出这么多现金给我 对你们公司来说 也不容易吧 他可不信 楚越帮这个忙 瓦格纳会给他很多好处 这种事情说难听点 就算楚越不帮忙 给人家点时间 人家照样可以联系到时空科技这边 至于什么石油天然气结算 更不是什么问题 那玩意儿就是硬通货 有的是办法换成钱 麻烦是麻烦了点 但也麻烦的有限 人家不可能为这点事情 就给楚越一笔天价中介费啥的 不现实 我需要他们帮我一个忙 嗯 就是杀个人 楚越略意沉吟 倒也没有隐瞒 这样啊 苏语文言也没有追问下去 转而又与楚越聊了几句 约好了明晚 来时空科技签合同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苏语才诧异地看向秋末 你刚才的意思 让楚越来时空科技上班 为什么不呢 秋末耸了耸肩 快拉倒吧 苏语摇头道 人家手底下的万富集团 本来就是资产上千亿的大集团 手上还有个规模不详的军火公司 自己当老板多舒服 干嘛要来丢打工 怕就怕这老板没那么好当 秋末淡淡道 什么意思啊 苏语眉头一皱 立马猜到 这里面估计还有什么他不清楚的事情 好在秋末倒也不是什么谜语人 文言当即道 你知道楚家是什么来路吗 东南楚世 千年世家 传闻楚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楚国王室后裔 当然 这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 恐怕连楚家人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有据可查的是 楚家从唐末开始 至少已经在东南地区 活跃上千年了 这是一个古老又庞大的家族 你知道德万富集团 也不过是楚家的冰山一角而已 千年世家 苏语正了正 随后差一道 这种家族 现实里还真有啊 当然有 近百年里 你所有耳熟能详的姓楚的人 基本都是他们家的 各行各业都有 但人家 在外面从来不提家族 普通人自然不知道 秋末解释道 流水的王朝 铁打的世家 自古如此 如果你觉得 因为些许动乱 就能让这些家族 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话 那就太小看 这些千年世家的智慧了 即便是在我们 落霞世界的废土纪元 废土中 依旧有不少 以家族这种模式 存在的势力 其中强大的 甚至不比未来成差 成熟的世家 是一种相当先进的组织架构 以血脉传承为纽带 抱团掌控生产资料 虽然看起来简单粗暴 可实际上 简单还有另一层含义 那就是稳定 这些人在社会安定的时期 悄无声息地融入各行各业 凭借他们庞大的体量 收集掌控先进的生产资料 壮大家族 在乱世时缩首折服 等待下一个稳定时期到来 天下新亡 改朝换代 皆与他们无关 如此这般 想要消失斗满 苏语听完大 唯震惊 仔细一想 发现好像还真是这样 这种大家族 只要不出现几个 什么失心风的家族搞事 以他们所掌握的力量 不管是在什么时代 都是被拉拢的对象 还真就很难消亡 不过说到这里 他又不由地疑惑到 所以这些跟让楚越 加入时空科技 有什么关系 邱某摇头道 楚越虽然能力不错 但是以他的年纪和资历 想要掌控这样一个大家族 那肯定是不够的 之所以他现在基本掌管了 楚家大部分的业务 对了 楚家家主是他太爷爷 今年92岁了 最近据说身体不太好 似乎不久于人世 没有这位的支持 楚越想要掌控整个楚家 可不容易 只等楚家老太爷厌弃 楚家后面 必然会有极大的乱子 上次有人专门偷渡过来刺杀楚越 你不会真觉得 这些人只是因为 军火贸易里的一点矛盾 就敢这么不怕死 跑到九州来刺杀他吧 这个事情的话 苏语倒还有些印象 当时楚越自己也说过 那次刺杀他的事情很复杂 否则按照正常情况 那些匪徒就算再怎么想杀他 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 跑九州境内来 这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根据楚越的说法 是因为出了某种变故 有人等不及要他死了 所以这个变故 就是楚家老太爷要死了 苏语略一思索 便抓住了重点 一按照秋末对楚家的描述 这么大的家族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显然不可能只盘踞在九州 多半在海外也有分支 而根据现有的情报分析 那多半就是楚家老太爷 要死的消息传出去了 楚家有人想争夺家主的位置 自然就想做掉楚越 跟那些因为军火生意 与楚越不对付的匪徒合作 在勾结九州这边 对楚越不满的楚家人 理应外合想来刺杀他 就显得很合理了 所以他刚才说 委托瓦格纳杀的人 也是楚家人 苏语当即问道 这个其实不难猜到 因为楚家这种施加 想要继承家主这种位置 至少也得是楚家人才行 也只有高悬海外的楚家嫡系 才有能力 有动机来刺杀楚越 其他人就算杀了他 是他亲叔叔 只要他死 他那位亲叔叔 大概率就会成为 下一任楚家家主 赌赌赌 苏语敲了敲桌子 沉饮了一会儿厚道 所以你的意思 是让我救他太爷爷一命 换取他丢打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倒也不是不行 严寿金丹这玩意儿 在神州世界的嬴政那边 确实算不上太稀有的东西 光是苏语自己 现在身上就还有几十颗呢 给出去一颗 换个有身份有地位的打工仔 帮自己处理那些 不方便交给高管的活 想想似乎还挺直 能给他太爷爷续命二十年 换他给你打个十年功 想来他肯定是愿意的 既然如此 那就干了 苏语当即拿出手机 找到楚岳的号码 又给打回去了 魔都某处豪宅里 刚刚和苏语打完电话的楚岳略 有些疲惫地躺进了浴缸 雪白的肌肤 如象牙般细腻温润 完美的曲线 隐藏在浴缸的热气之下 若隐若现 让人浮想连篇 只是这般美景 却没有旁人能欣赏 楚岳自己也没心思关心这些 无声在浴缸里躺了一会儿 感受着体内的疲惫 被热水带走 他不由地长输了口去 想起最近的糟心事 不由地有些头疼道 希望那边能顺利 把二叔脑袋送回来 这些人越来越不安分了 就在这时 浴缸旁的手机忽然响了 楚岳撇到上面 备注的苏语之后 顿了顿便拿起手机 放到了耳边 少请 手机忽然从他手里滑落 掉进了浴缸里 楚岳愣神片刻 才慌慌张张地 连忙将手机捞出来 幸好他的手机有防水功能 捞起来倒是还能用 看着上面还在持续地通话 楚岳忍不住颤声道 你手上真的有让人 延受二十年的药 M.I.O.T.打完电话 躺在浴缸里的楚岳 将手机放到了一边 神情变换不定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他才缓缓吐了口气 再次闭目养神 躺在了浴缸里 明天再看吧 素语告诉他 自己手里有一种 能让人多获二十年的药 而代价 是让他去时空科技 当副总裁 为期十年 当然 除此之外 还要收费的 这样一颗药 一百亿 不过相比于 去给苏宇打工十年 一百亿对楚岳来说 反倒算不上什么代价 与延受二十年的药相比 这点钱在他看来 连代价都算不上 就是个天头而已 至于苏宇 到底有没有这种药 他不是什么科学小白 知道让人延长寿命有多难 就现在的生物医疗科技来说 如果是几十岁的 或许还能延长些许寿命 可那也有限 基本上就是在透支身体治病 而像他太爷爷这种情况 年逾百岁的老人 想要延长寿命太难了 这个年纪的人 身体器官已经开始枯竭 即便更换能匹配的器官 也无济于事 光是更换器官后的排异反应 就足够致命了 稍微刺激一些的药物 都可能让老人送命 只能用最温和的医疗手段 慢慢调养掉命 现代人类的医疗科技 其实远远没有普罗大众 想象中的那么发达 一个最常见的感冒 人类也只能依靠 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治愈 那些所谓的感冒药 说白了 就是给免疫系统打打下手 提供一下辅助的 所以理性地来看 苏宇说 自己拥有能延长人寿命的药物 甚至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用 肯定是不靠谱的 可在想起 苏宇神秘的来历 与出现后带来的种种神奇科技 楚越又不由地信了几分 毕竟 不管是动力装甲 还是金属氢电池 都是远超当前蓝星科技的产物 谁知道苏宇手上 有没有更尖端的医疗科技产品呢 一日中午 苏宇在紫薇园与比亚集团的臣服见面 友好的领着对方参观了一下紫薇园之后 两人便进入正题 谈起了声音 首先 因为金属氢电池的能量密度 是汽油的900倍的缘故 所以 即便是车用电池 也完全不需要多大 最后臣服选择的是 采购5公斤 3公斤 1公斤三种规格的电池 1块5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满电的情况下 相当于4500公斤汽油所蕴含的能量 而4500公斤汽油 大概就相当于5800升左右 按照传统燃油车中型车 百公里十个油来计算 也足够跑58000公里了 这个续航已经高到了恐怖的程度 并且 这还是按照传统燃油车的油耗来算的 而新能源车 则比燃油车的能耗更低 因为电机的能量利用率 比内燃机要高得多 按照电机的效率来算 5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满电的 情况下 恐怕足够一辆车 跑10万公里以上了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 明明发电也有污染 为什么却说 电车比油车更环保 实际上 就是在算这笔账的时候 忘了算能量利用率的问题 电机的能量利用率 超过90% 而内燃机的能量利用率 则只有40% 也就是说 内燃机在烧油的过程中的损耗 浪费的能量 比电机大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汽油能量密度 是电池的几十倍 可新能源车的续航 却也能做到 跟油车差不太多的原因 一辆百公里十个油的汽车 如果油箱是70升的话 加满之后 大概就有50多公斤的汽油 但一辆新能源车 却因为不需要装在汽车中 那些复杂的组件 因此 在整体车中差不多的情况下 可以在车上装在一块 五六百公斤的电池 如此一来 其实双方本身 所能携带的能量差距 就没有那么夸张了 再加上电机效率比内燃机高 所以同样的级别下 一辆油车加满油能跑七八百公里 可电车同样也能跑个五六百公里 能量利用率高 这才是电车比油车 环保的原因所在 至于当前发电 主要还是靠火力发电 污染一样大的问题 其实是有解的 因为发电的方式很多 并不止火力这一种 随着其他环保方式 发电技术的提升 用电是会越来越环保的 这才是当前大部分国家推广电车 认为电车比油车环保的原因 而对于比亚这种 做新能源车的厂商来说 一块五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作为顶配车型的能源 完全足够了 低端一些的车型 装个一公斤的电池 单次续航够两万公里 就已经完全能解决 当前电车的续航焦虑问题 甚至已经超出了预期太多 足够电车 对油车形成降维打击了 至于在电池的价格方面 苏宇则是很朴素的 以重量来计价 一公斤金属氢电池 它给出的价格是五万 按照一公斤金属氢电池 能让电车跑两万公里来算的话 其实这个定价就太高了 平均下来 每公里成本已经达到了2.5元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 超长续航的好处 搭载了金属氢电池的车 恐怕很难竞争得过 其他新能源车 毕竟人家已经能做到 每公里成本不到0.1元了 即便是油车 也就每公里8元左右 虽然现在的电车续航麻烦 可对于一些大城市里 不怎么出远门的用户来说 这个问题其实也没那么担疼 人家大概率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 毕竟用户只看你实惠与否 可不管你搭载了什么高科技 就算是在车里放了个核聚变反应堆 续航拉满到1000万公里 如果用车成本比寻常电车油车都高 人家照样不买账 而苏宇之所以敢这么卖 主要还是因为 这是一锤子买卖 金属氢电池 其实是不能充电的 电量耗尽之后 需要加氢 时空能源 这里就有苏宇 从废土那边搞来的金属氢制备技术 这玩意儿 都没问题 唯一的成本就是生产金属氢 需要大量的电 可苏宇已经让时空科技招来的核工程师 在研究第一代核聚变图纸了 按照秋末的估计 在苏宇无限制网里砸钱 和他从中调度帮助的情况下 最多一个月 第一个聚变堆就可以尝试点火 到时候 电也约等于免费了 所以 金属氢成本几乎只在运输和保存上 至于为什么 他已经有了制备金属氢的技术 还要去找双芯购买金属氢电池 原因也很简单 制备金属氢其实不难 毕竟就连蓝芯人都曾经搞出来过这玩意儿 难的是 怎么将之保存在小小的电池里 用来供电 说白了 那个电池壳子 才是真正的黑科技 秋末虽然知道 那玩意儿是怎么弄的 但蓝芯却缺乏很多重要的材料 所以 还不如直接找双芯买 苏宇之所说的一锤子买卖 指的其实是使用了金属氢电池的用户 在电池能量用完之后 夹青是免费的 每次只需要出一定的运输保存 和人工费就行 预计每次夹青的费用 不会超过500元 这种免费夹青 一直持续到这辆车 跑满30万公里 再往后就得收费了 不过也不会太贵 因此 看似是5万块续航2万公里 每公里用车成本2.5元 实际上却是5万块续航30万公里 每公里成本不到0.2元 比现在的很多电车要贵一些 但却没有了续航焦虑 优势不可谓不大 完全就是吊打的水平 油车 那是什么玩意儿 PS 这张写的比较细 把账给算了一下 主要是为了防杠码 后面类似的情节 就不会写这么细了 不然就太水了 总有人说 主角东西卖便宜了 其实卖这些东西 你不止光考虑科技本身的价值 还要考虑市场消费能力 简而言之 你得考虑别人用不用得起 特别是一些普及型的科技产品 在黑科技的东西 定价高到别人用不起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套外骨骼卖几千万 当然有人会买 但不会买很多 而是买一点回去研究 或者少量装备 这毕竟是单兵装备 单兵装备在战场上的杀敌效率 就注定不会比导弹飞机 战舰这些装备高 价格太高 人家不可能大规模采购的 而没有大规模采购 可怜兮兮的这里卖一点 那里卖一点 最后可能还没有低价 走量赚得多 因为重型外骨骼本身成本足够低 低到只卖50万 利润就接近百分之两万 药神 大家估计都看过 药厂卖天价药确实有苦衷 因为研发成本很高 不卖高价收不回成本 这是科技产品的附带成本 可主角获取这些科技 并没有多高成本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陈福与苏宇这边签订的第一批合同 是100万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其中包括5万块5公斤级别的 10万块3公斤级别的 以及45万块1公斤级别的 整整500亿的大单子 双方会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内 结清货款 这批电池足够比亚集团 生产60万辆 搭载了全新金属氢电池的车 这还只是这个月的订单而已 陈福和苏宇签订了一个长期订单 往后一年时间里 比亚集团每个月都会向时空能源 至少采购100万公斤的金属氢电池 具体都采购些什么规格的 则需要到时候再协商 去年比亚集团全年销售的车 都不到200万辆 按道理来说 这么大产量肯定是吃不下的 可在拥有了金属氢电池之后 这位陈总却是豪情万丈 不仅将目光放在了国内市场 更是投向了国外 如果他的计划顺利 接下来的一年里 比亚集团恐怕生产的金属氢气车 会超过700万辆 即便是有金属氢电池这种黑科技 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毕竟时空能源的电池 又不是只卖他们一家 比亚集团也支持下 时空能源每个月五分之一的产能而已 其他厂商同样也能从这里买到电池 金属氢电池 其实并不能成为一项独家卖点 而陈福之所以敢做这种决定 增产这么多 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还和时空科技旗下 最不起眼的一个子公司 达成了一项独家合作项目 那个子公司 名为时空技术储备公司 也就是苏宇控股70% 九州银行控股30%的那家 这家公司目前掌握了 G60重型外骨格中 除了那些顶级黑科技之外 所有的次一级技术 而即便是次一级技术 放到蓝芯 也绝对是超前的科技 别的不说 光是G60外骨格里的 敌我识别系统 稍微改一下 就是一个远超 当前市场技术的车载雷达 能够为自动驾驶 提供最顶尖的硬件 辅助 而G60外骨格的装甲技术 虽然是一线黑科技 并不在时空技术储备公司的 技术列表里 可除了装甲之外 内部很多部件 本身也使用了很多特殊的材料 比如骨架 就是钛合金 与另一种复合材料打造的 这种复合材料成本不高 而且还很轻 但强度却能达到4000MPA 远超当前一般 被用于汽车AB柱等 关键部位的高强度钢 亦虽然比高强度的碳纤维 还差了一点 但关键是它便宜啊 既轻便又实惠 比高强度钢还便宜 完全可以用来造车 比亚集团与时空技术储备 达成的独家合作项目 就是在未来五年内 时空技术储备产出的 所有商用技术 在汽车领域的开发 都只能与比亚集团合作 而民用汽车之外的技术变现 自然是跟比亚集团 没什么关系的 时空技术这边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当然 代价自然也是不小的 2000亿 这是签这个合同的钱 后续如果涉及到技术转让 或者产品投产后采购方面 还得额外掏钱 跟时空技术的合作 才是臣服感这么大手笔增产的关键 其实它还是有些遗憾的 因为时空技术的技术储备里 没有G60外骨骼里 搭载的那套超强电机 如果那玩意儿也有的话 那可牛大发了 现在的车 有六七百匹马力 都算是性能车 上千匹马力 那是顶级性能车 而按照G60外骨骼 公开的参数来算 里面的电机 如果根据原理重新设计一下 装到车上 怕是能造出来 马力超过5000匹的车 真 马力比坦克还大 这种马力放到车上 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 还谈什么0百加速 0-500加速 恐怕都能跑进5秒内了 车 那特么叫贴地飞行器 当然 遗憾归遗憾 但对于这一趟谈成的生意 他已经很满意了 不出意外的 接下来比亚汽车 就要开启真正的乱杀模式 即便是同行 也找时空能源 采购金属氢电池也没用 而苏宇 同样对这笔生意非常满意 一下午时间 近涨2500亿 虽然其中有2000亿是时空技术的 里面只有70%属于它 但问题也不大 那也是1400亿的收入 加上电池那500亿 那就是日收入1900亿 成本 成本加一起都不到1亿 这就是超前科技变现 所能带来的好处 并且还是仅仅只是开始罢了 实际上 今天除了他亲自回见陈福之外 时空科技刚刚上班的业务部 基本上也都忙了起来 数不清的合作意向 从四面八方飘来 刚刚上岗的员工和高管们 就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 不过好消息是 时空科技严格执行了 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 倒点了就能下班 什么 还有重要的合作没谈完 让客户等着去 不愿意等 爱买买 不买垃圾把倒 这些刚刚入职第一天的员工们 万万没想到 以前在别的地方上班 跟客户谈生意 都得把客户当爹捧着 一旦生意黄了 还得被上司和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听过最多的话就是 这事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 你不干有的是的干 结果到了时空科技这里 却是反了过来 倒点就下班 如果客户不满意 他们甚至能硬气地说 也要下班了 这生意能谈就谈 谈不了就别谈 你不买 有的是人买 结果那些客户听到 不仅不敢生气 反而也不逼逼赖赖了 全都痛快签了合同 唯恐迟则生变 一想到以前为了业绩 被客户在酒桌上灌到兔 跟孙子一样的场景 这些业务员们 差点眼泪都掉下来了 妈的 这差距也太大了 客户反而成了孙子 求他们晚几分钟下班 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有员工将第一天上班的体验 总结起来 发到了网上 自然又是 引起了一片羡慕极度恨 算上你今天 跟比亚集团达成的合作的话 今天一天 时空科技三家子公司的 总销售额 大概在3127.8亿 晚饭时间 邱默很静止地履行着 自己秘书的职责 虽然他是CEO 这也不太行啊 光是比亚集团那边 就占了2500亿 剩下的就这么点 苏宇将嘴里的东西 咽下去后才接着到 晚上准备跟楚月谈的 那3000件外骨骼的生意算了吗 没有 邱默摇了摇头 这里计算的 是已经签订合同成交了的 算上那一笔的话 应该在3200亿出头 如果再加上 延售金单那100亿 就是3300亿 单日营收3300亿 其实已经很夸张了 并且这些 还只是已经成交的 还有数不清的意向合同 和钱在客户在等着谈 依我看 你这500公斤金属氢电池 恐怕还不太够 不考虑再找双星那丫头买点 不买了不买了 苏宇摇头道 每个月500万公斤 这个产能已经很夸张了 现在能卖这么多 是因为目前金属氢电池 开辟了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 短时间内 引起客户追捧是正常的 等时间久了 他们就会发现 金属氢电池的能量密度太大 其实也未必就有那么好用 很多电子设备 其实完全用不上 这么大容量的电池的 再加上一次性投入市场太多 到时候 估计会掉价得很厉害 对现在签订合同的客户 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 咱们需要控制流入市场的电池数量 现在一个月500公斤正好 等日后 人们熟悉了这种大容量电池 基于金属氢电池 开发出能耗更大 功能更丰富的产品之后 才是金属氢电池 真正发力的时候 也是 邱默正了正 点头道 而且 苏宇忽然咧了咧嘴 笑道 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呢 你信不信 三天之内 金属氢电池 必然会爆出安全性方面的丑闻 而且还多半会闹得沸沸扬扬 毕竟 这东西 可断了太多人财路 这个倒是小问题 让他们闭嘴不就行了 邱默不在意道 在网络上 他就是无敌的 只要他不想看见 谁也别想给时空科技的产品一个差评 想了想 他又道 光是网络上封锁也不太稳妥 他们还能通过线下报纸之类的方式抹黑 不过问题也不大 找到幕后主使 让他们消失就行了 他虽然不太喜欢杀人 不过对于这种人 他是不介意让对方物理毁灭的 不至于不至于 苏宇连忙道 激情商战啊 多有意思啊 等今天拿下楚苑 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就可以全丢给他处理了 咱闲得没事 总得找点乐子不适 他还想看看那些 被他砸了饭碗的对手 能整出什么活来呢 邱默白了他一眼 没有再多说 苏宇才吃完晚饭没多久 楚苑就也赶来了紫薇园 没带保镖 而是带来了一个金发女子 从外貌特征上 不难看出是个毛妹 不过这个毛妹 浑身却透出一股惊悍的气质 行动之间颇有章法 一看就是练家子 再想到这个单子的真正买家 自然不难猜到 这位应该就是瓦格纳派来 谈室的代表了 这位是时空科技的董事长 苏宇先生 楚若作为中间人 和苏宇打了个招呼之后 便对毛妹介绍了一下 说吧 他又对苏宇道 这位是瓦格纳公司的代表安娜女士 她本来是到九州采购一批无人机的 这次刚好过来看看 同时负责解决这笔订单的一些细节部分问题 苏宇文言点了点头 你好 欢迎来到时空科技 苏先生比视频里更帅 简直是造物主手下最完美的作品 安娜眼睛炙热地盯着苏宇 用一口琉璃的九州话探到 还有贵公司的这个总部 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刚才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未来世界 安娜小姐也很让人惊艳 是我见过的西方女子里 最好看的 美丽的女士 显然有准确的第六感 这里就是未来 苏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有一说一 就像安娜夸她的话一样 她这也还真不是客气话 本来在西方的人种里 毛妹也是最符合九州人审美的 而安娜显然又是毛妹里的佼佼者 五官立体 皮肤也不像其他毛妹那样粗糙 反而在不失粉带的情况下 照样显得细腻柔嫩 再加上高挑的身材下 那一双蜜天的大长腿 满分100的话 给个95分毫无问题 抑郁风情还能再加点分 总体上来说 甚至都不比楚越差多少 当然 楚越举手投足间的贵气 是寻常人很难比的 那是千年世家的沉淀 就跟秋末偶尔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来的那种属于独裁者的霸气一样 那是执掌未来成百年 积淀下来的独一无二 普通人很难复制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能给人一种不容拒绝的感觉 苏先生看人真准 安娜对自己的颜值显得很自信 坦然接受了苏宇的夸奖后又道 贵公司的技术 确实比总部还令人印象深刻 商业互吹了几句之后 接下来自然就要进入正题了 苏宇直接带着他们 来到了北极宫的地下五层 这里是专门弄出来的一个地下装备测试场 用来测试动力装甲 啥的空间不够 但测试G20轻型外骨骼肯定够了 安娜显然也不是什么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一到地方便提出要亲自测试装备 苏宇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安娜穿上外骨骼 便开始一向向测试性能 整个过程接近一个小时 看她对G20爱不释手的样子 就不难猜到 她对这套外骨骼的满意程度了 这是一件足以改变战场态势的装备 安娜来到等待着的苏宇等人面前 神情略有些激动 秋末魔改后的G20几个版本 她全都实验了一遍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全都想要 特别是那件999W的 上面搭载那套无人机战场 态势测绘模块加 辅助瞄准模块的配置 简直太特么牛逼了 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让安娜有一种玩游戏开挂的错觉 然后下一刻她就反应过来了 这特么好像确实是在开挂 锁头加透视 这不是开挂是什么 所以安娜小姐打算采购多少呢 我们这边存货不少 现在采购明天就能发货 苏宇笑眯眯道 先前厨女士与您谈好的那三千件 当然是不变的 安娜看着苏宇眨了眨眼道 但我认为 还有必要再追加购买一批 晚一些我会向上级汇报 大概明天就能得到准确答复 所以具体的合同 我希望能明天再签 当然可以 苏宇点了点头 说吧 两人又聊了半天 有的没的 有一说一 安娜的九州话说的相当流利 而且对九州的文化也非常了解 沟通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而且她还很健谈 并且思想上显然比东方女孩更开放一些 甚至时不时还能说几个婚段子 两人倒也算是相谈甚欢 楚岳则是一直在一旁作陪 不过却没怎么插入两人的话题 而是一直在与秋末交谈 直到苏宇让人将安娜送去 紫威园娱乐区的酒店休息 在场的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之后 大家才说起 今晚真正重要的事情 严寿金丹 你说的能让人延长二十年寿命的 就是这个 北极公顶楼办公室里 楚岳看着面前盒子里的严寿金丹 秀眉紧促 来之前 她还以为会是某种药剂之类 一看就是高科技产品的东西 结果却只是这么一颗药丸 就这个了 所以耸了耸肩 你闻到香味 就没有点别的感觉吗 楚岳下意识凑近一些闻了闻 严寿金丹的香味很明显 她当然是早就闻到了 只是有些不敢相信而已 很香 闻一下就让人有种心旷神仪的感觉 比尘香或者龙咸香效果更好 可这跟严长人的寿命有什么关系 楚岳抬头看着苏宇 有些不理解 苏宇哪里知道 这玩意儿是什么原理 当即胡扯道 科学上的东西别打听 不是内行 说了 你大概也很难理解 楚岳古怪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忍不住道 我有同期医学院的基础医学博士学位 前年结业的 这方面应该算是略懂一点 如果方便的话 苏先生不妨说一下 这谁特么能想到 掌控巨量资产的女强人 能是学医的 不方便 苏宇脸色有些僵硬道 楚小姐 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 不能透露 还请理解 那我如何相信 这个要是否有用 你们有临床实验报告吗 楚岳反问道 毕竟是给他太爷爷吃的 他当然不能听苏宇几句忽悠 就把来路不明的东西带回去 别搞不好 老人家还有一两个月的好活 这一口下去 直接人没了 没有 别问 问就是偏方 苏宇摇头道 关键是你也没得选 除了我之外 谁敢保证 能让你们楚家的家主 再活20年 楚岳皱了皱眉 转头看着严寿金丹 有些犹豫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欣赏远处魔都夜景的秋末 这时头也不回到 这跟你们蓝星所理解的 生物医疗原理完全不同 但确实是有效的 如果实在不愿意用的话 我倒也还有 另一种办法 说着 他转过身来 看着茫然的楚岳 倾笑间 占蓝色的眸子中 流散出许多蓝色的粒子 全息投影 众多粒子 逐渐组成了一个 由复杂机械构成的肺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楚家家主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换了肺癌 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换个肺就行了 当然 这样的话 也无法让他多活更久 后续得持续不断 更换更多的机械器官 直到换无可换 彻底消亡 换机械器官 楚岳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全息投影 是从秋末眼睛里投射出来的 还以为是这个办公室里 本来就有的设施 走到那个机械肺面前 他上上下下地仔细 打量了好一会儿 这才疑惑道 你们 真的有这种 制造机械器官的能 说到这里 楚岳忽然一愣 回过神来 盯着秋末道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刚才是说 你们蓝星 秋末并没有回答 他后面的问题 而是淡淡地举起手道 当然有 说话间 青红色的电弧 忽然出现在他指尖 电弧与空气接触 炸得噼啪作响 秋末随手抓住 办公室里的一棵景观树 蹦 暴躁的电弧 瞬间便将景观树批得 四分五裂 随手示意扫地机器人 来把满地的碎屑扫一下 他这才看向 已经猛了的楚岳道 机械臂内置的一个 电机装置罢了 最高能放出超过5A的电流 防身用的 说着 不经意间瞥了眼苏语 当然 没啥威慑力就是了 因为这具身体的最高权限 就在苏语手上 所以 你的手就是用的 这种技术改造的 机械器官 楚岳眼睛死死盯着秋末的手 可却看不出 丝毫与其他地方 有什么不同的来 秋末笑了笑 没有解释 转而道 所以呢 机械改造 还是吃药多活20年 选一个吧 当然 据我估计 如果使用了机械器官的话 以后再想使用 严寿金丹续命 是不成了的 而反过来 先试用严寿金丹 再使用机械器官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我 我再想想 楚岳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 主要是他现在脑子里有点乱 秋末刚才那番话 对他的冲击有点大 什么你们蓝星之类的虎狼之词 实在是有点太吓人了 而且这个机械器官 也过于科幻 他一时也不太能接受 苏宇和秋末倒也不急 并没有催促 过了好一会之后 楚岳才捋清了思路 对秋末问道 如果选机械改造的话 能做到像你这样 看不出和常人有丝毫差异吗 当然不能 秋末当即摇头道 他这句仿生人 可是他调动了 未来城大量稀有的资源 按照他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一比一复刻出来的 繁荣纪元顶级科学家 在资源不限量的情况下 手搓的手办 放到废土 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品 能拿出来交易的仿生学机械器官 基本都是未来城工厂里 批量生产的东西 跟他这身毫无可比性 装上之后 只会给人一种赛博朋克的美 我选金蛋 楚岳看着苏宇陈生道 如果真的有效 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给时空科技打工十年 可以 苏宇点头道 如果没用 他也没道理 把人掳来给自己打工 交易吗 讲究的是个你情我愿 楚岳又询问了一下 使用严寿金丹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点之后 便带着金丹离去了 偌大的办公室里 便又只剩下了秋末和苏宇两个人 明天周末 这两天应该没啥事 要不找个地方去度假 苏宇对秋末挑了挑眉 你们世界的每一个摄像头 都是我的眼睛 基本上有人能去的地方 我都看过了 秋末摇了摇头 但转而又道 不过 你想去的话 我倒是可以陪你去 那去的没人能去的地方呗 苏宇忽然抬头看了眼窗外的星空 说起来 拿到有损之后 我一直想去太空看看来着 都没去成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去看看 秋末文言也看了眼外面的星空 这几天 魔度的天气虽然不怎么样 阴雨绵绵 可北极宫顶层 却已经比云端还高了 从这里看出去 上面是天空 下面就是云海 下面的阴雨天气 倒也不太影响这里 那就秋末歪了歪头 出发 走着 苏宇当即起身 直接打开顶层办公室的大门 走了出去 办公室后面 就是一个停机坪 停机坪不算大 但却足够有损落脚了 毕竟这玩意儿 本身也不需要落地 只要有个平坦一些的地方 方便它接近地面 让成员登机就行了 两人先后进入有损 下一刻 有损便掀起阵阵阴暴 消失在了北极宫顶楼 因为想看看 逐渐进入星空的过程 所以苏宇倒也没有让有损飞得太快 除了刚起步那会儿 后面连一倍因素都没有 其实想要飞出蓝星 也并不一定非得低宇宙速度 只要引擎一直做工就行了 甚至别说蓝星 飞出太阳系都没什么问题 所谓的低宇宙速度 指的是飞行器达到这个速度以后 即使不做工 发动机熄火 也不会再掉到地球上 所以如果达不到低宇宙速度 那将会消耗无穷多的燃料 一直做工 才能保证不掉下来 所以 即便是苏宇这么慢悠悠地飞 有损还是能够飞离蓝星的 就是需要的能量比较多 能量根本不是问题 看着外面逐渐远离的地面 以及地面上繁华的夜景 邱默不由地感叹道 很美 这种风景 他只在一百多年前见过 废土机缘之后 那个世界就再也没有 这么庞大的建筑群了 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夜景的说法 苏宇文言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不由地问道 话说回来 你们未来城 虽然因为没有反重力装置 没法飞出母星 可你们手头 也有不少类似油损这种装备 或者更加先进的星舰码 为什么从没听你和双星说过 开发太空的事情 既然你们的母星不适合生存了 那干嘛不放弃母星 直接去外太空找个星球殖民 别的不说 茫茫宇宙 以你们的技术 找个能种地的地方 应该不难吧 脱离母星的引力很简单 脱离母星的庇护很难 邱默摇头道 为什么 苏宇诧意道 按道理来说 以他们繁荣纪元 殖民整个星系 富豪都能闲得 没事玩星球 养成游戏的科技水平 早就不需要母星庇护了吧 邱默无奈道 我以前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显然是听漏了什么东西 苏宇文言仔细回想了一下 还是没想起 自己听漏了什么 不由得疑惑道 听漏了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们完全消灭了真菌 邱默转头道 实际上 我们只消灭了 进入母星的部分真菌而已 太空中可还有着不少 在真菌控制之下的星舰存在 不过好消息 是有艰星能力的战舰 基本已经摧毁了 所以我们才能在母星苟活 也就是说 现在你们头顶的太空中还有 被真菌控制着的星舰 时不时会给你们来一跑 苏宇颇为意外道 他还以为废土的人类 靠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 已经把那些真菌全都干掉了 现在主要的威胁 就只剩下他们自己 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了呢 结果你跟我说 真菌还没死光 死 看来他还是低估了 废土世界的恐怖程度了 地上是各种科技怪物 天上还有百年前繁荣纪元 造出来的星舰盯着 这也太地狱了 偶尔来自太空的打击吗 这种情况倒是有 不过不多 而且攻击我们的对象 也不是什么真菌 那些已经被改造到 能够在宇宙里畅游的生物兵器 秋末无奈道 百年前最后守卫母星的那一战里 有人把这些生物武器 丢到了太空里 攻击真菌的舰队 最终虽然消灭了 大半进入母星星系的真菌舰队 可 这些生物兵器 却因为某种原因失控了 从那以后 我们所在的恒星系 就是这些怪物的天下了 别说是我们废土的人 那些控制着星剑的真菌 都不是这些生物兵器的对手 并且这些生物兵器 还有一部分诞生了一些意识 拥有比较简单的思维 会有目的性的猎杀有机体 更可怕的是 它们不仅能够在太空中生存 还因为宇宙射线照射的缘故 发生了某种异变 居然补全了原本设计上 根本不存在的生殖系统 开始在宇宙空间中大量繁衍 发展到如今的程度 这些怪物的总量 恐怕已经有数千万了 遍布整个恒星系 它们的生命力异常强悍 甚至能够以最基础的物质为实 通过啃噬太空中的 数不清的舰队残骸 能够无限制地发展壮大下去 而且为了适应宇宙环境 它们的表层皮肤坚韧到可怕 想要消灭这些怪物 至少需要上一度的高温才行 也就是至少得合爆最中心的温度 或者一些超高功率的激光 才能杀死它们 动能武器对它们几乎无效 你甚至找不到 比它们表皮更硬的物质了 这种生物兵器设计出来的初衷 就是为了对付被真军控制的舰队 因此几乎能免疫繁荣纪元的 大部分武器攻击 只不过设计者当时恐怕也没想到 最终它们会失控就是了 现在废土的情况就是 不管是人类 还是被真军控制的人类舰队 敢进入我们所在的星系空间里 都会被它们撕碎 面对发展到这种规模的人造怪物 即便是繁荣纪元时期的人类全力出手 想要彻底肃清 只怕也是一场苦战 更别说如今苟延残喘的废土人了 星空 那是属于是真军和生物兵器的地盘 而脱离了星系的更远方的星空 又被残余的真军战舰封锁 出不去的 苏宇 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鬼技术 才能搞出这种怪物来 你们恒星系里竟然被这种怪物塞满了 为什么你们还能躲在母星 难道这些怪物不能直接进入你们母星吗 苏宇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按照秋末描述 这些生物兵器又强大又多 那为啥废土世界的人还能躲在母星里 他们不敢进来的 秋末摇头道 原因我也不知道 事实上 这种怪物被设计出来就完全不服常理 我认知里的繁荣纪元生物科技 根本做不到这种事情 非要说的话说到这里 秋末神情倒是罕见的有些犹豫 非要说什么 苏宇疑惑道 我感觉这些生物兵器的出现 可能涉及到数百年前 我们世界科技大爆发的真正原因 秋末略意沉吟 解释道 虽然繁荣纪元宣传 关于那段科技爆发的历史 一直说的是战争推动科技进步 可我们的学术界内部 却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 从第一台蒸汽机出现 到第一台内燃机出现 中间不到十年 蒸汽机本身的潜力都未开发都极限 我们就转入了内燃机时代 而在那之前 甚至关于内燃机的基础理论都不健全 类似的案例还不止这一个 关于核能 你恐怕难以想象 我们最先接触的就是核聚变 在某次战役之中 有人使用了一枚200万吨当量的氢弹 一次就消灭了敌方数十万军队 举世震动 在第一枚氢弹被发明并使用之后 不到十年 我们就掌握了第一代可控核聚变技术 说到这里 秋末忽然吃笑道 而在我们实现了可控核聚变三十多年后 有一个科学团队发布论文 宣布在核能领域获得巨大突破 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 核联变 秋末神情一成 在那之前 关于核能技术完全是保密的 人们只知道核聚变这个东 稀存在 根本不知道具体的理论公式 反应过程 除了当时的几个大国之外 几乎没人知道 这种神奇的能源因何而来 直到有人研究出了核裂变 揭开了核能真正的面纱 更可笑的是 研究出核裂变原理的这个团队 就是某个大国的核物理团队 他们曾经参与并设计更新过核聚变反应堆 这样的团队 在发现了裂变反应之后 第一时间反倒觉得 核裂变是比核聚变更先进的技术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苏宇轻轻吸了口气 心头有种荒诞的感觉 意味着他们搞出来核聚变的时候 根本就连核聚变的原理都不清楚 裂变反应 只需要慢中子轰击U235核 然后使U核裂开 U核裂开的同时释放中子 理论上只需要一个慢中子 剩下的反应就可以自动发生 所以叫做炼式反应 要控制反应 只需要控制中子的速度及其密度 这个控制起来并不难 可核聚变的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几千万度 甚至上一度的高温支持 因此想要控制极为困难 这二者难度 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先难后一也就罢了 关键是 可控核聚变都商用了 还认为核裂变是更先进的技术 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确实不清楚 于是就出现了 我们世界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 在无数人狂欢核能领域 又往前了一大步的时候 一个刚刚加入某国核能研究所 能够接触到核聚变理论的小研究员 对比了聚变和裂变 这才发现端倪 在他之前的所有人 包括那些核能研究所里 搞出来了 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学术界大拿 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照本宣科 根本不知道 核能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类似的事件还不止这一个 超越理论支撑的技术 而又一次倒也罢了 可如此频繁的出现 就足以说明问题所在了 所谓的战争 促进科技发展的说法 完全是在胡扯 当时的人类绝对掌握了 某种不为人知的技术来源 只不过 在我们走入星空之后 这种技术来源 因为某种原因 被封存起来了而已 直到真君出现 人类节节败退时 这才又有人重新 把那东西找了出来 这种根本没有任何理论支持 完全超出当前科技理解的 生物兵器 与当时清淡出现的方式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 邱莫抬头看了眼外面的星空 叹道 如果能找到那件东西 或许那个世界的人类还有救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只能靠获得了 交易平台的双星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如果没有外力帮助 废土将会成为 那个世界的主旋律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苏语陈因道 你们那些突兀的来的技术 来源其实也是某个 获得了交易平台的人 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但很小 邱莫摇头道 按照你和双星 所说的交易平台规则 每个世界 应该都只有一个代理人才对 如果我们世界 早就有了代理人 那双星算什么 至于会不会是 原本的代理人死了 这种可能性更小 如果科技爆发 真是因为平台代理人的原因 那这个代理人 能从科技大爆发时代 活到繁荣纪元末期 还搞出生物兵器来 至少也是中级 甚至高级代理人了 M.I.O.T.A. 按照你和双星的发展轨迹来看 真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绝对会掌握 远超繁荣纪元理解的科技 甚至是玄学能力 绝不可能让废土持续到现在 更不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意外死亡的 根据计算结果 我更倾向于科技爆发的源头 是某种没有意识的死物 而非一个人 真复杂 还是看看蓝星的风景吧 苏宇倾壳了一声 把这个相对有些沉重的话题 又转回了看风景上 虽然废土世界 似乎还有不少大瓜 世界背景 比它之前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但那也跟它没啥关系 甚至现在 跟秋末也没关系了 没啥好说的 我们目前的高度是 离地370多公里 已经穿过了平流层和中间层 位于热层之中 你们九州空间站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高度 如果只是欣赏太空中 俯瞰蓝星的景观 这里是比较合适的 秋末笑道 要不要出去看看 当然要出去 苏宇一招手 停放在不远处的 两台风暴及动力装甲 便自动来到了他和秋末身后 展开装甲 将他俩装了进去 繁荣纪元的动力装甲 又被称之为全地形装甲 意思就是 能适应任何地形的作战需求 这里面自然是包括了太空 动力装甲里 是有一套生命保持系统的 装置里有固化营养液 需要长时间在极端条件下作战时 固化营养液 能够被分解成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通过生命保持系统输入人体 供应人体活动所需的能量 风暴及动力装甲的参数里 它能在没有额外补给的情况下 让成员在太空中生存一个月以上 穿这东西上太空 可以说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更何况 才300多公里的高度 即便是没有油损 光靠动力装甲自己飞 都能飞到这里来 两人穿好动力装甲 便打开油损的舱门 直接迈步走了出去 到达这个高度之后 油损并没有继续向上飞 而是加速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然后关闭引擎 让飞船进入环绕轨道 此时正在绕着蓝星云速飞行 在油损里的苏宇秋末 自然也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达到这个速度之后 蓝星的引力 就很难将人拖拽下去了 引力依旧存在 可给人的感觉 却是微乎其微 让人有一种 摆脱了地心引力的错觉 打开舱门的第一时间 看着头顶上巨大的蓝色星球 在感受着身体传来的失重感 苏宇也算体验了一把 宇航员出舱的感觉 只不过与蓝星宇航员出舱时 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一举一动都得仅剩万分不同 它就显得随意多了 被动力装甲 包括的右手轻轻扶住舱门 往前一发力 它便静止从舱门里飞射了出去 瞬间便飞越数百米 直到它调整动力装甲的引擎 略微反推了一下 这才逐渐停了下来 再回头看时 庞大的油损也变得渺小了起来 M.I.O.T.A. 感觉怎么样 通讯频道里传来了秋末的声音 这种感觉 苏宇看着自己的手 愣了一会儿后 不游得到 还真是奇特 油损里 因为有那什么引力波技术 即便是到了这种高度 也感受不到丝毫的失重感 可出了油损之后 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了 这种找不到上下左右的感觉 对于任何一个长期生活在蓝星的生物来说 都是非常奇特的体验 两人在禁地轨道上看了会儿风景 体验了一下失重感 便回到了蓝星 不得不说 从双星那里搞来三艘油损 还是非常赚的 这种成熟的飞行器功能多且实用 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 苏宇还想从双星那边多搞几架来 别的不说 光是核聚变需要亥三这一条 未来时空科技 就必须要去月球上建立一个基地 到时候类似的飞船 肯定是少不了的 当然 如果能搞来全套的图纸就更好了 接下来两天没什么好说的 公司逐渐进入正轨 暂时也没有需要苏宇亲自出面谈的大单子 楚越那边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犹豫 也没有将严寿金单给楚家家主喂下去 周末下午 瓦格纳那边经过近两天的研究 终于确定了采购的外骨骼数量 让安大将原本计划采购的3000台G 20外骨骼增加到了5000台 其中还包括10台价值999W的魔改升级版 这批装备直接通过陆地上的铁道秘密运输去了毛子那里 中途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而就在当天 瓦格纳变高调地宣称 自己已经从时空科技采购了一批超过5000台G 20轻型外骨骼 关于这点 安娜是特意来问过苏宇的 苏宇当然没什么意见 毕竟顾客就是上帝嘛 人家都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了 买过去还不让人吹一下 这没道理的 更何况 瓦格纳吹得越狠 外骨骼在国际上的名声越大 没有反对的理由 消息放出去的第一时间 便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震动 他们那边的战争 本来就是近两年国际上的热点事件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再加上前些天时空科技横空出世 展现出的技术力 同样让全世界不由的侧目 二者相加之下 瓦格纳宣布的采购消息一出来 自然而然便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当天晚上 九州对外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就被外媒问及 九州如此明目张胆地向瓦格纳提供外骨骼 是不是对那边的战士有想法 对于这种问题 发言人想都没想就答到 九州的公司 有向任何人出售合法商品的权利 并不代表九州官方 我们是无权干涉的 也没有必要干涉 我个人很喜欢鹰匠的一个主张 贸易自由 这话一出 那些早已摩拳擦掌的外媒 全都不由得目瞪口呆 可却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因为你别管时空科技的外骨骼 到底是什么参数 人家发布会上定位的 确实是民用产品来着 你总不能因为 穿上外骨骼之后人的速度快一些 力量大一些 就非得说人家那是武器吧 那上面可连一把枪都没有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件事确实是时空科技 和瓦格纳公司之间的贸易 也根本没有涉及到国家层面 跑来问九州的发言人 也根本没啥道理 这一系列的事件 很快便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 掀起了轩然大波 瓦格纳 时空科技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然 因为战争的缘故 瓦格纳本来在外网大部分时候 就是挨骂的 所谓狮子多了不养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别人骂着骂着 也就懒得骂了 反倒是星星的时空科技 居然敢跟外网上 臭大街的瓦格纳交易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 便引来无数人口诛笔伐 什么军火商 战争贩子之类的帽子 全都扣在了时空科技头上 反正什么帽子大 什么话难听 就用什么招呼 一时间 时空科技在外网的渔轮 就沦为了类似电影里 保护伞公司的角色 亦一个拥有强大科技的 的邪恶集团 就连九州国内的论坛里 关于时空科技的评价 变得两极分化 褒贬不一起来 贬的那部分 跟外网的评价差不太多 就是骂时空科技 是军火贩子那一套 包的则是从时空科技的 员工福利 技术等等全方位的褒奖 认为 这才是九州天花板级别的 科技企业 网络上甚至有不少专业的 大V发文评价 认为时空科技 将外骨骼卖给瓦格纳 是一部臭旗 原本时空科技 凭借自己的技术力 给蓝星带来了一点 小小的废土震撼 导致全世界都不由的侧目 那时候 不管是国内国外 更多都是褒奖 和震惊于时空科技的技术 可现在却因为 给瓦格纳出售军火 转头就变成了 人人喊打的对象 一步走错 便惹了一身骚 得不偿失 然而 不论外面的人怎么评价 时空科技的员工们 却是微然不动 开玩笑 周末呢 是紫围园娱乐区 商场不好逛 还是沙滩不好玩 闲得蛋疼 才去网上跟人打嘴炮 爱妈妈去呗 反正也不少他们一分钱工资 更不可能 对时空科技 这种庞然大物 有丝毫影响 至于苏宇 笑死 要不是他让秋末 刻意引导网络上的渔轮 这件事 还未必有这么高热度呢 虽然大部分是口诛笔伐的 可是对时空科技的业务 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别人卖别人的 他赚他的 金属氢电池 倒是一个会面向 普通人的产品 可这玩意儿 目前采购的也不是普通人 都是一些 需要用到电池的企业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会不会买 想不想买的问题 到时候 这些企业把使用了 金属氢电池的产品推出来 难道还没人买 面对再也没有 续航焦虑的 金属氢电池产品 大众最终都会用脚投票 落到实数之后 产品力才是关键 而不是网上的评价怎么样 被全网黑 最后产品 卖得却很好的例子 简直是不胜枚举 说到底 网络也不过是世界的一脚而已 真把网络当真世界的另一面 那才是傻子 所以 不管是苏宇 还是采购金属氢电池的那些公司 都是丝毫不担心 会因为这件事 就被人抵制的 而类似外骨骼这种产品 有能力采购的 就更不是在网络上 口诛笔伐的人了 甚至正好是在热度被抄起来 吸引到了更多人关注之后 时空科技的外骨骼 反而走入了更多 有能力购买的人视线里 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 时空科技就接到了 数十条海外客户的电话 或者电子邮件 全都是询问G 二世外骨骼采购相关问题的 瓦格纳虽然在网络上评价臭 可人家毕竟战斗力摆在那里 谁也不会觉得 瓦格纳是什么臭鱼烂下 连瓦格纳都一次性花费 上百亿采购的装备 没有人能够忽视 特别是在听说 时空科技的外骨骼 是面向所有人出售 根本就不挑客户之后 动心思的人 简直数不胜数 大到一些大中型国家的官方 小到一些战乱地区的武装组织 甚至还有鹰匠那边的 民用枪械公司 希望引进G 二世放到市场上卖的 总之就是群魔乱舞 啥人都有 毕竟那些大国出售的高端军火 是挑客户的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 而时空科技的G 二世外骨骼 从各个角度来看 显然都是顶尖的单兵装备 至于到底有没有 有像时空科技吹得那么牛逼 不是已经有人买了吗 人家瓦格纳 可是实打实 准备穿着这玩意儿上战场的 总不能拿自己士兵的命 来开玩笑吧 因此 与网络上的口诛笔伐的形式不同 时空科技这边的订单 反而如雪花一样来 G 二世外骨骼这个月的产能 都快被预定一空了 对于这种情况 苏宇自然是早就有预料 根本就不太在意 相比于这点小打小闹的东西 更让他关注的是 一周一次的刷新客户时间又要到了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蓝星区代理人 等级 初级代理 6分之交易点点 可用匹配次数 0 下次刷新时间 59秒 58秒 卡着刷新的最后一分钟 苏宇进入交易空间 看着这个熟悉的个人面板 嬴政和双星两个交易对象 这里能弄来的代理升级经验 已经被他耗完了 一人是3点 总共6点 想要升级到终级代理 还需要至少匹配两个交易对象才行 而交易点他目前已经有了1000多点 其实能够在平台商城里买的东西 已经很多了 不过暂时没有他很需要的 之前他使用的是初级基因药剂 200交易点 平台商城里还有中级基因药剂 需要2000交易点 苏宇打算直接攒够给自己搞一只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 在某一刻 个人面板上的可用匹配次数 0 转而变成了可用匹配次数 1 苏宇当即迫不及待到 匹配交易对象 交易对象匹配中 请等待匹配成功 熟悉的眼前一花之后 苏宇便出现在了一座 高耸露云的山峰之巅 山峰上景色秀丽 鸟语花香 M.I.O.T.A. 更让苏宇惊讶的是 在这绝壁之上 居然还有一座精美绝伦的大殿 散发着金碧辉煌的气息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人力能建造出来的东西 每次与不同的人交易 交易空间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地点 作为交易的地方 这些地方每次都是各有特色 让人看一眼 便不由得心醉神秘 感叹了声交易空间神通广大之后 他便不由地看向了这次的交易对象 一个穿着浅黄色丝绸长裙 身材高挑的女子 当然 最关键的是 这女子手里拎着一把剑 剑上 在滴血 呃 你好 突兀见到这么个交易对象 苏宇一时间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杀气腾腾的就算了 这咋还拎着凶气呢 想了想 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把动力装甲拿出来 套在了身上 虽然交易平台里应该是有限制 是不可以互相攻击的 甚至之前双星展示武器 给强上来了一枪之后 下一次去看的时候 墙上的枪眼都消失了 但规则是规则 总归还是动力装甲穿在身上 才有一点安全感 那头的女子依旧没有说话 就这么盯着苏宇 苏宇穿上动力装甲 之后才长出了口气 拱手道 蓝星区代理人 苏宇 这位小 这位姑娘怎么称呼 那女子文言 皱眉思索了片刻 这才将手上的长剑 随手一丢 那长剑像是有眼睛似的 准确飞回了她背后的剑桥 随后女子才拱手道 天旋借带 代理人 沈偏然 很好 很有玄幻特色 苏宇看着动力装甲头盔上 不符合物理规律几个大字 心中对这个交易对象所在的世界 已经有了些猜测 女子丢剑的时候 动力装甲的计算模块 飞速演算了一下 她力气很大 刚才随手丢的剑 按照抛物线来计算 应该是 落到她后方十来米外的悬崖下去 而不是落到她的剑桥里 但剑在空中的时候 显然被某种外力束缚 最终转了两圈之后 精准入窍 这个废图世界也能办到 电磁牵引 或者用引力波都行 可看沈偏然的这身穿着 显然不会是来自某个科技世界的人 动力装甲的检测模块 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立场的波动 不借用这种高科技手段 能做到这种凭空牵引物品的事情 显然就肯定不是科技侧的人了 而是玄学侧的 关键是 就刚才她丢剑的手段来看 非常像一些小说里描述的预剑术 如果苏宇的猜测没错的话 这个沈偏然所在的天玄界 恐怕是一个比婴正所在的神舟 还要高级的玄学测试剑 有了动力装甲的内置计算机的辅助 现在的苏宇 毫无疑问能做到窥一挂而知全貌 难怪当初跟双星谈生意的时候 触被拿捏开挂怎么玩 心里吐槽了一句 她将注意力放回了面前女子身上 就这女子目前的表现来看 显然也是个出入交易空间的小白 想了想 她主动开口道 不知沈姑娘想要买什么 或者想要卖什么 苏宇穿着动力装甲 找了块雕刻着阴阳八卦的石凳坐了下去 同样的石凳 在沈偏然旁边也有一块 显然是专门给两人做的 买 买 交易 沈偏然眼里闪过茫然之色 又沉吟了片刻后 才道 这交易平台 是和方大能创立的 让我来此 又是为何 不知道 苏宇打开面甲 坦然道 一我等只管在这里与诸天万界 互通有无壮大自身即可 清不清楚是谁创立的 重要吗 也是 沈偏然点了点头 盘腿坐到了自己面前的石凳上 看着苏宇 好奇道 你身上的这是盔甲 一件盔甲 便能让我感觉到威胁 莫非是助击修士的宝物 好家伙 助击修士都来了 还真是玄幻仙霞世界的人啊 苏宇心中一喜 但表面却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是如何知道 他对你有威胁的 自然是灵觉 沈偏然诧异地瞥了眼苏宇 但随即又恍然道 也是 从你刚才的气息来看 没有这件宝物 你的实力 也就脆体出气的样子 至少得到炼气气 才有灵觉 说句不怕你笑的话 就这还是靠交易平台的基因药剂呢 换成蓝星其他人来 怕是连脆体都没有 等等 脆体又是什么段位 苏宇眼角跳了跳 下意识想抓头 特么的 不知道对面世界的修炼体系 也很难办啊 想到这里 他酝酿了一下说辞 委婉道 沈姑娘 是这样的 咱们各自的世界 可能对于境界的划分 有些不一样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 你所说的脆体或者筑基 是什么意思 沈偏然倒也聪明 顿时领悟了他的意思 连忙解释道 修炼自然是要先脆体 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圆满 然后就是炼气 炼气同样分为初 中 后 圆满四个阶段 再然后就是筑基 金丹 圆阴等近 戒了 想了想 他又有些傲然地 抬了抬白皙的下巴 补充道 我目前是炼气后期 这就全招了 苏宇诧异地看了他眼 这小姑娘 人长挺好看的 咋感觉有点缺心眼啊 连忙让动力装甲里的计算机 把这段记录下来 然后他又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我们那边有强者 能一击撕碎星辰大地 不知道放在天玄界 算是什么级别的修饰 嗯 他也没吹牛逼 谁说尖心剑不算强者 虽然他目前还没有 但以后肯定能倒到的 一击撕裂星辰 沈偏然眼里浮现出骇然之色 惊道 如此无上伟力 恐怕至少也是化神强者了 我曾听闻 原因大能交手 也只能打碎百万里大地而已 想要撕碎星辰 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等一下 你说的这个理 跟我理解的 是一回事吗 苏宇脸上有些僵硬 不由地问道 一理有多长 一理 沈偏然偏了偏头 有些疑惑他 为什么会问这个 但还是达到 约莫一百五十丈吧 一丈多长 自然是九尺 一尺呢 哎呀 你这人怎么专门问这个 就这么长啊 沈偏然有些不耐烦的 双手比划了一下 苏宇看见 他比划出来的一尺长度 不由地倒吸了口凉气 按照他比划的来看 天旋界的一尺 大概三四十厘米的样子 也就是说 他们那里的遗仗 应该是三米出头 而一里 那估计得有四五百米了 跟苏宇在蓝星的一里差不多 百万里 再冒昧问一句 你们世界如果从南到北的话 有多远 M.I.O.T.A. 这谁知道啊 反正很远很远就是了 估计得有一万里吧 沈偏然猝没到 你问这些做什么 苏宇 特么蓝星赤道周长 才四万多公里 换算成立 也就八万里 人家所在的 世界南北长亿万里 能一炮干掉蓝星的尖心剑 遇到这样的世界 恐怕把能源打干了 也只能给人挠痒痒 想起自己刚才说的 能撕碎星辰的强者 苏宇不由地嘴角抽了抽 坏了 我成夜狼了 没有 就是单纯的好奇问问 嗨嗨 苏宇倾咳了两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随后才正色道 不知道姑娘 可有想要交易的东西 买或者卖都可以 交易平台的作用 便是让我们互通有无 我在外面还有 仇家追杀呢 身上没什么可用来交易的 沈偏然别了别嘴 颓然道 看得出来 刚才剑上还在滴血来着 苏宇沉音片刻 接着道 其实倒也不用 立刻就拿出物品来交易 你可以说说 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这里如果能提供的话 就尽量给你提供 至于报酬 现在能给就给 给不了的话 待你逃出升天 再给我也不迟 对方来自一个 非常强大的修仙世界 显然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 苏宇倒是不介意 前妻在他身上 投入点资源 毕竟 这跟嬴政所在的神舟世界 只有点炼气势的情况不一样 可是真正的修仙世界 可以赦账 沈偏然灵动的大眼睛 顿时一亮 连忙道 我若想要你身上这身盔甲 也可以吗 外面追杀我的是几个 炼气后期 和一个炼气圆满的贼子 若有这件助击法宝 我便能击杀他们 动力装甲吗 眼光倒是不错 一下就看上了 苏宇现在除了有损之外 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动力装甲 他一共只有十套 一套他自己用 一套秋末用 倒是有八套是空闲着的 给一套的话 也不是不行 略一思索 他便有了主意 不过却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进一步问道 你我所在的世界修炼方式不同 你为何就笃定这套洞 盔甲就能帮你匹敌助击修饰 就凭灵觉 当然了 灵觉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有助击修饰的威能 那他当然就有了 沈偏然说到一半愣了一下 然后有些怜悯地看了眼苏宇 不好意思啊 忘了你没有灵觉 可能很难理解 苏宇 好吧 谁让你是修仙的呢 他想了一下 站起身来 左臂的电磁炮 缓缓俱能 数秒钟后 眼 剑炮口的蓝光都变成了红光 他面前也弹出了 最大功率的字样 那蓄力已久的质量弹这才飞射而出 最大功率之下 质量弹的出塘速度达到了恐怖的80多马赫 几乎在一瞬间就撕裂了空气 掀起尖锐的音爆 已经在超高速度下 化为了一道金属流的质量弹 狠狠轰进了山顶另一侧的空地里 哄 剧烈的爆炸声从地底下传来 伴随着阵阵的颤抖 高耸的山峰居然从刚才被他一炮击中的地方 开始缓缓倾塌 转瞬间 封顶本就不大的地方 直接被这一炮轰没了三分之一 苏宇估计 这一炮的威力 恐怕顶得上数百公斤TNT的爆炸了 这也是动力装甲上搭载的最强的武器 做完这些 他才转头看向眼里 有金色流转的沈偏然 这是我全力一击 与你们那边的助击修饰相比如何 沈偏然文言思索片刻 这才认真到 比寻常练气圆满要强一些 堪堪够一些弱点的助击修饰 随手一击吧 不过 你这件盔甲的长处显然不是攻击啊 应当是防御才对 说着 他随手掐了的剑绝 背后剑翘里沾着血的飞剑 豁然出窍 掀起一阵引爆 转瞬间便刺到了苏宇面前 他还没反应过来 可动力装甲的偏导系统 却是率先做出了反应 无形的斥力散开 一切速度超过60公里每小时的物品 都会被立场偏离方向 机势而来的飞剑 在距离苏宇两米远的地方 便被一下弹开 一击没有得手的沈偏然 不仅没有失望 反而露出兴奋的神情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的感觉果然没错 好神奇的防御手段 恐怕即便是助击七中七的修饰 仅凭刀剑或者拳脚 也难伤你 苏宇嘴角扯了扯 也没有在意他 突然来这么一下的事情 反正在交易空间里 他也伤不到自己 反而仔细思索起了 他话里透露出的信息 偏导护盾说起来 引力波这种东西 也确实比电磁炮的科技含量高多了 不过物理规则 在玄幻仙霞世界里也通 用吗 还有 他说的是刀剑拳脚 这个应该指的是物理攻击 那么他口中的助击七修饰 估计还有类似法术之类的攻击手段 这类攻击动力装甲 恐怕没那么容易挡下来 倒是也说的过去 偏导立场本来也只能免疫动能武器 还有 只能抵挡助击中七 也就是说 助击后期以上的修饰 可以凭蛮力打破偏导立场 这只是动力装甲上的偏导立场 功率并不高 如果换成有损上的 或者更高级的兴建 甚至是未来成这种 太空堡垒里的偏导立场呢 需要什么级别的修饰 才能用蛮力打破 沈翩然几句话 透露出的信息一堆 苏宇一时间 也无法推算出什么可靠的信息 便将之记了下来 打算回去之后 再好好研究 既然沈翩然说有用 那他当然 也没什么意见 一台风暴及动力装甲 换取一个位于仙霞世界的交易对象 虽然不知道 这个对象目前能给自己什么 可光是他所在的世界 就足够苏宇投资一笔了 他当即点头道 既然你想要 这个盔甲我倒是也能给你 不过 你打算用什么东西来换 不需要是你现在有的 现在没有 脱困之后 能拿出来的东西也可以 这个 沈翩然小脸上露出窘迫之色 吞吞吐吐道 能在助机修饰手下保命的宝物 我 我恐怕没有什么东西 价值比得上它 还挺老实 苏宇摇头道 咱们所处的世界不一样 也未必就要 以你那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 你可以说一下 你能提供什么东西 我听完再做决定 毕竟沈翩然 真要搞个在他心目中 与动力装甲 价值相当的助机七法宝来 给苏宇也没啥卵用啊 这样嘛 沈翩然思索片刻 忽然眼睛一亮 从怀里掏出来一个香囊 解开之后 伸手捣过了一下 然后 捞出来一头比坦克还大的怪物 哄 烟尘弥漫 沈翩然看着地上躺着的怪物 得意道 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追杀吗 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追杀吗 你都把东西拿出来了 这还用问 而且 怎么感觉你被追杀 还挺自豪的样子呢 苏宇感觉这姑娘 似乎有点幼稚 不过想了想 还是用红小孩的语气插一道 难道是因为这头怪物 这可不是怪物 是练习后期的天灵兽哦 沈翩然伸手在巨兽背上拍了拍 我们城里有个叫孙家的修仙家族 平日里气男霸女 特别讨厌 据说过几天 就是他们家族里的老祖宗过寿 孙家的修士们 就打算猎杀一头天灵兽 当作鹤鲤 不过刚好被我遇到了 在他们跟天灵兽打的 你死我活的时候 本姑娘就趁机出手 把冰死的天灵兽给抢走了 还斩了那孙家二少爷一条胳膊呢 厉害吧 你现在还没被人打死 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苏宇暗中吐槽 表面上还是违心道 厉害 沈翩然也没看出他的敷衍 又狠狠吹嘘了一波 自己当时如何如何应用 如何重拳出击打击败垒 吹了好一会儿之后 似乎才想起正式 连忙话锋一转道 对了 咱们先说天灵兽 这可是好东西 据说有麒麟神兽血脉 虽然血脉稀薄 可却也不一般 是上好的补品 就这一头天灵兽 我拿到商行去卖 起码也得有两百 不 三百没零食呢 我看你才脆体初期 天灵兽的肉 对你来说最合适不过 特别是这种炼气后期的天灵兽 你每天只需要吃一小块 持续一个月 就能达到脆体中期了 这头天灵兽这么大 足够你吃一年都有多的了 到时候绝对能让你达到 脆体圆满的境界 用这个换你的盔甲 怎么样 苏宇听着她的话 在看向那头巨兽的目光里 都不由得两眼放光了起来 真要有她说的效果 那这东西 可牛大发了呀 她花两百交易点 在系统商城里买的基因药剂 一针下去 现在的实力 按照她的说法 也就是脆体初期 如果连续吃一年天灵兽 就能达到脆体圆满 拿着中间 起码就跨越了三个小段位 这不得顶三四只基因药剂的分量 好东西 要了 苏宇当即就有了决断 不过 她自然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压下眼底一闪而过的炙热 在听完沈翩然的介绍之后 苏宇之色淡淡地N了一声 意思很明显 这个东西可以要 但还不够 沈翩然健壮略微有些泄气 但却也没觉得 有什么问题 毕竟在她的世界观里 能够匹敌筑机器修饰的宝物差太多了 能让脆体修饰进步又怎么样 一百个脆体圆满的修饰 都不够筑机器修饰 一只手打的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那 那再加一百枚零食 沈翩然思索片刻后道 零食 零食有什么用 鉴于这姑娘那点智商 苏宇还是选择直接问了出来 有什么用 可有用了 沈翩然见她对零食感兴趣 连忙科普道 不管是炼丹 炼气 还是布阵 零食都必备的材料 而且 零食还能用来修炼呢 不过用零食修炼的 一般都是实力强的修饰 普通修饰可用不起 也用不上 清单七一下 天地零七就足够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零食可是人人都爱的好东西 沈翩然说到一半挣了一下 随后便连忙改口 苏宇看在眼里 也不点破 随口道 那你这么说 你们那边的零食很多咯 沈翩然下意识 紧了紧自己的小香囊 连忙道 不多不多 一个零食矿里 能挖出来几千枚零食 就是了不得的富矿了 寻常练七七修饰 能有上百枚零食 已经是很富有了的 我这些零食 还是攒了好多年的呢 点了点头 苏宇又漫不经心道 那你们金丹修饰 都要用零食才能修炼的话 一般需要多少零食 才能突破境界 沈翩然下意识便答道 那可太多了 听说俊守大人 从金丹初期 突破到金丹中期 用了近百万枚零 话说到一半 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瞥了苏宇一眼 见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之后 这才连忙转移话题道 哎呀 这个不重要 再加一百枚 零食行不行 行 但还不够 苏宇笑眯眯道 他想要套的话 基本已经套出来了 心情自然不错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沈翩然所在的世界的战力 恐怕没有他说的那么高 当然 原因七大战波及百万里 化神七撕碎 南北亿万里大地 这种事情可能是真的 但他们世界 现在却未必有 这种级别的强者存在 之前苏宇便有些怀疑 听到他说金丹七以上 原本的天地灵气 就不足以支持修仙 需要灵石辅助之后 这个怀疑便更剩了几分 所以 刚才才会套他的话 了解他们世界灵石的产量 如果灵石是烂大街的东西 那自然也没啥好说的 可偏偏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听出 灵石其实是相当珍贵的 而仅仅是金丹初七到中七 就消耗了上百万灵石 按照他描述的情况 那可是上万 甚至数万炼气期修饰的全部加党 如果他所在的修仙世界 不是强者灵石当空气用 弱者连口香都闻不到的极端情况 那么便证明 他们世界的灵石 其实是不多的 而金丹之上 又需要灵石辅助修炼 那么 在灵石总量不多的情况下 他们世界金丹之上的高级修饰 大概率不会有多少 当然 也有可能是沈偏然表面上 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剖开里面是黑的 之前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装的 故意引导素欲往错误的方向下 所以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他倒也没有太过笃定 只是觉得 有这种可能而已 一那我真的没什么 能给的了 我有的东西都带在身上 更珍贵的都在师尊那里 他平时都不给我 沈偏然别了别嘴 没什么能给 苏语忽然笑道 未必 实不相瞒 我对你修炼的功法 比较感兴趣 不行 苏语话音才落 沈偏然的小脑袋 便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果断拒绝道 我的功法 可是师尊传给我的 能修炼到金丹七呢 在我们那里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才不可能用来换这个 见他这模样 苏语估计 自己应该很难 从他手里 搞来这个丹药啊 也没打算继续忽悠他 这姑娘虽然看起来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过越是这种人 反而越是不好骗 当然 苏语秉承着 公平交易的原则 也根本没打算骗他就是了 嗨嗨 既然他自己的功法骗不来 那让他搞本次一些的功法 也是可以的 反正是拿回去研究 苏语又没打算 自己当小白鼠 直接修炼 管他功法高不高级呢 不过他还没说话 沈偏然便主动开口道 要不这样 我还有一些丹药 你看能不能用来当作报仇 说着 又把手伸进小香囊里 鼓到了半天 然后拿出来了几个词评 沈偏然举着词评 一一介绍道 这是辟邪丹 一颗下去 包治百病 这是养颜丹 凡人吃一颗 能一直到死 都保持容颜不老 这是清零丹 辅助修炼最好用了 如果给凡人吃的话 一颗下去 就是变成天才 学什么都快 这是 他一共拿出来七八种丹药 分别装在不同的磁瓶里 每一种都有十来颗的样子 一一介绍完了之后 他才稀奇地看着苏语道 这些丹药 全都是师尊他老人家给我的 如果去买的话 至少得三百枚零食呢 天灵兽 一百枚零食 再加上这些丹药 加起来 价值已经不下于六七百枚零食了 用这些换你的盔甲好不好 通过这会儿 跟苏语的交谈 他的思路也逐渐打开了 在天旋界 想要购买一件住基7的法宝 基本只有两个办法 那就是用零食买 或者以物易物 用零食购买的话 一件住基7法宝 至少也得上千零食才行 它显然是没有这么多零 是的 至于以物易物 在它原本的观念里 就只能是同级别的物品 才能以物易物 比如住基7的法宝 那就只能拿其他住基7的宝物 来换才行 至于说 凑上一堆低级的东西 价值加起来 凑够个上千零食 然后找人兑换住基7的宝物 这种事情在天旋界 说出去 都会被其他修士笑掉大牙 可苏语显然却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见不管是天灵兽 还是一百零食这些物品 他都欣然接受了 沈偏然这才想起 自己身上还有这些丹药 可以用来交易 这些丹药零零碎碎的 分开来都不值什么钱 可加在一起 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说 总价值300枚零食 还真不是胡扯的 丹药 苏语眉头皱了皱 伸手接过被沈偏然 送到他面前的一个瓷瓶 打开上面的木塞纹了一口 有一股很浓郁的药香 没记错的话 这就是刚才他说的 那个包治百病的辟邪单 如果沈偏然说的是真的 这玩意儿一颗下去 真能包治百病 那效果确实还不错 但让苏语眉头紧锁的原因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这些丹药光听药效 远不如银正给他的严寿金丹 在分别打开来闻了一下之后 这种感觉更甚 严寿金丹 即便不看那无规则延长20年寿命的功效 光是他的味道 便远不是这些丹药能比的 严寿金丹文一口 就能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似乎能将疲惫一扫而空 比喝一箱红牛都管用 可这些丹药却不同 虽然也有股药香 可这种药香 却就是单纯的香 并没有其他功效 苏语瞟了眼交易面板 系统已经认可了这笔交易 亦显然 至少在这些丹药的功效上 沈偏然是没有说谎的 这就有些怪了 苏语并没有第一时间给出答复 而是仔细思索了起来 首先 已知的是银正所在的神舟世界 只说玄学侧方面 显然是没有天旋界发达的 从银正向他够 买G60外骨骼 就能看出来了 别的不说 就沈偏然刚才表现出来的那几手 徒手拆几台G60 简直跟玩似的 更别说比他更强的助击修饰 甚至金丹 原因这些级别的强者了 如果银正那边的玄学力量 真的比沈偏然的天旋界还发达 那没道理 还向他购买G60去打匈奴 而在神舟世界玄学侧力量 不如天旋界这个前提下 银正拿出来的严寿金丹 比沈偏然拿出来的丹药要更高级 这就很值得推敲了 因为从银正随手给他几十颗的情况来看 严寿金丹 至少在银正手上 算不上什么珍贵的东西 虽然银正在神舟世界是一国之主 说是当时第一人都不为过 身份地位不是沈偏然在天旋界能比的 可沈偏然已经不止一次提到 我的金丹器失尊了 显然也不是什么没背景的炼器器小修士 再加上不同世界的参差 在天旋界修炼体系 比神舟世界更发达 更完善的情况下 按道理来说 他拿出来的丹药 即便不如银正举国之力 弄出来的严寿金丹 怎么也不可能差太多才是 可就目前看来 这些丹药 与能够无视任何前提条件 只要有一口气在 吃下去就能多活20年的严寿金丹比起来 差得远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 沈偏然把好东西藏起来了 将一些烂大街的东西 拿出来糊弄他 想了想 苏语试探道 你们那边 有没有能够延长寿命的丹药 延长寿命的丹药 沈偏然一正 然后神情古怪地看向苏语 这种丹药可遇不可求 早就无法炼制了 偶尔出现的一些 也都是从一些秘境古墓里挖出来的 即便是只能延长三五年寿命的丹药 也能让一些寿元将近的老怪物抢破头 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延长寿命的丹药珍贵至极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一个炼气期的小修是会有 果然 苏语心中一定 感觉自己应该是抓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神舟一个比较低级 甚至才刚刚起步的玄学测世界 却能制造出 大量在天旋界这种相对完善的修仙世界 都十分珍贵的炎寿类丹药 这显然不正常 苏语略意分析 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 天旋界在力量体系上远比神舟世界强 可在炼丹的技巧 这方面反而不如神舟 第二种 天旋界在玄学测 确实比神舟世界要发达无数倍 可神舟世界却也是某些地方占有一定优势 这个优势不一定指的是技术上的 也能是资源上的 第一种可能性很小 客观来说 苏语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刚才沈偏然也说了 天旋界不是没有延长寿命的丹药 只是现在练不出来了而已 现有的延寿类丹药 全靠考古 这便说明 天旋界以前是可以炼制的 现在练不了的原因倒也不难猜 缺少了某种 或者某些种材料 当然 仙侠小说的世界观里 总有一些后古薄金 古法总比金法强的设定 古代仙法一个技能毁天灭地 现在的仙法练一百年 打不过古代一条狗狗这种情况 总是很容易出现在苏语看过的一些仙侠 或者玄幻小说里 真要强行解读的话 也可以说是天旋界以前的炼丹手法 比现在更先进 只是失传了 但如果客观来说的话 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像那种一脉单传 传男不传女的绝世神功 你要说失传了 那还能理解 因为这种功法普及性差 相关人员发生意外人 没了的话 确实很容易失传 可炎兽类丹药的炼制方法 显然不属于这类 从审片然说 现在还能通过考古 获得炎兽丹药的情况来看 炎制炎兽丹药的方法 即便不是烂大街了 也不可能是什么一脉单传 出点意外就失传的东西 而在炎制方法很难失传的情况下 他们却炎制不出来这类丹药 那就只有缺少重要材料这种可能了 苏宇心中大致有了些猜测 不过倒也没有 再找沈偏然套话 证实自己的猜测 因为这本来也不太重要 现在最关键的信息是 炎兽丹药 在天玄界 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都说活得越久越怕死 这些修士们寿缘悠久 显然更加难以淡然看待生死 在延长寿命方面 有需求是必然的 苏宇瞥了眼 还在期待着自己答复的沈偏然 忽然笑道 天灵兽丹药 100枚零食换取一件盔甲 可以 这个价格他不用想都知道 在沈偏然看来 肯定是占了大便宜 不过没关系 他反正也不亏 本来他甚至都打算 纯投资进去 已经做好了 沈偏然拿着他的动力装甲 出去之后 还是没能干过仇价 然后自己血本无归的打算了 现在有这些东西进账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苏宇当然也可以继续 从他身上压榨出更多好处来 甚至把他那个 似乎是空间储物装备的 小香囊给掏空 都未必没可能 但是没必要 因为他还得考虑一下 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交易对象的情绪 对于双星和嬴政来说 大家都是聪明人 大部分时候 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至于做这个事情的过程 是否愉快 那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 所以苏宇在跟他们 做生意的时候 都是极尽所能的讨价还价 能多赚一点是一点 因为他根本不担心 双星或者嬴政 会因为这个 就不与他交易 但沈偏然不一样 从刚才到现在的表现来看 他不仅看着正值二八年华 表现上来看 也确实符合 这个年纪的冲动和幼稚 动辄就提见 砍了那什么少爷的一只手 甚至不惜为此身陷险境 做事显然是只凭喜恶 并不太会考虑后果 跟他做生意 逼迫过甚 反而不美 万一激起了逆反心理 这交易他 直接不做了 那蛋疼的 还是苏宇 他所代表的 毕竟是一个真正的 玄幻仙霞世界 光是想想他们世界的 各种神奇之处 苏宇就忍不住咽口水 所以为了更长远的利益 现在给他有些甜头 也未尝不可 反正他仅仅是 接受了一个秋末 这么一个得力助手 就获得了十套动力装甲 完全是不亏的 果不其 然 听到苏宇答应 虽然沈骗然努力捧着小脸 可脸上还是肉眼可见的 露出了喜色 就差直接笑出声了 苏宇倒也不在意 签下了交易合同 将一件未开封的动力装甲 交易给了沈骗然之后 也不等刚刚获得 我们可以聊聊另一个交易了 说着 一个精致的红木小盒 出现在了他手上 苏宇随手打开了盖子 沁人心皮的芳香 顿时从盒子里传了出来 另一个交易 注意力全在刚刚获得的 动力装甲上的 沈骗然下意识回头 再看见苏宇手上 严寿金丹的第一时间愣了一下 然后就待在了原地 美眸死死地盯着 那枚金灿灿的丹药 眼里露出肉眼可见的炙热之色 呼吸逐渐变得粗重 颜眠的山巻 都肉眼可见地摆动了起来 显然 突兀出现在 眼前的严寿金丹 比动力装甲给他的冲击 和诱惑更大 沉默两久之后 他才带这些颤音 有些难以置信地对着苏宇道 这难道是严寿金丹 苏宇轻笑道 一枚能延长二十年寿命 这个也可以交易 沈骗然眼睛一亮 甚至不等苏宇回答 便接着道 你想要什么报仇 如果是功法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功法自然是要的 苏宇沉音道 你师尊传给你的功法 再加上至少三本 不同类型的功法 可以比你的功法差一些 但不能差太多 虽然差不差的他也看不出来 可沈骗然不知道 可以 沈骗然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显然 在他心里 这没金丹的价值 远超这些功法 不过就在沈骗然幻想着自己 仅凭几部功法 就换得一颗这么珍贵的丹药 回去之后 被师尊褒奖的时候 苏宇的声音却再度传来 别急 还有 除了功法之外 还有外加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看着眼紧张盯着自己的沈骗然 笑道 零食 五十万美 零食具体有什么用 苏宇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这玩意儿跟黄金一样 其实是在交易平台里 也是有一定普及性的货币 就跟不少世界的交易者 都收黄金一样 很多玄学测世界 其实也是收零食的 属于是硬通货的一种 这是他在与双星的交流里 得到的信息 多半不会有假 现在既然有机会搞一批 他当然不会放过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玄学测和科技测 世界最大的不同 大概就是 科技测世界没有 或者非常缺乏一种物质 灵气 他从沈骗然这里 如果能搞到可以修炼的功法 到时候 真的想要自己修炼的话 M.I.O.T.A. 恐怕光是蓝星 那个环境 他就练不出什么名堂来 就跟从嬴政那里 搞来的那些练气功法一样 效果确实有 但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只能说 有点强身健体的功效 可光是强身健体的话 别说是练气功法了 苏宇在蓝星搞个太极拳打打 难道还不能强身健体 这也是 他从嬴政那里 搞来了练气功法 但却又没有了 下文的主要原因 就那点提升速度 练十年 怕是都不如一针 基因药剂的效果好 而沈骗然所在的世界 竟然可以通过 灵石辅助修炼 解决灵气不足的问题 那到时候 如果苏宇正要修炼 这些修仙功法的话 这些灵石 即便不拿去 跟其他世界的人交易 也是有大用处的 所以 搞点灵石来 怎么也不会亏就是了 五十万枚零食 四部功法 沈骗然秀眉紧促 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他显然也不太会谈生意 这会儿反倒没有了 讨价还价的意思 思索片刻之后 便咬牙道 我得先回去询问师尊 不过你放心 如果你的严寿金丹 真的有这种效果的话 师尊肯定会答应的 功法虽然珍贵 但这东西说白了就是 只要有一份原版功法 剩下的就是复印件 可以无限复制的 在天旋街到处传播 搞得功法烂大街的话 会对修炼这门功法的人 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拿来跟其他世界的人交易 其 实仔细一想 并没有什么成本 就算苏宇拿着他的功法 在蓝星传的人人都修炼 也完全影响不到天旋街的人 所以这么算下来 这笔交易真正的成本 是那五十万枚零食 严寿金丹这东西吧 价值其实很难界定 沈骗然所在的世界 出入金丹期的修饰 都能活上千年 金丹圆满的修饰 更是有两千载寿元 区区二十年 对于这些大能来说 不过弹指一挥间 那些寿元还充裕的金丹期修饰 是肯定不会花这么多零食 去买岩寿金丹的 因为他们自己 还需要零食辅助修炼 可对于那些寿元 已经走到了尽头的修饰来说 却未必 特别是卡在瓶颈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下一境界 但寿命却所剩不多的金丹修饰 别说是五十万零食 几百万零食人家 也愿意拿出来 毕竟活着就还有希望 死了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类修饰往往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家底丰厚 毕竟至少都是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 零食储备绝对不可能少的 所以五十万枚零食 买一枚严寿金丹 如果遇到合适的买家 肯定是有的赚的 但最关键的是问题是 天玄界太大了 有这方面需求 还能付得起零食的修饰 没那么容易预见 所以对于到底 要不要买金丹这件事 沈偏然一时间 肯定是没法拿主意的 得先问过师尊再说 毕竟只靠他自己的话 也拿不出这么多零食来 好 那便如此说定了 苏宇倒也没有继续追问别的 只是点头表示同意 双方又交流了一会儿 苏宇给沈偏然 好好科普了一下 关于交易平台的信息之后 才各自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 后续的交流里 他们又签订了一个 关于购买严寿金丹的一项合同 合同大概内容就是 苏宇这边保证严寿金丹有效 而沈偏然将自己修炼的功法 作为定金 先交给苏宇 等后续的其他功法和零食都到齐了之后 双方在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沈偏然一开始 本来还有些迟疑 不过在见过交易平台的种种神秘之处 确认这步 可能是什么幻觉之类的东西后 便也没有再犹豫了 痛快地将自己的功法 复刻在了一枚预检上 当做定金给了苏宇 这次的交易 对于双方来说 都很满意 沈偏然满意的地方 自然是获得了一件 即便是在凡人手上 也足以匹敌助击七修式的动力装甲 以及后续 只要补上资源 就可以获得的严寿金单 而苏宇满意的地方 则是终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交易对象 匹配到的交易对象 如果第一次见面时 没有达成合作意向的话 其实后面是无法再继续联系了的 但只要在初次匹配到的时候 完成一次交易 或者至少达成交易的意向 那么 两个代理人之间 就会获得固定的联系方式 以后还有的是 机会互通有无 现在与沈偏然 已经完成了一单交易 后面还有一笔 关于严寿金单的预约 双方自然是已经牢牢所死了 后面有的是机会继续合作 除此之外 沈偏然所在的世界 也让苏宇抱以极大的期待 毕竟是一个玄幻仙霞世界 建立稳定的交易桥梁之后 他能从天旋界获得的好处 简直难以计数 又是双赢 姓名 苏宇 身份 超时空交易平台蓝星区代理人 等级 初级代理 七分之交易点点 可用匹配次数 0 回到个人空间 苏宇看着代理等级的经验条 终于从十分之六 涨到了十分之七 心中顿时欣喜不已 既然到了十分之七 那到十分之九 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已 也就是说 只要再下一次匹配机会刷新时 他再遇到一个能够交易的对象 完成一笔交易 M.I.O.T.A. 升级到终极代理人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其他代理人 从刚刚绑定代理人资格 升级到终极代理人 最快花了多久 苏宇不清楚 但他自己 现在距离终极代理人 却只差临门一脚了 这才仅仅 只用了四次匹配交易对象的机会而已 从头到尾 都不到四个星期 说起来 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至少在目前看来 他比双星和嬴政的进度 都要快得多 这么晚才出来了 看样子是谈妥了 别墅餐厅里 准备好了夜宵的秋末 看着下楼的苏宇问道 嗯 大致差不多了 对方来自一个玄学测的世界 似乎比嬴政他们那边的力量体系 还要高级一些 苏宇坐到餐桌旁 简单解释了一句 我的动力装甲在楼上 里面有我录下来的全过程视频 你可以看一下 好 秋末答了一声 然后略微汗手做沉思状 片刻之后 他才接着到 从动力装甲的日志来看 他对你出的那一件 速度很快 接近十马赫 而且几乎没有加速过程 玄学测的世界 果然很神奇 这一件的速度 如果超过了200马赫 风暴及动力装甲上的偏倒立场 应该就很难拦下来了 如果他没有藏桌的话 那么他所说的天旋界力量体系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而从面部为表情分析来看 他大概率是没有那么深的心机 不过也不尽然 我们对于玄学测世界 都没有那么了解 不好妄下定论 秋末捏了捏下巴 随后又道 你把零食和那些丹药 都给我几份吧 再给我看看他们的修仙功法 我想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搞清楚 所谓的灵气 以及炼气修仙 到底是什么原理 紫围园里有专业的实验室 里面有些设备是采购的 有些设备是秋末 用J9000里的3D打印机 打印出来的 可以说 除了大型粒子对撞击 这种东西之外 世界上就没有比紫围园设备 更全的实验室了 苏宇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他将这些信息 分享给秋末 本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毕竟当前对于修仙这方面 不管是他还是秋末 甚至是本来就是来自 玄学测世界的嬴政 都没那么了解 为了给以后 与沈偏然的交易铺路 至少他得先对这玩意儿 有一定的理解才行 目前沈偏然还以为 他也是来自某个玄学世界的 不清楚诸天万界 还有科技测这一说 可以后就保不准了 如果对方知道 他对修仙完全就是两眼一抹 嘿 到时候交易起来 就算带上秋末 也难免被坑 信息差 如果大到一定程度 就不是算法能抹平的了 更何况人家修仙的人 脑子还真未必比计算机差 沈偏然像个没心机的傻白甜 但绝对不像个阿巴巴的傻子 吃完夜宵 将沈偏然那里得来的东西给秋末 让他去研究之后 已经是凌晨六点多了 外面已经天光放亮 即将破晓 苏宇把自己丢到别墅的大床里 倒头就睡 说起来 这栋别墅里 目前除了他自己和秋末之外 基本就只剩下一些 负责维护别墅的仿生人了 也就是于小宇偶尔会来这边住几天 这女人相当有分寸 知道自己和苏宇的关系 不可能更进一层了之后 便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虽然说别墅里也有她的房间 但却没有搬进来的意思 依旧是上着自己的搬 偶尔放假时 便会来找苏宇的一夕欢愉 苏宇倒也没有亏待她 虽然没有直接给钱 但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是送了一堆 价值只怕也有百来万了 不过对现在的苏宇来说 这撒瓜俩早的 倒是无所谓的东西 一周一次的匹配机会用了 公司最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几天 苏宇又进入了一种 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的状态 就待在别墅里 当了几天闲鱼 每天不是聊拨一下 认识的几个美女 就是躺在房里 尝试着搭配临时修炼 从沈偏然那里搞来的功法 本来这玩意儿 她是不敢瞎练的 不过邱沫那边的研究 已经有了些进展 明确说了 这个练起来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像那些小说里 无人指导瞎钩八练 就走火入魔的情况 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家 还有交易平台做宝 她这才敢修炼 别说 这玩意儿练起来 居然还真有点效果 仅仅修炼了三四天而已 搭配上每天一小块的天灵兽肉 苏宇便感觉自己的力量 至少是之前的 刚刚注射基因药剂时的 两倍以上了 也不知道是功法牛逼 还是天灵兽的肉 效果太好 亦或者是 她本身就有这方 面地天赋 总之 她照着沈偏然给的功法 修炼起来顺风顺水 几乎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晦涩 亦这种平静的状态 并没有持续多久 周三的时候 瓦格纳订购的那一匹G 二十外骨骼 便已经全都通过铁路 送到了战场的前线 仅仅过了两天 那边让军团的战士们 熟悉了一下装备之后 于本周周五日夜 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5000名穿上了G 二十外骨骼的战士 搭配上几个重型装甲铝 在空军和地面火炮部队的配合下 一举直接打穿了对方的防线 一夜之间 打没了对方七个装备了 先进装备的满边旅 杀伤或俘虏了两万多人 将战线推进了一百多公里 并且 凭借外骨骼的优良机动性 已经对另一个方向 近二十个旅的敌军主力部队 形成了战略包围 原本僵持不下的战场 一夜之间 忽然就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 而在这一战之中 G二十外骨骼 这款出自时空科技的 民用工程设备 大放异彩 装备了G二十外骨骼的 瓦格纳军团 成为了整个战场上 最锋锐的尖刀 那些原本让交战双方 都无比头疼的嵌堡垒 城市攻防巷战 在G二十强大的性能之下 忽然就没那么好使了 几名身穿G二十外骨骼的战士 简单配合一下 就能轻松肃清一条 地形复杂的街道 三名穿着G二十的老兵 就能轻松拔掉 对方数十人 驻扎的嵌地堡 在G二十外骨骼恐怖的速度 和强大的防御力之下 之前只看纸面数据 还觉得不过如此的人 终于感受到了 来自降维打击的恐惧 周六中午时分 瓦格纳公司发言人 在对外记者会上 大肆称赞 时空科技的产品 是既先进又好用 同时面对记者的提问 又隐晦地表达出了 他们公司有计划 向时空科技 采购更多G二十外骨骼 周六晚上 大洋彼岸的鹰匠 以出售不人道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与其在全球的盟友一起 警告时空科技 不得在向外出售G二十外骨骼 否则便会进行制裁 苏宇以前经常在网络上 看到一个梗 那就是 鹰匠说 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有 很不幸 他确实有 不用说 有损飞到禁地轨道 丢质量弹这种操作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以紫薇源实验室里的那些设备 秋末分分钟 就能手挫出个 几千万吨当量的大蘑菇来 所以 面对鹰匠的制裁威胁 他根本理都懒得理 直接在个人的微博上 发了几个字 管你屁事 管我屁事 因为最近时空科技 一军突起的缘故 所以他的个人社交账号 也早就被挖出来了 这个基本没有用过的 微博账号上 甚至都已经有了 近千万关注 微博官方 还贴心地给了他的认证 因此 他这两句话一发出来 顿时便在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原本还因为时空科技 被制裁或担忧 或幸灾乐祸的吃瓜群众们 顿时都被干沉没了 大哥 这可是鹰匠的制裁 多少风头正盛的企业 都是被鹰匠一波制裁 就搞得一蹶不振了的 你都要被制裁了 还这么嚣张 合适吗 事实证明 其实是合适的 因为鹰匠在宣布 制裁计划之后 左找右找 然后发现了一件 非常蛋疼的事情 时空科技 居然没有采购过 鹰匠及其盟友们的 任何高科技产品 或者设备 甚至都没有从九州 采购过任何成品 或者半成品的工业原料 买的全都是钢铁 这类最最基础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 连成品钢铁都没买 直接买铁矿石 啊这 想通过垄断的高科技产品 卡脖子这种手段 对付时空科技 显然是不成了 于是在宣布制裁之后 他们那边研究了半天 决定禁止国际上 几个矿业巨头 给时空科技 出售矿石 石油等等基础的资源 但这基本没什么卵用就是了 时空科技 最多就是通过九州的渠道采购 麻烦一些而已 毕竟他们总不能 直接禁止这些工业原料 进入九州 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 谁要真敢下这种命令 就等于是断了那些 跨国矿业巨头的活路 命令是今天下的 恐怕人明天就得走了 背后中几十枪自杀 果不其然 在再三警告 时空科技都没有理会之后 鹰匠也只能无奈 放出了具体的制裁条例 随即便引来了一片虚声 不是 不让人家买矿 是个什么路说 这我真没见过点句 屁气笑死 不愧是世界读查 管得真宽啊 人家买点铁矿 也要制裁一下 怎么不制裁人家呼吸喝水呢 我查了下 时空科技公布的采购清单 里面没有任何高科技产品 全是工业原料 和各种矿石 鹰匠想制裁 还真就只能制裁 时空科技进口矿产 就离谱好吧 我抄 这才是重点啊 时空科技能搞出来 外骨骼和动力装甲 这种非科技就算了 居然还只需要 进口一些原材料就行 那也就意味着 从最基础的钢铁之类的原材料 到一件外骨骼成品 整个过程 它们都能完全实现自产 这是什么级别的工业产能 没记错的话 时空科技总部的紫薇源 就那么一小点地方吧 占地十平方公里都不到 这技术真是逆天了 所有环节自产 难怪鹰匠制裁半天 整出来这么些玩意儿 蹦不住了 哈哈 鹰匠我呀 这下 是真前驴记穷了念 当然 虽然鹰匠这波操作 在九州的各大论坛上 都沦为了笑柄 不过 倒也不是真的完全是无用功 因为这个制裁 除了禁止那些矿业巨头们 向时空科技出售矿产之外 其实还有一条 禁止鹰匠及其盟友们 采购时空科技的所有产品 这个制裁 才是真正有威力的东西 虽然作用依旧有限 不过却也能限制一下 时空科技的发展了 至少前些日子 那如雪花般飘来的订单 至少有一小半 在看到这个制裁条例之后 将订单给取消了 对此 苏宇给出的解决方案 也很简单 你们不要 有的是人要 瓦格纳又要订购 一万台G20 给 订单直接排到最前面 明天就发货 不要老子的货 那就准备挨打吧 谁不知道 瓦格纳代表的那边 如今真正交战的对手 其实就是鹰匠跟他们的盟友 等到在战场上 被穿着外骨骼的瓦格纳 干碎了之后 苏宇倒是想看看 他们的嘴还硬不硬 本来他的意思是 根本没不挑客户 一边卖给�格纳 既然不让他吃 那就别怪他不讲道理了 而瓦格纳 这还是大单子 那些混乱地区的几百台 千来台的小单子 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很多地区的混乱源头 本来就是石油滋生的煤菌 对于来自这些地区的 反抗武装的订单 苏宇的意思也很简单 加大产能 要多少 他就给多少 有钱给钱 没钱给资源抵账也行 反正他也需要这些工业原料 甚至鹰匠及其盟友们本土里 一些非法组织的小订单 苏宇也是来者不拒 而且优先发货 不想让他好过 那就全他妈别过了 说我是军火贩子 看人真准 而且还是最没底线 最肆无忌惮的那种 怎么着吧 简单应对了一下 来自大洋彼岸的制裁 苏宇原本还打算 继续窝到家里修炼来着 不过九州这边 却又来了消息 来自黑州小国的那块地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一块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沿海陆地 最终谈妥的价格 是以五百一九州币为代价 租赁一百年 这个价格说是白送都不为过 当然 主要原因是 这些黑叔叔根本不知道 这块地里 埋着一个价值不下于 十万亿的全世界 最优质的铁矿 这波也算是捡了个大漏 中途虽然也有鹰匠的情报人员 想要从中作梗 告诉该国的人 那块地有铁矿存在 自己得不到 也不想让九州和时空科技 那么轻易得到 不过苏宇却是让秋莫出手 监控了他们的网络 入侵了他们的卫星 让这些本该身份 是绝密的情报人员 全都暴露在了出来 不出两天 那些身处黑州 知道这个地方 有铁矿的鹰匠情报人员 全都人间蒸发了 而鹰匠本土那边 原本打算将这件事 公之于众的一些新闻媒体 和知情人员 稿子还没发出去 便发现电脑被黑 然后所有素材和证据 都消失不见了 不仅如此 这些人甚至连电话 都无法打出去 明明手机连着网 可在网络上的所有发言 都会消无声息地消失 这就是划时代的计算机 最恐怖的地方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还能说话吗 即便是鹰匠总统的公开讲话 只要邱默愿意 都可以让他一个字 都传达不出去 想要交流 写信吧 没有鹰匠从中作梗 九州跟黑州小国间 关于那快递的租赁协议 自然是谈得非快 短短不到两个星期就谈妥了 而这个黑州小国 也非常有意思 这五百亿九州币 他们也不要现金 而是要求先妻从时空科技 引进一批价值100亿的G 20外骨格 至于剩下的400亿 则是存在了银行里 随时准备再向时空科技 采购一些军火装备 这个银行账户 自然也不是以该国的名义创立的 而是一个私人账户 卖地 捞钱 买武器 标准的军阀行为了属于事 不过只要地到手 人家是啥人 苏宇根本不关心 反正这帮人拿了外骨格 也是要去干鹰匠的 苏宇甚至都恨不得给他们打个折 嗨嗨 说起来 这个黑洲小国 在世界上 其实还是颇有些名气的 不过不是什么好名声就是了 没错 这里就是一海盗文明世界的那个地方 穷 破 野蛮 大概就是世人对这片土地的印象 放在几百年前 海上抢劫的 那是航海先驱 新世界开拓者 现在版本更新 这职业就退环境了 成了人人喊打的海盗 这帮黑叔叔们 也是没遇到好时候 属于是蓝星OL上典型的 密版本玩家 所以说 玩家还是得适应版本更迭才行 不过 这倒也不是说他们狠菜 其实他们在黑洲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下 还算是比较能打的了 当初鹰匠就在这里吃了大亏 吃完亏之后 还不忘拍一部直升机坠落的电影 把自己洗成白莲花 将人家反抗侵略的人 刻画成了一副野蛮嗜血的样子 也算是传统一能了 因此 对于人家卖地买外骨骼 去干鹰匠这种事情 苏宇自然是大力支持的 不就是G20外骨骼吗 这就打包装船发货 那块地 如今还是一片荒地 虽然现在已经算是拿下来了 不过苏宇倒也没有急着 去着手建造太空电梯 只是高价招募了一批九州的工人 带着采购来的工程器械 准备让他们先对那里进行 初期的改造 别的不说 至少先得把路修通 免得又跟之前修建紫薇原石那样 道路不通 还得临时 专门修建港口扩建公路 让建筑材料送进来 反正他也还没从双星拿里搞来 太空电梯的设计资料和图纸 暂时不及 为了保护这些工人的安全 苏宇还专门派了一对 穿着G60重型外骨骼的 战斗型仿生人过去 一共200名仿生人 穿上G60之后 他们说是黑洲最强的武装力量 都不为过 根本不用担心 会出现什么意外 邱默已经在紫薇原的实验室里 待了快一个星期了 一直在研究 关于灵气和修仙相关的课题 显然 即便对于 这个来自洛霞世界繁荣纪元 都能主持建造太空堡垒的 学术界泰斗来说 研究玄学测的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短期内想要搞明白很难 不过倒也不是 没有丝毫头绪 邱默虽然人在实验室里 但是跟苏宇的联系 却也没有中断 偶尔会向他吐槽一些 研究时遇到的难题 苏宇在与他对话的过程里 也大概能听出他 确实是研究出了一些 了不得东西出来 邱默研究中发现 由灵气这种物质提炼后 获得的灵力 似乎也是 类似于电的一种能量表现形式 且相比于人体与电力的不兼容 灵力则更为贴近人体 作用比电更加的广泛 这其中是什么原理 他尚且没有搞清楚 可却已经根据这些原理 搞出来了一些相关的产品 比如结合了灵力与废土一支技术后 得来的灵力一支产品 根据他的计算 这种一支 如果给残疾人装上 不仅能够完美替代残缺的器官 还不会像普通的机械一支 装在身体上那样 虽然可以用 但不是自己的 却始终不是自己的 会得使用者一种违和感 这种区别 大概就是正常人用筷子夹东西 和直接上手拿东西的区别 废土的机械一支 在功能上 虽然并不差人们本身的肢体多少 但说到底 也不是原本的器官 可灵力一支却没 有这种顾虑 这些灵力非常神奇 即便是钢铁打造的一支 使用灵力驱动之后 这些灵力便会主动勾连人体 和一支间的神经元 和一支控制系统 能做到 让人完全感觉不出来 一支和真正的手的区别 甚至要是用一些 较为贴近灵力的特殊物质 打造的一支 再给人换上之后 这种一支 居然还会在灵力 潜移默化的作用之下 逐渐向血肉转化 时间一久 就能完全血肉化 完美融入人的躯体内 做到真正的断肢重生 苏宇真是万万没想到 灵力居然还能这么晚 别说是她了 估计来自天玄界的沈偏然 都想不到 还有这种操作 人家修仙的 想要断肢重生 也得有一定的修为 打底才行 可按照邱默这个路数 断肢重生 根本不需要使用者 有任何基础 只需要提供足够的灵食 作为灵力来源即可 就离谱 不过这个东西 毕竟是需要灵食 来提供能源的 想要普及 估计会很难 邱默搞这个 也不过是发现 灵力太过于亲和人体 这才顺势研究了一下而已 他主要研究的 还是从修仙功法 和灵器的特性里 找到玄学测修仙 能让人体进化的秘密 只是相比于 灵力一支这种 顺带研究出来的东西 他目前主攻的课题 显然就要复杂得多了 毕竟是人家天玄界 无数修士 总结出来的修炼道路 如果真被他几天就破解了 那才是没道理 不过邱默 除了研究这些 玄学测的东西之外 倒也没忘了 关注一些别的问题 比如 嬴政所在世界 出品的严寿金丹 比天玄界的丹药 更高级的问题 他通过对严寿金丹 和天玄界丹药的研究 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苏宇之前的猜测并没有错 天玄界的炼丹手法 必然是要高于神舟世界的 但嬴政所在的神舟世界 却明显拥有一些 天玄界缺乏的资源 所以才能炼出 更加高级的严寿金丹 在邱默的建议之下 已经当咸鱼 修炼了好一段时间的苏宇 主动联系了许久没见的嬴政 清雅的凉亭里 苏宇只等待了片刻 身上免服都还没来即换的 嬴政便来了 显然 这次又是刚下朝 甚至搞不好 是上朝上到一半就来了 几日不见 苏先生风采更甚往昔 看来是修为又有精进 嬴政一进来 便打量了几眼苏宇 眼里闪过一抹意色 不由地称赞道 秦皇也通炼气术 苏宇诧异道 之前 他倒是一直没有询问 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嬴政所在的神舟世界 既然有炼气势这种存在 那他作为一国之君 修炼过也正常 略通一二 嬴政点了点头 转而又道 苏先生忽然寻证 可有要事 苏宇也没有打太极的想法 当即便拿出了一枚灵石道 秦皇可食的此物 嬴政接过灵石 仔细打量了一番 随后皱眉道 这不就是一块寻常的玉吗 莫非其中 还有何神意之处 玉 苏宇一正 说起来 沈偏然给的这些灵石 倒还真的跟蓝星的玉石很像 秋末也在蓝星用玉石来对比过 但验证过之后 发现蓝星的玉石 跟这些灵石 除了长得像之外 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至少玉石里 并没有什么灵气之类的东西 灵石通体 都是由灵气凝聚而成的 在消耗完了其中的灵气之后 会逐渐消融 像冰化成水一样 M.I.O.T.A. 最多也只会残留下些许杂质 而蓝星上的玉石成分 就要简单多了 翡翠的主要成分为 硅酸盐铝钠 和甜玉的主要成分为 硅酸盖铭铁 他觉得这多半是巧合 就没有再关注了 可此时听到嬴政也说这是玉 那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苏语莫名想起 之前秋末搞出来的 那个灵气一只 那玩意儿时间久了之后 也会逐渐适应人体化为血肉 如此说来 那蓝星上的玉 岂不是有可能 想到这里 他连忙起身道 稍等片刻 说话间 便飞速离开了交易空间 回到了别墅里 翻箱倒柜了一番之后 终于在秋末的房间 里找到了他 不知道是啥时候 逛街买回来的一块玉制吊坠 然后又闪身回到了交易空间里 将吊坠放到了嬴政面前 如果那是玉的话 那这是什么 一块很像玉的石头 嬴政皱眉打量了片刻后 有些意外到 石头能跟玉长得这么像 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苏语 懂了 在嬴政所在的神舟世界 玉显然指的就是灵石 而蓝星上所谓的玉 苏语猜测 要么就完全是巧合 只是跟灵石长得像而已 要么就是 这些玉原本是灵石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蓝星的灵气逐渐消散 这些灵石 也逐渐跟土地里的石头 逐渐融合 变成了如今平平无奇的玉石 他觉得 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毕竟 九州自古便有 玉石养人的说法 但当前蓝星的玉石 就是平平无奇的石头 怎么可能养人 倘若这些石头 如果以前真的是灵石的话 那么玉石养人的说法 显然就不是老祖宗 不懂科学胡扯的了 而是真的 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 长期佩戴灵石 显然都会对人体 有极大好处 好家伙 苏宇感觉自己 似乎又发现了什么盲点 不过 他也没有在这上面纠结太久 略意思索后 便接着向银正道 M.I.O.T.A. 那不知这种玉石 神州世界的产量大不大 产量吗 银正皱眉思索了片刻才道 朕听闻 在几百年前 玉还是相当稀罕的东西 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 比黄金还要珍贵万倍 不过近些年 倒是听闻各地不断有玉矿被发掘 如今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 我大清一些平民子弟 偶尔都能在山川河流间 寻到一些精美的玉石 稍一打磨 便是一件上好的手势 真要收集起来的话 当时不难 产量也不小 苏先生莫非是对于感兴趣 破案了 苏宇恍然大悟 显然 银正所在的神州 目前看来 是一个正处于灵气复苏中的世界 而沈偏然所在 的天玄界 则应该是经历了漫长的修仙文明之后 灵气已经逐渐走向了枯竭的世界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天玄界在炼丹技术方面 明显比神州要精妙得多 可炼出来的这些丹药 却还不如银正随手 就能拿出几十颗的岩寿金丹了 因为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天玄界灵气逐渐走向枯竭 对应的一些天才地宝之类的东西 显然不可能有神州多 而神州这边的情况 就是 虽然炼丹的手法粗糙 可耐不住人家世界处于上升期 天才地宝多啊 什么牛逼的玩意儿 都一股脑往里丢 别说是 炼成丹药了 搞个高压锅盾了 估计都比天玄界炼出来的丹药效果好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苏宇眼里顿时闪过一种 名为惊喜的光芒 他之前听银正自己描述 还以为神州世界 就是个有一点灵气的低旋世界 战斗力甚至都可能 不如一些武侠世界 根本没有太将这方面放在心上 原本对神州世界的规划方向 也是帮助银正开发资源 提升工农业水平 自己在从中当中间商 用神州世界产出的工农业产品 跟其他世界交易 获取利益来着 可现在看来 小了 之前的格局太他妈小了 他目前所匹配到的三个世界里 神州世界 显然是最最最肥的一个 另外两个 要么是已经成为废土的落霞世界 除了技术 啥也没有 要么就是 疑似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的天玄界 除了先进的修炼体系之外 似乎也没剩下点啥 在世界的资源方面 都完全是被神州吊打的存在 毕竟按照银正的描述来看 零食这种东西 在神州甚至现在 都成了普通的人 都能随便找来当饰品的烂打街的玩意儿 可在天玄界 沈偏然这种金丹七大佬的弟子 拿出百来块零食都得肉疼 之前之所以给苏宇一种 神州世界能获取的利益有限的错觉 完全是因为 这个世界不管是科技侧还是玄学侧 都还处于刚起步的空白状态 苏宇终于搞清楚了状况之后 当下略一思索 便向银正坦白了 自己在匹配到沈偏然之后遇到的情形 苏宇如果想通过银正搞来大量零食 并且想要长期做这个生意的话 最好的办法显然还是直接坦白 他多银正所在的神州 已经比较了解了 而银正在看完了苏宇给的那些资料之后 对蓝星如今也很了解 偶尔找银正采购一些零食 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时间一长 已经知道蓝星大概是啥样的银正 必然会感觉到不正常 到时候反而会破坏双方建立起来的信任 把别人坑了也就坑了 而长期买卖 最多是利用信息差 让自己多获取一些利益 类似苏宇和双星之前互相坑的交易模式 虽然坑了对方 但也是小问题而已 对方最多也就是小小的不爽 不会因此而中断生意 因为就算被坑了 也依旧不亏 可如果连汤都不想给别人喝的话 那这买卖 就未必还能继续做下去了 苏宇如果想长期从银正这里获得零食 显然最好是直接向他坦白 遇到真正作用和价值 而不是利用信息差直接白嫖 听完苏宇的话 银正沉默了片刻之后 忽然道 为何你总能匹配到合适的交易对象 正获得交易平台的时间 按道理说应当比你更久 可迄今为止 成功交易的对象也只你一人而已 近两次匹配的交易对象 不是鬼怪便是妖魔 完全无法沟通 真是奇也怪在 苏宇倒是没想到 银正的脑回路这么清奇 愣了一下之后 有些不好意思道 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 非也 银正摇了摇头 这当中定然是有缘由的 苏先生不必自迁 比起其他代理人 你身上显然有某些地方与众不同 说着 他将话题掰回了正轨 如此 朕也算知道 苏先生找正是何意了 玉 零食 朕倒是没想到 区区随处可见的玉 居然有此等功效 大迁事件 当真是无奇不有 苏先生已成待朕 朕自然也已成报之 稍后回去 朕便会命人去收集零食 以此为一枚的话 明日便可以提供给苏先生 一百万枚以上 说着 他颠了颠手里的那块零食 这是天玄界单位里的梅 也就一个拇指大的玉牌 这样一小块 重量约莫在五十克的样子 一百万枚 也就是五十顿 一天就能搞来这么多 苏宇再一次 对神舟的肥 有了个新的概念 显然 这东西在神舟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多得多 他正准备说话 不料银正不等他开口 又接着道 这一百万枚只是第一批 后续在十日之内 正会再给你提供九百万枚 一共一千万枚零食 苏宇听到这里 也知道他是啥意思了 当即拿出了 记载着天玄界修炼法门的册子 直接递了过去 交易平台 顿时便拟定出了一个合同 苏宇见状 心中的最后一块大石也落地了 交易合同上 写的是零食换工法 既然交易平台 已经认可了这笔交易 那便证明 银正是真的能拿得出来 这么多零食 而不是唬人的 也侧面说明了 他之前的猜测 全都没错 果断签下合同 交易达成 两人相识一笑 这么点东西 找点人去咸阳城外的卫河里 讨几天都能讨够 能用这么点零食 换来比原始简陋的炼气术 更加先进的修仙法 自然是赚骂了 对苏宇来说 特么这玩意儿 还是用银正 给的严寿金丹 找审片燃换来的 纯纯的白嫖 还有啥不满意的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交易平台的版本答案 显然就是当中间商 只要能匹配到 更多的交易对象 固定交易的世界越多 他能赚取好处的方式也越多 完全没必要局限于 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资源 得束缚 每一个交易对象 既是合作伙伴 也是一种资源 想到这里 苏宇不由地问道 不知秦皇估计 神舟世界的零食 如果成规模 开采的话 能有多少产量 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就目前来看 神舟世界是人少资源多 以神舟产出的零食 供应苏宇所在的蓝星 和他们自己完全没问题 但如果他想将这些零食 输入到天玄界 换取天玄界中的一些物品 那就不太好说了 所以他得先搞清楚 神舟的零食 到底丰富到什么程度 才方便决定 后续该怎么和 沈偏然那边交易 按照你们蓝星那边的 计量单位 以当前我们的开采水平 正调动大秦子民 全力开采的话 每个月应当能挖出 上万吨吧 若使用你们那边 一些挖矿的器械 和挖矿模式 恐怕产量 不比你们的钢铁低 嬴政这些日子 将苏宇给的那些视频 反复观看 已经对蓝星很多方面 都有了相当的了解 某些地方 甚至比苏宇还清楚 毕竟身处的位置不一样 看待事情的角度 和关注的点也不一样 他作为一国之君 更多的时候 是站在宏观的角度 看待问题 往往能看到一些 苏宇作为蓝星人 也不太了解的东西 而苏宇听他这么一说 则是惊呆了 好家伙 零食产量堪比钢铁可还行 去年蓝星一年产出的粗钢 有18亿吨 这么多零食 苏宇下意识 倒吸了口粮气 这他妈 可真是肥的流油啊 别说是他 就算是天玄界那些 不知道还存不存在的原因 化神大能 知道神舟这么肥 恐怕也得眼红地流口水 只能说 不愧是处于灵气复苏中的世界 灵石在那边 完全就不值钱的大路货 想到这里 苏宇立马激动地坐直了身子道 陛下放心 只要你点头 咱们现在就能签一个 合作开发协议 所有器械 操作器械的仿生人 全都可以由我来出 对于苏宇这个合作开发的提议 嬴政那边 既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也没有否定 只说荣厚在意 苏宇文言倒也没有强求 更没有失望 对于嬴政来说 灵石真正的功效和作用 他目前还不清楚 需要先使用灵石 配合功法修炼一下 尝试过之后 再做决定也很正常 接下来 两人又谈到了丹药的事情 因为苏宇坦白 嬴政自然也大致清楚了 神舟这边出产的天才地宝 比天玄界 更加丰富高级的事情 并且也答应了 会跟明天那批 一百万枚零食一起 再送一批 炼制严寿金丹的药材给苏宇 这东西在他们那里 其实并不算少 否则大秦也不至于 用那种粗劣的炼丹技术 一年都能搞出来 上千枚炼寿金丹了 所以 给出来的这批 虽然数量上不少 但对嬴政来说 也算不上啥 他的要求 也只有一个 如果苏宇从沈翩然 拿里搞来了 天玄界先进的炼丹技术 需要分享给他 当然 这个分享 苏宇当然也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毕竟神州那边炼丹多少 还有点底子在那里 接触了先进的炼丹技术之后 很快就能将这些技术吃下去 而蓝星就不一样了 完全一点基础都没有 他要招人炼丹 别人怕是会觉得他疯了 短时间内 要培养一批炼丹师 恐怕没那么容易 除非秋末能弄清楚炼丹的原理 搞出来个全自动机械化炼丹的技术 否则苏宇 还不如把天玄界的炼丹法门 搞来给银正 然后找银正交易成品单药 跟银正谈完 苏宇并没有第一时间回蓝星 而是右转联系了双星 可以看得出来 双星自从接任未来成城主之后 似乎就变得非常忙了 一风风火火地跑过来 听到苏宇需要太空电梯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之后 倒也没有推辞 直接回去 将早就收集好了 准备拿来和苏宇交易的太空电梯资料 全都拿给了他 至于报酬 他的要求则是两颗岩寿金 单 外加十万吨原油 原油他是要拿去当工业原料使用的 算是个天头 重点是那两颗岩寿金单 看来双星依旧没有发现 岩寿金单一个人只能吃一颗的问题 苏宇想了想 也没多说 果断答应了下来 从他手里拿到了太空电梯的技术资料 不过交易完毕准备离开的时候 双星却是喊住了他 那个 城主他怎么样了 苏宇文言一正 仔细一想 发现 如果按照原本情况 邱沫的思维只能在芯片里保存几天 要是没有 他从嬴政那里搞来的那块是魂玉 现在确实该消散了 不过邱沫还活着这事儿 倒也没必要瞒着双星 他当即便坦然道 我在玄学测世界 找到了的能保留灵魂的东西 嗯 灵魂大概就是 你们口里的思维 所以 他目前倒是还活着 不过这个东西 也留存不了灵魂太久 最多大概能让他多活半年 双星文言 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 随后张了张嘴 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后又什么都没说 只是摇头道 那些原因就不要了 对他好点吧 下次交易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你带他一起来一趟 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他 行 苏宇点了点头 随即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又露出耐人寻味的神情 笑道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给你个惊喜来着 说吧 他便闪身离开了会议室 惊喜 双星看着他的背影 神情茫然地摇了摇头 最后也没有多想 回到蓝星 苏宇直接去了紫卫园的实验室 秋末此时 正将一块零食 放在一个玻璃箱子里 用一些复杂的实验设备 在测试着什么 他见状也没有贸然去打扰 就在旁边 看着秋末专注研究的背影 其实 秋末现在的状态 也不是感觉不到疲惫 虽然身体是全机械的仿生人 不知疲倦 可思维是会疲劳的 长时间专注的研究 修仙这么复杂的东西 会对他的灵魂 有很大的负担 不过苏宇也不好劝他 说起来 他 之所以这么拼 其实跟苏宇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毕竟苏宇是蓝星代理人 估计要不了多久 甚至都能升级到终极代理人了 他有资源有功法 即便秋末不把修仙的原理搞清楚 他照猫画虎 照样也能练出点名堂来 他就算真破解了修仙的秘密 最多也就是让苏宇手上 有多了一笔适合交易的筹码而已 至于在蓝星推广全民修仙这种事情 说白了 对苏宇来说 也不过是附带价值罢了 有最好 没有其实也没太所谓 真正让秋末这样不知疲倦研究的原因 说到底 还是因为他觉得 除非苏宇或双星能恰好匹配到一个 超级强大的科技测世界 否则是拯救不了废土的 而这么强大的世界 又哪里是说 遇到就能遇到的 即便是遇到了之后 人家又为什么要跟你交易 帮你重建废土 所以 他对科技测拯救废土世界 其实早就不抱太大指望了 可苏宇从天旋界搞来的修仙功法 却让他真正看到了希望 如果能研究明白 批量打造修仙者 或者集中资源 为出一个化神级别的修仙者 那不管是废土地表上有益的怪物 还是在太空里的生物兵器 和真军舰队 被肃清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秋末显然也知道苏宇来了 做完了手头的实验之后 便拢了拢蓝色的秀法 来到了他面前 怎么样了 神舟世界那边 情形如何 之前的猜测没错 神舟确实有大量的零食 和天才地宝资源 苏宇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从嬴政那里得来的消息 果然 秋末尝出了口气 似乎心头有一块大石落地 随后便解释道 我的研究 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端倪 昨天我使用了五枚零食 通过控制脑电波的方式 接管了一只小白鼠的思维 让它按照功法 吸收了零食中的零气 结果呢 苏宇好奇道 秋末没有多说 静止走到了实验室里 一块被黑布包裹的玻璃箱前 随手将黑布扯了下来 看见里面的东西 苏宇不由的瞳孔一缩 黑布后面的玻璃箱里 赫然是一头趴着 都有两米高的巨大小白鼠 然而 与那些科幻电影里的科学狂人 搞出来的生化怪物不一样 这只小不对 大白鼠不仅看起来 没有丝毫猙獰的模样 甚至还显得十分可爱 白色的毛发鲜尘不染 比寻常小白鼠要干净万倍 而除了原本的白色之外 皮毛上居然还有淡淡的金色玄奇纹路 散发着微弱的荧光 显得美丽又神秘 但这个大白鼠 虽然看着很大很虎人 苏宇却感觉自己 就算不穿动力装甲 应该也能轻松撂倒他 当然 这是因为 他如今自己已经有相当于 天旋界脆体径的力量了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不用热武器 三五个成年男人 在他面前也是送菜的份 恐怕东北虎都只能给他当一道菜 原本趴在笼子里 睡觉的大白鼠 见黑布被掀开 顿时激动了起来 一对前肢不停地扣着玻璃 对秋末露出人性化的 可怜兮兮的神情 秋末随手按下旁边一个按键 便将他放了出来 大白鼠出来之后 显得十分乖巧 围着秋末转了两圈之后 便乖乖趴在他面前 任由他揉自己的脑袋 修仙果然很神奇 这是一种 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作用的进化过程 秋末揉着他的脑袋 叹道 如果不是零食不够的话 甚至能让他开启灵质 五枚零食 能给他变成这样 已经足够惊人了 苏语好奇地走过来 也在他脑袋上揉了两下 大白鼠没见过他 畏畏缩缩地 在他和秋末之间看了几眼之后 鼓起勇气 伸手在他手上填了两下 则 还挺聪明 苏语笑道 有一说一 他并不喜欢老鼠 可是这只大白鼠 在经过灵气改造之后 是真的非常可爱 逗了这家伙两下 他才转而对秋末道 所以说 如果零食管够的话 你也能用这种方式让人修炼 老鼠显然是不会主动吸收零食修炼的 按照正常的生物本能来看 他只会 觉得零食是好东西 然后搬回巢穴里藏起来 秋末刚才也说了 是他通过脑电波控制仪 接管了这只小白鼠的思维之后 他才学会的主动修炼吸收零食 而这里面的过程 显然没有他说的这么简单 正常人如果天赋不太行的话 即便零食不限量供应 从普通人修炼到脆体境界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的 可他却只花了一天时间 这个加速过程 显然才是秋末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 是 也不是 这个得看人 秋末促眉道 我最近发现 一个人能不能修炼 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灵魂 身体这方面 因为实验室里都是仿生人 暂时我也没有具体实验过 但灵魂实验我已经做过了 你拿自己的灵魂做实验 苏语文言顿时不满道 也不怕给自己玩死了 你要人做实验 跟我说一声就好了 世界上该死的败类多的是 随便去抓几个来不就好了 不一样的 秋末摇了摇头 但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愣了一下 看向一脸不爽的苏语 随即捂嘴笑了笑 你担心我了 我担心你做什么 你得搞清楚 我可是花了好大功夫 才搞来是魂欲的 你要给自己完美了 亏的是我好吧 到时候 公司里这么多仿生人 谁来管 苏语面不改色道 是是是 下次不会了 秋末轻笑了一声 心情似乎不错 接着解释道 我发现 有些人的灵魂适合修炼 有些人的则不适合 这大概就是他们修仙界里 所说的资质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当然就是肉身了 然后我推算出我自己的灵魂 应该是比较适合修炼的那类 所以才会做这个实验 事实证明 我的推测也没错 通过脑电波控制仪 接管了她的身体之后 用她的身体吸收灵石的效率非常快 这不是肉身的原因 事实上我做了 很多组对照实验 在一种实验的小白鼠里 她是自然吸收灵气最慢的之一 按照她自己的吸收速度 十年也未必能吸收完 一块灵石里的灵力 可在我接管了思维之后 她却能在一夜之间 吸收五枚灵石 进化到现在这个程度 有修炼资质的灵魂 确实比没有修炼资质的灵魂 吸收灵气的速度更快 而吸收灵气之后 如何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灵力 这就要看肉身了 她毕竟是老鼠 转化效率跟人不能比 更别说她在老鼠里 也是肉身资质比较差的了 如果换成一个人 吸收了五枚灵石 怎么也得有脆体中气的实力了 可她却只是堪堪 摸到了脆体初气的门槛 邱默尽量用苏语能够理解的话 大致解释了一遍其中的原理 苏语听完之后 不由地倒吸了口量气 看向她的眼神 都变得怪异了起来 这女人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 居然还真被她结合科技 琢磨出来了这种修宪bug 她做的这个小白鼠实验 简单用两个字概括的话 那就是 带炼 用她的灵魂 控制小白鼠的肉身修炼 因为她的灵魂资质高 所以吸收效率非常快 即便是这个小白鼠的身体 极为拉胯 吸了原本足够人 达到脆体中气的灵气 但却只能转化出 脆体初期都不到的实力 浪费了大量灵气 可这也相当的匪夷所思了 也就是说 如果灵石管够的话 秋末在灵魂的带打修炼之下 甚至都能印给这只 平平无奇的小白鼠 未成原因气 甚至化神气的大能 语这可就有点太离谱了 别说是苏语 就算是让沈骗然的 金丹七师尊来了 也得目瞪口呆 当场给秋末贵了好吧 照她这种玩法 那些灵魂资质好 但是肉身不行的修饰 完全可以和肉身优秀 但灵魂方面的资质 却不太行的修饰合作 你出灵魂 我出肉身 咱俩一起修仙 这不是卡8是什么 其实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秋末看见苏语的神情 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转而道 这种修炼模式 其实也有不小的弊端 首先就是不是 自己的灵魂修炼来的力量 极为虚浮 用修仙的术语来说 大概就是根基不稳的意思 再就是 修仙这种事情 使灵魂和肉体并行的 在代为修炼的灵魂退出之后 原本的灵魂 恢复了对身体的掌控 也未必能如臂食指地 发挥出肉身中的力量 一如果不经过一定的适应训练 或者肉身资质 实在是差到了某种程度的话 甚至修为还会倒退 还有 这么做对灵魂确实有一定的负担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是魂域一直在温养我的灵魂 恐怕今天我都不一定还能做实验 给休息一段时间才成 当然 这些问题再深入研究下去 应该可以解决 目前的试验成果 至少证明 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 另外 这本功法 目前最高 直到金丹期 修炼的逻辑 其实还是以吸收灵气 转化为灵力为主 所以才可以这么做 更高的原因 甚至化神级别 修炼恐怕就不是 简单的吸收灵气这么简单了 这个办法到了那个级别 未必有用 而且 如果更高级别 真的需要参悟天地法则的话 那前期这样修炼 会造成严重的灵魂不协调 多半是没有修炼到 更高级别的可能了 金丹就是尽头 这样嘛 苏宇冷静下来一想 感觉也是 毕竟人家修仙级别高了之后 并不只是单纯的 吸收灵力就行 吸收灵力提升实力 驱动灵力战斗 本质还是烧开水 丢石头那一套 不管是在玄学侧 还是在科技侧 都是低端玩家玩的东西 真正高端的修饰 和科技文明 不是法则碰撞 就是二相博降维打击 这方面 显然现在 已经超出邱默的理解了 想要搞清楚 恐怕是很难的 不过这也无所谓 能批量打造 金丹级别的修饰 也已经非常牛逼了好吧 好了 这个完善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目前的大部分研究 也告 一段落了 收一下尾就行 邱默笑道 你不是说双星的丫头 已经把太空电梯的 技术资料和图纸 都给你了吗 给我看看吧 苏宇文言点了点头 将双星给的硬盘 交给了邱默 他接过之后 一根手指 按在硬盘的接口上 占蓝色的毛子里 闪过红光 片刻之后 他才恢复正常 看着苏宇道 资料没什么问题 我在基于蓝星的环境 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 不过这是个大工程 你可以公开消息 让九州也参与建设 毕竟里面 需要的东西太多太杂了 需要有一个全套的 工业体系支持才能搞定 光靠G9000模块的话 是搞不定的 不让九州参与 光靠我们自己的工业能力 想要全部建成投产 至少需要十年以上 M.I.O.T.A. 这么麻烦吗 虽然苏宇本来 也有让九州参与的打算 不过他倒是没想到 邱默会觉得 没有九州参与 需要这么久 我最近在网络上 看见过一段话 对这方面描述得很贴切 邱默倾笑道 如果想要将一艘航母 建造完成 我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 和工业军事委员会 以及9个国防工业部门 600多个相关专业 和8000多家配套厂家 总之 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 才能完成 建设一艘航母 都需要如此复杂的工业体系 和组织调度支持 更遑论太空电梯 仿生人和再智能的机械 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世界本质上 还是需要人来维持运转 而需要人 那就意味着 需要先进的组织来 从中调度 这不是一家公司能办到的 这倒也对 苏宇点了点头 不久之后 时空科技的官博上 便更新了一条重量消息 很荣幸向大家宣布 时空科技 经过长久的技术积累 目前的技术 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本的预期 不日之后 通天建木计划 便要发起公开招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M.I.O.T.A. 下副一条 关于通天建木计划的详细描述 通天建木计划 是指由时空科技主导修建的 太空电梯工程建设计划 该计划预计将从黑洲一小国的地表 修建一条长达9万公里的太空电梯 用来连通地面与同步轨道 我们将在离地36000公里的公布轨道 修建一座巨型太空港 用作未来的新建生产基地 在距离地面9万公里的部位 修建一个配重空间站 作为新建港口 同时也是连接地约的中转站 简单描述了一下 通天建木计划的大致内容之后 后面便是时空科技 为这个几乎准备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计划发布一个月内 实现全球第一个商用可控核聚变堆点火 让蓝星进入能源自由时代 为建设太空电梯解决能源问题 第二阶段 完成太空电梯的地表部分 与禁地轨道新建基地 以及配重部分太空港的建设 第三阶段 通过碳纳米管 将地面禁地轨道 配重三部分连接起来 太空电梯完工 蓝星进入星际时代 可以开始在无尽的宇宙空间中 尽情搜集稀缺资源 计划一经公布 所有人都梦了 全世界都突然生出了一种 你们为什么进化不带我的不真实感 主要是 这也太过于突兀了 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等等 我确认一下 今年是2024年没错吧 兄弟 自信点 今年就是2024年 我拿自己的狗头保证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一觉醒来穿越了呢 哈哈 有没有可能 这比穿越还惊悚 建造太空电梯 我很好奇 时空科技 这是在开玩笑 还是玩真的 关键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啊 作为时空科技 一名基层科研人员的 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我们内部人员 也一脸猛逼 不过 苏总既然敢这么说 我觉得 大概率就是真的了 虽然我知道 时空科技的技术很牛逼 又是金属氢电池 又是动力装甲的 不过这太空电梯 是否有点太扯了 而且 这第一步 就是要先搞定核聚变 还是在一个月内 我曹 这选址的位置 不就是前段时间 时空科技的安保部门 救了十几万海外同胞的地方吗 这里面是还有什么事 还真是 细思极恐啊 兄弟们 消息发出去不过半小时 就直接冲上了热搜 引来了无数人关注 随之而来的 则是苏宇的电话 直接被打爆了 基本全都是 九州官方一些相关部门 和国企打来的 苏宇只接了几个大佬的来电 说明了自己 确实有相关技术之后 那边只考虑了三分钟不到 就立马将这件事答应了下来 这倒也不是他们无脑新人苏宇 听他这么一说 就是迫不及待地 将数不清的人力物理 投入这个浩大的海外工程 而是相比于蓝星其他人 九州官方 其实是最了解时空科技的 苏宇之前 在国内招募核能领域的研究员 教授 来照着技术资料和图纸搞核聚变 可问题是 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 其实并不太多 所以 时空科技招募的这些人 很多原本就是 九州官方支援过来的人才 并且还不是心照不炫的支援 而是那边清楚 苏宇这里想招募人才搞核聚变 却又不好找到人的情况之后 主动提出来的 苏宇也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因为可控核聚变 最关键的核心技术部分 其实都是有秋末控制的仿生人完成的 他也根本不怕泄密 至于其他部分的技术 就没那么关键了 泄不泄露的 也没太大影响 其实他这手也不是防着九州 如果按照他原本的计划来 可控核聚变完成之后 他本身也是打算与九州电网合作 用核聚变能源 取缔当前落后的能源获取模式的 如果技术真的只泄露 给了九州官方 他其实是无所谓的 就当为祖国做贡献了 可问题是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别说官方这么个庞大的组织了 他主要的担忧 还是有人拿了他的技术 泄露到了外面 到时候 虽然他也能让这些赶泄密的人物里消失 可事情闹到那一步 大家都挺尴尬 没啥必要 还不如一开始 就把核心技术握在手里 知道的人越少 泄密的几率自然也就越低 也正是因为 有官方人员参与了 时空科技核聚变研究的缘故 所以 九州官方是最清楚 素于手上究竟掌握着何等黑科技的 通天见幕 计划后面两个步骤能否完成 太空电梯是否能建造起来先不说 以九州当前获取的消息来看 时空科技在一个月内完成聚变堆点火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即便后面两步全都失败 光是这第一步的可控核聚变 就足够九州官方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了 所以 听到苏宇确定不是在开玩笑之后 官方那边很快就同意了 他提出的共同建造计划 当然 苏宇说了 要公开招标 所以 过几天的招标会 还是要走一下流程的 毕竟在九州这么大个集体之下 国企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他既然没有指定跟谁合作 那到时候 自然是个平本事 不过这就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了 在网络上的一片质疑和猛逼之中 得到了上级确定消息的各大九州企业 也终于开始开始出来说话了 九州核能 Edge时空科技 可控核聚变和太空电梯 将是人类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九州铁建 Edge时空科技 19世纪 人类建造出了第一条铁路 从此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而即将开建的太空电梯 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不下于第一条铁路 九州建设 Edge时空科技 具体招标日期是啥时候 招标项目都有哪些 快点公布啊 结 一众九州开头的企业 忽然在同一时间出现 并且主动与时空科技互动 顿时便看待了吃瓜群众们 如果单说时空科技发布的那个公告 大部分人还是将信将疑 许多人甚至根本一点都不信的话 那么现在这些九字投国企 主动力挺时空科技 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时空科技毕竟是苏宇的私人企业 出现的时间又不久 产品目前真正投入市场使用的 也就只有G20外骨骼 这玩意儿 完全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至于金属氢电池 苏宇把这些电池 卖给相关的厂商之后 这些厂家目前还在研发 与金属氢电池适配的新款产品呢 电池全攥在手里 根本就没有电池流入市场 因此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时空科技就是个名声很大 甚至还被鹰匠列入制裁名单 据说技术非常厉害的公司 至于厉害在哪里 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了解 因为根本没用过时空科技的产品 自然是对这个新兴科技企业 缺乏一定信任的 之前发布的消息 没人信其实也很正常 可现在这些老牌国企 就不一样了 其中哪一个单拿出来说 都是人尽皆知的 就算真不了解这方面的人 光看见那九州两个字 开头的企业名字 也知道这些企业是干啥的了 而这么多老牌国企 同时出来力挺时空科技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 这代表着九州官方的认同 九州官方认证的太空电梯计划 并且从一些企业回复的内容里 不难看出来 九州官方甚至也打算参与进来 官方的表态 自然是将这件事一锤定音 之前大片的质疑声 顿时便消失了 这个时候 正常人就算是依旧不信 时空科技能有这种技术实力 但却也会先选择观望一下 但是这个世界很奇怪 怪就怪在 总有些不正常的人 即便是在官方背书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不愿意 稍等些时日再发表高论 甚至有些干脆 把官方也拉下水 张口闭口 就是乱用那睡人的前见器官 然后从各角度 论证自己的反制言论 什么太空电梯 和可控核聚变一点又没有 全都是面子工程 劳民伤财 有这钱不如捐给山区 什么建太空电梯 会影响蓝星风水 导致臭氧层被破坏 物种灭绝 谁要见了这玩意儿 就是蓝星罪人 必然遗臭万年 大片对时空科技的质疑声 没了 可这些声音 却突然又突然如雨后 春笋般冒了出来 甚至说这种话的其中 还有不少知名大V 这种有大量粉丝的博主 贸然发表反制言论的虽然不多 可不巧的是 还真被苏宇给刷到一个 他这会儿 还在实验室里等 秋末昨晚最后收尾的几个实验 一起回去来着 闲得无聊刷短视频的时候 突然就刷到了一个 粉丝量挺高的知名主持人 瑞平通天剑木计划的视频 这人先是简单说了下 通天剑木计划的大致内容 然后不动声色地 拍了一通明报案表的马屁 再然后重点就来了 他开始担忧 太空电梯和核聚变 会不会对蓝星造成不良影响 然后说着说着 就拿出来了一堆 不知道国外什么时候 发表的论文作为论据 证明自己担忧的正确性 要不是苏宇好歹能看懂一点英文 发现其中有一篇引用的论文 居然还是国外某个 不知名大学的学士论文 他差点都要信了 特么拿个学士论文 来否定一个万亿级科技公司 和九州官方合作的项目 可还行 就算英文论文 让他觉得比较高级 那好歹 也找个硕士博士发的论文吧 哥这胡 弄鬼呢 再者说 以时空科技 目前掌握的这些技术 不说远了 就那个装金属氢的电池壳子 给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 全拉来研究个三五年 也看不懂啊 拿国外论文 来否定时空科技的技术 这种操作 真给苏宇整笑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越无知的人 反而越理直气壮 反而是世界上 那些知名的学术界大拿 在时空科技成立的时 看见了那些金属氢电池 和动力装甲的能力之后 几乎就没人再质疑过 时空科技的技术能力 因为人家是真懂行 知道将难以保存的金属氢 装进那么个小盒子里 当电池用有多难 知道让一台两吨多重的 动力装甲 悬浮在空中 拎起上百吨的铁块 有多难 即便是鹰匠扬言制裁 时空科技 那也是说它贩卖军火 可没说过 时空科技卖的外骨骼 是糊弄人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反而是对 时空科技技术力的认可 懂行的人 没有跳出来 质疑时空科技的技术水平 反对的人也没跳出来 质疑时空科技的技术水平 偏偏这里有一帮人 非要说时空科技的太空电梯 会影响蓝星气候 这可真够逆天的 难不成这么大工程的设计师 还没他个网红考虑的周到 视频末尾 这名网红主持人 发出了经典的灵魂提问 我不禁要问 所谓通天建木计划 到底是立国立民 还是劳民伤财 到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还是毁灭世界的导火索 视频结束 打开评论区 果然 里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虽然整个视频漏洞百出 当作论据的论文里 居然还有学士论文 但这也并不妨碍 有很多人相信 此时 相信这个视频的人 和不幸的人 已经在评论区里 开始胡喷了 一个视频 点赞300多万 评论也有3040万 苏宇甚至都能猜到 这个逼 现在绝对躲在哪里 看着后台 飞速增长的数据偷笑 抛出个话题 向靠 发动孝子贤孙 和偶然路过的正常人 对喷江事态扩大化 吸引更多人观看 属钱 自媒体致富金了 属于是 不过苏宇要没看见 倒也罢了 但是他既然都刷倒了 他肯定不能让这种货色 安心属钱的 想了想 苏宇直接上了 直接在微博被认证过的大号 发了条消息 本是后山人 偶做前堂课 最武经格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图片图片图片 末尾 他还手动 add了一下这位网红 很简单的一句诗 和几张图 但是那三张图片 却不简单 一张是苏宇穿着动力装甲 在太空中的画面 脚下是一望无影的宇宙 头顶是一巨大的蓝星 一张是苏宇在有损上 穿着动力装甲的露脸自拍 背景是 正对着蓝星的闲窗 最后一张 则是给了悬浮在太空中的 有损一个特写 如果说之前 时空科技的公告 和官方企业的站台 示威这件事 确定了一个基调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话 那么 苏宇作为时空科技的董事长 突然发了这么一张图片 而且还主动 add出来一个不知名的网红 出来拷打 节目效果 就是相当的炸裂了 许多人好奇之下 专门点进那个网红主持人的主页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视频 再看了一下 苏宇发出来的几张图片之后 再看看这位千万粉丝的网红发言 所有人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好家伙 这一对比 还真就是坐井说天阔啊 人家时空科技董事长 自己都上过太空了 你还搁着用那点可怜的知识量 质疑别人造太空电梯 会如何如何 可不就是井底之蛙吗 当然 关注这方面的 只是极少一部分人而已 绝大多数人 看见苏宇的发的这条动态之后 首先是猛逼 然后还是猛逼 三张图 显然苏宇要表达的意思是 时空科技的动力装甲 不仅能够在太空活动 甚至他还有能上太空的飞船 连他自己都上去过 哥 你不是玩真的吧 这动力装甲也太帅了 上链接上链接 这是认真的吗 开着飞船上太空 有没有董航的兄弟出来说说 这合理吗 我是航空航天专业的 如果发这几张图的是别人 我会觉得是开玩笑 可如果这个人是 时空科技的董事长的话 我不好说 都准备造太空电梯了 有个新建很正常吧 at九州航天 大佬出来说一句 九州航天 at苏宇 哥 下趟车啥手发 带我见见世面 吃瓜群众 苏宇的油损 九州方面是知道的 连一些具体参数 他那次在军事基地的酒局里 都故意透露出来了 甚至上次去黑洲支援 还是他给人送过去的 所以对于他能开着 有损上太空的事情 官方可以说是 一点都不惊讶 甚至九州航天的官号 还半开玩笑地 在下面玩梗 当然 有些真心话 有时候就藏在梗里就是了 对于这些实干派的科研人来说 如此先进的技术 摆在眼前 面子算什么东西 而且 这也没啥丢人的 能放下身段 学习更先进的东西 本来就是一种美德 更别说油损的先进程度 已经超出所有人想象了 从他出现的第一天起 这玩意儿 就是航天圈内部讨论的 最多的话题 大家的一致结论 就是 这完全不是人类 目前科技能弄出来的东西 至少也要领先世界500年以上 因此 这艘油损 在这些一辈子 投身航天的人眼里 几乎就跟前程信徒眼里的 上帝的地位 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油损是真实存在的 而上帝是虚构的 所以 以油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苏语若松口开个玩笑说 可以的话 他丝毫不怀疑 明天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们 就得自费机票 来紫卫园看油损 锦号时空科技董事长 上天锦号的词条 在苏语发完那条动态之后 不到十分钟 便以一个恐怖的速度 窜到了热搜地 一 碾压了时空科技发布的 通天建木计划 毕竟时空科技发布的计划书里 全都是文字描述 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很多人是看不进那些 长篇大论的文字的 苏语发的动态 就很简洁了 一句诗 几张图 光是那几张图 就足够震撼了 当然 认为他是P图的也有不少 就是了 而在他主动爱特之后 那位网红主持人 也很快做出了回应 在苏语的评论区下回复 狠狠地拍了一通似是而非的马屁 然后又阴阳怪气地说 是自己学识不够 没看懂时空科技的技术 并且虚心请教苏语 为什么他第二张图 在飞船里拍照片的时候 不是悬浮着的 意思很明显 太空中没有重力的概念 苏语这张图是P的 最后 他还阴阳怪气地 在自己的ID后面 加了个井底之蛙 阴阳怪气嘲讽的同时 又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 再然后 他就被封号了 而且不仅被封号 没过多久 官方督察部门就发布了 这人被捕的通告 原因是 九州督察部门 接到了一些举报 举报内容 是他私底下收钱带节奏的证据 给他钱的对象是谁 给钱的人后面又是谁 甚至连他线下与人交易收钱时 被路边监控拍下来的视频都有 全都给扒了个干干净净 本来准备在好好拷打 一下这个低能的苏语 看见这么清晰的罪状 嘴角不由地扯了扯 瞥了眼还在实验室里忙碌 似乎没怎么注意 这些事情的秋末 显然 有能力把一个人做的事情 扒得这么干净的 也就只有秋末了 既然邱姨的铁拳 已经给这家伙砸了 苏语也懒得跟这伙扯淡了 转而又随手发了条动态 通天剑木的招标会 将于三天后举行 我们打算到时候 以全球直播的形式进行招标 目前举办地点还没有确定 要不大家投票决定吧 哪个票最高就在哪里举办 A位于紫卫园太极宫顶层的 高空会议室 B位于黑洲的太空电梯选址处 C乘坐有损 进入禁地轨道进行招标 此方案人数不可超过300人 这条消息一发出来 网上顿时又乱成了一锅粥 说是三个选项 其实对于九州的网友来说 只有两个 所有人几乎都直接 把B选项排除在外了 毕竟太空电梯还没开工呢 黑洲那破地方有啥好看呢 而另外两个就不一样了 紫卫园太极宫顶层 那可是离地1388米的超高建筑 在那里举行会议 等于就是在云端上开会 谁都想看看 1000多米高空开会的场景 如果没有C选项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A 但是很可惜 相比于在1000多米高的建筑上开会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还是去太空开会看着 比较震撼一点 毕竟有损的图片已经放出来了 那科幻的外形 谁看得不迷糊 在这上面直播举办招标会 即便是绝大多数吃瓜群众只能看看 那也能过过眼影啊 毕竟在此前 大家看过的所有人类 在太空中的视频和图片 全都只有那么区区几个人而已 可苏宇这次 需要一口气带300人上去 数百人在扎堆出现在太空中 电影里这种场景见多了 现实里谁见过这情况 因此几乎没有丝毫悬念 C选项以碾压的态势 拿下了投票第一 选A B两个选项的人 加在一起都不够选C的零头 邱莫手里的时空科技官博 也很快给出了回应 宣布通天剑木的招标计划 将在三天后于禁地轨道上举行 有损的曝光 与禁地轨道举办招标 会这种大手笔操作 直接让之前所有质疑 和阴阳怪气的声音 全都消失了 这一天 阴阳人们终于感受到了 来自降维打击的恐惧 谁能想到 他们只是阴阳怪气几句而已 苏宇居居然给所有人 整了个这么大的火 这还咋质疑 时空科技发布 通天剑木计划的时候 是周末 三天之后公开招标 也就是周三 周一的时候 系统的匹配机会再次刷新 苏宇满怀期待地 使用了匹配新的交易对象的机会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果不其然 人不可能一直欧下去 这次他匹配到的交易对象 又是个非人类 是一个绿皮的丑陋人形生物 照他这副尊容 苏宇在看过的 无数文艺作品中想了半天 最后发现 唯一能跟这玩意儿算得上像的 大概就是哥布林了 而让苏宇震惊的是 这货看起来 虽然丑到了抽象的程度 可却是一个终极代理人 没错 终极代理人 也正是从他口中 苏宇验证了他和双星 一直以来的猜测 那就是 终极代理人 确实已经可以交易活物了 因为这货一进交易空间 看见苏宇之后 就两眼放光 满嘴说着什么最喜欢 和人类做生意之类的话 最后 他说出了他 想要交易的物品 人 或者更具体点说 还处于生育年龄的女人 他这个要求一说出来 苏宇就想起了 某些作品里 对于这些哥布林的设定 这是一个生活在洞窟中的 单性别生物 并不能独立繁衍 想要繁衍后代 需要抓人类来才行 事实证明 这货所在的世界 还真就是这种情况 而且 他也没打算隐瞒 苏宇简单试探了一句 他就坦白了自己那边的情况 并且还向苏宇表示 人越多越好 多少他都能全盘接收 至于他能提供的东西 则是一些接近玄学策 但却和修仙 又完全不是一条路子的魔法物品 而且 给的报酬还相当丰厚 那些东西的功效 还是挺神奇的 苏宇看了都非常心动 可最后还是忍痛拒绝了 在提出其他方面的交易无果之后 双方不欢而散 又浪费了一次交易的机会 苏宇倒是不太后悔拒绝 只是觉得 匹配到了这么个玩意儿 太会气了 有一说一 女骑士在哥布林洞窟 战败被抓这种剧情 他也看过 可看归看 要他把人送去当被俘的女骑士 他是真做不出来 这种行为 已经不是畜生两个字能形容的了 哪怕是最大 恶极的人 杀人不过投点地 给人一枪就完了 觉得一枪不解气 千刀万剐也无所谓 但送去给这种一类怪物折磨 那不是同一个物种之间该做的事情 至少在苏宇目前的自我认知里 他还是一个人 一所以不成就不成嘛 既然是人 那就还是要有一点 做人的底线的 后面两天基本没什么事 通天建幕计划的消息 一直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预约进入这次 禁地轨道招标会的企业 或组织在周一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数千家 全球范围内 几乎所有跟时空科技公布的 招标项目沾点边的企业 全都来了 最终经过筛选之后 只有一百多家企业 获得参加会议的资格 而且因为人数限制 每个企业只能派两名代表 进入有损 这其中 除了九州的一些官方企业之外 剩下的无意不是海外的 巨型跨国资本 行业龙头 通天建幕计划 即便不看其本身 建成之后 会给企业名声上带来的增益 光是这个计划的预算 时空科技那边给出的数字 就是在未来一年内 持续投入至少一万一九州币 这里面的涉及的利益 根本难以估量 虽然时空科技 目前是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的 不过却没有人会怀疑 时空科技以后能不能拿出来 别的不说 光是金属氢电池这一条 就足够时空科技 数钱数到手抽金了 更别说通天建幕计划的第一阶段 可控核巨变 真要能搞定这东西 别说是一万亿 时空科技愿意上市的话 市值怕是十万亿都打不住 比世界排名第十的经济体 一年的GDP还多 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 投个一万亿造太空电梯 那不是洒洒水 在不用担心 时空科技化大饼没钱的情况下 面对这种大工程 大家自然都踊跃参加 当然 那些国际企业恐怕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招标会 名额其实早就内定了 就是走个流程而已 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知道 但是抱有一些侥幸心理 但是不重要 别说是这些国外的企业了 就连很多国外的记者 都拿到了上游损的门票 除了企业代表之外 每个媒体都能 派出一名记者上游损 国内外的知名媒体都可以 其中不乏 就当让他们来见见世面了 免得天天狗叫惹人厌 不然哪天 苏宇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见他们狗叫 脑子一热 送了他们点大宝贝 那就太不和谐了 周二的时候 时空科技便公布了 这次被筛选出来 允许参与会议的名单 已经憋了几天 打算从这份名单里 挑刺的阴阳人们 看见上面被允许 踏入有损的人之后 又一次被干沉默了 之前九州那么多 国企出来为时空科技背书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 时空科技与九州官方的关系 绝对非常好 这次所谓面向全球的招标 还要在那什么宇宙飞船里举行 在这些反对的人看来 到时候也就是说的好听而已 最后 时空科技肯定不会和国外的企业合作 更不会让外国人上飞船 毕竟如果飞船是真的 那肯定是绝密的科技 按照九州一贯的作风 这种东西肯定是藏着的 怎么可能会对外公开 因此 他们全都等着名单公开的时候 打算抓住这一点 狠狠的攻击呢 结果时空科技这次 居然放了这么多跨国企业和媒体进去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啥好 而另一批原本支持时空科技 认为时空科技是九州之光的人 反而觉得此举不妥 担心会有外人跑到飞船上去 窃密之类的 纷纷在公告下面 苦口婆心地澄清利弊 劝苏宇改主意 他们这一劝 原本打算来挑刺的反对者 立马极了 毕竟那些外媒和跨国企业 大多可是来自于他们素未谋面的故乡 有这么好的机会 接触到关于时空科技飞船的第一手资料 万一苏宇真听劝 改了主意 那不是亏死了 于是 这帮原本打算来攻击时空科技的人 反而成了时空科技这份名单的铁杆支持者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贸易等各个方面 企图说服那些 害怕飞船机密被窃取的人 一时间 双方反而是角色互换了 在邱默帮助下知道 这些人原本应该是什么成分的苏宇见状 都不由得感叹 这个世界可真特么魔幻 周三 上午九点多 这段话是十点钟在北极公楼下的广场上登基 因此 他九点多过来 其实也算不上晚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 那唯一一条通往紫卫园的路 居然这个点就堵车了 这条路原本是一条双向的山间小路 那时候堵车就算了 可后来 因为时空科技正式挂牌成立的缘故 大量员工进入紫卫园工作 为了方便员工进出 这条路早就已经被苏宇用G9000模块 扩建成了双向巴车道的大路 这特么也能堵视他没想到的 看路上这人山人海的样子 不用问他都能猜到 这多半是因为来了太多吃瓜群众的缘故 毕竟今天油损可是要带着数百人上进地轨道 谁不想看看 时空科技所谓的飞船到底是啥样的 跟图片上相不相符 结果就是 全堵路上了 等了半天不见洞的 他也懒得等了 将车往路边一停 随手一招 一台动力装甲便出现在了 被苏宇扣掉了后排座椅的大后备箱里 跟邱默打了个招呼 他便起身开门下了车 因为堵得太狠的缘故 所以这会儿路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 苏宇一下车 周围立马便有人认出了 他这个大名鼎鼎的时空科技董事长 纷纷投来注目里 一些带着拍摄设备 准备拍摄有损上天的人 则是激动地将镜头对准了苏宇 有些胆子大的 更是凑过来想要个签名或者合照的 不过都被后面车里的仿生人保镖给拦了下来 倒也不是苏宇摆架子 关键他这会儿 还得去紫围园有事呢 哪有功夫在这里给人签名啊 周围这么多人给这个签了名 那个又来要合照 给是不给 他又不是靠粉丝吃饭的流量明星 干嘛要哄着别人 越野车后备箱大门缓缓打开 伴坐在里面的动力装甲 顿时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围观苏宇的人群健壮 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了起来 原本还没有拿出拍摄设备 只打算吃个瓜的纯路人 看见动力装甲之后 都忍不住掏出手机来一顿猛拍 折甲 苏宇退后两步道 下一刻 动力装甲胸口的蓝色灯光 略意闪烁便亮了起来 代表其中的微型聚变反应堆 已经点火 几乎只隔了一秒不到 原本无声无息伴坐着的动力装甲 便活了过来 在没有人操作的情况下 灵巧地从越野车的后备箱里钻了出来 重打两吨多的动力装甲 一下来 整辆车的悬挂 都肉眼可见地升高了不少 无人操作的动力装甲 走到苏宇身后 装甲展开 将苏宇包裹了进去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看得吃瓜群众直呼科幻 等动力装甲穿戴完毕 苏宇便解开面甲 看向今天穿上了一身 干练女士西装的邱莫 邱女士 需要带你一程吗 不然呢 让我自己走过去吗 邱莫走到她身边 白了她一眼 车的后备箱 只能放一台动力装甲 虽然苏宇的空间里还有 可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拿出来也不太合适 那可坐稳了 苏宇单手将她拖起来 那非常魁梧 直接将邱莫放到肩膀上坐着 看起来居然也没有丝毫违和感 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反差萌 娇小的美女和魁梧的动力装甲 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 开车注意安全 我先走了 随手跟注视着 自己的吃瓜群众打了个招呼 苏宇便扛着邱莫缓升空 王子薇原飞去 虽然今天来这里凑热闹的人 基本对时空科技的动物 都有一定了解 可看见动力装甲实物之后 所有人还是有一种违和感 主要是 这东西太过于颠覆认知了 之前在网上看见 还不觉得有啥 感叹一声牛逼就过去了 潜意识里 其实还是把他与那些 科幻电影里的东西 画上了等号 反正自己现实里也接触不到 没啥区别 可现在亲眼看见动力装甲 那就完 全不同了 而相比于关注动力装甲的人 一些比较感性的小姑娘 则是看着苏宇 将邱莫扛在肩膀上 往紫薇原飞去 两眼放光 这也太帅了 她要举着我这么飞一次 感觉我这辈子都没啥遗憾了 太浪漫了我的天 本来苏宇就因为注射了 基因药剂之后的顶级颜值 和时空科技董事长的身份 在网上收获了一大批女粉 这下更多了 动力装甲 不急不缓地沿着 堵满了车的马路上空飞行 距离地面 也就三四十米的高度 所过之处 必然伴随着地面上 吃瓜群众的惊呼和拍照声 苏宇肩膀上的秋末健壮 不由地笑道 你再不快点 可就要迟到了 迟到了 那就让他们等会儿呗 苏宇无所谓到 他一直注意着时间 哪能不知道秋末是虎他的 十点钟开始登舰 这还有近二十分钟呢 动力装甲这个速度 感到紫微圆都不用五分钟 完全不急好吧 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个人山人海的场合 他要不好好装个笔 那这动力装甲不是白买了 真要干账 在蓝星上有油损就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动力装甲好看 穿上之后逼格拉满 这十台动力装甲 他还不如用具找双星多换两台有损呢 穿上这玩意儿不装逼 那岂不是锦衣夜行 秋末自然知道他是什么心思 略微调侃了一句便转道 说起来 风暴级动力装甲 在中型装甲里 外观其实也就一般吧 功能最多算是重归重矩 我记得未来城的仓库里 还封存了五台天罚级动力装甲 天罚级是繁荣纪元时的 星际舰队指挥官才能配备的装甲 在繁荣纪元 被誉为最强中型动力装甲 比绝大多数重型动力装甲的战斗力还强 外观设计上也是最独特的 你应该会喜欢 下次可以找双星要来 苏宇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脑袋往秋末腿上蹭了蹭 还是秋仪懂我 在一路漫飞 享受了无数路人的惊呼和注视之后 装逼装得心满意足的苏宇 终于在距离登机 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 进入了紫围园里 此时 昨天就被苏宇拿出来的油损 正悬浮在北极宫门口的广场上 距离地面最低的地方不到一厘米 处于一种悬浮状态 但是不仔细观察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 而早早就到场了的那些企业代表 媒体记者 没有一个是坐在北极宫休息室里的 全部都围在油损旁边指指点点 惊叹连连 有些带着特殊任务来的手上的相机 更是拍得没停过 苏宇根本懒得管他们 想咋拍咋拍 真要有人能靠几张照片 就能搞清楚 有损上一些具体的技术原理 那才是有鬼了 人家修仙都得有对应的功法才能升级 你一个连摆脱母星引力都难的蓝星人 凭几张照片就能解析废土科技的话 那逆天程度堪比 修仙借了一个萃体器菜机 看见个原因大能出手 然后原地顿物直升原因 真有人能做到 别说苏宇 邱默恐怕都忍不住要给这种天才 抓来切片研究一下了 他脑子是什么构造了 所以他既然放这些人上油损 就根本没担心过可能会泄密的问题 在太空中顶层的办公室里 整理了一下衣衫之后 他便与邱默一起从他的专属电梯下了楼 油损其实是一个定位非常特殊的装备 按照邱默的说法 繁荣纪元的飞行器分为两种 一种是空间飞行器 也就是星舰或者太空艇 这类飞行器一般活动在太空之中 从建造到停泊补给 都是在太空岗里 基本上一辈子都不会下到地表 即便偶尔遇到需要打击地表目标的时候 繁荣纪元的武器系统 也足以支持这种飞行器 在太空中超远距离精准打击 人员与地面的流通 基本是靠太空岗里的太空电梯 这类飞行器的特点通常都是功能多 内循环系统甚至能够长期在太空中自给自足 而且都非常大 按照繁荣纪元的分类 十万吨以下的全都只能算是太空艇 十万吨以上三十万吨以下的 才能算是护卫型星舰 真正的主战星舰 满载起码都是三五百万吨级别的庞然大物 而尖星舰则是动辄数千万吨 光是里面的尖星系统就占据了小半的舰体 毕竟是能隔着几光年一炮 给人星球扬了的恐怖武器 里面的构造是极为复杂的 另一种则是大气层内飞行器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跟蓝星的飞机定位差不多 飞不出大气层 一般是繁荣纪元的民用产品 而有损不属于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 定位在这二者之间 属于是大气层内能飞 大气层外也能飞 当然 代价就是 有损这么个载重500吨的小玩意儿 造价堪比星际舰队中十几万吨的护卫舰 而且因为太小 没有真正的星舰那种 肆意遨游太空的能力 有损在繁荣纪元 是相当积累的一件装备 能用到的场景也很少 不过反而是这种积累的东西 设计者在设计时 需要考虑让它至少能多一些用途 所以 直接将上面的功能模块化 搞得又多又杂 装上武器模块 就能当小型空天战斗艇 装上载客模块 就能当空天运输艇 装上救援模块 还能当救援艇 因此 苏宇才敢让300人上一艘油损 不担心人挤人的问题 卸掉武器模块之后 这玩意儿 装个500人都问题不大 苏宇和邱默下楼的时候 距离登机时间 已经只剩下几分钟了 简单说了几句场面话之后 便率先登上了油损 拿到上传资格的所有人 则是伴随着激动的心情 走了进去 为了方便这场招标会进行 邱默让仿生人 专门在油损的载客模块上 还进行了一些小升级 拆除了一些 没必要的隔间和设备之后 里面的空间相当宽敞 内部装潢显得科幻又豪华 拿到票的人一进来 便忍不住连连惊呼 即便是其中的跨国资 本巨鳄 九州国企负责人这种大人物 也不由得失态 一些开着直播 反应快的记者 则是一进来 便前前后后地拍个不停 嗯 苏宇就喜欢他们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带到所有人都登机完毕 这艘专门载客的油损 便在外面无数人的注视之下 缓缓拔地而起 悄无声息 甚至都听不见 丝毫发动机的轰鸣 油损内部的人 还感觉不到什么 可外面的人看见这一幕 只觉得过于科幻 简直是违背了人们 对于飞行器的一切影响 没办法 无公制引擎 虽然不如反重力系统 那么高大上 但对于蓝星人来说 同样是颠覆认知的东西 不过 这才是刚开始而已 当油损上升到 离地百米的高度时 地面上注视着油损的 所有人都只感觉眼前一花 然后便发现 载客的油损左右两边 居然又凭空多出来了 两艘大小外观 都差不多的油损 唯一的区别就是 载客的油损 还看不出 上面是否搭载了武器 这那两艘充当护卫的油损 见守处森然的炮口和腹部 那一排排闭合的弹舱 无不预示着 他武装到了牙齿 这是两艘战舰 而且还是能够 光学隐身的战舰 稍微懂一些军事的人 看见这突然出现的 两艘油损之后 只感觉心跳都漏了一排 九州某军事基地里 和苏宇敲定 重型外骨骼订单的周晴 看着这三艘油损 眼里不由地流出羡慕的神情 又看了眼一旁 空无一物的雷达 不由地感叹道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可还是那么震撼 没能上去看看 真是可惜 而与知道油损存在的 九州不一样 大洋彼岸一直在 OB的鹰匠就没有这么淡定了 F星号星号K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 情报部门呢 你们每年拿那么多经费 是吃屎的吗 三艘这种东西 此前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白色宫殿里 猛B的睡黄 直接把手里看直播的平板 糊在了同样猛B的 情报部门负责人的脑门上 之前 苏宇虽然放出了 在太空上拍的油损照片 并且还高调宣布 要在太空中 举办这次太空电梯的招标会议 鹰匠这边 也确实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可那几张照片 他们已经找人分析过了 结果就是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NASA的人看完油损的图片后 还信誓旦旦地向睡黄保证 这绝对不是九州人 能造出来的东西 别说是九州 就算是他们鹰匠 再发展一百年 也不可能搞出这种东西来 毕竟是专业人士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 图片里油损的构造 与现在常规的飞行器大不相同 绝对不应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得到专家的保证 号称渗透全世界的情报部门 又没有传来丝毫不对劲的消息 睡黄也就没有当回事 还以为九州是在整什么新活的 没想到 今天刚好来的兴致 说秒眼直播 结果就被三艘有损同款 悬浮在百米高空的场景 给干沉没了 图片是假的 那直播总不能是假的吧 这特么 可是他们鹰匠的媒体 在现场开的直播 将情报部门负责人和NASA专家 给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 睡黄本来想让他们感觉 滚出去查清楚的 可却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转而道 他们说 太空电梯的选址 在那个黑州的小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不久前 我们是通过那附近的盟友 支援了一批武器去那里吧 那里不应该很乱吗 他们是怎么拿下那块地的 而且 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选址 相比于那个混乱贫穷的地方 比那里更适合建造太空电梯的地方 应该更多吧 说到一半 他又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语道 也不对 他们哪有能力建造太空电梯这种东西 多半是烟雾弹 那他们是想隐瞒什么事情呢 偌大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皱眉 看向面前一直不说话的情报部门负责人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黑州那块地方 九州的情报你们不知道 黑州总不能也不清 楚八 这情报部门负责人支支吾吾道 可是关于那边的情报 我在十来天前就写成报告 送给总统办公室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说黄义正次言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你现在是在为你工作失误 那情报负责人显然也急了 得罪了税黄大不了辞职回家 在这么大的问题上 要是实锤他工作失误 那可是要背大锅的 当即便耿着脖子反驳道 我们部门递交出来的每一份报告 都有记录可以查 你要是想看记录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让人把记录掉来 那你去掉 税黄脾气也来了 好家伙 本来只想敲打一下的 还给他杠上了 这是有反骨啊 很快 情报部门近期递交给税黄这边的报告记录 就全都给掉出来了 坏消息是 电子版记录里完全没有相关记录 好消息是 英将情报部门有用纸质文件记录的习惯 他们在纸质文件里找到了相关的报告递交记录 记录里显示 关于黑州那个小国的事情 情报部门确实是汇总起来 在几天前就交给了税黄办公室的智囊团 可情报被送去之后 却被判定成了无用文件 直接给送进了碎纸机 毕竟 不管是税黄还是他的团队 精力都非常有限 不可能下面送来什么情报 他们都照单全收 是要先由白色宫殿的审核人员筛选一遍的 大致筛选流程 就是让人把所有送过来的文件 看一遍进行分类 需要继续向上递交的就盖个章通过 不需要递交的就盖个不通过 然后全都丢到文件收纳机里 这些机器会分辨文件上的课章 将通过的向上传递 不通过的直接送进碎纸机 这种半人工半机械的模式 能有效避免审核人员和其他人 有过多接触导致被人渗透 亦这是鹰匠上世纪跟毛熊兑现的时候 留下来的好习惯 毕竟那位也当初主打的就是个渗透 鹰匠属实是被这一套搞怕了 直到现在 一些关键岗位 上都还有很多反间谍的措施 白色宫殿的审核人员能接触到的信息太多 显然是重点监控对象 而那个文件 就是在筛选过程中被剔除了 显然 是被盖了个不通过的账 可按道理来说 情报部门送来的 关于在海外搞事情的文件 是不可能被剔除的 这中间出了问题 睡皇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对视一眼 顿时汗毛乍起 两人脑子里同时出现一个念头 有内鬼 终止交易 因为一时兴起 打算敲打一下下属的睡皇没想到 居然一下排出来这么大一颗雷 很快 当天负责审理那些文件的相关人员 就被逮捕了 可睡皇没想到 这帮人居然全是硬骨头 直到最后 也什么都没有交代 并且一直称自己当时是通过了那份文件的 对于这种说法 睡皇嗤之以鼻 根本不予理会 要不是你这二五五崽出了问题 难不成还是文件收纳机出了问题 把通过的文件送进了碎纸机 开玩笑 当天晚上 白色宫殿的文件审核人员 就进行了一次大换学 另一头 苏宇自然不清楚 自己搞个招标会 还能在大洋另一边 引起这么一连串的事件 导致了几名无辜的审核人员被迫自杀 当然 如果他知道的话 怕是要笑出声来就是了 有损此时已经在万众瞩目之下 直接焊地拔葱 垂直向上飞到了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 并且保持低宇宙速度 处于巡航状态 300名来自各个国企 跨国资本 媒体 甚至时空科技的员工 此时全都失神地 看着闲窗外令人目眩神秘的蔚蓝色星球 虽然这个时代 蓝星上并不乏宇航员或者微信 在太空中拍下来的蓝星照片 谁都知道 蓝星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可照片和视频 与自己亲眼所见 毕竟不一样 只有亲身来到这无尽的空间之中 回望蓝星时 所有人才能感觉到 自己的渺小 和这颗孕育了无数生命的母星 有多么伟大 欢迎各位来到 宇宙空间 再可行有损内部设计 较为接近一个礼堂的模式 内部总共分为了上下四层 每一层可以做的人都是 逐次递减的 第一层最多 可以做200多人 第四层最少 只能做50来人 总共可以装500多人 除了300个名额 给各个企业和媒体分了之外 这次登建的 还有不少时空科技的员工和高管 倒不是 让他们上来工作啥的 这玩意儿 苏宇是当员工福利抽出去的 算是团建了 当时一听到 还有这种好事 时空科技近2万员工 那是人人踊跃报名 不过最终能上来的幸运 只有区区100多人而已 但苏宇已经答应 类似的团建活动 以后每周都可以举办一次 每次抽500个名额 以后可能还会酌情增加抽奖的人数 以及上太空后的活动 让更多人上太空 并且上来之后 还不是仅仅只看风景 毕竟 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 总不能连太空都没上过吧 而四层最前方 则是一个背靠驾驶舱的讲台 这里自然就是专门留给苏宇 这个时空科技董事长发言的 站在这个讲台上 所有观众都可以看得见他 欢迎各位来到宇宙空间 不算大的讲台上 苏宇笑道 比人时空科技董事长 苏宇 废话不多说 风景我相信 大家也看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咱们谈谈正事 与第一次时空科技成立时 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言 还微微有些紧张不一样 这次 他就显得相当从容了 简单说了两句 便直入正题 关于通天剑目计划的规划书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了 我这里也不多说 招标活动待会儿 会由我的CEO邱莫女士来主持 招标结束之后 为了感谢各位朋友前来捧场 我们这边还安排了一些 太空中的特色体验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 到时候可以报名参加 至于现在 我相信各位对于 时空科技的通天剑目计划 还有许多疑问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我尽量为你们解答一下 当 然 过于硬核的技术方面问题 就别问我了 问了我也不懂 周遭顿时传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能上这艘船的 即便是那些跨国企业派来的人 基本也都是精通九州话的 自然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在苏宇说完 现在是达一时间之后 立马便有一个九州企业的代表 举手询问道 请问苏先生 以时空科技 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力量 我个人丝毫不怀疑 贵公司是否又能将太空电梯建造起来 亦肯宁是否能说一下 建造太空电梯的意义何在 相比于传统的运载火箭 它有一些什么优势 我们能够通过太空电梯 在太空中获得什么 提问的是一位来自九州航天的老教授 苏宇在经过基因改造之后 记忆里向来不错 自然认识他 作为一名航天人 人家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太空电梯如果建成有什么意义 他之所以这么问 显然是想让苏宇借这个举世瞩目的机会 给全世界科普一下太空电梯的作用 免得一些不明实情的群众 被有心人带了节奏还不自知 苏宇对他点了点头 随后笑道 刘教授问的问题很有水平 我虽然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但这方面倒也能说到说到 众所周知 当前的航天模式都是通过运载火箭 将人员或者设备送上太空 这种模式不仅成本高 而且运载能力极为有限 目前最先进的运载火箭 将地面的物资送上太空 成本也高达每公斤两万美刀以上 我们可以将这个成本压缩到19周币以内 能节省1000多倍的运输成本 意义是什么 想必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知道 而拥有了低成本的地空运输链条之后 我们能够从太空中获取的东西 那就太多了 且不说高远位置 高真空和超捷径环境 微重力环境等等科研资源 完全廉价之后 能够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带来多大助力 光是太空上可利用的资源笔蓝 星上可利用的资源要丰富得多 仅从太阳系范围来说 在月球 火星和小行星等天体上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在类木行星和彗星上 有丰富的轻能资源 苏与侃侃而谈 将太空电梯未来的前景说得明明白白 特别是当他提到小行星采矿时 还专门展示了一下 时空科技研发的行星采矿机器 现场的这些人听见这个 倒是还没啥感觉 可那些没有进入有损 在地面关注着直播的矿业巨头们 却不由地纷纷菊花一景 谁都知道 太空中的矿产资源有多么丰富 别的不说 光是隔壁火星 矿产资源就多到足以让人流口水的程度 有专家根据探测器带回来的样品推算 火星上钛铁矿的储量高达1500万一吨 而在蓝星 可开采的铁储量仅有1800一吨 上万倍的差距 更直观地说 火星上那火红色的土壤 里面就是富含大量氧化铁 才会呈现出这种红色的 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 那里有大量矿产 可毕竟没这实力去开采 有没有的都没啥区别 可现在 如果时空科技的太空电梯真建成了 谁都不会怀疑 时空科技真有能力去采集火星上的矿物 别的不说 光看这些有损就知道 时空科技的飞行器技术有多么发达了 那到时候 这些基本的矿产资源价格能低到什么程度 蓝星的矿业巨头们 忽然有一种被来自外星的神秘力量被刺的感觉 当然 他们怎么想的 太空中的苏宇和其他人暂时是不会关心 就是了 在苏宇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接下来了 又有几个来自九州的企业代表 问出了一些科普性的问题 苏宇一一回答 他知道这显然不是回答给九州官方听 而是在给九州的民众科普 倒也很耐心地掰开了 揉碎了 将这些知识 尽量以简单的语言来说出来 便于大众理解 而等到这些九州的企业 提问提得差不多了之后 一个来自鹰匠媒体的记者 终于抢到了个提问的机会 苏先生 时空科技将太空电梯的地址 放在黑州的一个小国上 根据时空科技披露的信息来看 你们已经与当地官方交涉 获得了该区域未来一百年的使用权 虽然你们的计划书中说过 你们已经支付了租金 可那里无论怎么说 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请问 在太空电梯建成之后 该国是否拥有电梯的主权呢 或者你们打算以股权的方式 将太空电梯的收益 与该国分红 金发碧眼的白人记者一开口 便是一个极其犀利的问题 诚然 时空科技与当地官方签订了租赁合同 并且还以500亿的低价 就拿下来了那么大一块地 可正是因为这块地拿得太便宜了 所以也更容易落人化比 被问这样的问题 苏宇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这些人是什么德行 他早就知道了 要是不给他调点次 他都有点不习惯了 对于这个问题 他回答的也很简单 太空电梯的拥有权 只属于时空科技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至于与当地官方 关于建造太空电梯的 这块土地的租赁协议 是我们双方在平等互助的前提下 和谐讨论后达成的结果 中间我们没有使用任何强迫行为 符合自由贸易精神 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 显然是多虑了 据我所知 鹰匠在全球不少主权国家 都有军事基地 那些国家对鹰匠的军事基地 也有主权吗 那个记者听着苏宇前面的话 肉眼可见地兴奋了起来 正准备借他这番言论 给他扣个霸权的帽子 狠狠地攻击来着 可听到他最后一句话之后 却直接被干沉默了 妈的 好像还真是 这种事情 怎么看 也是他们鹰匠干的比较多啊 不过 既然是能被选中 拍到这里来的记者 自然也不是什么草包 他立马就想到了反驳的角度 连忙道 苏先生 您最后一句话 恕我不能认同 我们鹰匠在海外的所有基地 都是受当地官方邀请 由当地出资建造的 作用是维护当地和平 而时空科技的太空电梯 显然是商业设施 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说得好 苏宇笑道 不过很不巧 我们时空科技 也是受当地官方邀请 而去的 建造太空电梯 除了能带动当地的经济之外 还能为当地 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 并且 我们时空科技的安保部门 还能帮助当地官方维持秩序 建设部门 会在当地修桥铺路 为当地进行大量基础建设 他这话可不是乱说的 而是时空科技 真的在做的事情 不信你去看 被时空科技租下来的那块地里 还有一个海盗和恐怖分子吗 重拳出击全给制裁了 笑死 连一个黑色的人都看不见 现在绝对是世界上 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了好吧 至于修桥铺路 他确实修了 不仅修了路 还修了党口呢 虽然只在自己租赁的区域里 可你不是说 那里是人家的国土吗 那么他在这里搞基建 不就等于是在给该国搞基建 不就是打嘴炮耍流氓吗 谁还不会啊 那记者被说得哑口无言 信心做了下去 不过 他只是第一个罢了 本来就是来搞事的那些外国媒体们 就像是开闸泄洪一样 纷纷举手发言 苏宇随便选了一个 来自高卢的记者 那记者一起身边问道 请问苏先生 在太空电梯建成之后 你会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将这个连通太空的枢纽 开放给全世界所有人使用吗 还是说 只会选择部分合作伙伴开放 来了 经典先给戴个高帽 然后谈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这个问题 苏宇也是早有准备 但但到 太空电梯有时空科技独自建造 是专属于时空科技独有的设备 是时空科技的财产 我们当然有权挑选合作对象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应该是各国的法律中 都有的一条吧 下一位 苏宇这个回答 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那记者也只好无奈接受 毕竟他所说的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正是现代西方体系下 宪法的核心要素 谁敢否定这一条 就是跟所有资本家作对 他一个记者 可不敢乱说 苏先生 您刚才说 在太空电梯建成之后 要大离开 发太空中的资源 可一直以来 宇宙空间都是公认 属于是全人类共有的资源 您开发太空来为自己牟利 是否符合国际法 又一个记者问道 宇宙空间属于全人类 苏宇反问道 三体人知道这事吗 记者 现场也不断传来憋笑的声音 而相比于现场这些高素质人才 还能忍住不笑 网络上看直播的网友 听到苏宇的回答之后 直接就给笑飞了 哈哈 我是真绷不住了 人类的财产了 别尬黑 主不在乎 主就算成了人类的财产 也不在乎 那记者被苏宇一句话 对得面红耳赤 支支呜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道 我的意思是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在太空中的争端 我们应该现在就好好讨论一下 关于太空主权的问题 而不是成口舌之力 而相比于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外星人 我们目前的共识 不应该就是 宇宙空间应该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吗 毕竟没有任何法理 支持任何人对宇宙空间拥有主权 他可能是有点急 说话都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不过 最后还是把意思表达清楚了 那就是你时空科技技术是牛逼 能开发宇宙资源 可那是全人类的财富 你这是在抢全世界的钱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的问题 苏宇也懒得跟他好好说话 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身份证 指着上面的民族道 你认识这个字吗 这不就是个汉吗 记者疑惑道 你刚才既然能说出成口舌之力的话来 证明你对九州文化还有一点理解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字有什么含义吗 记者 不是 怎么突然就说到这个问题来了 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不知道 没关系 我来给你科普一下 苏宇道 诗经 有云为天有汉 建议有光汉 代指天河 银河 汉族 你也可以理解成银河族 说到这里 苏宇看着已经猛了的记者 笑咪咪道 所以 自古以来 真的假的 一个汉字 还有这意思 我查了一下 还真有天河 银河的意思 嘶 手里平平无奇的身份证 突然变得高大上了起来 什么 我称银河族了 自古以来 银河系就是我们银河族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谁同意 谁反对 同意你 别说是直播间的观众 现场的人 都被苏宇这套理论给整不会了 不是 这也能自古以来啊 提问的记者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不由地高声道 苏先生 你知道的 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说服不了任何人 苏宇当然知道 这说服不了谁 因为他就是胡扯的 可是 他也没想过要说服谁啊 听到这记者的话 苏宇也只是轻笑道 我不需要说服任何人 只需要说服我自己就够了 苏先生 恕我直言 如果没有足够的法理支撑 您开发太空 就是纯粹的霸权主义 这是对宇宙空间的霸占行为 那记者终于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 兴奋道 是吗 苏宇偏了偏头 疑惑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三百年前 你们的殖民者跨过大洋 占领了米洲 那时候 他们对米洲的占领和开发 有法理依据吗 我要开发的星空 连个生命都没有 就一定得要法理 才能开发 那你们开发米洲的时候 又为什么不需要法理支撑了 那地方可还有原住民吧 哦 我忘了 原住民看见你们 都摸不着头皮了 苏宇笑眯眯的 在全世界同步直播的镜头下 说出来 这番诛心之语 整个飞船内部 在这一刻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部分人是愤怒 因为自己祖辈干的丑事 虽然也不是什么秘密 可敢这么当众揭穿的 还真不多 部分人则是惶恐 因为苏宇这种行为 可是等于把鹰匠的脖子 捏着左右甩耳光啊 不用想都知道 这会儿在看直播的鹰匠人 怕是都要气疯了 虽然之前 苏宇也吐槽了鹰匠的军事基地 不过这种事情 毕竟是当代的事 吐槽的人多了去了 可关于他们几百年前 干的那些丑事 可没愿意听 毕竟他们现在 可每年还要过感恩节呢 一帮土著而已 我都感恩了 还要怎么样 谁都没想到 就连大国户队的时候 都很少接鹰匠这个丑事 偏偏苏宇就敢在全球直播里 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这个口无遮拦的疯子 苏先生 你在这种场景下 说出这番话 有考虑过 会有什么后果吗 那名记者颤抖着手 治者苏宇道 还请你收回刚才那番话 不难看出来 他真的很气 后果 收回 苏宇吃笑道 我说了 如何 他这强硬的态度 终于彻底给那个记者干沉默了 再也没有继续说话 苏宇也不管他 接着到 下一位 对完那个不知所谓的祸之后 现场顿时都清静了不少 后面的人 再也没有敢提一些挖坑的问题的了 整个对答的流程 很快便接近了尾声 接下来 便是由邱默主持的招标会议 整个通天建幕计划里 有许多技术含量不高的东西 最终都会以招标的方式分配出去 当然 最后这些项目 都会落到九州国旗手上就是了 那些来参加会议的跨国资本 说白了 也就是凑热闹图一乐的 大部分人来的时候 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 只不过 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而已 最后 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上了趟太空 也算是没白来 不少人 甚至在知道投标无望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离开了会议室 在有损周遭的闲窗外看风景 而相比于有损上 还算和谐的场面 地面上的场景 就相当的不和谐了 原本就在跳脚的鹰匠 听到苏语那番话之后 果不其然 直接气炸了 他们当了那么多年世界老大 哪里受过这起 这会儿 已经是九州时间的中午时分 鹰匠那边已经是半夜了 结果睡黄 硬是让发言人 大半夜召开了个发布会 声称时空 科技对于黑州那块地的租赁行为 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 适用武力与金钱说 强迫当地官方的霸道行为 鹰匠作为世界警察 不可能坐视不管 至于怎么管 别问 问就是制裁 鹰匠这边直接禁止了 其所有盟友 引进时空科技的产品 并且宣布 时空科技一日不中断 太空电梯的建造 将土地还给该国 他们就一天不会放弃制裁 虽然但是 这次的制裁 虽然听起来 内容跟上次的制裁差不多 可上次只是不允许 他们的盟友 引进时空科技的外骨骼而已 而这次制裁的范围 则还包括了 时空科技的出品的 金属氢电池 以及所有使用了 金属氢电池的产品 也就是说 如果其他企业的产品 用了金属氢电池 其产品也是不允许 流入鹰匠 及其盟友所在的国家的 这种极端的制裁方式 虽然很低级 但却是很有效 因为这便意味着 所有使用了金属氢电池的产品 都无法流入鹰匠他们的市场 可偏偏 他们是全世界 除了九州之外最大的市场 鹰匠的目的很明确 既然无法从销售上 限制时空科技 那他们就要从贸易上进行限制 没有任何一家跨国企业 愿意以牺牲国际市场的代价 来使用时空科技的产品 而现在时空科技的太空电梯 已经开工 正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 这一手算是釜底抽薪 锁死了时空科技的资金来源 虽然九州这边没有限制 可光一个九州市场 时空科技的金属氢电池 能卖出去多少 有损的休息室里 已经开完了招标会的秋末 坐在苏宇对面 说完鹰匠对时空科技的 最新款制裁方案 丝毫不见半分极欠 苏宇听完 表情也没什么变化 这是迟早的事情 刚才他那番话 也不过是个加速而已 时空科技 这次为了通天芥木计划 暴露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多到让鹰匠 也能感觉到威胁的地步 狗鸡跳墙吗 能理解 苏宇只是给他递了个梯子 让他们快点跳而已 所以 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秋末神情淡然地跪坐 在休息室的茶几前 悠闲地在太空中泡茶 按照原定计划 在招标结束之后 有损还会在禁地轨道 环绕飞行一个小时左右 并且中这次的乘客里 抽出一部分 体验出仓的活动 会虽然开完了 但还没到下去的时候 怎么处理 这还不好处理吗 制裁我 反制裁呗 苏宇将他泡好的茶 端起来抿了一口 你发个公告 所有跟着鹰匠 参与制裁时空科技的国家 与企业 同样会进入 时空科技的制裁名单 时空科技 现在和以后所有产品 都不会销售给他们 对了 最好再列一个名单 制裁的对象 可不仅仅是国家和企业 还有个人 以后就算是他们出国 想买时空科技的东西 也不卖给他们 苏宇将茶杯放下 不仅看不见丝毫急切之色 反而显得很悠闲 现在抱团制裁爽了 到时候不给我嗑几个 这事可不算完 金属青和外骨骼 算不上什么必需品 他们完全可以不用 秋莫摇头道 外骨骼虽然在战场上 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不过说到底 也没几个人 敢穿着外骨骼 打到他们本土去 对他们的威慑有限 你既然打算反制裁 那这次准备 拿出点什么心动下来 苏宇文言笑道 前两天你不是还跟我说 楚约他太爷爷 已经病入膏肓 是生是死 就这两天的事情了吗 还正晚期呢 则 对了 还得联系九州那边 注册个医疗公司 这个不卖给他们 确实比不卖外骨骼 杀伤力大多了 好不好到时候 还真有人要来磕头求你 秋莫无嘴偷笑 外骨骼你也可以不要 即便是到时候 可控核聚变点火 廉价的能源 你还是可以不要 毕竟缺那点电费的是普通人 又不是国会老爷们 可 是延长寿命的丹药吗 能与人体完美适配 还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仿生学器官呢 想要吧 想要就来求老子吧 时空科技官博 对于鹰匠及其盟友们 无端对时空科技 做出的不符合 自由贸易原则的制裁行为 我们时空科技 在整理了一番资料之后 也给出了对等的制裁方案 所有参与制裁的国家 企业 个人 都将受到时空科技的同等制裁 时空科技的产品 将拒绝销售给制裁名单上的 所有群体 个人 望周知 先前还因为鹰匠 又加大力度制裁的九州网友 在看见这篇直接正面印钢 中门对居的反制裁通告之后 全都沸腾了起来 支持 狗约的鹰匠 天天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 也不看看自己 是什么东西 不买就不买 好东西 我们自己用的都不够 哪还有产能卖给你们 at比亚汽车 你们勾巴造车 能不能快点 都特么这么久了 搭载了金属氢电池的车呢 也要买车 比亚汽车 再造了再造了 预计下周就有搭载了 金属氢电池的新车上市 敬请期待 而相比于九州人 对于时空科技硬气反制裁的赞赏 外网上的人看见 这篇通告 就冷嘲热讽的居多了 虽然时空科技 目前确实表露出来了许多黑科技 在大部分看来 这只不过是被制裁之后嘴硬而已 然而 在半个小时后 时空科技官博上 便又发出了一篇通告 这次 不管是国内国外 全都猛了 时空科技官博 热烈庆祝时空科技旗下子公司 时空医疗挂牌成立 简介 时空医疗是一家国际领先水平的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生产公司 目前主打的产品有两种 一 仿生学器官 仿生学器官是时空医疗 在生物医疗科技上的巅峰之作 能够一笔 一制造出除大脑之外 所有人体机械器官 包括机械臂 机械腿 机械内脏等等 这些机械器官能够完美取代 已经病变 或者坏死的人体器官 二 基因药剂 温和型 该型基因药剂 能够极小幅度改变人的体质 起到排毒养炎 强身健体 愈合伤口 极大增强免疫力等等效果 普通小病 只需一针 即可在一天内痊愈 药到病除 除了以上两种已经相当成熟 能够投入市场的产品之外 时空医疗 还有许多其他产品 正在研发当中 敬请期待 两种产品 仿生学器官 自然不必多说 这是废土那边 已经相当成熟的技术 而且本质上也不复杂 甚至苏宇 都不用专门去找 双星交易生产线啥的 邱默自己就能手搓一条生产线出来 反正前期估计没多少人会相信 这玩意儿的存在 销量应该不会太大 邱默弄出来的生产线 就算受限于蓝星当前的技术 产量低一些 也无所谓 而第二种所谓的温和型基因药剂 那就是纯胡扯的了 那玩意儿 就是将零食中的灵气 稀释进了水里的产物 根本不是什么基因药剂 毕竟废土那边 对于基因的研究也不多 人家主攻的是机械飞升 不过虽然说 它是基因药剂是胡扯的 可在它的功效上 苏宇确实一点牛都没吹 甚至还说保守了 一枚零食中的灵气 稀释进水里以后 大概也只能生产 1000支这样的药剂 里面蕴含的灵气 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灵气又对人体有极大弊异 毫不客气地说 普通小病一针痊愈 都是很谦虚的说法了 即便是一些需要住院的大病 只要不涉及到癌症之类的病症的话 来上两针多半都能痊愈 也而且这玩意儿 还不只能治病 更是疗伤神器 即便是战场上那些 被热武器造成的开放性伤口 甚至是贯穿性伤口 来上一针 最多只需要一两天 伤口便能痊愈闭合 相比于哪里坏了 换哪里的仿生学机械一支 这种灵气水 无疑是更加清明的产品 效果不差 并且价格上也不算高 一针灵气水不对 温和型基因药剂 时空医疗 目前在九州给出的价格是800元 而在国外的定价 就相当的吉利了 3888元 MIOTA 只接受九州B结算 一枚零食能弄出上千支灵气水 刨除保存成本 和零食本身的价值之外 苏宇能赚到的钱不低于50万 相比于那些天价药 以零汽水的功效 在九州国内卖这个价格 已经是相当的清明了 毕竟这玩意儿 说一句包治百病 都不算太夸张 而且还是可以叠加的 即便是真的得了癌症 只要足够有钱 多来个几针 或者找时空医疗 买一支浓缩型 搞不好也能痊愈 除了治病疗伤之外 甚至还能美容养颜 不仅没有任何副作用 且效果比那些美容针 还要更好 在九州定价的八百一支 说是白菜价都不为过 不过苏宇本来也没指望 靠九州市场赚钱 后续 如果九州官方 有将零汽水 纳入医保的意向的话 他倒是不介意 再降低一些价格 医疗这方面的东西 在全世界都是刚需 满世界韭菜多的是 干嘛非得盯着 自己老家割韭菜 外国38889州 必一支 还是只面向那些 没有参与制裁 时空科技的国家而已 对于那些参与 制裁了时空科技的 日后如果真来求苏宇原谅 解除反制裁了 苏宇给他们的定价 也不会低于五万一支 这帮国家 几乎就没有穷的 全都负得流油 他们趴在全世界人身上 吸了太久的血 所谓的高福利社会 就是建立在其他人 血泪尸骸之上 这才是真正的优质韭菜 不敲骨吸髓 给他们扒下几层皮来 苏宇都觉得亏得慌 当然 那是后话 至于现在 互相制裁呗 反正他是不急的 没钱造不起太空电梯 笑话 他没钱 九州也没钱吗 至于九州 为什么要把钱给他造一个 只属于时空科 记得太空电梯 那办法可太多了 他这里各种牛逼的技术一堆 哪样拿出来不止几万亿 九州那边 可正等着他开口呢 核聚变和金属氢电池啥的 随便分享一个技术 给九州 造一个破电梯的钱算什么 分分钟砸给他 这方面 从来就不是素于所担心的问题 就算连九州也没钱 那大不了就慢慢修吗 多大点是 他现在少说 也能活个两三百年 而制裁他的人呢 还能活几年 苏宇有的是资本托 就看对面有没有胆子 死给他看了 放在以前 苏宇相信他们是有的 毕竟死不死这事 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可现在 他推出了 可以哪里坏了 换哪里的一支 和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还能延年易受的灵气水 他可不信 那帮人再有办法 能延长寿命的情况下 还能舍得死 更别后续他 还要推出延寿二十年的延寿金单了 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来说 多活几十年 绝对是世上最大的诱惑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果不其然 时空科技发布的 关于时空医疗挂牌成立的消息 再次引来了无数人关注 甚至有些媒体 已经专门将这次的事件 做了一个专栏 以时间线的方式 从时空科技成立那天 开始梳理整个过程 而对于时空医疗主打的两种产品 虽然功能看着 都太过于牛逼了 可相比于之前 时空科技的东西一发布 就引来无数质疑声不同 M.I.O.TA 这次的质疑声 却出乎预料的少 主要是时空科技 目前展露出来的技术 都太过于超前了 甚至连能在这数百人上 太空开会的飞船都有了 再拿出这些医疗上的东西 质疑的声音 自然就少了很多 这就是品牌的作用 现在的时空科技 在世人眼里 就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公司 没有之一 甚至一些大国 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上 在大众看来 都远不如时空科技 因此 他们在拿出来些什么超前科技 也就是很合理的事情了 更何况 不管是仿生学机械一支 还是基因 药剂 看起来都是科技产物 跟时空科技 在大众心中的印象 比较符合 这也是苏宇 要把灵气水 给成为温和型基因药剂的原因 直接叫灵气水的话 就显得太玄学了 恐怕跟时空科技 在大众心里的印象 不太符合 想要快速推广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而叫温和型基因药剂 再加上时空科技的名头 这玩意儿 相信不久之后 就能在九州普及开了 在宣布时空医疗成立的通告末尾 还有一条志愿者征集启示 内容大概是 时空医疗 你征集十名身体有残缺的残疾人 与十名中重型病症的病人 请他们来紫围员的时空医疗总部 在面向全世界的直播下 接受时空医疗的治疗 时空医疗免费提供往返路费 住院 药物 和一支等等费用 为残疾人更换机械一支 或者因为时空医疗提供的药物导致生命受到影响 每一位志愿者 时空科技都将赔偿一亿元巨款 试药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虽然很少拿上前台说事 可这确实是一直都存在的 毕竟即便经过了多轮实验的药物 想要投入市场 最终也需要经过人体试药才行 但这堂的风险其实并不小 因为不是所有药物都足够稳定的 试药过程中出了问题的其实不少 一旦出了问题 通常医药公司便要面临巨额赔偿 这是写在合同里的东西 而不管是哪个医药公司找人试药 所谓的巨额赔偿 也没有时空医疗这么大手笔 一旦出了问题 直接一个人赔一亿 而且还要直播试药 这是有多自信 原本看见时空科技公告后 对于这个刚挂牌的时空医疗 还不怎么信任 打算观望一下的人顿时心动了起来 即便不说那巨额赔偿款 以时空科技这么个技术如此牛逼的公司 能在全球直播的情况下 尽全力给看病 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一时间 下面报名者不胜枚举 消息发布的当天晚上 时空科技的官网上 报名的志愿者人数 就达到了十几万 这种情况 便是时空科技 在多次展示出超前科技之后 所带来的公信力表现 如果这次的志愿者 是要直播能够成功 在科技领域上 时空科技的威望将更上一层楼 倘若失败的话 那之前建立的好形象 也会直接崩塌就是了 苏宇让人在这些报名者中筛选了一下 挑出了残疾人 和疑难杂症患者各十人 并且还是专门挑的那种 家庭非常困难的 且目前所在的位置 距离子卫员不算太远的 毕竟这次所谓的直播是要 在他看来 本来就是一场作秀 让民众接受 时空科技出产的仿生学器官 和灵气水的一种手段而已 废土上的仿生学器官 已经相当成熟了 根本不存在失败的可能 选这些家庭相对困难的人 来当志愿者 也算是给他们免费治疗了 因为选的人 位置都距离子卫员不远的缘故 所以 直播的时间 被定在了第二天下午 邱莫找几台仿生人 简单将实验室的一些设备改一下 便搞定了到时候 需要用到的实验室 更换机械一支 自然是需要做手术的 主刀医生 则是由程序操控的 医疗型仿生人来担任 相比于人类医生 这种医疗型仿生人 抓刀更稳 下刀更精准 动手术时 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小 按照邱莫的说法 如果用他现在用的这台仿生人 给人做手术的话 他甚至能控制 奈米级的手术刀 精准地将正常细胞 和癌细胞分割开来 并且 这个效率非常高 只要他愿意 只需要一两天时间 就能将一个人体内 所有癌变细胞全都切除 通过单纯动手术的方式 治疗癌症 这是奈米级的手术能力 当然 这种级别的手术用 仿生人来做效率就太慢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直接上奈米机器人 在终端AI的控制下 成熟的医疗型奈米机器人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将癌 正晚期的人体内 所有癌细胞消灭 让人恢复正常 废图上 就有这样的技术 不过基本用不上就是了 人家哪里癌 便直接割了不要了 换个仿生器官 不比脆弱的血肉好使得多 所有前置问题 都在一晚上解决了 第二天下午 被选中的志愿者 便如期被接来了 子卫员总部 偌大的实验室里 十名身体有残缺的残疾人 分别躺在不同的手术台上 数十名医疗型仿生人 穿着白大褂 正站在他们床边 准备着手术 而每一个手术台前 都有数个摄像头 构成的无死角直播 正在时空科技的官网上 进行同步直播 直播才打开 便有无数人涌了进来 从零观看人数 到达一百多万人在线观看 只花了几秒钟 并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等到实验真的准备开始时 这个人数 已经达到了五百多万 仅仅一天的预热 就吸引了五百万观众前来观看 足可见如今的时空科技 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这可不是那些 直播平台的注水数据 说是五百万 实际上五万都没有 而是实打实的五百万观众 一个都不少 不过今天的直播 却并没有多少弹幕 毕竟做手术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说 还是比较沉重的 很多人虽然还是对 时空医疗声称的 仿生学器官和温和型 基因药剂有些抵触 并不敢完全相信 可却并不妨碍 他们希望这次实验能够成功 毕竟如果真成了的话 无论是仿生学器官 还是温和型基因药剂 毫无疑问 都是能造福全人类的技术 是以后大家都能享受到的 高端医疗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术终于开始了 虽然手术的过程有点血腥 不过这次 却并没有任何打码 毕竟时空科技现在的情况 这么点颇事 九州官方也不可能 还专门来管它 更别说九州官方 自己也对他们这个技术 极为感兴趣 想让一些专业医生 来观摩学习了 10 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被打了麻药的患者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任由那些像机器人般 一丝不苟的医生 在身上动刀 中途因为手术过程有些血腥 许多心理素质不太行的观众 都退出了直播间 打算等手术做完了 再进来看 幸好 更换一支的手术并不难做 只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不到 所有一支便更换完毕 在众目睽睽之下 最先有反应的 是一名断了一条胳膊的中年人 因为只需要装手部的一支 所有他是最先做完手术的 麻药的剂量也不大 同样是最先醒来的 并且在仿生人医生精准的刀法之下 中年人更是连血都没有出多少 便完成了一支的安装 所有醒来之后 居然都算不上有多虚弱 在仿生人医生的建议下 居然直接从病床上站了起来 看着自己 这支从里到外 都透露着一股科幻风的右臂 中年人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抽了口冷气道 有点疼 更换机械臂 虽然只是一个小手术 可却还是有些窗口的 这些窗口在两天之内就会愈合 因此 您才会感觉到疼 仿生人医生一板一眼地答道 不过就现在您的状态而言 已经可以正常活动 试试您的手臂了 只要不做太过激烈的运动 通常都不会出什么问题 等伤口彻底愈合之后 您便能像正常人一样 使用您的机械手臂了 真的吗 中年人稀奇地看了眼 自己的机械右臂 尝试着动了动 看见五指随心所欲 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地动起来的时候 他眼里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急不可耐地 穿上了病床旁的拖鞋 走到一边的床头柜上 尝试着拿起了一个苹果 想了想之后 又拿起一旁的水果刀 轻巧地给苹果削皮 全程流畅无比 看不出丝毫迟滞 等做完一切后 中年人看着手里被削了皮的苹果 脑海里已经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如臂失职 中年人出身贫苦 手臂是十多年前 在一次车祸时意外丢失的 而因为那时候的监控系统还不发达 司机肇事之后从容逃脱 也没能被抓回来 赔偿什么的 自然是不存在的 本就出身贫苦 年纪轻轻 还丢了一条手臂 这便导致了他这一生 注定过得极为艰难 直到昨天晚上 女儿告诉他 有一个叫时空科技的企业 可以为残疾人免费更换机械一只 据说这种机械一只装上之后 更正常的人的手臂 几乎都没有任何区别 他一开始 当然是不幸的 最后在女儿的苦心劝导之下 终于才同意报名 本来当时 看见报名的 都有十几万人了 他也没觉得自己能选上 结果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被选中了 这也更让他觉得 这个时空科技 可能是骗人的 世界上残疾人那么多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 非要说特殊的话 那大概就是特别穷 不管怎么看 选中了他 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看见 一旦手术失败 导致志愿者出事 时空科技会赔偿一个亿巨款的时候 他虽然心中怀疑 但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去 甚至直到躺上手术台的时候 心中还在不断祈祷 希望手术一定要失败 最好再来个大出写什么的 让他死在手术台上 这样的话 时空科技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一个亿不论如何也得赔 他家人就再也不需要过穷苦日子了 他觉得自己窝囊了一辈子 这次总算也是给女儿 和不离不弃一辈子的妻子 做了些好事 然而 此时看着手里 这可被削得漂漂亮亮的苹果 之前一切的怀疑和不幸 一切的慷慨赴死的念头 都忽然消散了 久违的四肢健全的感觉 让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 此时在做梦 等反复确定自己 真的不是做梦之后 这个青年时 便失去了一条胳膊 浑浑噩噩度过十几年的中年人 终于再也绷不住了 痘大的眼泪 忽然涌了出来 一开 使势抽气 紧接着便是嚎啕大哭 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全 更是对过往的救赎 不多时 中年人的妻女 也进入了病房 看着她像小孩子一样 一边哭 一边尝试着用仿生学一只 碰碰这个摸摸那个的样子 都忍不住无嘴流泪 这样的一幕 让无数在光看直播的人 都忍不住落泪 代入感太强了 我也有点残疾 但只是缺少了一根手指 大部分时候 正常生活还没问题 可即便如此 生活中也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很难想象 这位大叔缺少一条手臂 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残疾人真的太苦了 我一个四肢健全的人 真的很难想象 如果缺胳膊少腿我 还能有什么勇气活下去 之前还不觉得 这个仿生学一只有什么 可看见这一幕之后 忽然就泪目了 一呜呜 沙子进了眼睛 呜呜 炮弹进了眼睛 妈的 本来想哭的 前面这个B是真的离谱 半天情绪白酝酿了 没人讨论技术问题吗 这一只看着也太灵活了我的天 时空医疗的简介里 不是有提到吗 据说能够仿生学器官 能直接连接神经元 可以由大脑直接控制 并且还不止这些 像这机械臂 里面的关节 似乎比正常人类手臂的关节更多 人手能做到的事情 它全都能够做到 四 我也看了介绍 甚至在保留了人手的功能之外 机械臂 还有更多可以拓展的功能 看那个演示的视频里 机械臂居然还能自由转动360度 并且每一个手指关节 甚至包括手腕关节 都是可以拆卸的 在做一些专业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打螺丝啥的 可以直接把手换成螺丝刀 一看就贼好用 特忙换个机械臂去打螺丝 可还行 就是有这么个功能啊 比喻懂不了 你们都只关注功能吗 都没人注意到 不管是机械臂 还是机械腿 都可以做仿生学装饰吗 我看了那个装饰之后的效果 居然跟真人的手 看不出任何区别 据说天价上的 仿生学皮肤 都是特殊材料制造的 跟人体皮肤触感一模一样 还不容易换 不会真有人需要这个假皮肤吧 就是 这机械臂 他妈的摔爆了好吗 我一个正常人 都想给自己手砍了去换一条了 要皮肤有个屁用 这不是妥妥的赛博朋克风吗 帅就完了 说起来 时空医疗的机械臂肢里 好像几乎包括了 除了人脑之外的人体所有器官 你们说 如果把这些器官全都换上 只剩下一个脑子 别问 问就是血肉苦落 机械飞升 妈的 我是真的好心动 散钱 飞升 at时空医疗 报价呢 这些机械臂肢的报价是多少 快点公布 价格合适我这就剁手 这也太他妈帅了 真 剁手 当第一个手术成功的残疾人 展示出机械臂的作用之后 观看直播的所有人都沸腾了 尤其是在看见那机械手臂灵活的动作 和酷炫的造型之后 甚至不少四肢健全的人都 诞生了剁手的想法 并且 这还不是一时冲动 只觉得帅 而是真的从实用角度出发的 因为在手术完成之后 中年男子又配合时空医疗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一些成果和功能展示 展示之前 时空科技为了方便他控制机械臂 手术的窗口快速愈合 在功能展示之中 所有人才知道这些机械一致的可怕 这玩意儿 可不仅仅是灵活一点意 不管是力量还是功能性上 都能玩爆人类的手臂 经过测试 中年男子机械臂的握力 能够达到上百公斤 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他 一手捏爆了握力测试仪 臂力更是惊人 他随手就能提起两三百公斤重的沙袋 甚至要不是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强度不够 这个数字还得往上加 并且除此之外 上面还有许多牛逼的小功能 看得观众们眼花缭乱 直呼太他妈香了 在中年男子测试的途中 其他接受机械一致改造的残疾人 也纷纷完成了手术 在灵气水加快愈合窗口的情况下 他们很快便也完全恢复 开始配合时空医疗的工作人员 展示一致的作用 这些都是在合同里有写到的 并且在志愿者们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 时空医疗还会给他们一笔不菲的费用 作为报酬 所以倒也没有人抱怨 当然 就算时空医疗这边不给任何报酬 他们也不会有丝毫不满就是了 因为对他们这些残疾人来说 时空科技免费给他们安装这些一支 无异于是给了他们一次新生 除了更换手臂的中年男子之外 更换其他一支的人们 展现出来的功能 更是让观众们震惊不已 比如一个更换了电子眼的女生 更换后的电子眼 并没有所有人之前想象中的那么抽 反而经过仿生学伪装之后 显得非常漂亮 毛子呈现出九州人特有的黑色 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丝毫区别 甚至更漂亮 并且不知道 这个仿生学伪装是哪个鬼才设计的 它居然还能自己调整眼睛的颜色 赤橙红绿青蓝子 想要啥颜色变啥颜色 连形状都特么可以变 看得观众们直呼以后 每铜钱都可以省了 而除了这花里胡哨的功能之外 这对机械眼真正的功能就更加离谱了 装上之后 正常情况下 目视距离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就能达到上百公里外的一点灯光 正常在空气纯净污染的前提下 人眼目视距离最远 可以看见20多公里外的烛光 而这个机械眼 功能则是比人眼牛逼太多了 并且不止 这还只是正常情况而已 根据时空医疗的说法 这种机械眼甚至还有远视功能 这个功能有多牛逼呢 嗯 也就是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 能在蓝星看见月球上环星山的水平吧 比一般的天文望远镜强点 除了看得远 这对电 紫眼还自带热成像 红外等等功能 甚至还能绑定自己的手机 拍照拍视频 将照片上传到手机里 清晰度比正常的摄像机还高 可以说 装上这对眼睛之后 原本的盲人少女 直接进化世界上视力最好的人 除了以上这些功能 这对电子眼 其实还有一些未解锁的特殊能力 隐藏在时空医疗未公布的数据里 那就是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在电子眼里增加 辅助瞄准模块的 也就是有了这样一双眼睛 如果上了战场的话 那就是全世界最牛逼狙击手 机秒打3000米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 不只是电子眼 其他的机械一只也有同样的未解锁功能 毕竟这些东西 都是秋末按照废土的思路制作的 废土那地方 人人都巴不得给自己武装到牙齿 设计出来的机械一只 当然不可能只有正常人体器官的那些功能 当然 这些就属于是普通人根本不需要的功能了 时空医疗自然是不需要加上的 未来啥时候 军方如果要为有些在战场上 失去了老兵加装一只的话 苏宇倒是会考虑给这些功能解锁 至于现在的民用产品 还是和谐一点比较好 随着一个个使用了机械一只的残疾人 展示自己改造后的模样 机械一只很快便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可 除了机械一只的丰富功能之外 那十名志愿者全程都没有出任何意外 并且手术之后没过多久 就能自由活动的情况 更是让观众们对时空科技的技术 又多了几分幸福 连带着那还没有实验过的温和型基因药剂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毕竟 虽然这个基因药剂虽然还没有在直播里 当着所有人的面致病的记录 可那些手术之后 快速恢复的残疾人们 已经证明了这东西的用处 毕竟又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个 只更换了机械臂的中年男子一样 窗口很小 有些志愿者 更换的可是心脏 肾脏之类的内脏 那手术窗口 可是一点都不小 可在一针下去之后 窗口几乎能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速愈合 至少在疗伤这一点上 谁都无法否定 温和型基因药剂的厉害 光是这一项功能 直接通知了后勤部门 命令很简单 买 狠狠地买 相比于没有公布定价的机械一支 这些所谓的基因药剂 可是已经公布了售价的 九州国内800一支的价格 完全算不上贵 可在战场上 这可是真正能救命的好东西 就算现在用不上 也完全可以当作战略物资囤一部分 除了九州军方之外 还在前线打得热乎的瓦格纳的人 看见这些基因药剂的神奇效果之后 出于之前与时空科技的交易尝到的甜头 也是想都不想 大力引进一批 虽然在国外的售价苏宇 目前定价 是但这可是真正在战场上能救命的东西 3888一针的价格 相比于培养一个精锐士兵的成本 根本算不上什么 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订单 苏宇基本都是照单全收 不过 在与他们签订的合同里 却写得非常的明确 卖给他们的基因药剂 只能他们自己使用 严禁流出 一旦发现倒卖基因药剂的行为 时空科技不仅会断绝与他们的交易 更是还会索赔一笔天价的赔偿金 对于这个条款 不论是九州军方 还是瓦格纳那边 想都没想 便全都答应了 这也不过是直播过程中的小插曲而已 等十名残疾人改造 展示 全都结束了之后 今天的另一个重头戏 便又开始了 温和型基因药剂 治病 当看见那十名病人的病例之后 所有人都到吸了口凉气 你管这些病叫中重型病症 这可么分明都只剩一口气了啊 时空医疗选出来的这些患者之中 包括蛋不限于 糖尿病 阿兹海默症 心脏病 艾滋病等等 跟癌症相比 也不遑多让的疑难杂症 而且 病人的病情 基本都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 都不是刚刚患上的 面对这种情况的病人 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除了用药遏制病情发展之外 也只能束手无策 可时空医疗 却邀请了这些病人 前来当众为他们治病 并且与那些更换机械一支的残疾人 治疗过程出了意外 导致他们死亡或者伤残 才会赔偿不同 被邀请来这里的病人们 时空医疗给出的承诺则是 时空医疗不能在一个月内治好他们的病 就会给出不低于一个亿的赔偿金 如果在治疗过程中 使得他们死亡的话 这笔赔偿则会在翻倍之后 赔给他们在合同上指定的亲属 时空医疗这么自信的大手笔 自然是让无数人 对这场治疗抱有不小的信心 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时空医疗 即便再有钱 也不是这么霍霍的 敢开出这种条件 便证明他们对自己的温和型基因药剂 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过相比于之前更换一只那种 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手术 治疗这种疾病 显然是一个不短的过程 时空医疗的仿生人医生 在评估了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之后 给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 每个方案的时间都是三至五天不等 最短的是 治疗糖尿病 只需要三天即可 在这三天内 病人正常吃喝 正常活动 只需要待在紫衛员的医院里 每天注射一针基因药剂就行 其他病人的治疗方案也差不太多 这么长时间的直播 直播间里的人听到之后 自然大多退了出去 最终原本数百万人观看的直播 只剩下了几十万人 这些人里 基本都是自己 或者家人都患有相关疾病的 他们一边看着直播 一边祈祷着 时空医疗 真的有能力治愈着 些疾病 一旦这些患者都被成功治愈的话 以时空医疗公布出来的 温和型基因药剂的售价 他们绝对想都不会想 便要前来购买 所以这个灵气水 真能治这些疑难杂症吗 苏宇看着面前的视频里一个 脸色苍白 身形受血的病人 在打了灵气水之后 脸上痛苦的神情舒缓下去 安祥睡着了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意义理论上是可以的 如果不能的话 多来几针就好了 邱默解释道 人体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精密的结构 没有那么容易被疾病击垮的 如果被击垮了 那只能说明 人体的强度还不够 那你来说 你目前修炼了天旋界的修炼法门 又注射了系统的基因药剂 虽然还是肉体繁胎 但身体强度 已经远超蓝星所有人了 类似于他们所患的那些疾病 即便是把毒株移植到你身上来 你的免疫系统 也能轻松杀死那些病毒 而灵气水的作用 就是增加人体的强度 我在灵气水中 还添加了一些别的配方 使得其中的灵气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即便是吸收不了的 短时间内也会储存在人体内 当然 这种储存方式 与修炼了功法之后 将灵气转化为 自己使用的灵力不同 不会让注射者 获得超凡力量 但是储存在他们体内的灵气 会逐渐改善他们的体质 对于人类来说 只要体质足够好 任何疾病都不堪一击 所以 在注射了足够多的灵气水之后 这些人就能拼自己的体质 战胜病魔 这个过程中 灵气不会参与消灭病毒 仅仅只是帮助人增强体质而已 只是这个增强体质的幅度 比大部分人想象中 要强那么一点点 那如果有人大量注射灵气水 岂不是能直接 给自己注射成超人 苏宇宙没到 当然不会 秋莫笑道 天玄界和神舟世界的人 天天生活在灵气充沛的世界里 难不成人人都是超人吗 被动的被灵气潜移默化的改变体质 和主动引导灵气修炼 是两个概念 不主动用功法修炼的话 人体吸收的灵气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是无法再继续变强了的 这个极限程度 指的应该是人体的极限 按照天玄界的划分来看 应该是不到脆体气 到了这个程度的人 稍微使用相对应的功法主动修炼 估计就能算是脆体气修饰了 而你在注射了基因药剂之后的 还没有修炼的时候 之所以会被沈偏然认为是脆体气修饰 应该就是 那时候的你 已经打破了人体自由吸收灵气 所能达到的极限 已经属于是非人类的体质了 秋末尽量用简洁的语言 将自己最近的研究成果说了一下 苏语听得云里雾里 但好在也差不多搞明白了意思 不过紧接着又有个问题来了 那照这么说的话 处于灵气复苏的神州世界 就不该有疾病吧 但我怎么听嬴政 提过瘟疫之类的 灵气简单拿到蓝星来 能给人治病 那是因为蓝星缺乏灵气 人类摄入灵气之后 会单方面变得更强 那些病毒和细菌却不会 可神州世界里 到处都灵气充沛的话 那里的细菌和病毒 也只会比蓝星更强 秋末耸了耸肩 所以一直以来 你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你们在交易空间里交易过的物品 应该都是由交易系统进化过的 否则以蓝星这么脆弱的环境 别说天旋界和神州那种玄学世界 光是废图里那些 被辐射变异后的各种病菌微生物 都足够让整个蓝星来一场大灭绝了 你从废图里弄了这么多东西 蓝星现在还一点事都没有 显然是交易系统从中做了手脚 保证交易双方的安全 不同世界的交流 明面上的这些危险 其实都还算不上什么 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微生物 才是真正致命的东西 秋末简单科普了一下 灵气水的运行原理 随后便又接着道 与其纠结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还不如先看看 现在关于机械一支的问题 说着 他便调出了时空科技官网上 关于时空医疗板块下的评论 这里面有时空医疗 目前主推的两个产品的介绍 和购买链接 只是相比于已经定价了的灵气水 仿生学机械一支 却是只有链接 没有定价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相比于让谁来 都是打一针的灵气水 这些机械一支 还真没那么方便定价 毕竟不同的一支构造不同 生产成本也不尽相同 生产出来之后 安装的费用也是个大问题 就比如 安装一条机械臂 难度肯定是不如 安装一个机械心脏的 而两个不同的人 都要安装同一个部位的机械一支 安装两人的体质不一样 安装难度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比如身体强壮些的人 安装起来 显然要比身体本就虚弱的更容易 费用更低 这玩意儿 跟做手术是差不多的道理 身体不好的人 做一些大手术 成功率往往也更低 就是这个道理 难以定价 便是这其中的差异导致的 一毕竟医院的手术 也没有具体的定价 而是要看病人的具体情况来收费的 但消费者显然并不会关注这些问题 这会儿 时空医疗的机械一支下 全都是催时空医疗 赶紧给机械一支定价 好让他们看是死心 还是冲一把 既然消费者热情难缺 苏宇想了下之后 还是让秋末单纯从制造难度出发 给不同部位的一支 给了个初步的定价 不过这个定价 是不包括安装费用的 只是一支本身的价格 具体安装的话 暂时则需要来到 时空医疗的总部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安装 当然 后续时空医疗 也会在全国各地开设分院 培训一批医生 来操作器械 安装一支 只是短时间内 想要安装一支的话 就只能来时空医疗总部了 具体的一支 售价则是 机械臂 九州售价 国外暂定售价 机械腿 九州售价 国外暂定售价 这些机械一支里最贵的 其实就是机械眼了 即便是九州国内的售价 也达到了五万多一支 其实一支正常来说 也足够忙人安装了之后 正常使用了 但如果是想要追求美观 和更多功能的话 最好就需要安装两支 那就是十万多 时空医疗的官方售价 则是一百多万九州币 这还只是单纯的 一支购买费用 至于一支安装费用 如果来时空医疗安装 或者去后续 时空医疗指定合作的 医院安装的话 那么就只收成本价 依这个一支的定价 在九州说高不高 说低其实也不低 残疾人大多家境 也并没有那么宽裕 这个价格 其实已经很容易 让很多人望而缺步了 不过在苏宇 还没在官网公布售价之前 九州医保部门 便已经联系了过来 打算谈谈将机械一支 纳入九州医保的事情 目前 时空科技的谈判团队 正在就这个问题 再和医保部门的人扯皮 本来在九州售价 就已经不高 再加上医保兜底 到时候 九州真正需要 安装一支的残疾人 最后拿到手的价格 肯定不会太高 就是了 这个东西 其实苏宇最初 本来就是打算当公益来做的 也没打算靠这个 在九州赚钱 对于时空医疗来说 灵气水 才是真正赚钱的好东西 至于机械一支 国外有大片的市场可以割 国内的保证自己 不亏就行了 当然 如果能从废土那边 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加大产量的话 这些机械一支的价格 还能更低 不过没那个必要 以秋末手里 现在掌握的技术 生产这些一支 本来就没什么问题 只要再把设备改良几代 跟废土里那些设备 就没什么区别了 没必要为了这个专程 去找一趟双星 时空医疗 这机械一支价格已经公布 里面便在网络上 引起了一阵哗然 对于九州的人来说 这个价格不是太贵了 而是超乎意料的便宜 在价格公布之前 几乎所有人想象中 这种超前的科技产品 绝对是天价 可现在公布出来之后 大部分人发现 即便自己家境没那么好 咬咬牙居然也能买得起 顿时便惊喜万分 无数自己本身有些残疾 或者身边亲友身体残疾的 顿时便奔走相告 时空医疗的机械一支价格才放出来 让苏宇猛逼的是 从大数据来看 这些预约的人里 居然有不少是身体健全 周围也没有什么残疾人亲友的 这些人订购的 基本都是机械臂机械腿之类的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想给自己改造一下 这些人起码占据了 预约人数的一半以上 啊 虽然苏宇知道 这玩意儿发布之后 肯定会有赛博疯子 把自己的手具了换一支 可他是真没想到 疯子居然这么多 真就是那个机械飞声是吧 对于这些人的订单 他直接让时空医疗 发布了一条公告 那就是时空医疗出产的 机械一支 优先攻击给真正的残疾人 等到日后产能放开之后 才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给健全的人安装机械一支 至于到时候 如果法律不许这么改 那他们卖还是会卖 但是不会给你安装 M.I.O.T.A. 不过即便是发了通告 约约购买一支的人 依旧是有增无减 甚至网上还出现了一种论调 这些机械一支又不贵 而且看着还漂亮 就算不安装 买回来当个手办也帅诈了 好吧 苏宇不太能理解 这些人的脑回路 不过人家既然非要买 他也只能游的人去了 而相比于国内消费者们 看见一支价格后的欣喜若狂 国外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骑士 这是赤果果的骑士 BBG 今天来自九州的时空科技 旗下子公司 时空医疗公司 直播做了一项 能够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实验 他们将机械打造的一支 我没有听错 就是如同游戏里的那种一支 时空科技疯狂的科学家们 将这些一支造了出来 然后在数百万人的关注下 将它们安装在了人体上 这是何等疯狂且大胆的做法 当然 如果我们抛开人权问题不看 只看机械一支的功能性的话 我不得不承认 它灵活且实用 是全世界残疾人士的福音 可同样在今天 我们又窒息了一条 令人痛心的消息 时空科技 虽然掌握了可以造福全人类的科技 可他们却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 新时代那CEI 时空科技的董事长苏宇 更是一位如同希特拉一样的恶魔 他们将机械一支 在九州国内的售价定得十分低廉 而在九州国外的售价 则是九州售价的十倍以上 这是何等让人迷惑和痛心的举动 如此先进的机械一支 他们不将制造方法公布出来 造福全人类也就罢了 居然还这么毫无忌惮地 用他们那CEI般的形式方式 给这些一支定了一个 所有人都买不起的售价 这种行为 应该受到国际社会抵制 应该受到所有人抵制 包括九州的人们 你们虽然能低价购买到 时空科技的先进产品 可这却是建立在剥削 其他人的情况下获得 这并不是自由 而是另一种变相的压迫 如果你们还有良知 就应该联合起来 跟我们一起抵制时空科技 这篇报道前面一段 倒也算正常 BBG日常发挥罢了 苏宇早有预料 可以说一点意外都没有 但看见后半段之后 即便是他早有预料 也是一口茶喷了出来 特么号召九州人 一起抵制时空科技 可还行 别说是他 看见这篇报道之后 即便是秋末 也忍不住秀眉紧簇 猛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摇头道 我发现 自从我抛弃人类的躯体之后 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 人类的思维模式了 嗨嗨 不至于不至于 你这种现象 一般我称之为厌蠢正犯了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看见过于逆天的话之后 也会怀疑自己 到底跟说 这话的人是不是一个物种 苏宇连忙解释道 连秋末都觉得 不可思议的言论 自然也惊呆了九州网友 我傻了 真的 这辈子我都没想到 还有这么逆天的发言 抵制时空科技可还行 我巴不得他们 在国外在卖贵点 国内在卖便宜点 笑死 你们以前那些破车 在国外卖多少钱 在九州卖多少钱 现在自己被当韭菜哥就急了 我的建议是 加大力度 狠狠哥这些鬼老韭菜 不多说 也又去预约了两单 区区几万块而已 买回来当手办放家里可太香了 羡慕吗 在一众网友的嘲讽之下 BBG那边 则是直接装死不动了 不过这事到这里还不算完 现在管着时空科技官博的运营团队 在BBG这篇新闻稿下 居然主动给了个回复 来自约翰的朋友 其实你们完全不必担心 时空医疗的一支 在国外的售价问题 因为售价是多少 也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你们被制裁了哦 BBG 一众冲了半天的网友 散了散了 白冲了半天 就是 又不卖给你 你狗叫什么 皇帝不及太监急了属于是 人家能买的 还没说啥你 你个不能买的叫叫叫 叫你满呢 九州网友们冲了 几句之后 便觉索然无畏 纷纷散了 而来自鹰匠等发达地区的外国人 在看见时空科技的发言之后 则彻底傻了 对于BBG的发言 大部分外国人 虽然也觉得有问题 可想着 如果能把价格打下来 那也是好的 所以 也就捏着鼻子支持了 可这会儿 时空科技突然来了一句 比九州贵好几倍的价格 那是卖给别人的 你们再多出几倍 我这也不卖 如果这些外国人懂梗的话 这时候 大概就会想起一句 经典的电影台词 那我不成贵着要饭的了吗 所有在时空科技 制裁名单的国家民众 都在猛了好一会儿之后 忽然反应了过来 随之而来的 当然就是更加 声势浩大的口诛笔法 当然 没什么卵用就是了 不管是苏语 还是时空科技 都根本不代理的 一副你爱咋冲咋冲 理你一下 算我输的样子 对于这些机械一支 国外的市场 可以说 丝毫不比国内的差 毕竟以鹰匠为首的 那一票流氓们 代表着就是这个世界上的 发达地区集合体 这也是 他们能如此趾高气昂的 在明知道 时空科技那些产品 有多先进的时候 还主动适时 制裁禁运的原因 因为他们有自信 任何国际贸易 都离不开他们 可是现在 时空科技 这一手 却让他们都傻眼了 人家 就算不搞跨国贸易 光在九州国内 以时空科技的 产品的领先程度 活下去是一点问题 都没有 可现在时空科技 出产的机械一支 却是成为了 全世界残疾人士的 必需品 没有残疾人 能拒绝这种东西 但偏偏 时空科技 还真就不卖给他们 说制裁就制裁 眼看着网络上自家的人 冲不动时空科技之后 逐渐掉转矛头 来要冲自己了 这些国家的官方也慌了 扯皮的时间 总是过得很快的 一转眼 距离时空科技 太空电梯计划 招标会落幕 时空医疗成立 便已经过去了两三天 转眼又到了周末 时空医疗那边的 对于那几名 疑难杂症患者的治疗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据说几名患者的身体状态 已经大大恢复 看起来 已经与正常人无异了 从头到尾 一直关注着进展的网友们 天天在网上汇报进度 几乎是一天几个热搜 再注射个一两天灵气水 估计这几名患者 就能驱除病根 完全康复了 毫无疑问 这是震惊世界医疗史的奇迹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 肉眼可见地 看着这些患者 一天天康复 甚至其中有一名 见动症晚期的患者 居然已经能够自由走动了 给人们带来的震撼 是非常大的 虽然这些患者 在时空医疗的判定里 还没有完全康复驱除病根 需要再来几针灵气水才行 可目前不论怎么说 灵气水作用 也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相比于之前得了什么病 需要用什么不同的药 同样也比抗生素的功能 更加全面 按照邱莫的说法 它几乎对任何疾病都有效果 灵气水的出现 简直就是比抗生素的出现 给人们的震动还要大 而除了伪装成基因药剂的 灵气水之外 时空医疗的另一项产品 同样也是热度不减 在那天实验结束之后 时空医疗官网上的订单 就已经排爆了 因为是苏宇为了应对 鹰匠的制裁 临时起义 就让时空医疗挂牌成立了 所以 当下在机械医治的产能上 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 这两天 虽然已经又增加了三条生产线 可与那海量订单需求比起来 这点产能简直是杯水车薪 不过即便如此 在这几天里 时空医疗也已经出售了 数千件不同部位的医治 在时空医疗的总部 也已经为数千名残疾人 完成了安装工作 整个安装过程 都是由时空医疗的 医疗仿生人进行的 目前除了这些医疗仿生人之外 时空医疗也还招 募了一大批医学出生的专业人士 进行安装医治的培训 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 这些普通医生 也能很好的 将医治安装入人体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 时空医疗出品的机械医治 是需要特定的仪器 才能安装在人体上的 这些设备 能将机械医治中的电信号 与神经元连接起来 这才是机械医治安装到人体上 还能让人如臂食指的关键步骤 如果省去这一步骤 用现在普通的手术手段 将医治装在身上 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卵用的 只能当个摆设 所以 时空医疗这边 允许任何人购买机械医治 根本不怕有人 将这些医治 走私到被制裁的国家去 因为没有时空医疗的专业设备安装 这些东西最大的作用 大概也就是当个手办 至于温和型基因药剂 也就是零汽水 除了少数官方组织之外 时空医疗是并没有开放购买的 至少目前没有 想要注射的话 需要到时空医疗指定的地点才行 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避免 被外流到那些 被时空科技制裁的地方 当然 这也仅限于大规模外流 小规模的走私 是肯定拦不住的 别的不说 光是卖给瓦格纳的那些零汽水 以这些雇佣兵 无力不起早的样子 就显然不可能 老老实实地留着自己用 转手悄悄卖是肯定的 不过 只要他们不想被时空科技 列入制裁名单 这种事情 就不可能搞太大的规模 私底下卖个几只几十只的 也就是杯水车星 也就给那些顶尖权贵们用用 对于那些被时空科技 制裁地区的普通人来说 没得用还是没得用 该闹还是得闹 根本不会影响他的计划 苏宇自然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哦 据说最近鹰匠和他们的盟友那边 已经开始游行示威闹事了 在冲不动时空科技之后 不知道是哪个鬼才突然想起来 即便是时空科技的东西 愿意卖给他们 他们的官方 也已经对时空科技实施了禁运 东西照样卖不到他们呢 理确 于是就有人觉得 时空科技作为一个商业集团 不可能心甘情愿放弃 鹰匠他们那么大的市场 现在说是反制裁 只不过是被鹰匠制裁之后的嘴硬表现罢了 只要他们能冲得官方放开 对时空科技的禁运 时空科技肯定会顺破下驴 愿意将机械一只合集药药剂 开放到他们的市场来 大家到时候都能享受到 这些高科技的医疗产品 再也不必担心疾病的困扰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时间 包括鹰匠在内的一票国家 国内都是群没乱舞 游行示威 打砸抢 零元购 传统艺能在线了属于市 闹得各国官方都头疼不已 据说鹰匠已经有议员为了拉选票 已经递交了 关于解除时空科技禁运的议案 目前还在讨论之中 苏宇听到这些消息 都想笑 想禁运就禁运 想放开 我就必须把东西卖给你们 想屁吃呢 他巴不得再闹狠一点 闹到鹰匠受不了解开禁运的时候 他再给鹰匠来的大的 解除禁运了 但是 也还是不卖给你 怎么样 相比于蓝星上 这些狗屁倒造的破事 又到了周末 苏宇本来已经在期待 这周能匹配到什么交易对象了 不要就在这时候 已经快要半个月没见了的沈偏然 终于主动联系了他 苏宇还以为这姑娘被仇家打死了 自己的动力装甲打了水漂呢 没想到居然还没死 就是这联系他的时间 似乎有点太长了 只能说 不愧是寿命悠久的修仙者 办事效率简直低的令人发指 当然 吐槽归吐槽 他在得到传讯之后 便也迅速进入了交易空间 虽然说零食的问题 他能够在神舟世界解决了 可关于修炼方向的问题 还是得从天玄界想点办法 毕竟按照推测 天玄界作为一个 即将进入末法时代的修仙世界 修炼体系上 显然是非常成熟的 能把他们的修炼方式搞来 能让蓝星和神舟世界 都少走许多弯路 你来啦 高耸入云的山峰上 穿着动力装甲的沈偏然 只露出可爱的小脑袋 看见苏宇出现 顿时兴奋的打招呼 看着这姑娘身上 穿着科幻风拉满的动力装甲 脑袋上却梳着典雅的发迹 插着漂亮的簪子 苏宇总感觉 哪里有点不对劲 可偏偏 以他那惊人的颜值 又能完美驾驭 这种诡异的画风 给人一种 充满违和感的美 就很怪 打了个招呼之后 苏宇便坐到了 自己的位置上 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到 那日 我们交易完成之后 你难道回去的途中 发生了什么意外 意外 没有啊 沈偏然眨了眨眼睛 我有你给的助基七法宝 哪里能出什么意外 一出去就把那些追杀我的人 全都斩杀了 那为何花了这么久 莫非是回去寻找 你师尊的路途太远了 不远不远 只有不到五十万里呢 让我自己回去 也只需要七八日 有了你这盔甲之后 回去便只需要一天不到了 沈偏然轻松道 嗯 风暴及动力装甲极限速度 能达到二十多马赫 一个小时能飞两万四千多公里 五十万里最多也就二十五万公里 一天时间还真差不多 苏宇点了点头 不过不等他再问 便听见沈偏然傲然道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花了这么久是吧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亲手 将那孙家的助基七老祖宗斩杀了 回了师门之后 师尊他老人家 都夸我月结斩敌 又上股大能之姿呢 苏宇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丫头上次 似乎说自己是练气中期 还是后期来着 按道理来说 距离助基初期 还搁这几个小段位呢 这就月结杀敌了 死 难不成这傻乎乎的小丫头 还真就是那天玄界的天命之子 想到这里 苏宇眼睛一亮 连忙道 姑娘果然神通广大 就是不知 姑娘是如何月结斩敌的 说实话 月结杀敌这种事情 在他看过的小说里 不是有什么神器 就是功法牛逼 他得先搞清楚 沈偏然为什么能月结杀敌 然后才好忽悠 他把宝贝卖给自己 这还不简单 沈偏然拍了拍装甲道 那孙老狗 不过区区 助基初期罢了 根本伤不到我 我与他熬战十天十夜 就把他活活累死了 苏宇 他感觉自己 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给人活活累死了 可还行 不过说起来 动力装甲有偏导立场在 如果那个什么 孙家助基7老祖 真的没什么法术攻击 全靠物理伤害的话 恐怕还真奈何不得他 仔细想想 被累死 还真挺正常的 毕竟动力装甲的动力源 可是一台微型和巨变反应堆 这玩意儿的能量 足够支撑动力装甲 正常运行个十年了 不过苏宇才刚刚想到这里 便听见沈偏然 有些尴尬地问道 所以 你那边 还有能为他补充能量的东西吗 我与那老狗大战之后 他便一直提示我 能量不足 需要补充那什么三的 害三 苏宇试探道 对对对 原来那个字念害 学到了 沈偏然连忙道 所以你那里还有吗 苏宇感觉自己 还是小看了助基修士了 十天十夜 把动力装甲的能源 打干了还行 这得多大强度啊 动力装甲上 耗电最大的模块 毫无疑问是偏倒立场 不过这玩意儿 就算是一直开着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 以微型聚变堆的能量 开个一年都没问题 十天就把能源打没了 只能说明 这十天偏倒立场 不仅仅是一直开着 而且一直保持在 最高功率状态 也侧面说明了 助基7修士有多猛 估计随手一击 动力装甲 内部的AR 都得自动开启 偏倒立场的 最高功率来抵挡 看着这姑娘 还在傻乐的样子 苏宇都忍不住 替她捏了把冷汗 要不是运气好 最终剧变堆输出的能量 还是强过了助基修士一筹 恐怕她就真要 被人打死了 偏偏她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话题 嗨嗨 这个能源的事情先不说 咱们还 是先来谈谈 上次没谈完的交易 你师尊那边怎么说 那一颗严寿金丹 需要兑换一本 沈偏然自己修炼的 金丹七功法 外加三本次一级的功法来着 另外 还要再搭上五十万枚零食 零食她现在虽然不太需要了 可是功法真是她急需的东西 啊 这个呀 沈偏然干大地笑了笑 然后拿出来一面镜子道 师尊说 她要自己跟你谈 说话间 在镜面上一摸 镜子里便凭空出现了一个 风华绝代的长裙女子 如果说 沈偏然是那种浑身上下头 透露出青春活力的小仙子的话 那么 她这个师尊 便毫无疑问是真正的仙子 一幅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模样 身材高挑 眉目如画 更让苏语惊讶的是 沈偏然这个 在镜子里的师尊 居然还真活灵活现的 像个真人一样 一出现 便将目光放在了她身上 打亮了几眼之后 便抱拳道 平道李无童 见过道友 苏语 见过李仙子 有些尴尬的 给人打了个招呼 想要忽悠沈偏然的苏语 万万没想到 人家 直接给师尊都搬出来了 再想到双星掠尸小记 就把邱默送到了蓝星 她咋总感觉 除了她之外 人人都能卡交易平台Bug呢 或者说 这本身就不是Bug 而是一种机制 脑海里飞速闪过这些东西 苏语脸上却没有什么变化 打完招呼之后 也并没有率先开口 而是近带着这位 来自天玄界的金丹七大能发话 跟看起来就傻乎乎的 沈偏然不一样 这个李无童 显然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别的不说 光是金丹七的名头 就足够唬人了 助击初期 就差点能把动力装甲单报废了 金丹七有多大能力 她都不敢想好吧 在天玄界 也绝对是一方大人物 心思恐怕比沈偏然 这种未经世事的小姑娘 不知道要伸多少 等待了片刻 那镜中的女子终于开口了 苏道友以如此低价 将严寿丹要卖给我图 可是还有何企图 苏语 听到李无童的话 苏语直接惊了 什么叫如此低价卖严寿金丹 这是能在交易的时候 拿出来说的吗 低价卖给 你还不行了 这可还隔着一个世界来着 他特么能有什么企图 愣了一下之后 他又定定地看了眼李无童 见他一脸正气 确实不是在阴阳怪气之后 一种幸福感 忽然直冲天灵盖 乖乖 这师父怎么看着 好像比徒弟还寒 合着这清冷睿智的仙子模样 全是装的是吧 真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呗 略一思索 他便连忙告罪道 好叫仙子得知 小界寡名 不知天玄界之繁华 区区一枚炼制粗糙的丹药 如何敢开出天价 先前听沈仙子 谈及天玄界仙道之繁华 早就心向网之 只求能换来些许修炼之法 让我等能少走些弯路罢了 至于其他企图之说 自然是没有的 镜中的李无童文言秀眉微醋 思索片刻后才点头道 如此说来倒也不错 你那灵丹炼制得确实粗糙 可惜了其中的天才地宝 说着 他还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随后又道 不过我被修饰 讲究的是光明磊落 问心无愧 即便是交易 也不可亏待的道友 先前偏然与你谈的那些条件 便作废吧 这一枚严寿灵丹 我远用十本功法 外加一百万枚零食与你交易 如何 苏宇 如何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谁会嫌弃 你给的多呢 他连忙答应了下来 立马在系统重新拟定的契约上签了名 不过还不等他询问 这些功法和零食 啥时候能给他 便见拿着镜子的工具人沈偏然 已经将十本不同的功法 发送到了他的交易空间里 至于零食 是一枚都没有 苏宇诧异地看向沈偏然 不过不等他发问 便听见李无童 本着精致的小脸 似有点不好意思道 这十本功法 暂且交易道友 便可以全数交给你 啥意思 奢账是吧 而且 三年 那么三年之后 我还要你这么点破零食干嘛 一想起 嬴政上千万枚零食 大手一挥说给 就给的豪爽模样 再看看这位金丹七 大能一百万枚零食 都扣扣搜搜 要凑三年的样子 M 苏宇总感觉有点怪 不过仔细想想 好像又挺正常 这也算进一步验证了 天旋界确实是处于末法时代了 一个金丹七修士 按照沈偏然之前的描述 显然在天旋界 也算是一方大人物了 可连上百万枚零食 都这么难以拿出来 这怎么看 都不是个正常的玄学策 修仙事件 见着师徒俩 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等待自己的答复 他沉淫了片刻 随后才试探到 三年 会不会有点太久了 三年很久吗 李无童漂亮的眼睛里 肉眼可见的闪过茫然之色 下意识到 我寻常闭关 一次都得十年 三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罢了 我被修饰又不是凡人 三年不久的 一次闭关 十年可还行 苏语感觉自己 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随后他又想起 沈骗然跟人打一架 都能打十天十夜 根本不把时间 当回事的样子 突然反应过来 修仙者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时间观念 毕竟漫长的寿命加持下 相比于人生短短几十年 每一刻都要争分夺秒的凡人 这些修仙者 还真不差时间 人家有的是功夫 慢慢吞吞地当闲鱼 不过闭关都动辄 毕十年 苏语狐一地看了眼镜子里 风华正茂的李巫童 好奇到 不知李道有方林几何 李巫童一愣 似乎是没想到 苏语会问这种问题 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一旁举着镜子的沈骗然 便抢答道 我知道我知道 师尊今年才三十六岁呢 是我母亲的妹妹 我平常都叫小姨的 自动忽略了她后面 什么妹妹小姨之类的话 苏语脑海里 只剩下她前面说的 三十六岁 动辄闭关十年 现在才三十六岁 而且三十六岁就金丹了 这是妥妥的天才啊 再仔细想想 难怪她 一个金丹七大能 看起来却这么憨了 感情从小到大都在修炼 根本就不懂这些 弯弯绕绕的人情是故事吧 闭嘴 见好徒弟接了自己的底 李巫童有些羞脑的呵斥道 随后又看向苏语 咬牙道 如果苏道有觉得三年太久的话 那么一年 苏语闻言长出了口气 神色终于认真了几分 严肃道 临时便算了吧 我觉得 咱们可以换一些交易的东西 比如呢 李巫童疑惑道 比如法宝 比如炼丹或者炼器之类的功法 都可以交易的吗 法宝 李巫童自动忽略了苏语后面 说的功法啥的 那些东西在他看来 完全就是垃圾 根本配不上这么严寿金丹的价格 而是将注意力 放在了法宝上 思索片刻之后 他忽然眼睛一亮道 想起来了 本座这里 还有一件替死玩偶 能够替死一次 倒有你修为低微 别的法宝 给你 或许无用 可此物却在适合你不过了 不过只此一件的话 恐怕还不足以抵那百万零食 我再想想 要不再加上两本炼丹法门如何 宗门藏书阁里 应当有两本炼丹术 里面记载了不少高品零丹的单方 一并给你 就当抵了那百万零食 苏语文言 不由得目瞪口呆 这样做生意的 他是真没见过 不过略一思索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提死玩偶这东西吧 虽然他发生意外的几率很小 说是可有可无也不为过 但是谁会拒绝自己 多一条命呢 至于天玄界的先进炼丹术 本来就是 他和沈翩然交易时 重点想要搞到的东西 现在机会来了 他自然不可能放弃 而且看李吴童这样子 还觉得自己赚大了 甚至一脸不好意思 显然这位合作伙伴 并不觉得这笔交易 他是亏的 当然 一旁的被肃于早就 打作憨憨的沈翩然 显然看起来比他师尊要聪明点 这会儿 正一脸心疼的表情 看着镜子背面 嘴里也不知道在碎碎念说什么 不过沈翩然虽然一脸不愤的碎碎念 可显然畏惧于师尊的威严 丝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只能在苏宇和李吴童 达成了共识之后 乖乖签下了交易合同 既然上次的那颗炎寿金丹的交易 算是暂时解决了 那就得谈谈新的交易了 不等沈翩然抱着镜子离开 苏宇便喊住他道 沈姑娘且慢 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 你们或许会感兴趣 说着 便从物品栏里 将银正给他的那些炼制 严寿金丹的药材 给拿了出来 这时 沈翩然看着这些药材 大大的眼睛里 明显露出茫然的神情 可镜子里的李吴童 确实瞬间瞪大了眼睛 惊道 灵雪枝 万寿草 这些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他报菜名一样 一连报出了十几个药材的名称 都跟银正告诉苏宇的不一样 显然这就是天旋界 对这些药材的称呼 再看他那惊讶的神情 不难看出 这些东西 应该是在天旋界相当稀有的 如此看来的话 他之前的猜测也没错 神舟世界的资源 明显要比天旋界要丰富得多 银正拿出这些药材来的时候 可是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苏宇倾咳了两声 随后变道 一些家乡的土特产罢了 想了想 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便是炼制严寿金丹的原材料 炼制严寿金丹的原材料 镜子里的李吴童 直接梦了 暴殿天物啊 我先前还以为 你们只是多用了些能延年益寿的灵药 炼出的那炎寿金丹 却不料 你们居然在那丹药中 加了这么多 已经绝技的天才地宝 你知不知道 但凡你们配合一下功法引导 就那万寿草和灵血汁 直接吃下去 都不止炎寿二十年 苏宇 卧槽 还有这事 他先前只知道 神舟那边炼丹的手法很操 却万万没想到 能操到这种程度 反向炼丹了 属于是 在他惊讶的时候 那边 德里梧桐 却还在心疼的巴巴说个不停 这等天才地宝 比之仙药都只差一筹 你们用这个 居然只炼出了 只能服用一次 且只能延受二十载的破丹药 这样暴殿天物 是要糟天浅的 不至于不至于 苏宇嘴角抽了抽 连忙转移话题道 李仙子 我拿出这些药材来 就是想问问 你们那边有没有带为炼丹的服务 虽然他马上就能获得来着 天旋界的高端炼丹术了 可是炼丹师培养 显然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培养炼丹师初期 当然不可能直接让他们 拿着这种高端天才地宝去练手 嬴政那边 有的是普通的药材 随便把几颗里面 都灵气充沛 可以用来给炼丹师释手 至于这些高端药材 眼下倒不如交给天旋界成熟的炼丹师炼制 听到苏宇的话之后 李无童终于是冷静了几分 轻壳了一声 自然是可以的 不过按照天旋界的规矩 这种级别的灵丹 炼出来之后 每一炼我们需要拿两一炼 你拿出来的这些天才地宝 大概已经够炼制一炼长清丹的分量了 让我们宗门内的炼丹师代为炼制的话 一炼大概能出丹20克不到 这等级别的药材 在天旋界已经绝技多年 能够熟悉炼制这种级别丹药的炼丹师 几乎没有 所以需要一定时间适应 这才只能一炼出丹20克 如果你们那边这类药材多的话 往后这个产量只会越来越高 一 这个长清丹 功能大概能你们给的那个炼寿金丹差不多 不过效果却比那好得多 一煤便足以炼寿80年以上 并且即便是凡人 也能服用至少三次 若是有修为在身 甚至类似于 我这种金丹七修时的话 能够引导灵力 炼化丹药里的药力 这种丹药服用10煤 都依旧有效果 说到这里 它不由地炼了炼 然后又道 其实这么 好的天才地宝 我不建议用来炼制增加寿命的丹药 如果能拿来炼增加修为的丹药 是最好的 只需要以这其中任意 一味药为主药 我们再服用一些普通的灵草灵药 就可以炼制出极品的脆体丹 以你当前的实力 几枚极品脆体丹下去 就足以达到炼气期了 M.I.O.T.A. 到时候 这些药材还能炼一些炼气丹 助击丹 光是你拿出来的这些宝药 炼成不同阶段的丹药之后 都足够你吃药吃到金丹期了 在自己修炼了十来年 稳固一下修为 不会比寻常金丹期的战力差 修为增长带来的寿命增长 可比把这些丹药 炼成增加寿命的丹药效果好得多 需要延长寿命的 一般都是那种在瓶颈卡了很久 光靠丹药又无法突破的老东西 或者干脆是一些凡人 对于你这种年轻的低阶修饰来说 直接嗑药提升境界 是最便捷的方式 等等 你让我屡屡 苏宇连忙道 他还震惊于 这些神舟世界 只能炼制一枚严寿金丹的材料 放到天旋界 能炼成一炉效果更好的长青丹呢 结果李无童居然 又来了个更大的 这些材料分开炼一下 搭配一些不值钱的其他灵药 居然都足够他嗑药嗑到金丹期了 这世界和世界间的差异 真就这么大的吗 再想想 以前他奋为至宝的那些严寿金丹 错了 刚才他大错特错了 不是李无童 没见过世面小题大作 苏宇自己的心此时也在滴血 真是暴天天物啊 但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 在资源丰富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导致珍贵的资源大量浪费 到了后面 大家知道怎么利用了 这些珍贵资源 已经成为了稀缺资源 可遇不可求 但好消息是 因为交易平台的存在 苏宇现在可以成为神舟世界 和天旋界的中间商 托审偏然的憨憨世尊的福 他也算是终于知道 这些在他和嬴政看来 平平无奇的药材 真正的价值有多高了 在又经过了一轮友好协商之后 苏宇终于又跟着师徒俩 达成了一项合作 大概就是 他这里提供一份 炼制炎寿金丹的材料 而李无童那边 则是搭上一些 不怎么值钱的普通灵药 灵草啥的 将这一份炼制炎寿金丹的 天才地宝 分开炼成 足够苏宇能一路刻要到 金丹器的丹药出来 等炼制出几份 李无童没有保证 因为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 别说他们宗门里 现在的炼丹师了 炼丹师他师父师祖 恐怕都没见过 炼丹师没经验 到时候 一炉能出几枚丹药 都还没谱来着 但他们之间 却是在交易系统里 签订了合同 最后不论炼出了几份 都按照八二开 也就是苏宇八 他们二 一开始 李无童是提的九一分 他们即便是要出零药零草 也只分一成 并且还坦然告诉苏宇 即便是只拿一成 他们也已经赚大了 可以说 耿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但最后 苏宇斟酌了一下 还是决定分他们两成 这么耿直的合作伙伴 打着灯笼都难找 而天旋界在苏宇眼里 又还是个交易价值极大的事件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 现在自然是要让这俩 也多拿点好处 如果交易伙伴心眼多的话 有机会 他倒是不介意 在保证双方合作 还能继续的情况下 狠狠地压榨 就当是斗智斗勇 培养斗争精神了 比如双星 不过李无童这对师徒 只能说憨的苏宇 都不想欺负他们了 反而想多给他们点好处 让他们也提升一下实力 别哪天在危机四伏的修仙世界 突然寄了 那再想找个这么 知无不言的合作伙伴 就太难了 在李无童 因为拿了苏宇太多好处 而愧疚不已的神情下 沈偏然一边傻乐 一边签下了交易合同 签完他还不忘对苏宇道 你居然愿意分我们两成 这可比天旋界大部分人 请炼丹师代为炼丹所给的丹药 都要多得多 真是太感谢你了 苏宇 你看 他还得念我好呢 交易合 同签下来之后 一如能炼出多少丹药 都会被交易系统记录下来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机会 将炼出来的丹药 搞往少了爆那套的 苏宇完全可以放心 与沈偏然试图的交易结束之后 苏宇便又回到了 自己的平台私人空间里 这会儿已经赚点了 又到了一周一次 紧张刺激的匹配队友时间 M I OTA 按照之前头一次匹配到触手怪 下一次就匹配到 沈偏然的情况来看 他对这次匹配 还是挺有信心的 毕竟上次 他都匹配到个哥布林了 这次按照规律 也该匹配正常人吧 然而 事实证明 这所谓的规律 显然是不存在的 在匹配了好半天 他也期待了好半天之后 私人空间的墙上 正在匹配交易对象的词条 忽然一暗 然后就变成了 匹配失败 他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有匹配失败这种说法 之前两次遇到非人类 没有达成交易 他虽然不爽 但也能理解 毕竟世界有差异 无法交易也正常 可是这匹配失败 可太离谱了 居然连个非人类都没有匹配到 可还行 在反复抗议交易平台 都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之后 他也只能回去了 回到蓝星 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多 邱默正在熟稔的为他准备夜宵 苏宇靠在厨房的门口 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因为匹配失败 带来的一点点郁闷 顿觉烟消云散 不知为何 跟邱默待久了 总感觉他身上 有一种让人心安的魔力 回来了 谈得怎么样 邱默像是后面长了眼睛一样 即便苏宇脚步已经很轻了 还是第一时间就被他察觉了 跟沈偏然那边谈得还行 苏宇故作忧郁地叹了口气 一边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和沈偏然试图达成的交易 一边不动声色地走进了厨房 趁着邱默背对着他的时候 直接伸手挽住了他道 但是匹配交易对象失败了 所以需要邱一安慰 邱默手上的动作一僵 下意识的指尖 便有电弧窜了出来 但只出现一瞬间 便又被他收了回去 愣了一会之后 他这才没好气地 将苏宇哥在他肩膀上的脑袋推开 做饭呢 别闹 失败就失败呗 反正有的是时间 总能成功的 直接忽略了他后面的话 苏宇试探道 那做完饭就可以闹了 邱默神情诧异地瞥了他一眼 你不会真有什么特殊癖好 想对仿生人做点什么吧 那个也不是不能试试 苏宇搓了搓手 跃跃欲试 有一说一 别的仿生人就算了 可邱默这台特制的仿生人 他还真想看看到底有多真 不行 邱默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说完又鬼使神差的小声嘀咕了句 你不是说 从天玄界交易来的功法里 有鬼修功法吗 等我研究一下 以后有身体了再说 苏宇文言顿时瞪大了眼睛 连忙道 那可说好了 不准反悔 是是是 做饭呢 赶紧出去 仿生人虽然不会有脸红的情况出现 不过邱默显然已经有了类似的情绪 连忙将苏宇推出了厨房 等关上厨房门之后 他罕见地露出了些许慌乱 过了好一会儿 才长出了口气 有些苦恼地看了眼自己 这家伙 现在越来越不客气了 早知道 当时关于那方面的功能模块 就不偷懒了 他一个活了两百年没碰过男人的理工女 在给自己搓手办的时候 自然不会专门去设计那方面的功能 但这种事情 他显然不好意思 直接告诉苏宇 所以虽然不太抗拒 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怎么也得等有了肉身之后 再说 只是那时不时失去焦距的蓝色毛子 却暴露了他心中并没有那么平静的事实 少请 这种小事 为什么会占用这么多算力 略有些烦躁地嘟囔了剧 他感觉自己 CPU都快烧了 感觉忙起了手头别的事情 转移注意力 先做饭吧 这小鬼事情真多 一日 又到了周一 不过苏宇却是睡到中午才起床 公司现在已经步入了正轨 目前也没啥大事需要他处理的 去不去都无所谓 邱默在拿到那些功法之后 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了 对于这种行为 苏宇是大力支持的 他巴不得邱默 赶紧把那什么鬼秀功法研究明白 到时候 再将灵魂修炼得厉害点 再然后 只需要从双星那里 搞点邱默的基因样本来 就能通过克隆技术 给他打造个躯体了 以鬼秀的能力 夺舍一具没有灵魂的克隆人 身体问题肯定是不大的 虽然弊端应该也很多 但这不是可以修宪吗 时间一久 自然就跟正常人无异了 这是邱默昨晚吃夜宵的时候 提出的解决方案 至于到底行不行 得看他后续的研究 至于苏宇自己 他今天本来打算 今天当咸鱼窝在家里的 不过却接到了一份 来自比亚集团的邀请函 那边说是要送他一辆车 是基于比亚集团原本的技术 和金属氢电池 然后还有时空技术储备公司那边的 储备技术弄出来的 据说是功能上 可以吊打世界上所有汽车的水平 苏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也就答应了 下午去拿车的同时 顺带着参加一下 比亚集团的新车发布会 据说这次 他们一共会发布六款车型 价格从十万到百万不等 覆盖了整个低端到高端的所有车型 全都是基于金属氢电池打造的纯电车 一由此便可见 他们有多大的野心了 在时空科技的金属氢电池发布之后 国内所有汽车的销量已经跌到了冰点 不论是电车还是油车 近一个月的销量相比上个月 几乎都跌了99% 所有最近有购车计划的人 现在都在等着搭载了金属氢电池的车上市 九州原本被一众新能源车企统治的油车市场 以及被合资车统治的油车市场 几乎在短短一个月内全均覆没 不过与油车几乎全计了 股票跌到跌不动的不一样 那些原本就生产电车的企业 只要传出了与时空科技 有金属氢电池方面的合作之后 虽然最近销量几乎等于没有 可股价依旧坚挺 甚至不减反增 所有人都在等着 等着金属氢电池上市 不过吃到这波红利的 也不少所有电车企业 比如原本和比亚销量不相上下 甚至名声比比亚还要大的特斯集团 本来他们是与时空科技取得了 金属氢电池上的一些合作的 虽然签的条款与比亚不一样 销售到海外的金属氢电池车 更是要抽出一部分利润 分给时空科技 定价需要更高 可说到底 能吃到金属氢电池变革的红利 特斯就已经赢绝大多数车企太多了 苏宇早期可并没有打算 掐死这些外国企业的 讲句良心话 他当时是真准备共同发展来着 结果鹰匠制裁时空科技 特斯作为鹰匠的企业 也只能跟着制裁 然后 然后 现在已经记得差不多了 现在的车卖不出去 未来等金属氢电车上市之后 鹰匠如果还不解除禁运 他们依旧不敢用 时空科技的电池 到时候 车还是卖不出去 当然 鹰匠那边就算接触了制裁和禁运 苏宇也不会解除就是了 苏宇听说 特斯集团似乎在魔都的超级工厂 都关门了 那些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 都被比亚招了过去 也不知道说啥好 只能说不做死就不会死 就是苦了那些 买了特斯生产的电车的人 现在刚入手的准新车 想要拿去卖 都得先打个对折 保值率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这事儿 怎么也怪不到苏宇头上来就是了 比亚集团这次发布的六款车行李 送给苏宇的 自然是最贵的哪一款 据说目前的定价是 最低配128万 给苏宇的 自然是最高配的版本 听说要买的话 估计没有三五百万落不了地 属于是限量版 这个版本上光是搭载的金属氢电池 就有20公斤重 采用的是从外骨骼上得到的材料技术 全车的强度都比那些豪车里 只会用在ABC柱这些关键部位的 超高强度钢还硬 至于马力 车上搭载了四台比亚集团生产的 先进电机 分别控制四个轮子 全功率输出的情况下 马力能够达到2300匹 这个马力 倒也算不上太离谱 毕竟隔壁不加迪一辆跑车 马力都能达到1000匹呢 这样一辆重量接近三吨的越野车 有2000多匹马力 其实也算不上多夸张 当然 这辆车之所以有三吨 毕竟金属轻电池重量本身就轻 车身材料又同样的轻 不弄点额外功能增加点配重的话 2000匹马力的重量车 只有一吨不到 这哪是车啊 不得成贴力飞行器了 谁他妈敢开啊 总之在见到时 车试了一下之后 苏宇对这辆车还是相当满意的 比他现在开的那破大制药牛逼太多了 除了比亚送他的这台之外 他又额外找比亚订购了100台 打算作为公司用车 转眼间又随手撒出去三个亿 这还是比亚董事长亲自开口给了优惠之后摸了零的价格 不然这100辆车得三亿七千多万 虽然他们肯定还有的赚 但人家又不是跟苏宇一样 公司是自己一个人的 想咋样咋样 多少得考虑股东的想法 更何况送一台车给苏宇 他就接了 送他100台 那他反而不会免费要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尽量不要刷脸 也算是人生经验了 所以这种事情还是在商言商 钱货两气比较好 要不说不能出门呢 这不 一出门就得花钱 看完车 撒完钱 苏宇便又跟着参加了比亚集团的汽车发布会 并且直接被安排了贵宾席的C位上 其他人不论什么身份 都只能坐在他两边 并且没有任何人有丝毫意义 也算是现在时空科技影响力的体现了 比亚集团的发布会 自然没有时空科技稿的发布会 那么能整活 可即便如此 当主持人按部就班地说出那些车的性能之后 也是引起了无数人惊呼 特别是那动辄几万公里的续航 看得不少有车的车主直呼要换车 发布会圆满结束 苏宇全程就坐在那里 当了半天工具人 中途比亚集团在介绍最贵的那款车时 倒是没忘了提一嘴时空科技 订购了100台的事情 毕竟相比于比亚自己 现在时空科技在普罗大众心中 就是先进科技的代名词 这个金字招牌显然更好用 也更有说服力 这事儿是苏宇点头答应了的 倒是也没啥 不过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本来准备离开的苏宇 却被比亚集团的董事长拉住了 他倒是并没有询问任何关于发布会 或者科技方面的问题 而是神秘兮兮兮地对苏宇道 听说江南楚家的楚老太爷 昨晚病危了 哦 苏宇笑道 那现在呢 楚家现在管事的小丫头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种药 吃了能多活20年 现在人已经出院了 臣服几眉弄眼道 听说苏总与楚家的楚月相交莫匿 别试探了 就是我给他的 苏宇笑道 此话一出 周围原本都装聋作哑的人 全都绷不住了 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 时空医疗表现出来的技术实力 现在稍微对健康关心点的人 基本都知道了 因此 即便苏宇此时承认自己 有能让人多活20年的药物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 也不是怀疑 而是难以置信 随后就是兴奋 激动 见周围一圈人 目光炙热地盯着自己 苏宇也只是无所谓的耸了耸尖道 给他的 其实只是个还不太成熟的试验品而已 真正的成品推出 还需要一段时间 各位如果想要的话 可能还得等等才行 严寿金丹他手上的 已经没有多少了 本来之前打算找银正多搞点来的 不过现在 既然天旋界那边说一份 严寿金丹的材料 能练一炉效果更好的长清单 他当然不可能再去找 银正交易严寿金丹了 一直接进口材料 交给天旋界练制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转手 卖给银正再赚一笔呢 苏总这是哪里的话 不知道是哪个企业的老总笑道 以时空医疗的技术实力 想必是很快就能完成的 我们不急 不急 就是这个药 现在还只是半成品 都能让人多活20年 不知道成品产量和效果如何 售价又如何 苏宇手指在扶手上点了几下 略意沉吟道 成品的话 大概一颗下去 可以让人多活80年吧 目前的技术来看 这样的丹药 普通人最多只能服用三颗 价格的话 苏宇说到这里 并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这个价格 是他们绝对不可能买得起的 长清单他也没打算在蓝芯卖 主要还是给自己活着熟悉的人用 再就是 拿来在交易平台交易 蓝芯上他可能会出手一点 但基本不会收钱买 而是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或者送给他比较欣赏 对这个世界进步 比较有正面意义的人 有的人寿命太短 是对全人类的损失 有的人如果活得太久的话 那就是全人类的祸害了 而不巧的是 前者是凤毛麟角 后者才是绝大多数 苏宇虽然从不自诩求找 但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 他当然是 不想让这里变得太差的 长生是毒药 他手里拿着 打开这个潘多拉磨合的钥匙 究竟要不要打开 打开到什么程度 他还需要斟酌一下 但至少目前 直接将长青丹这种 能让人多活80年 三科下去 能多活240年的丹药 卖给蓝芯上其他人的做法 是绝对不可取的 不过 除了长青丹之外 他也不是 没有别的 让人延长寿命的东西 比如修炼的功法 灵气水 机械一支之类的 这些东西是绝对可控的 而且 让人延长的寿命也有限 所以 苏宇选择放开了些许 听到他说的长青丹药效 周围的一圈人眼中 愈发炙热 一科多活80年 三科下去 多活240年 如果这种 要苏宇愿意卖的话 他们即便是倾家荡产 也要拿下来 在座的 哪个不是人精 即便是散尽家财 他们也有自信赚回来 拿钱换寿命 在他们看来 可太值了 不过见苏宇 闭口不谈价格之后 却又纷纷闭上了嘴 眼里露出惋惜之色 这里又没有傻子 自然不可能 不明白苏宇的意思 这玩意儿 根本不是钱能买的 苏总 你想要什么 直接开口就行 我老王虽然比不得 陈董手里 有比亚集团那种巨头公司 可以有点家底 人脉上也算说得上话 一个年纪 看起来已经不小了 头发花白的老人 不死心道 哎 王总哪里的话 这不是成品 还没研究好吗 研究好了 大家有的是机会 苏宇打来的哈哈 并没有接着查 一旁的陈福转道 说起来 时空医疗生产的那个基因药剂 倒确实是好东西 我昨天去打了一针 感觉这么多年的一些老毛病 一夜之间跟全好了似的 这么好的东西 只卖八百一支 苏总真是心系天下呀 哲他倒是没有瞎吹 别的不说 光是那灵气水的功效 如果当场要来看 这一支卖十万 估计也有的是人抢破头抢购 苏宇在九州一支只卖八百 纯纯做慈善了 属于是 哎 陈董这可有所不知了 一个魔度的领导笑道 这基因药剂 我听说已经跟医保那边谈妥了 最后到百姓手上 医保报销之后 恐怕一支都不到一百块 苏总和时空科技 是真正立国立民的良心企业啊 又是一番彩虹屁之后 陈福才不经意地问出了 自己另一个关心的问题 苏总 我看时空医疗的报告里说的是 这个基因药剂 可以无限制注射 直到达到某个预值 人体再也无法吸收之后 注射也没用了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人基本也没有病痛了 正常情况下 都能活到寿命的极限 不知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 苏宇笑道 人体能自然吸收的灵气到了极限 距离脆体期也只差灵门一角 不作死的话 活到寿命极限是没有问题的 再也不用担心病痛的侵扰了 那不知道时空医疗 有没有进阶的基因药剂 陈福逐渐也摸清了苏宇的脾气 也没有弯弯绕绕的 而是直接问道 他们这种人 都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的 时空医疗发布的灵气水 他们早就分析过了 虽然是个什么原理 根本看不懂 可稍微研究一下 注射了灵气水的人之后 便能得出结论 这玩意儿 只能将人体的潜能开发到极致 而时空科技 如果有更厉害的技术的话 开发出更高级别的基因药剂 说不定就能打破这个极限 到时候不用问都知道 寿命方面 即便是不吃那个延长寿命的药 也绝对还能增加 既然看苏宇的意思 直接延长寿命的药不给 那更高级的基因药剂呢 再高级 那就是脆体气修饰了 苏宇嘴角扯了扯 略一思索后 拿起了一个精致的玻璃杯 在周围一圈人的注视下 他手掌略微发力 咔嚓 众目睽睽之下 苏宇只是轻轻一用力 那杯壁并不薄的威士忌酒杯 便应声而碎 连带着下面厚厚的底座 都被捏成了一块块碎屑 苏宇轻巧拍了拍手 将玻璃屑拍落 随后向他们展示了一下自己 连白痕都没有出现一条的手掌 做完这些 他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也不管周围猛逼的大佬呢 静止起身道 天色不早了 我回去还有些事情 就不奉陪了 说罢便施然离去 只留下一群人 在原地面面相去 等他走了好半天 这群人才反应过来 其中一个中年人 下意识拿起一个 一模一样的杯子 握在手里捏了一下 可任凭他怎么使劲 杯子也不见有丝毫动弹 捏了好一会之后 他眉头一皱 将杯子往地上一丢 却不料 这杯子质量意外的非常好 在里面没有装水的情况下 被丢到地上 居然都没有直接摔碎 众人 徒手把这种杯子捏碎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 各位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告辞 陈福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告罪离去 其他人也是一样 纷纷起身告辞 苏宇虽然只是小小地露了一手 可这在他们看来 显然是暴露出了个了不得的事情 那就是 时空科技 绝对还有更加牛逼的基因技术 甚至已经达到了 能让人变成超人的地步 虽然说从捏碎杯子就说 苏宇是超人有点夸张了 可苏宇录这一手的重点 显然不仅仅是捏碎杯子 而是捏碎了杯子之后 满手的玻璃茶子 居然还一点伤都没受 这种皮肤韧性 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手上布满了老茧 或许能不被玻璃茶子割伤 甚至别说玻璃茶子 能空手接白人的奇人 都不是没有 可苏宇那双手 看着比女人的手还白嫩 显然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在场都是有见识的人 自然能意识到 这其中的区别 意识到了之后 随之而来的 便是狠狠的心动 没办法 苏宇已经隐晦地表示了 让人延寿80年要想买 没那么容易 可这种让人超越 人体极限的方法 苏宇可没说不慢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 多找线门路 打听一点消息 然后准备好筹码 再找个机会 和时空科技那边搭上线 离开展馆 苏宇开上了 比亚送她的那辆车 看了眼时间 这会儿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想了想 便打了个电话给楚越 既然药已经给 楚家老太爷吃了 这楚越 也该来给她打工了 免得时空科技 在她和秋末没去的时候 总是像缺少主心骨一样 那些高管虽然能力都还可以 但时空科技 现在的体量太大了 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决策 现在除了秋末和苏宇 基本没人敢拍板 这跟苏宇想当闲鱼的目标 极为不服 所以 让楚越这么个有能力 胆子也不小的女人 来当高级打工仔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毕竟苏宇自己懒得管 秋末又不可能把精力 全放在公司那边 接到苏宇的电话之后 楚越那边倒是非常干脆 就答应明天去公司报道 并且还邀请苏宇出去吃个饭 他也好感谢一下 苏宇给的严寿金单 吃饭的地方 在模度一个高楼上的空中餐厅 当然 对于经常待在紫围园顶层的苏宇来说 这点高度 完全算不上高就是了 楚越今天倒是没有穿那一身 严肃干练的女士西装 而是穿着一身日常打扮的碎花长裙 气质也从之前的玉姐范女强人 转变成了温和的林家大姐姐风格 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 两人间的谈话 大部分时候 还是围绕着时空科技的问题来的 这些天楚越虽然没有入职时空科技 可从谈话里不难听出 他最近一直在关注时空科技的事情 说起来 你们那个通天芥末计划 技术上是真的已经能保证没有难点的吗 楚越一边吃着 一边好奇到 毕竟是自己即将要上任的公司 他还是比较希望在入职之前 先了解一些内部的情况的 技术上自然是没有难点了的 资金上的问题也不大 苏宇点了点头 目前第一代可控核聚变实验堆 已经在魔都南郊一个山区中建设了 进度已经接近尾声 最多在有三五天就要开始尝试点火 你明天入职的话 到时候正好赶得上点火一试 至于太空电梯在空中的部分 按照我们的规划 核聚变点火之后 就要开始通过油损 逐渐将太空港和新建工厂模块 在地面建造完了之后 送上太空了 这倒是个大工程 太空港和新建工厂的全部重量 大概再得有数百万吨 油损运力有限 不间断运送 也得花很久 苏宇喝了口果汁 随口道 这个聚变堆本身 就有很多九州的核能工程师参与 本身也不是什么秘密 自然没必要隐瞒 更别说处约这种 即将入职时空科技的高端人才了 并且即便说了 苏宇也不怕他泄密啥的 既然技术上没有问题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局势问题了 鹰将那边 你们是真的不在意 楚越促没道 为什么要在意 说是他们制裁时空科技 可现在实际情况 反而是他们骑虎难下 苏宇不在意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楚越摇了摇头 时空科技现在的那些东西 鹰将他们制裁时空科技 确实是骑虎难下 这点他当然清楚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以上的情况是 局限在贸易战的范围之内 如果他们狗急跳墙呢 狗急跳墙 苏宇愣了一下 然后笑道 那可就太好了 鹰将想在规则之内玩 他也不介意在规则之内 陪对方玩玩 可他们想要破坏规则明抢 那就得看谁的拳头大了 而比拳头大 苏宇显然是不怕任何人的 也是 楚越点了点头 你们有那艘飞船和外骨骼 以及动力装甲在 鹰将他们估计 没有摸清这些装备的 真正性能之前 是不敢乱来的 苏宇正准备点头 可放在一旁的手机 忽然亮了起来 下意识转头看了眼上面的信息 他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冷笑道 看来你还是小看了 这帮强盗的胆量 白色宫殿发言人 鹰将及其盟友 近期将举办一场赤海军演 军演范围在赤海两岸 演练内容主要为 海空军配合作战 演习科目包括 但不限于对海打击 对地打击 对空打击 抢滩登陆 海陆协同进攻重要区域等等 据悉 本次鹰将的演习区域 包括了时空科技 位于黑洲的太空电梯旋址地 当前那里 共有时空科技员工6000余名 九州建筑公司员工2万多名 鹰将并未公布具体打击的坐标 只发布通告 让区域内所有平民注意安全 演习期间 尽量在家中不要出门 这是苏宇手机里 突然多出来的一条新闻推送 显然 是邱默故意给他看的 他瞥了一眼之后 便将手机调转 推到了楚越面前 这帮人胆子 比我们想象中还大一些 你怎么看 楚越眯着眼睛看完了咨询 随后摇头道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说着 他翻到了最后 鹰将官方宣布的演习地图 指着靠近赤道地拿出海岸道 据说你们在这里发掘了港口 现在完工了吗 已经完工了 航道也疏通过了 前几天已经投入使用 苏宇点头道 那么他们的演习范围 已经覆盖了包括航道在内的港口 你可以抓住这点说道一下 楚越放大了一下地图道 他们是绝对不敢直接开火的 说白了就是打嘴炮 借此向外引导一下国内目前的矛盾 他们那边现在最大的问题 基本来自制裁时空科技 带来的负面影响 只要你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 甚至是击沉了他们几艘军舰 他们也能借此 来说服国内躁动的民众 解决内部的问题 既然他们没有开火的意思 我的意见是 抓住他们 直接将演习地点 划到主权国家的港口里 这种明目张胆 侵犯主权的事情反击 军演范围覆盖公海上的航道 虽然是很正常的情况 可覆盖了他国港口和海岸线 那就绝对不正常了 苏宇文言想了想 本来想说他这种反应 有点保守了 但是略一思索 还是点头道 也好 就按你说的办 说着便打了个电话给宣传部 不久 时空科技官方便对 鹰匠这次军演的范围 做出了反应 标题是抗议 当然 内容肯定没有楚越说的 那么温和就是了 运营官方账号的运营团队 在经过之前的几次之后 基本已经摸清楚了 苏宇这个老板的脾气 现在已经完全是苏宇的形状了 文章前面说的还算客气 可越往后 画风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甚至不知道 那个写稿子的鬼才杂想的 一篇抗议的文章 写到最后 直接把鹰匠挂起来臭骂了一通 最后还不忘补了一句 强盗就是强盗 披上文明的外衣之后 形式风格还是强盗那一套 公然将演习区域 覆盖他国港口与海岸线 这种行为无异于侵略 当然 这也是鹰匠一直在做的事情 并且还表示 时空科技的航线和港口 并不会因此关闭 太空电梯的建设依旧会继续 来自时空科技和九州的航运船只 将在演习期间 正常穿越演习区域 但凡有货船在此区域内 发生任何意外 鹰匠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说是抗议 倒不如说是赤果果的威胁 还跟苏宇在一起的楚越 看着这篇通告 也是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咱们公司的运营 都是这么写稿子的吗 这有什么不对吗 苏宇差一道 如果换他来写的话 他根本连字都懒得打 直接先把油损派出去演习一下 拍个太空丢乌棒的视频 让那些强盗见识见识 什么叫降维打击了 要不是楚越的建议 他根本都懒得跟鹰匠扯这些 呃 我可能需要一定时间 来适应一下公司的风格 楚越揉了揉太阳穴 他原本的意思是 以退为进 先讲道理 占据大意 到时候 礼合拳头都在我 鹰匠他们也只能自讨苦吃 可现在这片充满挑衅意味的公告发出去 那就肯定没得说了 虽然时空科技依旧站立 可凭鹰匠他们 当了这么久世界老大 民众也是有些天龙人的傲气的 哪能受得了这切 现在他们即便没礼 也足够安抚国 内躁动的情绪了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一旦真的发生了冲突 鹰匠能打得过 如果万一真的擦枪走火了 结果鹰匠反而打不过的话 那乐子可就大了 楚越仔细思索了一下 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 不过就是到时候 真忍不住走火的话 得控制一下规模才行 别真给鹰匠整齐了 开始丢蘑菇了 那就过头了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你有没有一个大致预期 比如 规模控制在多大 楚越略有些担忧地问道 预期 苏鱼耸耸肩道 那还不简单 他们真敢对运输货物的船只 或者港口开火 那整个舰队就都别回去了吧 你就这么自信 楚越忍不住道 毕竟 那可是横压全世界的世界最强海军 这点自信要是没有 我乃能这样疯狂打鹰匠的脸 苏鱼耻笑道 从发布通天舰幕计划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预料到 肯定有这一天了 如果你把他们一整个舰队都击沉了的话 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楚越摇了摇头 那又怎么样呢 苏鱼笑道 随后拿起手机点了点 打开了一个界面 是一个从太空中俯瞰蓝星的画面 这是一艘有损 现在在太空中实拍的 你放大看看 有损 楚越接过手机 将有损实拍的蓝星 放大又放大 最后才发现 此时有损正对着的蓝星地表 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色宫殿 屏幕中间 还有个绿色的准星 正对着白色宫殿的中间 这是什么 楚越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手机屏幕上 那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图标 我建议是别乱按 按错了的话 那个白色宫殿就要消失了 乌棒这玩意儿 从禁地轨道丢下来 可不是闹着玩的 楚越一愣 然后触电般将手收了回来 他万万没想到 苏宇居然这么胆大包天 直接把油损开到了人家头顶上去 就这么瞄着对方 更关键的是 看鹰匠的反应 显然是一点都不知情 如果知道的话 怕是鹰匠 现在得直接吓尿了 跟楚越吃完饭 苏宇便回了家 关于鹰匠 要在时空科技太空电梯 选址地搞军演的事情 其实他根本没太放在心上 毕竟他们那边说的是近期 连具体日期都没有公布 照他看来 那边打嘴炮的可能性比较高 动力装甲和外骨骼 他们虽然不会过于顾忌 可在他们搞清楚有损的功能之前 是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 如今的鹰匠 虽然表面风光 可一切的风光 都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上 陆军虽然近几十年来 有输有赢 可他们的舰队 却足以称得上是 纵横四海无敌 这才是他们称王称霸 满世界搞事的本钱 一旦这块遮羞不被撕开 那么 就注定是鹰匠衰落的开始 虽然现在被时空科技 这波反制裁搞得很难受 特别是股市上 更是几天蒸发了无数资产 可说到底 只要米园石油体系还存在 即便是时空科技 真搞出来了核聚变 他们照样 还能利用米园 趴在全世界人身上吸血 可一旦在不清楚 能轻松带人上太空的油损的功能 没有搞清楚之前 贸然开战 导致海军损失惨重的话 那就必然会导致米园体系崩塌 接着崩塌的就是股市 然后就是一连串连锁反应 这是鹰匠无论如何 都承担不起的 所以苏宇是真不幸 他们现在敢撕破脸 开启热战 当然 苏宇更相信 如果他们知道了 有损的具体功能的话 就更不敢直接撕破脸了 所以这事他压根 就没有放在心上 说到底 也就是打打嘴炮的事情而已 不过 鹰匠自己不会出手 可黑州大区 毕竟匹配机制优秀 也难保有要钱不要命的 被鹰匠窜夺着来恶心人 所以 最近最好还是要加强一下防备的 苏宇一边开车 一边回到了家里 正准备明天去公司 再安排一批访生人 过去负责安保呢 可才刚刚到家 邱末那边 便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黑州有变 刚进门的苏宇 脚步一顿 随即便拿出动力 装甲穿上 静止飞向紫薇园 以动力装甲的速度 一分钟不到 他便横跨了几十公里 很快就来到了紫薇园的实验室里 邱末正在做实验 紧紧盯着面前的玻璃箱 箱子周围 被一层肉眼可见的 扭曲空间包裹 而箱子里面 则是一只 翘无声息 躺在里面的小白鼠 小白鼠的上方 居然有一个淡蓝色的影子 似乎是灵体 而邱末此时盯着的 就是这个灵体 并且一边观察 一边时不时地 记录着些什么 察觉到苏宇进来 也没有回头 只是一心二用 一边记录一边道 你来了 黑州那边出了点事情 那个小国发生动荡 简而言之 就是他们的首脑死了 死了 苏宇眉头一皱 怎么死的 他要没记错的话 那货可是买了不少 二十青形外骨骼来着 其中甚至还有几套顶配版的 上面的功能极其丰富 稍微走点心 挑几个中心点的手下 穿上这几套外骨骼 都足以保护他安全了吧 并且 因为时空科技建造太空电梯 需要一个稳定环境的缘故 已经暗地里 派人帮着 或把他们国内的一些叛军给肃清了 这还能死啊 嗯 死于一场政变 估计算是政变吧 他手下一个校官的家乡 就在咱们太空电梯的选址处 这位校官因为不满 他将那块地租给我们 在暗中筹谋药 将它取而代之 我最近做实验 占据了太多算力 再加上主要精力都盯着鹰匠 倒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密谋 结果 反正挺离谱的 那名校官纠集了三十多人 打算昨晚起事 可是到了起事的时候 有两个人因为怕死 提前举报了他们 可举报之后 他们官方军队里 却没人信 根本没有理举报者 而这三十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 被举报了 大半夜的按照计划起事 一部分人负责去占领 他们手脑的府邸 抓不守 脑 另一部分人去占领 当地的电视台 宣布主权 因为路上没有路灯 夜里太黑 去攻占手脑府邸的那部分人 在街上迷路了 被巡逻的警察逮捕了 而另一部分 去攻占电视台的人 在路上走散了 最后只有那个校官一个人 成功来到电视台 他就这么走进去 然后用电视台 向他们全国宣布 起事成功 再然后 那个接受了 我们资助的小国首脑 就以为他们真的成功了 连夜从府邸跑路 路上遇到他们自己的 外骨骼巡逻部队 觉得他的车队可疑 要拦车检查 他以为这些 穿着外骨骼的精锐部队 已经叛变了 就命令清兵与之交火 最后被击毙在路上 双方一共损失了 一百多台G 二十外骨骼 战况还挺惨烈的 等给这家伙打死了 交火双方才发现 是闹了乌龙 但首脑已经被击毙了 所以他们一和解 就干脆真的 把那个去电视台 宣布起事成功的校官 推上了首脑的位置 苏宇 这他妈都是什么跟什么 非常难以置信是吧 邱默耸了耸肩 我一开始搞清楚 前因后果的时候 也根本不信 花了很多时间 反复排查了他们城市里 为数不多的监控 以及一些在场的 外骨骼上的日志数据 才接受这个结果 这简直跟闹着玩似的 即便是没看见邱默的脸 苏宇都能从声音里 听出他的无语 苏宇本来也挺无语的 不过仔细一想 发现这事儿 好像还真是黑洲大区 能做出来的事情 他要没记错的话 类似的跟闹着玩似的 就成功了的案例 都不止一例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那位名震天下的卡大佐 那位当时起事的时候 比这还草率来着 结果还真给他成了 只能说 现实有时候 真比小说魔幻 这段真不是瞎写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卡大佐是怎么夺权的 那简直是他妈离谱到家了 这就是黑洲大区的含金量 所以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深吸了口气 苏宇面前让自己 接受了这个荒诞的事实 继而揉了揉脑袋 开始考虑 怎么收拾烂摊子的问题 嗯 总之情况就是对咱们不太好 秋末淡淡道 那边本来就是高卢的后花园 那名校官在成功之后 第一时间已经联系了高卢那边 高卢又转联系了鹰匠 总之就是 他们已经还给我们 驻扎在太空电梯选址处的 工作人员和安保队伍发了邮件 勒令我们三天之内全部离开 同时向鹰匠以及他们的盟友 发出了邀请 主动请求鹰匠驻扎在附近的军队 帮他们在必要时候 以用武力驱逐时空科技 和九州的人员 嗯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意思是 他们想要赖账了呗 苏宇这会儿 反而已经没什么情绪波动了 除了那启示的过程 让他觉得有点过于荒诞 一时间不太能接受之外 类似的情况 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毕竟那可是黑州 发生这种事情 可太正常了 什么信义 完全不存在的好吧 差不多 然后他还要求我们 将前任首脑 存在我们这边银行里的 剩下400亿 全都还给他 当做这段时间 时空科技非法开发 他们领土的赔偿 邱莫说完又补了一句 并且说 如果我们不照做的话 他们不保证 当地时空科技员工 和九州人的安全 意思是 不仅要赖账 还要抢劫 苏宇吃笑了一声 我记得之前那个首脑 还有个儿子吧 人呢 哦 在英江度假呢 已经被逮捕了 邱莫摇头道 苏宇 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猪队友 时空科技跟鹰匠的关系 都这么紧张了 他爹作为时空科技 在黑州扶持起来的势力 M.I.O.T.A. 他居然还敢去鹰匠度假 算了 随便找个当地的部落首领吧 苏宇揉了揉眉心 有点心累道 让部落首领出来说几句 然后直接让仿圣人大军撵过去 邱莫点了点头 随后又道 需要开启那些 轻型外骨骼的后门吗 他们装备的轻型外骨骼 也有几千台 当地那200台重型外骨骼 想要解决那边的问题 至少也得一个星期以上 时空科技迈出去的 所有轻型外骨骼 和重型外骨骼 都留有后门 最高权限掌握在 苏宇和邱莫手里 M.I.O.T.A. 他们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让这些纵横战场的外骨骼 变成一堆没用的铁罐头 不过苏宇想了想 却是摇头道 不开 直接派两台动力装甲过去吧 不用后门的理由 也很简单 几千台轻型外骨骼 他想要解决太简单了 而开了后门之后 意义就不一样了 你卖给别人的军火留了后门 并且别人还检测不出来 对此一无所知 以后谁还敢买你的东西啊 这事儿要是曝光出去 反而得不偿失 邱莫显然也早就料到他会这么选 文言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 转而又问道 那么事后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边的事情 以黑洲的混乱程度 即便这次 你再扶持个什么部落酋长上去 未来也有极大可能会发生点别的乱子 最好是能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 这个现在不用管 苏宇摇摇头笑道 等着看吧 这种脏事 到时候有人会帮我们办的 别的不说 鹰匠可在那里 还有个军事基地来着 他可不介意 到时候让上位的部落酋长 把鹰匠的军事基地给扬了 到时候 鹰匠暴怒之下 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不稳定因素 自有鹰匠帮他解决 顺带 让鹰匠把骂名也给背了 等时机成熟之后 他再重拳出击 做掉鹰匠 直接接管那块地之后 再找个机会 让他租下来的地方 与该国彻底切割就行了 往后任由他们再怎么闹 只要不闹到太空电梯这边来 也不关时空科技屁事 也对 邱莫点了点头 道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今晚我就安排动力装甲过去 嗯 不管是鹰匠他们的飞机 还是军舰 只要敢干涉这事的 直接击落击沉就行了 苏宇嘱咐了一句 正准备离开实验室 不过想起下午在比亚发